彭霍费尔牧师 殉道者 先知 间谍 作者埃里克·梅塔萨斯 前言 1945年7月27日 伦敦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至十二节 欧洲终于恢复和平 他那曾经因被争名扭曲 而让人却不得容貌 终于恢复宁静 看起来高贵又倾心 我们需要多年的时间 才能了解他的遭遇 他看起来似乎经历了一场 非常冗长的驱魔仪式 而且这场仪式耗尽他所有家党 但最终那些群魔在他们不甘的咆哮声中 被驱逐殆尽 战争已经结束两个月 独裁者在他残破首都的 一座灰色地下碉堡中 自济身亡 盟军宣告胜利 不列颠也缓慢地展开 重建家园的工作 接着就好像一声令下 夏天临到了 这是六年来第一个和平宁静的夏天 但不断有新闻发生 提醒大家过去那场经历 似乎是要证明 整件事并不是一场梦魇 这些新闻就跟所有往事一样 骇人听闻 甚至更糟糕 就在这年下初 有关死亡集中营 以及纳粹在其短命的帝国时期 在地狱般的国外军事基地 残暴对待受害人的新闻 逐渐传播开来 战争期间 有关这些事情的传闻始终未曾间断 但现在有了照片 新闻影片 以及目击证人的叙述 证明了这一切都是事实 这些恶行的恐怖程度 从来不为人知 也超乎常人想象 对已经因为战争 而耗尽心力的英国民众来说 这一切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随着每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被揭露 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 一再得到印证 民众抽丝剥茧地 指导邪恶的核心 在战争初期 一般人还是能够把纳粹和德国百姓区分开来 也认为 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 但随着两国间的战事持续不断 英国阵亡人数与日俱增 这二者间的界线 开始逐渐难以划分 到了最后 界线消失无踪了 英国首相丘杰尔知道 他需要促使英国更积极地参战 而把德国百姓和纳粹融为单一的仇敌 就是迅速击败敌人 结束这场残酷梦魇的上策 当时正努力抵挡希特勒和纳粹的德国百姓 曾经积极联络丘吉尔和英国政府 希望在他们的支持下 能够理应外合 一举击败他们的共同敌人 他们希望借此告诉世人 部分身陷第三帝国的德国百姓跟世人的感受一样 但遭到悍然拒绝 没有人对他们的提案感兴趣 一切都太迟了 他们不能够一方面参与这些恶行 另一方面还想见风转舵 指望全身而退 得到苟安 丘吉尔为要提高战争意识 继续鼓吹德国人 没有一个是好人的谎言 甚至有人说 唯一的德国好人 如果需要用到这个词汇的话 就是已死的德国人 缺乏理性 也是这场战争的残酷之处 如今战争已经告一段落 当第三帝国难以言喻的邪恶 彻底被揭露的时候 事实的另一面 也需要摊在阳光下 重建和平时期思想理路的工作之一 就是要能够超越战争时期的黑白二分观点 辨识各种不同的色泽与光影 亮度与色彩 因此 今天位于伦敦市布隆普顿街的圣三一教堂 正在举行一场 令某些人感到不解的追思礼拜 这场礼拜 引发了许多人的厌恶与反感 特别是那些 曾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人 今天这场追思礼拜 是在英国的土地上举行 并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负责转播 而追思的对象 是一位在三个月前过世的德国人 他过世的消息 非常缓慢地 从战争的浓雾与废墟中 辗转传出来 直到最近才有他的亲友 获知这个噩耗 他大部分的亲友依旧毫不知情 但今天仍有几位知情的亲友 聚集在伦敦 教堂的长椅上 坐着他39岁的孪生妹妹 和他的半犹太血统丈夫 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 他们在战争爆发时离开德国 趁着夜色开车越过边界进入瑞士 过世的这位男子 曾经参与安排他们非法逃离 这是他违逆国家社会主义 教条记录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条 并协助他们在伦敦落脚与定居 这位男士有许多朋友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其中包括吉谢斯特主教乔治贝尔 追思礼拜就是由贝尔安排的 因为他认识并深爱着逝者 多年前战争还未爆发的时候 贝尔主教就已经认识逝者 当时他们正一起参与核一运动 想方设法警告欧洲要对抗纳粹的阴谋 然后他们努力抢救犹太人 最后则利促英国政府 注意德国反抗运动的消息 在弗洛森堡集中营中 被处决前几个小时 这位男士曾把遗言透露给贝尔主教 那个复活节主日 这位男士在主持最后一场崇拜 并讲完最后一场正道后 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一位 曾经跟他关在一起的英国军官 后来这位军官重获自由 于是他带着这些遗言 和这位男士过世的消息 横越欧洲 从这里穿过英伦海峡 越过法国 远达德国 在柏林下落腾堡马林伯格 大岛43号 移动三层楼的房屋中 一对老夫妻正坐在收音机旁 老夫人年轻时生了八个子女 四男四女 二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命 当时这位上还年轻的母亲 有整整一年 无法正常生活 27年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夺走他的两个儿子 老夫人的先生 是德国最为知名的心理医生 夫妇俩从一开始就反对希特勒 并为他们的儿子和女婿 曾经参与反希特勒的阴谋 感到骄傲 尽管他们都知道其中的危险 但当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 关于他们两个儿子的消息才迟迟传到柏林 他们在一个月前才得知三儿子克劳斯死亡的消息 至于最小的儿子迪特里希却音讯渺茫 有人表示曾经看到他依旧健在 后来有一个邻居告诉他们说 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天会转播一场 在伦敦举行的追思礼拜 而追思的对象就是迪特里希 预定的转播时间一到 老夫妻俩打开收音机 随即就听到宣布 这场追思礼拜是为他们的儿子迪特里希举行的 这就是他们得知自己儿子死讯的过程 当这对老夫妻听到这个死去的好人 正是他们的儿子这个噩耗之际 许多英国人也同时听闻 这位过世的德国人确实是个好人 就这样 整个世界随而逐渐重新和好了 这位过世的男士已经订婚 他是一位牧师 也是一位神学家 他因为参与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被处决 本书写的就是他的故事 第一章 列祖遗留的丰盛传承成成为彭霍菲尔生命的标杆 这使得他具备稳弱磐石的判断力和气度 而这不是一代就能培养出来的特质 他自幼成长的家庭 深信学识的本质不在于正规教育 而是根深蒂固的决心 立志要维系辉弘的历史遗产与知识传承 埃伯哈德·贝特格 1896年冬季 前面提到的那对老夫妻尚未相识的时候 他们各自受邀参加在心理医生奥斯卡·麦耶加中举办的聚会 就在那里 多年后卡尔鹏·霍菲尔写道 我遇到一位年轻漂亮的蓝眼睛女孩 她的穿着洒脱自然 她的神色大方自信 她一进入屋内我就为之着迷 当我第一次看到我 未来妻子那个瞬间 她就魔法般地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卡尔鹏·霍菲尔在三年前 曾经到布雷斯劳 担任享誉国际的心理学教授卡尔·维尼克的助理 他当时的生活除了在诊所工作 就是和来自涂滨根的少数几个朋友交集应酬 涂滨根是他从小居住的一座迷人的大学城 但是从那个令人难忘的冬夜开始 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最明显的是 他一清早就到冻结的运河上溜冰 希望能够遇到 而且是经常遇到 在那晚只望了一眼 就让他为之着迷的蓝眼睛女孩 这女孩是位教师 叫做宝拉·冯哈泽 他们俩在1898年5月5日结婚 新郎在三星期后年满30岁 新娘方琳22 作为医生和教师的这对夫妻 他们的家事都非常显赫 宝拉的双金家族和波斯坦皇室是近亲 宝拉的阿姨宝林 后来成为肥特列三世的妻子 维多利亚公主的女士官 宝拉的父亲卡尔·阿尔弗雷德·冯哈泽 曾经担任随军牧师 并在1889年成为德皇威廉二世的牧师 但他在指责德皇不应该把工人阶级形容为一群狗后 被迫辞职 宝拉的祖父卡尔·奥古斯特冯哈泽 不但在家族中地位崇高 且是耶拿大学的著名神学家 他在该校任教60年 直到今日 他的雕像依旧处理在校园中 推荐他担任这项职务的就是戈德 当时他在魏玛公爵手下担任大臣 卡尔·奥古斯特有幸跟这位高龄八十 正在撰写福士德第二部的国宝级人物单独会面 卡尔·奥古斯特写的教义史教课书 依旧为二十世纪的神学生沿用 他在晚年时 获魏玛大公寿与世袭爵位 以及福同堡国王授予个人爵位 宝拉家族的母系 则包括有艺术家和音乐家 他母亲 克拉拉冯哈泽出嫁前的头衔 是卡尔·克鲁特斯女爵 曾经跟随李斯特和作曲家舒满之妻 克拉拉·舒满学习钢琴 他对音乐与歌唱的热爱都遗传给了自己的女儿 而这一切也深深影响了彭霍菲尔家族的生活 克拉拉的父亲斯坦尼洛斯伯爵是一位画家 他以绘制巨幅的奥尔卑斯山风景画而著名 尽管伯爵出身军人世家与地主阶层 却因为联姻而成为雕刻世家陶尔家族的成员 后来还担任魏马大公艺术学院的校长 他儿子利奥·波德伯爵 是一位比父亲更有名的画家 他的作品以优美的写实风格建长 现今仍然在德国各地的博物馆展出 哈泽家族跟在社交界和知识界都知名的 约克瓦登堡家族也有亲戚关系 而且往来频繁 汉斯·路德维希伯爵是一位哲学家 他跟迪尔泰之间透过书信往来 发展出一套历史诠释哲学 连海德格尔也受到此学说影响 同样菲尔的家世背景也毫不逊色 根据荷兰瓦尔和潘纳梅亨的年图 他家族的踪迹可以回溯到1403年 瓦尔河的位置临近于德国接壤处 凯斯伯在1513年离开荷兰 定居在德国的施维比什哈尔 这个家族后来被称为巴诺佛 姓氏中的编音符一直保留到1800年 巴诺佛的意思是豆农 而巴诺佛家族的顿徽 就是在蔚蓝的背景上 画着一头狮子抓着一只豆精 如今依旧明显地出现在 施维比什哈尔周围的建筑上 贝特格告诉我们 彭霍费尔有时候就会戴着 相有家族誓章的戒指 彭霍费尔家族 跻身施维比什哈尔 名望最高的家族 长达300年 最初几个世代从事的行业是金匠 稍后几个世代从事的行业 包括医生 牧师 法官 教授与律师 过去几百年来 施维比什哈尔有78位议员 和三位市长来自彭霍费尔家族 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也可以从圣米歇尔大教堂里 许多纪念彭霍费尔家族成员的 巴洛克氏和洛克克氏的 大理石雕像及木制名看得出来 卡尔的祖父西凡亚 出生在1797年 他是整个家族最后一位 出生在该地的成员 拿破仑在1806年的入侵 使得施维比什哈尔 不再享有自由式的地位 并造成彭霍费尔家族成员 分散各地 不过这里依旧是整个家族的圣地 往后世代的子孙 仍然不断地修复重整 卡尔的父亲多次带着儿子 造访这座中世纪城市 并巨细米仪地教导他 熟人整个家族的高贵历史 即使是赫林向彭霍费尔大宅里面 出名的黑项目楼梯 以及挂在教堂中的 可爱的彭霍费尔夫人画像 都没有遗漏 卡尔也一样画葫芦地 传递给他的儿子们 卡尔的父亲费德里希是 整个福同堡的高级司法官 他才担任乌尔姆地方法院院长的 任内退休 在他退休返回涂兵根后 国王颁受他个人爵位 卡尔的父亲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驾着自己的马车 跑遍整个辖区 卡尔的母亲朱莉 出身于一个斯华比亚家族 娘家姓塔菲尔 那个家族是十九世纪 德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并坚决主张开明政策 卡尔对他外祖父 曾有如下叙述 国外祖父和他的三个兄弟 显然都不是平凡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但他们都同样拥有理想主义精神 并且随时都愿意 勇敢地化信念为行动 其中二人因为赞成民主 而被福登堡暂时驱逐出境 而且这二人中的哥特罗 更因为一场意外的渲染事件 而被监禁在霍恩亚斯堡 迪特里希的外僧祖父 奥古斯特当时也在场 而他在成为神学家之前的青年时代 也曾热衷政治活动 这两位彭霍菲尔的长辈 就是在狱中相识的 卡尔的母亲活到93岁 并且跟他孙子迪特里希的关系 非常亲密 迪特里希1936年 在他丧礼上发表道词 圣赞祖母在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 他那个世代的伟大之处 放眼望去 卡尔和保拉的家谱既是名人 在一般人看来 这似乎会成为子孙的沉重包袱 然而这些仙人的美好传承 似乎成为一股正面助力 激励后代子孙 不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甚至在巨人肩膀上跳舞 这两个非比寻常的家族 就这样在1898年 因着卡尔和保拉的结合 而交织在一起 他们俩在十年内 总共生下八个子女 头两个儿子 是在同一年出生的 卡尔·费德里希 出生于1899年1月13日 而华特早产两个月 生于同年的12月10日 他们的三儿子克劳斯 出生于1901年 接着是两个女儿 生于1902年的乌苏拉 和生于1903年的克里斯特 1906年2月4日 他们第四个 也是最小的儿子 迪特里希 比他孪生妹妹 沙宾早十分钟孤孤落的 而终其一生 他都以此优势斗聚妹妹 为这对龙凤胎兄妹 主持洗礼的是 德皇的前任母士 他们的外祖父 卡尔·阿尔弗雷德冯哈泽 他的住处 距离女婿卡尔加 仅七分钟的路程 而卡尔和保拉的最后一个孩子 苏珊 则是在1909年出世 彭霍费尔家所有的孩子 都是出生在布雷斯劳 卡尔·彭霍费尔 当时正担任布雷斯劳大学 精神医学 技神经学系的主任 同时也是当地医院神经科的主任医师 苏珊诞生那年的元旦前夕 她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已经有了八个孩子 就当前这个时期而言 似乎人口过多 我们却一点也不嫌多 我们的房屋很宽敞 孩子都能正常成长 身为父母的我们 年纪也不算太老 因此我们尽量不要宠坏他们 而且要让他们都能过一个愉快的童年 他们家位于伯根瓦层7号 距离诊所非常近 那是一栋庞大复杂的三层建筑物 不但有人自行屋顶和许多烟囱 还有一个用纱窗遮蔽的门廊 以及一个大阳台 这里可以俯瞰孩子们 在宽敞的庭院嬉戏 他们在地上挖洞 榻树 以及搭帐篷 彭霍费尔家的孩子 和位于小河 奥德河的支流 对岸的外祖父哈泽家的孩子 经常互相往来 外祖母在1903年过世 此后就由外祖父 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负责照顾父亲 伊丽莎白同样成为 这些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尽管卡尔彭霍费尔的生活 非常忙碌 依旧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冬天的时候 他写道 我们把谁倒在一个 旧百游网球场上 这样就可以让两个最大的儿子 首度尝尝滑冰的滋味 我们有一个公马车停用的库房 但我们既没有马车 也没有马 因此我们在这个库房里面 养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主屋里面也养着许多动物 主屋里面的一间 防成了孩子的动物园 里面有兔子 天竹鼠 斑鸠 松鼠 蜥蜴和蛇 同时也是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 里面摆放着孩子收集的鸟蛋 以及甲虫与蝴蝶的标本 两个最大的女儿 另有一个布置成娃娃屋的房间 而三个最大的儿子 则在一楼有一间工作房 还被有一张木匠的工作台 母亲宝拉 负责掌管设施齐全的大家庭 家中的仆役 包括一个女家教 一个保姆 一个女佣 一个客厅女仆 以及一个厨师 楼上是备有客桌的教室 由宝拉叫到孩子们学习功课 宝拉 彭霍菲尔参加教师资格考 的时候还是单身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 她婚后就把所学的知识 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公开表示 不信任德国的公立小学 及其普鲁士风格的教育方式 她非常赞同俗话所说的 德国百姓一生会被摧残两次 一次是在学校 另一次是在军中 她不愿意把自己年幼的孩子 托付给不及她细心的人来照顾 当孩子们年纪稍长之后 她再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公立学校 接受教育 而孩子们的表现 果然非常卓越 但在每个孩子成长到七八岁之前 她是他们唯一的老师 宝拉彭霍菲尔的脑海里 熟记着数量惊人的诗词 圣歌以及民歌 她把这些都交给孩子 而他们也都能牢记在心 直到白头仍能朗朗上口 孩子们喜欢乔装演戏 给彼此以及大人观赏 屋中还有一个家庭人偶戏剧院 保拉彭霍菲尔会在每年12月30日 也就是她生日那天表演童话故事小红帽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她年老 她还为她的孙辈们演过这出戏 她的外孙女瑞纳贝特格表示 她是全家的灵魂与精神 1910年 彭霍菲尔家选择格拉茨山脉森林里 一处靠近波西米亚边界的偏僻田园 作为度假地点 该地在布雷斯劳南部 搭火车需要两个小时 卡尔彭霍菲尔形容说 它位于恩尼兹山脚下的小峡谷 紧贴着森林边缘 有一片草原 一条小溪 一座救股仓 以及一棵果树 树的主干上有一条分支 正好可以当长条凳给孩子们做 这个田野乐园就叫做乌尔夫斯 那是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因此他们绝对不会遇到其他贤杂人等 除了一个行单影之的奇人 一个不时会到营地巡逻的顽固的森林管理员 后来为了纪念此人 彭霍菲尔在虚构的故事中 把她化身为黄皮靴 这就是我们对彭霍菲尔寺 五岁时生活的出片 她的孪生妹妹沙宾有如下的叙述 我对她最早的回忆 可以追溯到1910年 我看到迪特里希穿着她的罩袍 用她的小手抚摸着蓝色的丝质衬衣 然后她坐到我祖父旁边 祖父坐在窗边 而我们的小妹苏珊 则坐在祖父的膝上 午后的金色阳光洒进屋内 整幅图画就在这里模糊起来 而我记得的另一个景象是 1911年在庭院的第一场游戏 迪特里希满头的浅棕色乱发挂在晒红的双颊 她因为奔跑嬉戏驱驱赶昆虫 以及忙着找个阴凉的角落而热坏了 在听到保姆的呼喊后 她顺服地进到屋里去 但非常的心不甘情不愿 因为紧张刺激的游戏还没结束呢 她正玩在兴头上 因此毫不在意酷热和干渴 几个孩子中 唯有迪特里希继承了 她母亲秀丽的容貌和淡黄色的头发 她的三个哥哥都跟父亲一样 有着一头黑发 克劳斯也就是迪特里希最小的哥哥 比迪特里希大五岁 因此她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自然而然就组成一个五人帮 而她自己则和沙宾及妖妹苏西 形成三毛头 迪特里希乐于担任三人中 最强壮又有狭义精神的保护者 我绝对不会忘记 迪特里希体贴的个性 沙宾后来写道 当我们在炎炎夏日的山坡上 采集江国的时候 她体贴的个性表现无疑 她会把自己辛苦采集的 蓝莓装满我的小罐子 这样一来 我的蓝莓就不会比她少 同时她也会把自己的水给我喝 他们一起读书的时候 她会把书往我面前移 尽管这会使她读起来比较吃力 而且她总是非常亲切 又热于助人 她的侠义不止限于对待自己的妹妹 她小时候爱慕的对象 是凯斯冯霍恩 也就是自幼照顾他们的保姆 而且她心甘情愿地 担任协助与服侍她的小天使 每当桌上有凯斯小姐喜欢的菜肴 她就会大声说我吃饱了 然后强迫她把她的那份也吃掉 她对凯斯说我长大后一定会娶你 这样你就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 沙逼还记得大约六岁的时候 她哥哥因为看到一只蜻蜓 在小溪水面上盘旋而亚一万分 迪特里希睁大眼睛对母鸡说 看水上有一只怪物 不过别怕我会保护你 在迪特里希和沙冰到达学龄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就把教养的责任 交给凯斯小姐 不过她还是会监督孩子的宗教教育 迪特里希探讨神学问题的最早记录 是在她大约四岁的时候 她问母亲 良善的上帝也爱打扫烟囱的工人吗 又问上帝也会坐下来吃午餐吗 在双胞胎出世后六个月 凯斯冯霍恩和玛利亚冯霍恩这对姐妹 就来到彭霍菲尔家帮拥 在往后二十年间 他们成为整个家庭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凯斯小姐通常会负责照顾三个最年幼的子女 凯斯和玛利亚这对姐妹 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是在主护城教派接受教育 主护城的意思就是主的守望她 而且他们在属灵方面对彭霍菲尔家的孩子 也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 主护城教派是在十八世纪 由钦尘道夫爵士所创立 承接起摩拉维亚弟兄会的 敬虔主义传统 保拉彭霍菲尔早在少女时期 就曾经一度加入过主护城教派 钦尘道夫爵士竭力主张 个人要建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而不是在形式上参加教会聚会 钦尘道夫称之为活生生的信仰 并且用这个称呼 对比当时盛行的枯燥的 新教正统制为名论 在他眼中 信仰不仅是在理智上认同各种教义 更是与上帝之间 亲密和转变人心的连结 因此主护城教派重视的是阅读圣经 以及家庭崇拜 他的这种观念影响极于魏斯里 在魏斯里轰轰烈烈信主那一年 也就是1738年 曾经拜访过主护城 信仰对彭霍菲尔家来说 离境前主义还很远 但会遵守某些主护城的传统 举例来说 彭霍菲尔很少上教堂 而且他们通常会邀请 宝拉的父亲或弟兄 主持洗礼和丧礼 他们家并不反对神职 确实 他们家的小孩喜欢扮演 相互为对方施洗的游戏 但是他们的基督信仰 几乎可说 是以闭门造车的方式形成的 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充满读经与唱诗歌 全都是由彭霍菲尔夫人主领 他非常崇敬圣经 因此 他在为小孩朗读圣经故事的时候 读的是正版的圣经 而不是改编的儿童版 然而 他偶尔还是会采用绘图版圣经 并且编读编解释图片 最能反映出 宝拉彭霍菲尔的信仰的 莫过于他和他丈夫 教导给孩子们的价值观 家风的重心 是无私 慷慨与助人 凯斯小姐姬的三个小孩 都喜欢出乎意料地 为他做一些贴心的事情 例如 他们会抢在我之前 摆设晚餐的餐具 我不确定 是不是迪特里希股东妹妹 做这些事的 不过我觉得极有可能 他们姐妹二人觉得 每个孩子都精神充沛 但绝对不会粗鲁或者无理 然而 他们能够循规蹈矩 并不是天生的 凯斯小姐还记得 迪特里希经常调皮捣蛋 而且还会捉弄人 虽然时机未必总是得宜 我记得迪特里希最喜欢搞怪的时候 就是我们受邀外出做客 孩子们需要梳洗打扮 忙成一团的时候 有一天 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绕着房间唱歌跳舞 非常惹人烦 房门猛然打开了 他母亲走到他面前弯下腰 左右裹了他两戒耳光 然后就走了 胡闹就这样收场 接着他就重规重矩的非常听话 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迁居柏林 1912年 迪特里希的父亲 卡尔彭霍菲尔 在1912年 数邀到柏林担任精神医学和神经学主任 这使得他成为德国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把交椅 他始终稳居这个地位 直到他在1948年去世 卡尔彭霍菲尔的影响力难以言喻 贝特格表示 仅仅他出现在柏林 就足以把这个城市转变成对抗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分析大军入侵的堡垒 这并不表示他对各种非正统理论抱持封闭的心态 也不表示他在原则上反对探索人类心智的未知领域 卡尔彭霍菲尔从来就没有公开博斥弗洛伊德 荣格和阿德勒以及他们提出的理论 但他基于对经验科学的执着 而对这一切抱持审慎怀疑的态度 对身为医学博士与科学家的他来说 任何对未知的所谓心理领域产生过多遐想的理论 都不太值得重视 贝特格引用同为海德堡心理学家的友人 罗伯特·高普的话 卡尔彭霍菲尔不擅长直觉心理学与入微观察 然而他毕业于单单专长于大脑研究的沃尼克学院 又执着于从脑神经的角度思考问题 他不急着钻入晦涩难明 无法印证 无拘无束 又天马行空的领域 这当中充满各式各样的假设 但能够加以证实的 却寥寥无几 他谨守着自己擅长的经验世界领域 卡尔彭霍菲尔对所有无法用感官观察的事物 以及不是从这些观察推演出来的事物 都保持谨慎的态度 就心理分析和宗教来说 他的立场应该是不可之论 他的家庭非常反对任何模糊不清的思想 这包括反对某些特定宗教信仰的成见 但父亲的领域和母亲的领域之间 绝对没有任何冲突 毕竟他们俩能够完美地彼此互补 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他们非常深爱与尊重对方 埃伯哈德·贝特格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彼此的优点因此相得益彰 他们在结婚庆祝会上表示 他们结婚50年来 两人分离的日子 即使把单独一天也加入计算 都不会超过一个月 卡尔彭·霍费尔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但他尊重妻子 传授这个信仰给子女 并且心照不宣的默许 至少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他不是那种会否定超越物理以外的领域的科学家 而且他能够谨守理性的界限 他完全认同妻子教导给小孩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中的一项 就是对别人的感情与意见的尊重 妻子的祖父 父亲与兄弟都现身于神学 因此他知道他非常重视他的信仰 而他聘请的也是非常重视信仰的保姆 他会出席妻子安排的宗教聚会和节庆活动 内容包括唱赞美诗 读经与祷告 只要是跟我们教育相关的事情 沙宾回忆到 我们的父母都会站在同一条阵线 就像一堵墙 他们的意见不会南辕北辙 各说各话 对他们当中逐渐成长的神学家来说 这是一个绝佳的生活环境 保拉 彭霍费尔表现出的信心 足以说明一切 他已经把信心化为行动 而他以自己为表率 教导他的子女要先人后己就是明正 我们家绝不容许装模作样的敬虔 也不容许任何表里不一的假宗教 沙宾说道 妈妈希望我们要下定决心 对他来说 单单上教堂没有什么意义 迪特里希后来提出的廉价恩典这个知名观念 可能就是源自他的母亲 未必是这个词汇本身 而是其后的构思 也就是没有付诸行动的信心 根本不是信心 而是完全缺乏对上帝的顺服 在纳粹兴起期间 宝拉以尊重又坚定的态度 激励他的孩子 督促教会 落实其信仰 也就是公开指责希特勒和纳粹党 并采取行动 对抗他们 这个家庭所主张的价值观 可能就是我们眼中 保守派与自由派价值观 最珍贵的集合 也就是兼顾传统与进步 早在嫁给迪特里希的哥哥克劳斯之前 就已经熟视这个家庭的艾米彭霍费尔回忆道 整个家庭显然就是由母亲掌管 不论就精神或者术来说都是如此 但他在安排和整理所有事物的时候 都会先得到父亲的同意 也绝对不会违背父亲的意思 克尔凯过尔认为 人的气质不是属于道德类型 就是属于艺术类型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家庭居然把这两种气质融合在一起 在沙宾的观察之下 父亲是这样的 胸襟宽大 而无法接受狭隘心态 因此我们家的眼界非常宽广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我们会循规蹈矩 并且对我们的期待非常高 但我们总是能够诉诸于 他的人词和处事公正 他为人非常风趣 并经常适时地用笑话 帮助我们疏减压力 他对自己情绪的掌握非常严格 绝不允许自己对我们说一句不恰当的话 他对陈枪烂掉的厌恶 有时确实会让我们产生 捉口笨舌与缺乏自信的感觉 但这使得我们长大成人后 对任何流行语 闲话 像一街谈 和斗嘴饶舌 都毫无兴趣 他自己在说话时 绝对不会使用任何流行语 或者时髦话 卡尔彭霍菲尔教导子女 只在自己有想法的时候才开口说话 他无法忍受说话没有条理 也无法忍受自怜 自私和自大 他的子女都很爱慕与尊敬他 因此都非常想讨他欢心 他几乎不必开口表示 对某些事情的想法 只要竖一下眉毛就够了 他的同事谢乐教授曾说 相对于他厌恶所有偏激 浮夸以及混乱的事物 他整个人在为人处事上 真是严谨到一丝不苟 彭霍菲尔家的孩子 被教导要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 口不择言之类的感情用事 会被视为任性耍脾气 卡尔彭霍菲尔在父亲过世的时候 曾写到就他的特质来说 我希望我们的子女 能继承他的单纯与诚实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陈枪烂调 他说的话不多 而且坚决反对所有时髦和造作的事物 全家人从布雷斯牢搬迁到柏林 一定会有月上之头的感觉 因为对许多人来说 柏林就是世界的中心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顶尖的学府 而柏林市更是知识与文化的中心 又是帝国的宝座 他们的新居位于布肯大街 靠近动物公园的西北角 相比而言布雷斯牢的旧居较小 而且周边地形也没有那么宽敞 但这里仅仅隔着一道墙 就是贝勒维公园 也就是皇家子女西西的场所 彭霍菲尔家保姆中有一人 可能是林晨小姐 倾向君主制度 每次得皇或者王族马车 经过家门的时候 她总会兴冲冲地跑出去望一眼 彭霍菲尔家非常重视谦卑与朴实 自然不会出现傻乎乎 瞪着皇家这类举止 当沙宾炫耀地告诉家人 有一位小公主距离她非常近 近到甚至还想用一根小棍子戳她时 所得到的回应却是一阵不悦的沉默 举家牵制柏林后 年长的孩子不再接受家庭式教育 而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 每天在阳台上吃的早餐 有黑麦面包 奶油和果酱 以及热牛奶 有时候也会喝可可 八点开始上课 放在背包里的午餐 是一小份用防油纸包着的三明治 那个时期的德国人 没有午餐的习惯 这一餐被称为第二份早餐 迪特里希在1913年 他七岁的时候开始到学校上学 接下来六年 他就读的学校是费德里福特小学 沙滨表示他都是独自走路去学校的 他很害怕一个人走路去上学 而且半途还要经过一座长长的桥 因此起初他需要有人陪他一起走 而陪伴他的人得走在路的另一边 这样他才不会在其他同学面前 学淡淡为情 最后他还是克服了心中的恐惧 他还非常害怕圣诞老人 而当我们俩在学游泳的时候 他对谁也相当畏惧 起初几次他还发出刺耳的惨叫 后来他游泳的技巧非常高超 狄特里希在学校成绩相当优异 但并非就不需要管教 他父母对此可是一点也不轻乎 他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写道 狄特里希会自动写功课 而且写得很工整 但他喜欢打架并且乐此不疲 有一次因为他攻击一位同学 导致这位同学的母亲 怀疑他们家有反犹太思想 保拉彭霍菲尔对那位女士的想法 感到非常惶恐 因此向他明确澄清 家中绝对没有这种情形 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自从搬到伯里后 沃尔夫斯的房屋 对彭霍菲尔家来说 已经太遥远了 于是他们卖掉了它 在哈茨山外的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另置了一间乡居 这房子曾经是首林人的宿舍 因此他们把房子那种 蠢土的氛围保留下来 三十年来 他们没有在屋中 装备任何电力设施 沙滨对到那里旅游的情形描述如下 霍恩小姐负责照顾 坐在两个特别预定的 火车包厢中的我们 一路上都非常愉快 抵达塔勒的时候 已经有两辆双驾马车在 等着我们 一辆在家中的小家伙和大人 另一辆在行李 大部分笨重的行李会提早运送 而两位女仆也会提早几天启程 以便打扫与准备屋子 有时候男孩子会在塔勒时 就要乘马车先行出发 然后由他们自己徒步走完 最后四英里穿越森林的路程 担任管理员的桑德霍夫夫妇 就住在当地的一栋木屋里面 桑德霍夫先生负责维护草原 桑德霍夫太太则负责准备从原土中采摘蔬蔬菜 收取柴火 霍恩姐妹通常会在彭霍菲尔夫妇之先 带着孩子们抵达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父母亲到达的时候 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沙宾和迪特里希会坐着马车 到塔勒火车站迎接他们 同时我们会点亮放在屋子每个窗台上 所有小杯里的蜡烛杀逼回忆道 这样一来从非常远的地方 就看得到屋中迎宾的光芒 在他们到弗里德里希斯布伦度假的三十多年间 迪特里希旨经历过一次恐怖的经验 当时是1913年 也就是他们在该处度过的第一个夏天 那是闷热的七月 有一天玛利亚小姐想要带着三个最小的孩子 和乌苏拉道附近的高山湖旅游 凌晨小姐也一道前往 玛利亚小姐警告大家 在进入湖中之前要先冲凉身体 但是凌晨小姐没有理会她的警告 就立刻向湖西游去 随即她就往下沉 沙宾记得 迪特里希首先发现这个情况 接着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 玛利亚 霍恩小姐立刻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清楚记得 她把表链丢在一旁 还穿着她的绵长裙 就强劲快速地游过去 并转过头来对我们喊着 每个人都给我留在岸上 当时我们只有七岁大 还不会游泳 我们边哭边颤抖 并牢牢地抓着小苏西 我们听得到 霍恩小姐对即将溺水的林晨小姐喊着 继续游 继续游 我们目睹霍恩小姐千辛万苦地拯救林晨 想要把她拖回岸上 起初林晨还能抱住她的脖子 但马上就晕过去了 然后我们听到霍恩小姐 在背着林晨小姐游回来的时候 边游边呼喊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 帮助我 林晨小姐跟她并排躺在岸上的时候 依旧不省人事 霍恩小姐把手指伸进她的喉咙 好让湖水流出来 狄特里希轻轻拍着林晨小姐的背部 而我们都蹲在她身旁 不久后她就清醒过来了 接着霍恩小姐就做了一个长长的感恩祷告 彭霍费尔家的孩子会带朋友到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不过在狄特里希的孩提时代 她的交友圈只涵盖自家亲戚 她的表兄弟汉斯 克里斯托夫会做客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们一起挖壕沟 一起到广阔的松林践行 寻找野生的草莓 洋葱以及蘑菇 狄特里希阅读的时间也很多 狄特里希喜欢坐在我们家草地的花丘树下 阅读她喜欢的书籍 例如《汝拉曼》 一个石器时代的男人的故事 还有《木偶奇遇记》 读的时候她会开怀大笑 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把书中最有趣的部分读给我们听 当时她大约十岁已经培养出十足的喜感 《平民英雄》这本书更深深打动她的心 书中叙述的是一些年轻人靠他们的勇气 机智以及无私的精神拯救他人性命的故事 然而这些故事往往以悲剧收场 她花了很多时间才读完汤姆叔叔的小屋 她在弗里德里希斯布伦初次阅读许多著名的古典诗词 而且每天傍晚我们都绘声绘色地朗读不同的章节 有时他们会在傍晚跟村里的孩子在草地上赛球 或在屋内玩猜谜 唱迷谣 他们会看着阵阵雾气从草场沿着沙木林飘过来 再冉冉上升 沙逼回忆道 然后再看着木色低垂 等月亮出现后 他们就会唱起 月亮已经挂在天际 月亮已经高挂天际 金色星辰明亮 清澈地闪烁着 森林一片漆黑又寂静 如梦的白雾从草原上升到天空 民间传说与宗教紧密地交织在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文化中 因此即使非基督教家庭也很熟悉关于基督教的一切 这首民谣就是典型的代表 起初只是对大自然之美的赞叹 不久后就转变为对人类需要上帝的沉思 最后演绎成一篇导词 请求上帝帮助我们这些可怜又骄傲的罪人 能够在死后得见他的救恩 另外 当我们还活在世上时 帮助我们能像小孩子一样 喜乐又忠心 德国文化离不开基督教 这是马丁路德遗留下来的传承 路德的影响犹如父母对儿女的影响 笼罩着整个德国文化和种族 因此路德之于德国就像摩西之于以色列 这个活泼又古怪的人 把德国这个国家和他的信仰 奇妙而又诡异地结合在一起 路德的影响力万万不可小觑 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 可说是惊天之举 路德可说是中世纪的班杨 他一举就粉碎了欧洲天主教体系 同时趁势打造出现代德语 而德国族群也因此成功地凝聚为一体 基督徒世界被一剖为二 德国人从旁册一跃而起 路德翻译的圣经跟现代德语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和亲定本圣经 跟现代英语之间的关系 在路德翻译圣经之前 德国没有统一的语言 有的只是大杂会般的各种方言 德意志要成为一个国家 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路德眼中只有微弱的希望 然而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一出版 就借着一本书创造出单一的语言 不但人人可读 而且人人都读了 说穿了当时也没别的书可读 不久后每个人口中的德语 都跟路德的译文一个样 正如同电视具有统一美语的口音和图语的效果 也就是平译口音的差异 以及减弱突出的鼻音 路德翻译的圣经 则创造出单一的德国语言 突然间慕尼黑的墨房师傅 可以和布莱梅的烘焙师傅互相沟通 这样一来 彼此间就产生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意识 此外路德还透过歌曲 把德国的信仰带到更高的领域 他曾写下许多赞美诗 最知名一首的就是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并且首创会众齐唱的想法 在路德之前 只有诗班能在教堂里唱歌 好耶 打仗罗 彭霍费尔加在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度过1914年的夏天 但是8月1日那天 正当三个最小的孩子和他们的保姆 徜徉在村子里的时候 整个世界却改变了 穿过层层拥挤的人群 终于传到他们耳中的消息是 德国已经向俄国宣战了 迪特里希和沙宾那时才8岁半 而他还记得当时的情况 整个村子正在庆祝当地的狩猎节 我们在漂亮的吸引人的市场栏栅里 保姆突然把我们从一匹可怜白马拉洞的旋转木马上拉下来 为的是要把我们尽快送回柏林跟父母团聚 我伤心地看着已经空荡荡的庆祝场地 马场的主人正匆忙地拆着帐篷 傍晚时分 我们可以透过窗户听到军人在西别会上发出的歌声与呼喊声 隔天在大人匆忙打包好行李后 我们随即搭上前往柏林的火车 他们回到家时 女儿中的一个跑进屋里喊着说好夜 打仗罗 结果马上就吃了一记耳光 彭霍费尔加部反对战争 但也不会感到欢欣鼓舞 就开战最初几天来说 他们属于少数较敏锐的群众 一般大众都还懵懵懂懂 但就在8月4日 第一个不祥的迹象出现了英国向德国宣战 突然间 未来可能不再像大家所预料的那么美好了 那天 塔尔彭霍费尔跟三个最年长的儿子 沿着通往师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漫步 过去几天 聚集在皇宫和政府机关外面的群众的兴奋情绪不断高涨 但现在已经沉寂下来 产生一股非常沉闷的气氛 如今即使一般人也可以明确知道 眼前这场冲突的严重程度 而有时之事则知道 既然英国跟我们反目成仇 那么速战速决的希望也就秒不可期 不过大体来说 男孩的兴奋情绪还是持续了一阵子 只是他们懂得不要表现得太明显 整个欧洲对战争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反感 这得到四年之后才会改变 在战争初期 学童喊的口号为国捐躯既甜美又高贵 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心酸或者讽刺 想象自己身为先锋部队 穿上军装 内部走向战场 效法历史英雄的作为 会让人心中感到一阵浪漫的激动 狄特里希的哥哥们 年龄要到1917年才符合征兵标准 而且没有人预期战争会持续那么久 然而 他们至少可以关心整个事件 也可以有模有样谈论战事的进行 就跟大人一样 因此 狄特里希经常跟表弟汉斯丸扮演士兵 第二年夏天在弗里德里希斯布伦的时候 他还写信 请父母把关于前线消息的简报寄给他 就跟多数男孩一样 他会画一张地图 用彩色大头针 在上面标示出德军前进的路线 彭霍菲尔夫妇由衷地爱国 但绝对不会像其他多数德国人一样 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激情 他们始终保持宏大的眼光与冷静的头脑 也培养他们的孩子具备同样的情操 有一次 林晨小姐买了一个小领针给沙斌 上面印着 现在我们要痛击他们 她在我白色衣领上闪亮亮的 让我感到很骄傲 沙斌回忆道 不过 中午我带着她跟父母见面的时候 父亲说 嗨 你带的是什么呀 把她给我 然后就把她没收入她的口袋 她母亲问 这是谁给的并保证会另外给她一个更漂亮的灵针 与战争面对面的时刻终于来到 有一个表胸阵亡了 接着是另一个 还有一个表胸断了一条腿 他们的落胎表胸 一只眼睛被射瞎 还有一条腿被压得支离破碎 进而又有一个表胸圈躯 迪特里希和沙斌这对双胞胎在十岁前都睡在同一间卧房 他们在祷告和唱诗歌后就躺卧在漆黑之中开始讨论死亡和永生 他们对死亡后的永生感到好奇 不知为何 他们认为只要专心一致注意永生这个字 似乎就可以得到永生 关键就是要并除其他一切念头 在努力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后 沙斌说道 我们的脑袋往往就会感到一阵晕眩 我们一直坚定地练习了好长一段时间 战时开启 食物也逐渐稀少 即使家境相当优渥的彭霍费尔家 也开始担心饥饿 迪特里希被与取得食物特别足之多谋 他非常热衷于 找寻食物不及 连他父亲都称赞他的技巧称得上 是包打听和食物探子 他甚至用自己存的钱买了一只母鸡 他渴望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也多少关系到他与哥哥之间的较劲 年纪比他大的哥哥们都很机灵 姐姐们也一样 但有一点是他们都比不上的 那就是音乐天分 迪特里希在八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 家里的孩子都在学钢琴 但其他孩子没有表现出这么高的才华 他读普的能力非常惊人 成绩非常优秀 因此认真的思考 以钢琴为毕生置业 他在十岁的时候 就能弹奏莫扎特的奏鸣曲 在柏林 有无数欣赏顶尖音乐会的机会 他在十一岁时 聆听过由尼基石指挥伯利艾乐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并且写信告诉他祖母这件事 后来他还曾经自己编曲与作曲 他喜欢舒伯特写的小和摇篮曲 而且在十四岁的时候还把它改编为三重奏 同一年 他又把自己对诗篇四十二章六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这句经文的感动 普成奏鸣曲 尽管他最后选择神学而非音乐 但对音乐的热爱 终其一生都未曾烧减 音乐成为他表达信仰的重要环节 而他也教导他的学生欣赏音乐 让音乐同样成为表达他们信仰的主要方式 彭霍费尔家是非常热爱音乐的家族 因此每星期六傍晚的家庭音乐时间 就成为彭霍费尔最初接受音乐熏陶的主要场合 他妹妹苏珊还记得 我们在七点半进晚餐 用完饭后就到画室去 通常是由家中男孩的三重奏开场 卡尔·费德里希弹钢琴 华特拉小提琴 克劳斯拉大提琴 然后我母亲演唱歌曲的时候 就由霍恩臣办唱 凡是在本周上过课的孩子 都要在那晚表演一段节目 沙宾表演他学的小提琴 而两个姐姐则表演二重唱 以及舒伯特 伯拉姆斯和贝多芬的艺术歌曲 迪特里希弹钢琴的技巧 远超过卡尔·费德里希 根据沙宾的记忆 身为伴奏者的迪特里希特别灵敏又宽厚 总是急着想要演示其他表演者的失误 让他们免于尴尬 他未来的嫂子艾米德尔布吕克也常有类似的经验 我们在表演时 迪特里希弹的钢琴能让我们井然有序 我记得他总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进度 他绝对不会只顾着弹自己的钢琴 从一开始他就聆听整体表演的进程 如果大提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转调或者转拍 那么他就会低着头等 不会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他天生就懂得礼貌 迪特里希尤其喜欢在母亲唱盖勒特作词 贝多芬普曲的诗歌时为他伴奏 在每个圣代夜时 也会为他演唱歌泥流的艺术歌曲担任伴奏 家庭的周六音乐夜持续许多年 也不断邀请新朋友参加 他们的交友圈总是持续扩展 他们也会在生日和其他的特殊日子 举行特别表演或者音乐会 他们最后一次团体表演 是在1943年3月下旬 为庆祝父亲卡尔彭霍费尔75岁大寿 已经相当庞大的家族 在迪特里希指挥与钢琴伴奏下 演出瓦尔哈的清唱剧赞美主 格鲁尼沃尔德 1916年3月 战争持续进行中 他们全家从布肯大街搬到 柏林格鲁尼沃尔德的一栋住屋 这也是一个高级小区 柏林许多杰出的教授都住在这个区域 彭霍费尔家逐渐跟他们中的 许多人熟识起来 小孩子们也经常玩在一起 后来还互相爱母而结婚 就跟格鲁尼沃尔德的其他住宅一样 彭霍费尔家位于瓦根罕街14号的房子 也是所深宅大院 花园和庭院加起来 整整有一英亩 他们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庭园宽敞 在战争期间 父母亲加上八个孩子 当中还有三个男孩 正值青少年 食物总是不够吃 因此 他们不但开垦种植许多菜谱 甚至自己养鸡和羊 他们家中随处可见 各种艺术宝藏和传家宝 起居市墙上 并排挂着 彭霍费尔列祖的油画肖像 一旁还有意大利艺术家 皮拉内西的铜板画 他们外祖祖父斯坦尼洛斯伯爵的 巨幅风景画也挂在墙上 餐厅中最抢眼的庞大餐具柜 就是他设计的 足足有八尺高 外观看起来像是希腊神殿 不但有香板 还有许多雕饰 并有两根支柱 撑着一个锯齿状的三角梅士 狄特里希会想办法 爬上这个传家宝 从这座独立的堡垒 向下窥视在宽敞的餐厅中 来来往往的人群 整个餐厅能够容纳二十人 而且餐厅的拼花地板 每天都擦得雪亮 在餐厅的一个角落 陈列着一尊 他们家族杰出的先祖神学家 塔尔奥古斯特的半身像 底下基座的雕饰非常精美 还可以打开放纸调味罐 既然这橱柜 是他们母亲的祖父所设计 因此这个基座橱柜 就被称为大老爹 彭霍菲尔的童年 似乎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初 瑞典画家卡尔拉森的绘画 也像是英格马伯格曼的电影 芬妮与亚历山大 但没有那种抑郁不祥的氛围 彭霍菲尔家 可说是十分罕见的家庭 一个真正快乐的家庭 而他们竟然有序的生活 周复一周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 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一月会 和庆生会 以及各种节庆都是如此 迪特里希在1917年 罹患盲肠炎 后来接受盲肠切除手术 但这支引起小小的波折 也没让人烦心 就跟平常一样 母亲保拉森霍菲尔安排的 年度圣诞节庆典都非常华丽 节目包括朗诵圣经经文 与唱赞美诗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得宜 即使对信仰不太有兴趣的人 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杀宾记得 降临节主日 我们会跟母亲一起围在 长长的餐桌旁边 唱圣诞诗歌 爸爸也会加入我们 并且朗读安徒生的童话 而圣诞夜 是以圣诞节的故事揭开序幕 全家人会坐成一个圆圈 女仆也穿着围裙 跟我们坐在一起 气氛隆重 但也充满期待 直到我们母亲开始朗读 她以沉稳圆润的音调 朗读圣诞节的故事 而且她总是会吟唱诗歌 这是上帝所造的日子 灯光在这时候全部熄灭 然后我们会在黑暗中唱圣诞诗歌 直到我们的父亲悄悄地溜出去 点亮马槽和圣诞树上的蜡烛 名声在这个时候会响起来 接着我们三个最小的孩子 会率先进入圣诞房间 到圣诞树旁的蜡烛前 站在那里快乐地唱着 圣诞树是最可爱的树 要等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圣诞礼物 战争临头 战争继续进行 彭霍费尔家听到亲友伤亡的消息 也随之增多 家中最大的两个儿子 卡尔·费德里希和华特 出生于1899年 在1917年就会被征兆 如今他们将要上战场了 尽管他们父母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动用关系 让他们免于到前线服役 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德国最需要的就是步兵 而这就是他们被征兆的兵种 就某一方面来说 这样的勇气已经预告了20年后 他们在下一次大战将面对的遭遇 彭霍费尔家教育自己的子女 要做正确的事情 因此当他们表现出 无私又勇敢的行为时 没有人能劝退他们 1945年 卡尔·彭霍费尔在得知自己两个儿子 迪特里希和克劳斯 以及两个女婿的死穴后 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 一段非比寻常的话语 透露出彭霍费尔家 对两次战争的观点 我们感到悲伤 但也感到骄傲 彭霍费尔家的两个年轻孩子 在完成基本训练后 就被送到前线 卡尔·费德里希 还真的把自己的物理课本 也带在身边 战争一爆发的时候 华特就已经开始为这个时刻做准备 背着沉重的背包 长途践行 来锻炼自己的体力 对德国来说 那一年都还算顺利 事实上 德国人非常自信 德皇还在1918年3月24日宣布当天为国定假日 1918年4月是华特接受征召从军的日子 正如他们在过去以及25年后为他们孙辈所做的一样 他们为华特举行了一场送别晚餐会 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在大餐桌边 赠送亲手做的礼物 朗诵诗词 并且高唱西别歌 当时12岁的迪特里希 不但改编了一首乐曲《现在我们终于要祝你一帆风顺》 并且自己弹钢琴伴奏 唱给他哥哥听 隔天早晨 他们陪着华特一起到车站 而当火车逐渐开动的时候 保拉彭霍费尔追在火车旁边跑 告诉他仍然一脸之气的儿子说 我们只是在空间上相互分离而已 两个星期后 华特在法国被炮弹碎片击中 伤重身亡 他的死改变了一切 我仍然记得那是五月的一个明亮的早晨 杀逼写道 一阵可怕的阴影突然袭来 把噩耗带给我们 父亲正要出门开车到诊所上班 而我才刚要踏出家门上学 当一个信差连送两封电报给我们家的时候 我就呆站在川堂 我看到父亲赶忙打开信封 整张脸变得惨白 走进他的书房 然后埋坐在书桌后的椅子里 弯下腰来用两只手臂撑着头 两只手掌则掩着他的脸 一会儿后 我从扮演的门缝 看到父亲握着扶手 走上宽敞舒适的楼梯 到母亲所在的卧房 他留在卧房好几个小时 华特在4月23日 被炸弹碎片击中受伤 医生认为伤势不严重 因此写信向家属报平安 但是后来他的伤口开始发炎 病况恶化 华特在临终前三小时 口述一封信给父母 亲爱的爸妈 我今天接受第二次手术 我不得不老实说 这次手术远不如第一次手术 因为这次取出的是更深层的碎片 我在手术后必须注射两剂张脑酮 各相隔一段时间 不过我盼望整个疗程就到此为止 我会在脑海中想其他的事情 好让自己不要想到疼痛 世界上有的是比我的伤口更有趣的事情 凯莫尔山战役及其后续发展 和今天攻陷伊珀尔的新闻 都让我们感到非常有希望 但我不敢想起我那遭遇凄惨的部队 过去几天的伤亡实在惨重 家中其他在军中的兄弟的情形怎么样 亲爱的爸妈 我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想念你们 你们在远方的儿子 华特后来 家中还接到华特过世前几天写的几封信 表示他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去探视他 即使到现在 他父亲在多年后写道 尽管曾经接到好几封电报 再三明确表示没有这个必要 但我每次想到这件事 都会责备自己没有马上到他身边 他们后来才知道 华特的顶头上司非常没有经验 因此糊里糊涂地 把麾下所有士兵全都送上前线 5月初的时候 一位在总参谋部任职的亲戚 护送华特的遗体回家 沙逼还记得 那场在春天举行的丧礼 灵车和马匹都装饰成黑色 所有的花圈都是白色 而我满脸苍白的母亲 在头上蒙着一块宽松的黑色头纱 父亲 亲戚和许许多多的朋友 都穿着黑服往教堂走去 迪特里希的表弟 汉斯·克里斯托夫 回忆到年幼的男孩和女孩都不断地哭泣 而她的母亲 我从来没有看过她 哭得那么伤心 对迪特里希来说 华特的死是一个转折点 追思礼拜上唱的第一首诗歌 就是耶路撒冷 美丽高贵的圣城 迪特里希唱得嘹亮又清脆 正符合她母亲向来对家人的期望 而她也从歌词中汲取力量 歌词诉说的是 基督徒心中对圣城的渴望 上帝在圣城中等待我们 并且会安慰我们抹去每一滴眼泪 对迪特里希来说 歌词不但豪气冲销 并且意宜深远 列祖先之众典范 基督们图紧追随 扛起十架往前行 世人畏惧我独行 众圣荣光永照耀 明亮要衍生日头 灿烂恒久无息日 完全自由任我行 在追思礼拜上 正道的是 狄特里希的舅舅汉斯冯哈泽 他已用保罗格哈特的圣诗表示 相较于与上帝同在充满喜悦的永恒 眼前这个充满痛苦与忧愁的世界 只是一瞬间 追思礼拜的结尾 华特的长官 抬着他的棺木 不出教堂的时候 小浩吹着他母亲保拉彭霍费尔 挑选的诗歌全听主旨意 沙宾记得小浩吹着这熟悉的经唱剧 即随后对他母亲选择的歌词 感到赞叹 凡上帝所为皆圆满 他的旨意永远公正 凡他为我所定旨意 我必永远信靠依赖 保拉彭霍费尔对这种情操非常认真 不过爱子华特的死还是让他惊恶不已 在这段痛苦的期间 卡尔费德里希仍然在步兵服役 家人对极有可能同样会失去这另一个儿子的想法 都心照不宣 而这更令做母亲的他倍感伤痛 接着是17岁的克劳斯被征兆 这实在太沉重了 他终于崩溃 有好几个星期他都无法下床 因此就住在近邻薛恩家 这位非常精明能干又坚强的女士 即使在回到自己家后 还是有一年的时间 无法操持日常家务 好几年后他才逐渐恢复原貌 在这段期间 塔尔彭霍菲尔成为家庭的支柱 但是他也要到十年以后 才能再度提笔写下 按照以往惯例的年度新年日记 我们能有的 迪特里希彭霍菲尔最早的亲笔文书 是他在华特故事几个月前写的一封信 当时是他以及双胞胎妹妹沙宾 12岁生日的前几天 华特还没有到前线 但是已经离家接受军事训练 亲爱的祖母 请在2月1日来 这样我们过生日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这里了 如果你真的能在这里 那就太好了 请马上就决定 并且在1日来 卡尔·费德里希 现在比较长写信给我们 最近他在信中告诉我们 他赢得全联初级军官比赛第一名 奖金是吴马克 华特会在星期日回家 今天有人送我们17条 波罗地海波尔滕哈根出产的上等笔木鱼 我们晚餐就会吃这些鱼 波尔滕哈根是位于波罗地海的海滨度假中心 迪特里希 沙滨和苏珊 有时候会跟霍恩姐妹一起到那里去 他们的邻居 也就是薛恩家 在那里有一栋度假屋舍 1918年 迪特里希在华特过世后几星期 跟霍恩姐妹一起被送到那里 他可以在那里 暂时离开郁闷阴沉的瓦根汉街 他可以自在地玩耍 像个小男孩一般 我们手边拥有他的第二封亲笔信 是他在这段期间写给姐姐乌苏拉的 星期日 我们七点半就起床了 我们先吃早餐 之后我们跑到海滩去 然后建造我们自己的美丽沙堡 接着 我们围着六条海滩椅 堆了一道城墙 然后我们开始建筑城堡 就在我们离开他去吃晚餐 以及喝茶的四五个小时期间 海浪把他冲刷得不见踪影 不过我们把齐镖带在身边 喝完茶后 我们又回到海边挖掘水稻 然后天就下雨了 于是我们就去看库尔曼先生挤牛奶 另一封写给他祖母的信中 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同样兴奋的情绪 但即使在这个由沙堡和战争想象堆砌成的 孩童世界 也无法阻挡外面那个死亡世界的入侵 他在信中述说 有两架飞机翱翔天际 其中一架突然向地面栽落 我们立刻看到地面冒起一阵浓浓的黑烟 而我们知道这表示飞机坠地了 有人说飞行员全身着火 另一个人则跳伞成功 只有手受伤 后来他到我们这里来 而我们看到他的眉毛都被烧光了 几天前的下午 我们睡在沙堡里面 每个人都晒伤了 我们每天都得睡午觉 另外有两个男孩也来了 一个十岁 另一个十四岁 还有一个犹太小男孩也在这里 昨晚探照灯又大放光明 当然是因为飞行员的缘故 明天 也是最后一天 我们还计划 要用橡树叶 为华特的坟墓 做一个花环 狄特里希在九月跟表亲哈泽加 在距离布雷斯劳东方 约四十英里的瓦尔道会合 汉斯舅舅 保拉彭霍菲尔的哥哥 是当地利格尼茨教区的教长 住在牧师寓所 狄特里希因此能够认识 属于母亲家族的亲戚 对母亲家族来说 担任牧师与神学家 就跟彭霍菲尔家族 成为科学家一样 司空见惯 狄特里希跟表弟汉斯克里斯托夫 一起度过许多假期 汉斯也被叫做汉森 比狄特里希小一岁 他们在成年后依旧非常亲密 而且汉斯在1933年 也就是在狄特里希之后三年 追随他的脚步 成为协和神学院的斯隆学者 在瓦尔道的那个九月期间 这两个男孩一起学习拉丁文 但是在狄特里希 写给其他手足的信中 却透露出他对其他事情更感兴奋 我不记得是否写信告诉过你们 关于发现鞍唇蛋的事情 其中四个蛋已经孵出来了 我们必须帮助另外两只 因为它们自己出不来 我们用来帮忙孵蛋的母鸡 不教小鞍唇如何进食 我们也不知道要如何教 我现在为汉森帮忙把动物 赶进来的次数逐渐增加 我总是一马当仙 这表示我会把动物赶到 需要装车的干草捆那里 我现在也可以驾马车 走好长一段路 还可以转几个弯呢 昨天我和克达参一起骑马 感觉非常好 我们常在这里捡骨碎 而且已经得心应手了 因此捡的数量非常多 我今天还想去打骨 让穗子穿过托克基 可惜的是水果收成不太好 今天下午我们想到湖上划船 他一直脱离不了男孩好玩的性情 成年后 即使面临风险依旧不改这性情 但他也始终明显表现出 严肃与认真的一面 华特的死 以及德国战败的可能性见增 使得他严肃认真的一面越发显现 他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 开始考虑从事神学研究 在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德国因为经济恶化 而显得苟延残喘之际 他依然带头收集食物 他在月底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昨天我们带着我收集的落穗 去碾成粉 结果比我预期的多出10到15磅 这跟碾的粗细有关 这里的天气非常宜人 几乎整天都有太阳 未来几天 我们要采收马铃薯 我每天都跟汉森和汉斯舅舅 一起学习翻译拉丁文 亲爱的妈妈 既然卡尔费德里希不服役了 现在你会去布雷斯牢吗 德国战败 如果1918年可以被视为 迪特里希彭霍费尔脱离海提时期的一年 那么也可以被视为 德国脱离海提的一年 沙滨称呼战前的时代 是一个由特别体系主导的时代 一个在我们眼中根基稳固 足以永远长存的体系 一个弥漫着基督教义的体系 我们可以在其中平安稳定地度过童年 1918年改变了这一切 代表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威 同时也以其象征地位 代表德国和德国民众生活方式的德皇 被迫退位 这一切让人惊恶不已 德国在8月份发动的最后一波攻击失败后 事情的发展逐渐明朗 此后 每况愈下的局势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许多德国士兵逐渐感到不满 转而背叛他们的指挥官 士兵又疲惫又饥饿 加上对带领他们陷入目前 惨劲的政权愤怒高涨 虽而逐渐接受 在他们当中已经流传一段时间的想法 共产主义依旧响亮新鲜 斯大林的暴行和古拉格群岛 要到数十年后才会发生 而这重新燃起他们的希望 并找寻到戴罪羔羊 罗沙·卢森堡发行的斯巴达克斯通讯 四处流传 更进一步挑起士兵不满的情绪 鼓吹如果混乱的局势 还有一丝希望的话 他们就应该揭竿起 俄国军队不是起而反叛 他们的指挥官吗 不久之后 德国士兵推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 并且公开宣称 他们不再信任就政权和德皇 孟严终于在十一月成真 德国战败 紧接着发生的是史无前例的动乱 仅仅几个月之前 他们还认为光明的胜利即将到来 这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都责怪共产党 在关键时刻 于军中散布布满的种子 这就是著名的背后插刀传言的来源 传言表示 战场上真正的敌人不是协约国 而是亲共产党 亲布尔什维克派的德国人 那些人从内部摧毁德国战胜的机会 那些就是背后插刀的人 那些人的背叛 比德国在所有战场上面对的敌人还阴险 因此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这种背后插刀的思想在战后越演越烈 而特别欢迎这个想法的就是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 及其首脑希特勒 他决心要严惩犯下这种恶行的共产党叛徒 他极为成功地煽动起这个观念 并逐渐宣传 布尔什维克派其实就是国际犹太民族 而犹太人和共产党就是毁灭德国的元凶 1918年底 共产党发动政变的危机似乎一触即发 每个德国人对前一年发生在俄国的事件都记忆犹新 执政领袖必须不计代价 避免同样的惨事在德国上演 并坚信只要推翻就德皇 德国就能借着另一种形式 也就是民主政体延续下去 这种做法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但别无选择德皇必须下位 此举不但顺应百姓的呼声 也符合协约国的要求 这个最恶劣的工作就在11月份 落到受众人爱戴的冯兴登堡总统身上 他必须前往最高司令部 说服德皇威廉结束德国的君主制度 对主张君主制度的兴登堡来说 这是一个既诡异又伤感的使命 不过为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他还是前往比利时的斯巴士 把划时代的最后通牒递交给德皇 会议结束后 星登堡离开会议厅时 一位来自格鲁尼沃尔德的17岁勤务兵 就站在走廊上 这个勤务兵就是克劳斯彭霍费尔 他绝对不会忘记 魁梧的星登堡跟他擦身而过的那一刻 华特死后 卡尔·费德里希仍然在步兵服役 也难怪彭霍费尔夫妇会想办法 让家中最年轻的军人调离作战部队 结果他被调牌道斯巴士 在那一天目睹了历史的发展 他后来描绘当时心情激荡的星登堡 脸庞和举止都僵硬地像作雕像 德皇眼见自己别无选择 于是在11月9日宣布退位 转眼间 过去50年的德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包围柏林的暴民依旧不满足 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 极左的斯巴达克斯党 以罗沙·卢森堡和卡尔·里伯克内西为首 占领了德皇的宫殿 随即预备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 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众议院 虽然占有多数席位 但这一切随时都可能不保 皇家法院窗外的愤怒群众 呼喊求变 他们不但有所要求 而且能顺利得到任何要求 把政治己任抛在脑后 只想随便敷衍户外大批群众的 菲利普·谢德曼 推开巨大的窗户 在没有得到任何特别授权的情形下 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 整件事就这样定案 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魏马共和国是在仓促中宣布成立的 对任何民主政权来说 这都是糟糕透顶的开始 是一个让各方都不满意的妥协 此举不但无法修补德国政坛的裂缝 反而粉饰太平 并在未来引发出更严重的问题 大家呼吁右翼的保皇派和军方 要支持新政府 但二者始终不从 他们反而跟新政府保持距离 并把战争失败归咎于新政府 以及所有左翼团体 尤其是共产党和犹太人 同一时间 在同一条街相距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 共产党已经占据皇宫 而且没有放弃的打算 他们仍然想要建立一个彻底的苏维埃共和国 就在谢德曼于众议院窗口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后两个小时 李伯克内西推开皇宫的一扇窗户宣布成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场大灾难就以这种幼稚的方式 透过两栋古老建筑敞开的窗户揭开序幕 为期四个月的内战 也就是所谓德意志革命 就此爆发 最后是由军队击退共产党 并杀掉卢森堡和李伯克内西而恢复和平 1919年1月举行了一场选举 但没有一方获得多数选票 也没有达成共识 各方势力继续对抗许多年 德国仍然处于分裂与混乱的状态 直到1933年 一位偏激的奥地利无赖禁止所有意义 才结束了混乱的局势 殊不知真正的灾难这才开始 随着1919年春天的消逝 正当每个人都认为 局势已经复原到可以安居的地步时 最羞辱与最沉重的打击 却迎面而来 那年5月 协约国公布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 并选择在传说中的法尔赛公敬厅签署合约 德国人为此震惊不已 他们以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他们不是已经满足协约国所有要求了吗 他们不是已经把德皇赶下台了吗 而且他们不是已经粉碎了共产党吗 在他们解决右派与左派之后 不是已经建立了一个中立的民主政府 就跟美国 英国 法国和瑞士的政府 没有两样了吗 还能再多要求他们什么呢 结果是要求的更多 合约指明德国必须放弃在法国 比利时和丹麦的领地 以及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 还要用黄金 船舶 木材 煤矿和牲畜来抵偿巨额赔款 另外还有三项特别让人无法忍受的要求 首先 德国必须割舍大部分的波澜领土 而让东普鲁市跟其他国家隔绝 其次 德国必须正式单独为战争负责 第三 德国必须解除所有军备 这些要求个别看起来就已经很刻薄 整体看来更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社会各阶层都发出无法忍受的吼声 这等于是宣判德国死刑 且是预料中的事 但当时别无他途 只能接受事实以及伴随而来的启齿大辱 推开众议院窗户并愚昧地宣布 成立德意志共和国的谢德曼 在当时发出咒诅 怨见下这条约的手干枯萎缩 但条约还是如期签订 仅仅一年前 认为胜利指日可待的德国人 刚击败苏俄 他们不是也逼迫俄国人签订一份 几乎比目前这份条约还苛刻的条约吗 他们当时的无情 难道不比现在遭遇的对待更冷酷吗 狗急了也会跳墙 而这些冤冤相报的恶斗 如今就像风一样蔓延开来 越吹越猛 彭霍费尔家跟其他德国家庭一样 紧紧盯着局势的发展 他们家距离柏林市中心仅数英里之遥 因此无可避免被混乱的局势波及 一天 共产党和政府军部队 在离鹏霍费尔家 仅半英里远的哈伦色火车站爆发激战 狄特里吸用普通13岁男孩的机动口吻 写信给祖母说 其实并不太危险 但因为发生在晚上 所以我们都能听得很清楚 战斗持续大约一小时 然后那些家伙就撤退了 他们在早上六点又卷土重来 但惨遭迎头痛击 我们在这天早上还听到炮击声 但不知道炮击的来源 炮声再次响起的时候 听起来似乎已经非常遥远 不过 狄特里吸更关心的还是家人 他母亲仍然为华特的死而伤痛不已 1918年12月 他写信给祖母 妈妈现在好多了 每当早晨的时候 他还是会感到很虚弱 但到中午时 他又逐渐硬朗 令人难过的是 他还是几乎不吃一口饭 一个月后 他信中又写道 目前为止 妈妈已经感觉相当好 他曾经到对街的薛恩家居住一段时间 从那时候起 他就好转得非常快 狄特里希在那年从费德里福特小学毕业 并注册就读斯利格鲁尼沃尔德玉科学校 他已经立志要成为深学家 但他还不想透露这件事 13岁是从孩童转变为成人的重要阶段 而他父母为他和沙宾注册舞蹈课程来庆祝这件事 也让他和沙宾在除夕夜跟大人一起守岁 大约11点钟的时候 所有灯光都熄灭了 我们喝着热攀去酒 然后重新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 这些都是我们家庭的传统 现在我们全都坐在一起 母亲会朗诵诗篇90篇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随着蜡烛稍短 圣诞树的影子逐渐变长 旧的一年也渐渐消逝 这时我们会唱保罗格哈特写的除夕赞美诗 我们要唱诗祷告 站在我们主的面前 它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当最后一节歌词结束的时候 教堂的钟声就会响起迎接新年 格鲁尼沃尔德玉科学校的社交界 对孩子们来说特别丰富 从11岁的苏珊 到21岁的卡尔费德里希 都这样认为 迄今还没有一个孩子结婚 但他们有许多玩伴 后来嫁给克劳斯的艾米记的 我们举行过精心设计 又充满创意的聚会和舞会 还曾在湖上滑冰直到天黑 两个哥哥在冰上表演 华尔兹和花样溜冰 展现出迷人的优雅一态 下夜的时候 我们会在格鲁尼沃尔德散步 每次都有四 五个杜南依家 德尔布里克家 和彭霍费尔家的孩子 当然 偶尔也会有一些传言和琐事 但这些事情 一下子就会过去 当时 大家都风度翩翩 注重品味 对各种知识充满兴趣 现在想起来 那段年少时期 真是一份福气 同时又要肩负起重责大任 我们每个人 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 彭霍费尔选择神学 直到1920年 也就是彭霍费尔年满14的时候 他才做好心理准备 把预备成为神学家的决定 告诉大家 必须要有非常大的胆量与勇气 才能在彭霍费尔家 宣布这种事情 父亲即使不赞成 也表现出尊重与诚挚的态度 但是兄弟姐妹和他们的朋友 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一个优秀的团体 每个人都非常聪明 而且大多数都毫不掩饰 甚至常常 欲待讥讽地嘲笑 这个趾高气昂的小兄弟的想法 他们总是想办法捉弄他 而且用比他的志向 更不足道的事情为难他 大约在他11岁的时候 因为读错一个席乐作品的剧名 而引起哄堂大笑 他们都认为 那个年纪的学生 本来就应该熟读席乐作品 艾米彭霍费尔记得当时的气氛 他 迪特里希 在举止和态度上 保持相当的距离 但不至于冷酷 感兴趣但不至于好奇 这大概就是他的脾性 他受不了空谈吹嘘 他总能够准确地感觉出 对方是否言不由衷 彭霍费尔家每个人 都对脚势与虚假非常反感 我想这是他们的本性 而且在经过家庭的调校后 就更加敏感 即使些微的迹象 都令他们感到不安 让他们难以忍受 甚至极之如愁 我们德尔布旅客家的人 不愿意说一些芝麻琐事 但彭霍费尔家的人 却不愿意说任何有趣的话题 因为担心说出来之后 其实并没那么有趣 反而会被其他人嘲笑 他们父亲的嘲笑 可能会让性情温和的人 感到伤心 但是会让个性坚韧的人 更加敏锐 彭霍费尔家的小孩 都学会在三思后 才开口发问 或者表达意见 看到他们父亲怀疑的扬起眉毛 会让人感到难堪 如果他脸上 同时还带着亲切的微笑 就会让人松一口气 不过 要是他脸上的表情 一直很严肃 绝对会让人感到惶恐 然而 他从来不曾刻意 让人感到惶恐 而且每个人都明白这点 艾米也记得 在彭霍费尔宣布 他要钻研神学之后 他们就连番问他许多问题 我们喜欢问他一些 自己感到不解的问题 例如 恶是否真的不敌善 耶稣是否会要我们 转另一侧的脸颊 给傲慢的人打 以及其他几百个 让年轻人 在面对现实生活时 会不知所措的问题 狄特里希往往 不会直接回答 而是提出另一个问题 反倒让我们 必须更进一步思考 例如 你认为 耶稣主张君主制度吗 他带着鞭子进入圣殿 不就是要赶出 兑换钱币的人吗 他自己反而成了 发问的人 狄特里希的哥哥克劳斯 选择以律师为业 后来成为 德国航空公司的 首席律师 一回在争辩 狄特里希研读神学的时候 克劳斯针对教会 本身尖锐地表示 教会是一个粗糙 薄弱 单调 狭隘的中产阶级体制 真是这样的话 狄特里希说 我就必须改革他 这番话的主要用意 是要严厉反驳 他哥哥的公结 而且可能也是在说笑 因为这个家庭的人 都不会大放厥词 话说回来 他之后在这方面的作为 是任何人始料未及的 他的哥哥卡尔 费德里希对迪特里希的决定 最感不悦 卡尔 费德里希当时 已经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 他觉得 迪特里希的决定 是想要规避 经得起科学检证的现实 顿入行而上的迷雾当中 他们有一次 在辩论这个主题的时候 迪特里希说 似乎是在说 就算你把我的脑袋拧下来 上帝还是存在 当彭霍菲尔到图宾根探望祖母时 他所相识的友人冯拉德回想到 就当时来说 一个年轻的知识精英 居然决心研读神学 实在非常罕见 神学研究 以及神学家这个行业 并不太受社会的重视 当时的社会依旧阶层分明 不论就学术界 或者一般大众来说 大学里的神学家 都是相当古迹 尽管彭霍菲尔家不常上教会 但所有子女都接受过坚信洗礼 迪特里希和沙宾 在14岁的时候 曾参加格鲁尼沃尔德教会 赫曼普里比牧师的坚信洗礼班 迪特里希在1921年 接受坚信洗礼时 妈妈保拉彭霍菲尔 把哥哥华特的圣经送给他 自此之后 他一生每天灵修所用的 就是这本圣经 迪特里希要成为神学家的决心非常坚定 但他父母却不认为 这是他一生最好的道路 他拥有非常杰出的音乐天分 因此他们觉得 他还是有可能会转向音乐发展 当时著名的钢琴家克罗泽 正在柏林音乐学院授课 彭霍菲尔夫妇 安排迪特里希在他面前演奏 然后听取他的意见 克罗泽的评语并不明确 不论如何 那年稍后 迪特里希在学校 还是以希伯来文 作为他的选修课程 这可能是因为 他钻研神学决心已定 彭霍菲尔在1921年11月 也就是他15岁那年 参加升平的第一场步道会 救世军的布拉姆维尔伯特将军 在战前就已经在德国服饰 而他在1919年 因为听到德国身陷苦难的消息 尤其是饥饿儿童的处境 于是想办法绕过官方渠道 发放牛奶 他还捐献5000英镑给救灾工作 两年后 布拉姆维尔到柏林 主持一连串的步道会 出席人数超过数千人 其中有许多是曾遭受战争蹂躏的士兵 沙宾回忆说 狄特里吸急于参与其中 他是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性质非常高昂 他难忘布拉姆维尔脸上 所散发出的喜悦 他向我们叙述 许多人因为受到布拉姆维尔感召 而兴奋不已 并觉知信主的情形 他深深被这一切所吸引 但只等到十年之后 他参加纽约市阿比西尼亚 进行会的聚会时 才再次看到类似的情景 为马共和国初期的动荡员未消散 尤其在柏林 在彭霍菲尔16岁的时候 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他在1922年6月25日 写给沙宾的信中提到 我在第三节课结束后抵达学校 刚到学校就听到校园传来一阵不寻常的爆裂声 拉特朗遇刺 地点离我们学校几乎不到300英尺 右派布尔什维克真是一群无赖 这在柏林掀起大众疯狂激动又愤怒的反应 他们在众议院里拳脚相下 华特拉特朗是政治立场温和的犹太人 曾经担任德国外交部长 他认为德国应该按照法尔赛条约 偿付战争赔款 同时努力重新谈判 右派人士因为蔑视他的看法 以及他的犹太绅士 于是在当天 派遣满满衣车带着机关枪的刺客 要在他前往威廉街办公室的半路上刺杀他 这里离彭霍菲尔的学校很近 希特勒在11年后夺得政权 宣布这些杀手为德国的国家英雄 又将6月24日定为国定假日 纪念这些人的暴行 彭霍菲尔的同学奥尔登回忆起 他们在课堂上听到枪声的情景 我还记得我朋友彭霍菲尔 那气急败坏 露火中烧的样子 我记得他问道 如果德国最优秀的领袖被刺杀了 那么德国的未来会是怎样 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当时 我非常讶异 居然有人那么清楚自己的立场 彭霍菲尔成长在一个精英环境 家庭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 那天早上 他的教室中 就有几个出身犹太名门的孩子 当中一个就是拉特脑的侄女 几个星期后 他写信告诉父母 他搭火车到图滨根的经历 有一个男士一进入车厢 就开始谈论政治 他是个心胸狭隘的右派人士 他唯一忘记的 就是身上所带着的纳粹党灰 第二章 1923年 我从13岁开始就知道自己 将来要研究神学 迪特里希彭霍菲尔 彭霍菲尔家在1923年 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包括子女的第一桩婚事 大女儿乌苏拉嫁给杰出的律师 吕迪格施莱歇尔 吕迪格的父亲是卡尔彭霍菲尔 在图滨根的朋友和同学 吕迪格一出自同校 并曾加入伊格尔兄弟会 而卡尔彭霍菲尔则是杰出的前任会友 当吕迪格回到柏林探访这位知名校友的时候 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 玛丽亚霍恩也在1923年结婚 夫婿是理查德棋盘 她是格鲁尼沃尔德玉校 身受学生爱戴的古典文学老师 而且已经融入 瓦根罕街14号的日常生活多年 她曾经担任克劳斯的家教 经常在家庭音乐会上表演钢琴 并在1922年 带着迪特里希到布美拉尼亚徒步旅行 同一年 卡尔·费德里希应聘为德皇威廉研究院 杰出研究员 不久之后 他就顺利完成原子分裂 这个成就 让他和聪明又好生的兄弟之间 原本就相差很远的距离 拉得更大 他在物理学界的成就 使得全球的顶尖大学 竞相邀请他讲学研究 他后来造访的美国也在邀请行列 并因此为迪特里希铺好几年后的道路 迪特里希在1923年离开家 但这个亲密家庭中 每个人的心其实都依旧凝聚在家中 几年后 克里斯陶和他先生搬到家的对接 乌苏拉和吕迪格在30年代 也搬到夏洛同堡 在他父母住家的隔壁 他们两家几乎荣为一家 家庭成员经常互相往来 还经常互通电话 频繁到迪特里希的朋友 都拿这件事开他玩笑 迪特里希在第二年 就能从涂滨根回到柏林大学就读 并且回家居住 往后20年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跟父母住在一起 直到他在1943年被捕 然而对整个家庭来说 他离家前往图滨根 还是一桩大事 他在四月底启程 以便赶得上暑期班 跟他同行的还有克里斯特 因为他已要到那里就学 他们的祖母朱利彭霍费尔 住在图滨根室内卡哈德38号 就在内卡河边 他们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 都跟祖母住在一起 他们的父母经常来访 贝特格写道 彭霍费尔对家人接爱的程度 远远超过他身边的同学 而且凡事都要先向父母请教 确实受到家庭传统的影响 所有彭霍费尔家人的大学生涯 头一年都是在图滨根度过的 卡尔 费德里希在1919年如此 克劳斯和沙宾也相继如此 克里斯特已经在那里 而这个传统当然是从他们父亲开始建立的 迪特里希同样追随他父亲的脚步 加入伊格尔兄弟会 伊格尔兄弟会创立于1871年 跟第二帝国同年 当时正逢普法战争结束 而法国战败 普鲁士带头团结德意志25个邦国 形成一个名为德意志帝国的联盟 这个帝国延续了大约50年 在这期间是由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王朝把持 第一任德意志皇帝是威廉一世 也就是普鲁士国王 他以同辈之首的身份 和其他24个邦国的领袖合作共事 德皇威廉任命普鲁士王储比斯迈为总理 比斯迈的头衔是首相 而且后来成为著名的铁鞋首相 虽然伊格尔会非常效忠第二帝国与德皇 但不像当时其他的兄弟会那样 不是亲社会主义 就是亲军国主义 他们的价值观 比较接近主张温和政治的彭霍费尔加 因此狄特里希在入会后轻易融入其中 然而他却是手足中唯一入会的一个 德文伊格尔的意思是刺猬 发音与英文的Ego相似 会员要戴着刺猬皮做的帽子 并选择淡灰、中灰和深灰色 作为他们的代表颜色 整齐滑衣地把拇指放在鼻尖 表示对其他兄弟会的亲密 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来说 脸上带着因为兄弟会决斗 而留下男子气的伤疤 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彭霍费尔加的孩子都很沉稳 不会被这种夸张的荒诞行径所吸引 他们既不主张超国家主义 也不支持君主制度 但一般来说 他们都很爱国 因此不会排斥以维持国家尊严为特点的伊格尔会 卡尔彭霍费尔对参加伊格尔会期间的回忆 始终很美好 但不喜欢同侪间因为饮酒而形成的压力 在他那时候的伊格尔会员 大都认同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想 而这正是德皇的主张 以及彼斯迈的施政方针 他们那堡垒班的总部 就位于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山丘顶上 多年后 一个会友还记得 迪特里希是一个非常沉稳又自信的人 并不自负能容忍别人的批评 他也是一个人远好又身强体贱的青年 且具有动竹基先以及追根究底的精神 不但会巧妙地捉弄人又非常幽默风趣 对德国来说 1923年是充满灾难的一年 两年前开始贬值的德国马克狂跌不移 在1921年跌到75马克兑换1美元 来年跌到400比1 而在1923年惨跌到7000比1 但这只是一连串厄运的开端 德国因为长付法尔赛条约的赔款 而被压得喘不过气 到1922年的时候已经无法继续承担 因此德国政府请求延期长付 精明老练的法国认为 这只是在耍花招 因此言辞拒绝 但这不是花招 因而德国不久后就违约 法国随即派遣部队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 卢尔区 此举造成的经济动荡 使得几个月前的萧条情景 像是美好往日 8月的时候 1美元可换得100万马克 而到9月时 8月就像是美好往日 1923年11月时 1美元可以兑换约40亿德国马克 11月8日 希特勒趁机发起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 但是时机还不成熟 因此被控以叛国罪入狱 他在田径的兰茨被阁 就像是被放逐的皇帝一样 不但跟亲密的伙伴会面 还口述他异想天开的宣言 《我的奋斗》 并盘算下一步行动 卡尔彭霍菲尔的受险 在1923年底满期 因此领得10万马克 他付了几十年的保费 如今却因为通货膨胀 所得到的给付 只够买一瓶酒和几粒草莓 当他终于领到钱的时候 通膨的情形更恶化到 只买得起草莓 卡尔彭霍菲尔给许多 来自欧洲其他各国的病人看病 收入不错 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国家的货币付费 然而到1923年底时 局势已经令人不堪忍受 10月时 彭霍菲尔写信回家说 每一餐饭都得花上10亿马克 他想预付两三个星期的餐费 需要家人寄钱给他 我手边没有那么多钱 他解释道 我光买面包就得花6亿 伊格尔会的新会员被称为狐狸 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 阿尔基罗库斯的名句 狐狸知道许多琐事 而刺猬则懂得一件大事 每个狐狸都必须写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 登载在兄弟会的狐书上面 彭霍菲尔写的是 1906年4月4日 我和我的孪生妹妹在布雷斯牢第一次看到日光 我在六岁大的时候 全家搬离西里西亚 迁居到柏林 我读的是费德里福特小学 因为我们搬到格鲁尼沃尔德 所以我进入当地学校就读 我在1923年复活节 通过学校的毕业考 13岁的时候 清楚知道自己要研究神学 过去两年 因为音乐而使我稍有动摇 目前在途滨根念第一个学期 我的作为跟其他孝顺的儿子一样 都是追随附近的脚步 因此我加入刺猬 我选择弗里茨·施密德 担任我的私人保镖 此外 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分享 狄特里希 彭霍菲尔 我今天是军人了 在法尔赛条约诸多严苛限制中 有一项是禁止征兵 德国军队人数仅限十万 这等于是把国家安全视为儿戏 因为就在波兰边界外的苏俄 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征服德国 或者说国内组织 当时已经有好几个蠢蠢欲动 也可以轻易用武力取得政权 希特勒在11月8日发起的暴动 就几乎成功夺权 这种政治动荡 需要充足的军备才能应付 但协约国却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 因此德国人想出许多妙招 以免协约国管制委员会从中阻挠 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大学生在学期中接受秘密训练 这些部队的代号是黑色国防军 1923年11月轮到迪特里希接受训练 他要在距离途兵跟不远的乌尔姆步兵连队的监督下 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 同行的还有不少伊格尔兄弟会的成员 而所有其他兄弟会也会参加 彭霍费尔没有什么犹疑 他认为这是爱国最基本的义务 不过他知道必须得到父母的允许 因此在出发前一晚写信给他们 唯一目的就是在控制委员会接管前 尽量多训练一些人 我们有一天的通知期 而且每个在大学念过七个或更少学期的 伊格尔兄弟会成员都会去 我说我大约在星期二才会去 因为我预期那时才能知道 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如果你们反对 我就会返回土兵根 起初我以为还会有其他机会接受训练 而且最好不要打断课程 不过我现在认为 还是尽早接受训练比较好 知道自己有能力应付危机事件 心里面会感到比较踏实 祖母对他要独自一个人度过十四天感到伤心 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该去就要去 两天后他写道我今天是个军人了 昨天我们一抵达基地就换上制服 也领到我们的装备 今天我们又拿到手榴弹和武器 当然到现在为止 我们除了反复组装床铺 并没有其他事可以做 几天后他又写道 这几天的训练并不太累 我们每天会有大约五个小时的时间 行军 打靶以及体能训练 还要上三堂课 再加上一些杂物 其余时间都闲着 我们十四个人住一间房 我体格检查的唯一缺点就是视力 我在射击武器的时候 可能必须戴眼镜 负责训练我们的兰斯班长 脾气非常好 人也和善 他甚至觉得伙食相当可口 他在第二星期写给杀兵的信中表示 我们操练地面攻击和其他战技 拿着步枪背着背包 然后整个人直接扑倒在冰冷地面上 滋味非常难受 明天我们要带着全副装备 进行大规模行军 接着我们要在星期三举行迎击演习 然后这十四天的训练就要告一段落 这张信纸上的游字 不是因为我们中午制的肩饼 而是擦枪弄的 整个军训在十二月一日结束 他又写一封信告诉父母 亲爱的父母亲 我今天是个平民了 意外的罗马之行 迪特里希跟祖母住在一起的那个冬天 他们讨论到他有意去印度 拜访甘地的想法 他祖母鼓励这件事 我们无法确知他对甘地感兴趣的原因 然而他在上个世纪 就积极参与当时方兴为爱的女权浪潮 他为年老妇女成立收容所 并在斯图加特创立一所女子学校 他还因为贡献卓越货颁和平奖章 并由福通宝王后亲自颁发给她 可能是因为这位印度领袖坚定支持女权 所以才会吸引她的注意 不论如何 他认为这是有益于迪特里希的经历 并愿意负担费用 不过另一件事情却让迪特里希 前往了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地点 那年冬天 17岁的迪特里希经常到内卡和华兵 在1924年1月底 他脚步没踩稳 就在冰上跌了一跤 伤到他的头部 因此昏迷了好一阵子 当他身为脑部专家的父亲 知道这件意外的细节 以及他儿子昏迷时间的长度后 他和妻子就立即前往图兵根 迪特里希脑部受到震荡 仅此而已 结果使得他们这趟旅程转优为席 迪特里希特别高兴 因为在这段复原期间 不但庆祝了他的18岁生日 而且得到他最梦寐以求的愿望 就是去罗马游学一个学期 迪特里希为此可说是乐翻天了 他在与沙宾共同生日的隔天 写信给他 他与双胞胎妹妹 一个劲互相揶揄的傻劲 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我在生日那天 收到各式各样奇异美妙的礼物 你当然已经知道 我收到哪些书籍 我还得到一把 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吉他 我想你一定会感到嫉妒 因为这把吉他发出的声音 好听极了 爸爸还给我50马克 所以我想买什么 所以我就买了把吉他 而且对他感到很满意 不过你对这件事 可能不见得会感觉瞠目结舌 所以我还要告诉一件 你绝对会感到难以置信的消息 好好猜猜一猜 我下学期上课的地方 罗马 当然一切都还没定案 但这是我遇见过最神奇美妙的事情了 我甚至不能想象到底有多美好 你当然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不过可不要太羡慕哦 我已经开始在这里四处打听 每个人都告诉我 花费其实非常便宜 爸爸还是觉得我应该延后这件事 不过在稀想过后 我确实非常想去罗马 而且我现在的兴度最高 以后也未必会有这么高的兴致 告诉我一些家里的事情 对我一定很有帮助 记得要把耳朵竖高一点留心听 祝安好 还有不要太羡慕哦 迪特里希 镜上随后不久接连写的几封书信都透露出 迪特里希努力哄着父母 答应他成情 举出各种合情合理的理由 并竭力隐藏 心中兴奋雀悦之情 他终于如愿以偿 得到他们的首肯 这可能是因为他哥哥克劳斯会 跟他一起旅行 他出发的日期已定 在4月3日傍晚 欣喜若狂的他和克劳斯 将搭乘夜车前往罗马 他这趟前往那座充满荣耀 与传奇的城市之旅 对他一生造成的影响 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出发前的几个星期 是他住在图兵跟锦鱼的时间 他在罗马度过暑假后 就不会回到这里 而是到柏林完成他的学业 没过几年 时代精神就会把 伊格尔兄弟会变成右派 而他们在1935年 正式采取恐怖的 雅列安条款后 彭霍费尔和姐夫华特 德瑞斯就义愤填膺地 公开放弃了会员资格 第三章 1924年 教会的普世性 以一种奇妙的方式 具体清晰地 呈现在世人眼前 白种人 黑种人 黄种人的修士 齐聚一堂 每一位都穿着修士袍 在教会里合而为一 这似乎极其美善 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 因为战争和法尔赛条约 让德国人非常厌恶法国和英国 于是 意大利就成为他们最喜欢的旅游圣地 但对克劳斯和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来说 这是一生难得的文化 与寻根之旅 就跟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 两人所接受的都是歌颂 罗马荣耀的教育体制 而且他们都熟悉罗马的语言 艺术 文学与历史 迪特里希在16岁时就选择以赫拉斯和卡图卢斯的抒情诗为自己长篇毕业论文的主题 格鲁尼沃尔德玉校的教室墙上也挂着罗马广场的图片为装饰 理查德奇潘简直就是一部会走动的古罗马字典 他曾经无数次到罗马旅游 而他的回忆也让两兄弟对罗马憧憬不已 他们与罗马其实也有血缘关系 他们的外僧祖父 也就是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奥古斯特哈泽 曾到罗马旅游二十多趟 因此建立起非常深远的关系 这些年以来 随着迪特里希对追随外僧祖父的神学传承兴趣见深 这位先祖对他的影响也见增 这个18岁的朝圣者详细记录下他的旅程 火车通过布里纳爱口不久 他就写道 首次越过意大利边界的感觉很奇怪 幻想逐渐转变为现实 一个人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的话 一切真的那么美好吗 还是我最后可能只会彻底幻灭地返回家乡 答案不久后就揭晓 他被伯洛尼亚的景色所震慑 他的叙述是极其惊艳 最后终于抵达目的地罗马 不过他透露出不以为然的语调写道 在火车站就已经发现行骗的无赖 与他们共乘一辆马车 并带领他们前往目的地的意大利南海 不但要求他们帮他付车资 还要求给他小费 在他们抵达旅馆后 得知他们的房间已经整理好两天了 因此那两天的房钱也必须先付清 彭霍费尔像龙卷风一样横扫罗马 尽情地汲取罗马文化 他也如意料中那样 展露出非常丰富的艺术史知识 他参观竞技场的感想 整座建筑壮观又规律 第一眼看到它 马上就会让人知道 自己未曾见过 也未曾想象过这样的建筑 古文化还没有完全消逝 显然不需要多久 就会恍然大物伟大的攀神 以死这句话错得离谱 竞技场是个庞然大物 周围满是最顶级的植物 棕榈树 柏树 松树 药草 以及各式各样的草皮 我坐在那里几乎整整一个小时 参观拉奥孔雕像的感想 第一眼看到拉奥孔雕像时 我真的打了一阵寒战 完全出乎想象 参观西思亭小堂的感想 满是人潮 全都是外国人 然而还是让人难以忘怀 对图拉珍广场的感想 原著非常壮观 但其余部分就像是 刚收割完的菜谱 对圣彼得教堂诗般的感想 诗般唱的基督匠声 撒加利亚颂 以及求主垂帘 让人惊艳地难以形容 对当天独唱南高音的烟人 他表示 他们的唱法可说是非人类所为 带有英国味 冷淡无情 另外还加带着一股特殊的 狂喜的忘我情绪 对雷尼和米开朗基罗的看法 最美丽迷人的 就是雷尼的天使音乐会 没有观赏过这件作品的人 不应该允许他离开罗马 这件画作的布局非常完美 而且无疑是整个罗马城中 数一数二的画作 但从米开朗基罗开始的雕刻风潮 让人兴趣缺缺 尤其是教皇的半身像 在我看来 根本没有任何高深的 艺术风格与品味 他在梵蒂冈 看到西斯廷教堂的时候 却深深为之着迷 我的目光几乎无法从创造亚当移开 整幅图像充满无穷尽的创意 上帝的模样 映射出无比的力量与慈祥的爱 或者说映射出的神性 远远超越这两个 往往互不相容的人性 人类即将首度活起来 无止尽的山岭前方的草原 开始长出内涯 也借此预告人类未来的命运 整幅化作非常属实 但也非常纯洁 简言之实在无法形容 米开朗基罗的杰作中 他最喜欢的人物就是约拿 他在日记中 大肆赛扬起透视学缩小法 好像是要炫耀自己的美学造诣 这位18岁青年思想早熟 从以上的观察可见一斑 他对诠释与观察这个问题 本身的自信思考更加老成 我乐此不疲地揣测 美幅画作的风格流派和画家 我觉得我对主题的理解 逐渐比以往更深入 然而一个外星人 最好还是完全保持坚默 而把这一切都交给艺术家比较好 因为当前的艺术史家 其实是最糟糕的向导 即使其中的佼佼者也很差劲 这也包括舍夫勒和沃林格尔 他们各随己意的一而再 再而三的诠释艺术作品 他们的诠释与正确性 毫无标准可言 一般来说 诠释是极其困难的工作 不过 我们整个思考过程 都要接受到它的规范 我们必须对事物加以诠释 并赋予意义 这样一来 我们才能生活于思考 这一切都非常困难 当我们不需要诠释的时候 就应该三间齐口 我相信诠释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 我们不需要分辨一个人 透过艺术作品展现他们自己的时候 用的手法是歌德式 还是原始派等等 只要用清晰的头脑 与理解力观察艺术品 就能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再多的诠释 也不能让人更深入了解艺术 就艺术来讲 一个人不是独具慧眼 就是毫无眼光 这就是我所谓的艺术洞见 一个人在观赏艺术品的时候 应该努力理解它 这样一来 就会产生绝对确定的感觉 我已经把握住 这个艺术品的精髓 直观确定性 就是产生自这种奥妙的过程 对非当局者来说 把这个结果写成文字 并想借此 全诗艺术品都是突然异常 这种做法不能帮助任何人 其他人也不需要这种帮助 而且被诠释的对象 也不会因此受益 彭霍菲尔的家书 也提到一些日常琐事 他在4月21日 写给父母的信中 对他们抵达纳布勒斯的情景 有如下叙述 在寻找餐厅好一阵子后 有人给我指了个好餐厅 结果那个地方污秽不堪 简直跟德国最肮脏的农场 不相上下 我们周围既是些母鸡 猫 脏小孩 以及各种刺鼻的臭味 一些正在晾干的衣物 飘飘荡荡地挂在我们四周 但是饥饿 疲累 以及对乡村的无知 驱使我们坐下来 在用过那顿鼻脚的餐点后不久 兄弟俩就搭船前往西西里 即使在最平顺的情形下 克劳斯的味肠也和航行互不相容 这下子彼此就更水火不容 大海狠狠地折磨了他一顿 彭霍费尔写道 而他充其量只能短暂地试图对抗 我才刚欣赏阳光下壮丽的海岸峭壁一眼 大海就提醒 我要尽己所能 即使在表达两人运船狂吐时 彭霍费尔也始终保持优雅的风拌 就跟往常一样 彭霍费尔的旅程会不断衍生出更多的旅程 两兄弟决定到北非旅游 于是就搭船前往的黎波里 我们整个旅程都很沉默 克劳斯一如往常地尽职尽责 他们还到旁背旅游 维苏维火山的结构相当正常 而且不时会喷出一些熔岩 站在山巅会让人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世界 被创造以前的时光 他参观圣思体反原型教堂和圣母之传的感想是 虽然曾经跟欺骗人的教堂私事夫人发生冲突 但整趟旅程依旧带给人田径美好的感觉 这趟旅行就这样持续好几个月 但对彭霍费尔来说 这趟旅行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如一趟小型的巡回旅行那样 开拓文化视野 也不在于学术价值 譬如到海外游学 而是促使他思考 此后终其一生追问与解答的问题 教会是什么 彭霍费尔在他的日记里表示 宗旨主日是第一个让我对天主教有所领悟的节日 这并不浪漫或其他什么的 但我认为 这让我逐渐了解教会这个概念 那天 这个在罗马的十八岁青年心中成型的新观念 至终酝酿出极其重大的意义 他恍然大悟的场合 是一场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弥撒 主领的是一位红衣主教 还有一个歌声 让他赞叹不已的男同事班 一群神职人员 其中包括神学生和修士站在圣坛上 教会的普世性以一种奇妙的方式 具体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白种人 黑种人 黄种人的修士 齐聚一堂 每一位都穿着修士袍 在教会里合而为一 这似乎极其美善 他可能在德国时就参加过天主教崇拜 但如今在罗马 在永恒之城 这个彼得与保罗的城市 他清晰地看到 教会超越种族与国别的名证 这显然对他有所影响 在整个弥撒过程中 他站在一位带着弥撒书的女士旁边 因此他能够融入其中 而且感觉更加自在 诗般唱的我信 让他感动得眼泪滞流 一旦了解教会的普世性 一切都随之改观 并使得彭霍费尔 此后生命的方向完全改变 因为既然教会存在于现实世界 那么他就不只存在于德国与罗马 而是超越二者 一想到教会是一个超越德国西义宗教会的普世基督徒团体 就会启发人既不思考教会是什么 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 以及博士后著作《行动与存有》所探讨的主题 但是彭霍费尔不属于理论派 对他来说 如果观念与信仰 无法跟心智以外的现实世界连接在一起 就毫无价值 确实 他对教会本质的看法 引领他参与欧洲的教会合一运动 使得他与德国以外的基督徒携手合作 并因此一眼看穿创造神学的阶段说 隐藏在深处的谎言 他把教会这个观念和德文的国家混为一谈 普世教会这个观念 绝对不容许用种族和血缘界定教会 而这正是纳粹穷尽心力所推广的做法 而且不幸得到许多德国人的支持 彭霍费尔往后一生的努力方向 就在罗马的这个宗旨主日开始启动 观念会导致行动 而这个刚刚萌芽的观念 将来会在他抵挡国家社会主义时开花 并在他参与暗杀某个人的时候 接触果实 彭霍费尔这种开放的观点 包括对教会的定义 以及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 并不符合德国信义宗的一贯作风 他这种做法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他的家庭教育 他从小就接受教导 要警惕自己不可眼光狭隘 且要努力避免依赖感觉 或者其他没有正确理性支持的根据 对他父亲的科学头脑来说 所有以种族关系为基础 而产生的行动和态度都是错误的 而且他也训练自己的孩子 以同样的方式思考 在迪特里西眼中 凡是盲目偏爱路德主义或者新教 甚至基督教都是错误的 一定要衡量各种可能方案 在获得正确结论前 避免预设立场 彭霍费尔终其一生 在思考所有信仰与神学议题时 都抱持这种批判与科学的态度 不过让他以这么开放的观念 看待天主教会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罗马 他非常喜爱的古典异教文化 和基督教文化 在那里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所有在罗马的事物 共同组成一个连续体 对他来说 天主教不太可能是封闭的 因为天主教也是灿烂的古典文化的一环 而且似乎能视透古典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甚至能救赎某些古典文化 信义综合新教传统 跟伟大的古典历史比较疏远 并可能因此导致诺斯帖二元论 否定肉身 以及认为这个世界没有良善等异端思想 但罗马处处都看得到 这两个世界融为一体的实力 比如他在梵蒂冈看到拉奥孔 应该是他最欣赏的雕像 几年后他在写给埃伯哈德贝特格的信中表示 这尊以古典希腊文化为主题的希腊化时期 雕像上面的异教祭司脸庞 可能就是后代艺术家在描绘基督时采用的范本 罗马就是有办法让所有事物都合情合理地融合在一起 他在日记中写道 圣彼得大教堂就是整个罗马的精华缩影 它是古典的罗马 中世纪的罗马 也同样是现代的罗马 简言之 它就是欧洲文化与欧洲生活的重心 当我第二次看到 一路上伴随我们延伸到城墙边的古代银水渠时 我明显感到自己的心通然跳动 他从开放的角度看待天主教的第三个原因 是在受教于阿道夫·施拉特期间得到的激励 这位徒兵跟大学教师对他产生极大影响 施拉特上课时 往往使用只有天主教神学家才会采用的教科书 彤霍费尔的内心有股合一的渴望 要把这些天主教文本 重新纳入更广阔的基督教神学领域 彤霍费尔在那个宗旨主日还参加了晚岛 六点钟的时候 他来到圣三一教堂 感到几乎无法言喻 他写道 四十位有心成为修女的年轻女孩 身穿修女服装 系着或蓝色或绿色的腰带 面容肃穆地排成一列走进来 他们用非常清纯 优雅又认真的歌声唱着晚岛 同时有一位神附在圣台上主持仪式 整个仪式不再单纯 只是仪式 反之 这是一场真实的敬拜 整个过程留给大家的印象 使他流露出一股 无比深邃又纯净的前净之情 他在圣州期间 思索宗教改革运动 以及当他不再只是一个支派 而正式成为一个独立教派的时候 是否就走偏了的问题 在短短几年后 这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一题 纳粹在接管德国系一宗教会的时候 他带头出走 并创立韧信教会 此举刚开始也只是一个运动 韧信运动 但后来发展成一个正式教派 这一发展跟他也有密切关系 彭霍菲尔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为他将来在德意志第三帝国 要面对的困境建立好理论基础 然而在这个阶段 他似乎主张任何运动 都不应该演变为一个组织严明的教派 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新教始终没有演变成一个建制教会 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它会成为一种卓越的宗教生活 以及经过深思熟虑的虔诚情操 这就会成为理想的宗教形式 教会必须与政权彻底分离 不久之后教友就会回来 因为他们必须有所归属 他们会重新发掘自己需要信仰 这会是一条出路 或者不是 彭霍菲尔每到一个新地点 必定充分把握机会 而他在罗马旅游的那个圣州 从星期三到星期六就不断参加早晨与傍晚的弥撒 地点不是圣彼得大教堂 就是拉特朗圣约翰教堂 每一次崇拜他都参照弥撒术 并且仔细研读 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表示 家乡神父和诗班 通常都是反复单调的诵读这些文本 让人认为这些文本也同样乏味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大部分的文本都非常优美流畅 他曾参加过一场亚美尼亚天主教崇拜 整个过程显得呆板又缺乏新生命 他觉得罗马天主教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也看出来许多宗教制度 还是透露出活泼的信仰生命 告解式就是一例 他对自己看到的许多事物都感到兴奋雀跃 但不至于让他产生改信天主教的念头 他在罗马认识的一位朋友想要说服他 但彭霍费尔不为所动 他真的希望我改信 并且深信他的方法能奏效 在经过连番讨论后 我发觉自己对天主教的认同感再度冷淡下来 天主教的教义把天主教所有的美善都遮蔽起来 而不自知 实际的告解和教义里的告解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不幸的是 教会和教义里的教会也是如此 他认为 这两个教派应该结合在一起 天主教和新教可能永远无法合一 然而 这对二者来说都非常有益 几年之后 他会在陈斯特和分更马德 把二者的精髓 融入他创立的基督徒团体 但遭受许多德国信义宗教友的激烈批判 就在学期结束前 彭霍费尔忽然有机会觐见教宗 星期六觐见教宗 我心中的期望非常高 结果大失所望 感觉就是个冷冰冰的仪式 我觉得教宗相当冷漠 他没有任何教宗应该具备的特质 毫无恢弘的气度 也没有任何初衷之处 这种结果令人感到悲哀 转瞬间 他在罗马的愉快时间已尽尾声 当我看圣彼得大教堂最后一眼的时候 心中不由地产生一股疼痛的感觉 于是就赶紧搭乘电车离开 三年后 彭霍费尔就带头成立一个 称为周四论坛的讨论会 这个团体的成员 都是十六七岁头脑灵光的青年 他们讨论的主题非常广泛 有一个星期 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天主教 这激发彭霍费尔 把他的想法总结为后面这段短文 对欧洲与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 天主教价值观的重要性 绝对不容轻视 他不仅使得野蛮民族 相信基督教 并接受文明的洗礼 而且长久以来 他都是科学与艺术的唯一守护者 教会的修院 在这个方面的贡献 可说是居功绝尾 天主教发展出 无与伦比的属灵能力 而且我们现在仍然赞叹他 巧妙地把大公原则 与单一神圣教会原则 以及宽容一说 与不容一说 结合在一起 那是个自成一格的世界 各种流派都会留在一起 而这幅多彩多姿的景象 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先有国家能够像天主教一样 郁郁出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才 他深知一中求同 赢得世人的爱戴与尊敬 以及培养坚定的凝聚力的秘诀 不过就是因为这些卓绝的成就 才会导致我们心生疑虑 这个天主教的世界 确实就是基督的教会吗 它是否可能是通往上帝道路的绊脚石 而不是指向通往上帝道路的指标 难道他没有阻断通往救赎的唯一道路 然而 没有人能阻断通往上帝的道路 教会还是高举圣经 而且只要教会依旧高举圣经 我们就可以继续相信圣洁的基督教会 上帝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 不论是我们还是其他教派传讲都一样 我们的任性是一样的 我们用同样的主导文祷告 而且我们遵守某些同样的古老仪式 这使得我们连结在一起 而且愿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手足和平相处 然而 我们不愿意违背任何 我们已经认定的上帝话语 名称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 反之 我们绝对不会攻结其他人的信仰 上帝不喜悦勉强地敬拜 而且他把良心赐给每个人 我们能够也应该希望 我们的姊妹教派反攻自行 并单单专注上帝的话语 直到建筑前 我们必须忍耐 当黑暗笼罩 而唯一神圣的教会 针对我们的教派发出诅咒时 我们必须忍耐 他的智慧有限 而且他恨恶的不是异端分子 而是异端 只要我们穿戴上帝的话语 为我们唯一的军装 我们就可以充满自信地 眺望未来 第四章 1924-1927年 任何人都难以达到 他们一家在瓦根罕街 所树立与维持的标准 彭霍费尔自己都承认 初次到他家做客的人 都会被放在显微镜底下检视 这种成长背景 让他不经意地 就留给人高傲与冷漠的印象 埃伯哈德·贝特格 彭霍费尔在六月中旬 从罗马返家 并注册入学 柏林大学暑期班 入学后一两年再转学 在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 他从来没有打算 在图兵根停留超过一年 后来他在柏林大学 就读了七个学期 并在1927年 也就是他21岁的时候 取得博士学位 彭霍费尔又回到家中居住 但从他离开后 家中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沙宾如今在布雷斯劳求学 跟一位名叫格哈德赖伯赫兹的 犹太裔年轻律师订婚 彭霍费尔一家 将来会因为沙宾和他婆家 而经历多年的磨难 狄特里希未曾犹豫 就选择了就读柏林大学 原因之一 就是柏林这个城市 对喜欢接受文化刺激的人来说 是理想的地方 他几乎每星期都会参观博物馆 听歌剧或者音乐会 而且他家就在柏林 一切都很顺理成章 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能刺激他的环境了 卡尔·费德里希 当时正在爱因斯坦 与普朗克的手下工作 贝特格的说法是 任何人都难以达到 他们一家在瓦根罕街 所树立与维持的标准与规格 彭霍费尔他自己都承认 初次到他家做客的人都会被放在显微镜底下检视 这种成长背景让他不经意地就留给人高傲与冷漠的印象 但是彭霍费尔选择柏林大学的主要原因 是该校神学院享誉世界的师资 著名的施莱尔·马赫就曾再次任教 他的影响依旧弥漫在校园中 1924年的神学院院长是当时73岁的奇才哈纳克 他是施莱尔·马赫的门生 这意味着他在神学上坚决主张自由主义 此外他还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夜的历史批判法的先驱之一 他对圣经的研究仅限于文本分析与历史批判分析 因此他认定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从来没有发生过 而且约翰·福音也不属于正典 哈纳克就住在格鲁尼沃尔德街 当时大多数杰出学者都住在那里 而年轻的彭霍费尔经常陪伴他 步行到哈伦色火车站 然后一起乘车到柏林 他参加哈纳克著名的研讨课程三个学期 也非常尊敬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但不认同他的神学论点 同属哈纳克研讨课程的同学 赫尔木特格斯基的当时 他曾对彭霍费尔自由 批判与独立的神学思想 有一股莫名的热爱 他说 真正让我难忘的不是他的神学知识 与超过所有同学的才华 彭霍费尔深深吸引 我的地方是他不止学习 与吸收各位大师的口授与著作 更能够独立思考 而且清楚知道他的理想 并积极追求他的理想 我接而听到 这位年轻的金发学生 反驳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 也就是养殖弥坚的哈纳克 他的态度非常有礼貌 但他的神学立场 显然非常坚定 哈纳克有所回应 但这位学生 则一再提出反驳 彭霍费尔是一位非常独立的思想家 他这么年轻 便有独立见解 尤其难能可贵 有些教授认为他态度傲慢 特别是因为 他不愿意未经思索 就接受任何人的思想 而始终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不过他自幼就跟 卡尔彭霍费尔同桌进餐 并且一定要先深思熟虑 才能开口发言 因此可能会对自己的智力 相当有信心 在面对其他大思想家时 不至于退缩 自然情有可原 除了哈纳克 另外还有三位柏林大学教授 也曾深深影响彭霍费尔 他们是卡尔赫尔 他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路德学者 莱伊霍尔德·西伯格 他的专长是系统神学 也是彭霍费尔的 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以及阿道夫·戴斯曼 彭霍费尔就是透过他 接触到教会和医运动 后来这些成为他一生中 非常重要的环节 并借此得以参与 刺杀希特勒的计划 不过 另一位神学家 对彭霍费尔的影响 远超过上述几个人 彭霍费尔一生 都非常尊敬于仰慕这位人士 他后来甚至成为 彭霍费尔的良师异友 这个人就是戈廷根的卡尔巴特 巴特是瑞士人 几乎可以确定 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 彭霍费尔的表弟 汉斯1924年的时候 正在戈廷根攻读物理学 但是在听过巴特的演说之后 他马上就转念神学 并且一直持续下去 就跟19世纪末的大多数神学系学生一样 巴特钻研的是 当时盛行的自由神学 但他逐渐开始排斥它 不久就成为反对自由神学 最有力的学者 他在1922年出版的传世之作 《罗马书注视》 简直就像一枚精灵飞弹 直倒向雅塔内的学者 哈纳克就是其中被正面击中的一员 这些学者无法相信他们牢不可破的历史批判法 居然露出破绽 而巴特研究圣经的方法更让他们大胆震惊 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新正统主义 主张上帝确实存在 而且所有神学与圣经研究都必须以此为基本前提 巴特是挑战与推翻德国历史批判研究法的主要人物 这一研究法是由施莱尔马赫首创于柏林大学 接着由当时的幕后推手哈纳克推展到戈廷根的 巴特强调上帝的超越性 形容他为全然的他者 因此除非透过启示 人类绝对无法认识他 所幸的是 他相信启示 这对于哈纳克等自由派神学家来说 更加感到不堪 因为巴特拒绝宣誓效忠希特勒 所以他在1934年被逐出德国 后来他成为八门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任性教会以此言辞反对纳粹 把他们的哲学引入德国教会 哈纳克的神学 有点像是阿尔基罗库斯预言里的狐狸 知道许多琐事 而巴特的神学则像是刺猬 只知道一件大事 彭霍费尔站在刺猬那一边 但他身处于狐狸的课堂 并因为他的家庭和格鲁尼沃尔德街 而跟狐狸有许多关联 因为彭霍费尔在思想上保持开放的态度 虽然他属于刺猬阵营 仍能学会像狐狸一样思考 同时也尊重狐狸的观点 他能看出每件事物的价值 即使那是他非常厌恶的事物 他也能看出每件事物的错误与缺点 即使那是他非常认同的事物 他在陈斯特和芬根瓦德成立的非法神学院 就具备这种态度 也就是把新教和天主教的精髓结合在一起 基于这种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正直性格 有时候彭霍费尔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自信 因此有可能显得有点高傲 在彭霍费尔那个时代 新征统巴特派和历史批判自由派之间的论战 贝斯当代主张严格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士 和主张所谓智慧设计论的人士之间的论战 后者认为某些系统外因素 例如具有智慧的创造者 不论是神或者别的第三者的参与是有可能的 但前者完全反对这种看法 哈纳克等自由派神学家认为 思想上帝是谁是不科学的 神学家只需要研究眼前的事物 也就是各种文本以及这些文本的历史 但是巴特不同意 他认为在另一个范畴的上帝 已经借着这些文本启示他自己 而研究这些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认识他 彭霍费尔同意巴特的观点 认为文本不只是史料 更是启示的媒介 不只是文字著作的样本 更是神圣的正典 彭霍费尔不反对运用历史法与批判法 研究圣经文本 他确实也跟随哈纳克学习过这些方法 而且对这些都很熟练 哈纳克在读过彭霍费尔 为研讨课程撰写的57页论文后 大家赞扬这位18岁的青年 而且提议彭霍费尔以后 或许能够以此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 哈纳克显然希望说服彭霍费尔 选择研究教会历史 从而跟随他的脚步 就如以往 彭霍费尔谨慎地跟哈纳克 保持相当的距离 他希望在这位年长大师的门下学习 但能保持自己智识的独立性 他最后还是没有选择教会历史 他尊敬那个领域 因此非常精通 哈纳克也非常高兴 但他不同意哈纳克认为到此极致的看法 他认为像他们这样只是钻研文本 却无法更上一层楼的话 只会留下一堆残垣壁 超越文本之上的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文本的作者 并透过文本对人类说话 这就是彭霍费尔心所向往的领域 彭霍费尔为自己博士论文选择的主题 是教义学 也就是研究教会信仰的内容 教义跟哲学相近 而彭霍费尔对哲学比对文本批判更感兴趣 他过去一直不想让不断劝告 他的友好的老邻居哈纳克感到失望 但现在彭霍费尔必须面对另一位接触的教授 莱因霍尔德·西伯格 莱因霍尔德·西伯格的研究领域 正好是教义学 因此彭霍费尔的博士论文 似乎应该由他指导 这就引起不止一个 而是两个困难 首先 西伯格是哈纳克的死对头 而且他们两个人都竞相争取 同一位年轻神学天才 其次 西伯格对巴特的神学思想 深深不以为然 在为西伯格研讨课程撰写的论文中 彭霍费尔表达出巴特的想法 要认识上帝 就必须仰赖来自上帝的启示 换句话说 上帝可以向这个世界发生 但世人无法跨出这个世界 检视上帝 这是一条单行道 而这当然跟西一宗特色的恩典教义 直接相关 世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上到天堂 但是上帝可以伸手向下 然后透过恩典 把世人抬举到他面前 西伯格不同意这个看法 并且在阅读彭霍费尔的论文后 感到不安 这就像有一只心高气傲的巴特种雄鸡 侵入他的鸡舍 他认为 如果诉诸更高权威的话 或许他可以说服这个猴急的年轻天才 于是在那年夏天 一场柏林杰出学者聚会中 他和卡尔彭霍费尔进行了一番对话 心想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也许可以左右他的儿子 卡尔彭霍费尔在观念上比较赞成西伯格 而非自己的儿子 但他尊重彭霍费尔的看法与学术良心 因此不想说服儿子 那年八月 迪特里希正沿着波罗的海海岸践行 他从一位住在布莱梅附近的伊格尔兄弟会成员家中 写信给父亲 询问西伯格说过什么话 以及如何进行下一步 他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接着他母亲介入了 建议他不妨跟随以研究路德建长的赫尔学习 在摆脱西伯格后 撰写以教义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他父亲是众人仰慕的神学家 而他祖父更是文明于世的神学家 他在这方面 当然比其他德国母亲更有资格发表意见 彭霍费尔父母的见识 以及他们对自己儿子学术前途的关心 都非比寻常 因此我们对他跟父母间非常亲密的关系 毫不亚异 对他来说 直到他离世前 父母亲始终都是他此生永不动摇 永无穷尽的智慧与慈爱的泉源 他在九月做出决定 仍旧在西伯格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 而论文的主题涵盖教义学与历史 他在罗马的时候 就已经在思考将要撰写的主题 也就是什么是教会 最后的题目是圣徒相通 从教义学角度探讨教会社会学 彭霍菲尔认为教会不是历史实体 也不是机构 而是基督以教会团契的方式 存于世上 这是一鸣惊人的出世提升 彭霍菲尔在柏林大学的三年期间 课业非常繁重 却能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尽管如此 他还是有余力享受学术圈以外的丰富生活 他参加过数不清的歌剧 音乐会 艺术展览 以及话剧 他跟朋友 同事和家人之间的书信网环 非常平淡 而且他经常外出旅游 不是前往福里德里西斯布伦的短程旅行 就是到波罗的海沿岸的长途旅程 他在1925年8月 徒步旅行到什勒苏一格赫尔斯泰因半岛 然后搭船前往北海 他和卡尔彭霍菲尔在1926年8月 前往多洛米地山和威尼斯旅游 迪特里西和妹妹苏西在1927年4月 连同另一对兄妹搭档华特 与伊尔泽德瑞斯 一起横跃德国乡野 就跟其他许多在格鲁尼沃尔德街 长大的孩子一样 华特和苏西不久后就出双入队 然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彭霍菲尔在家的时间也很多 瓦根罕街14号 可说是出名的人文汇翠之地 许多亲戚 朋友和同事不断进进出出 卡尔和保拉彭霍菲尔的儿女们 结婚生子后 亲家也会来访 每个人都有办法 跟其他所有人保持联系 即使家族人数不断增加也无妨 彭霍菲尔祖母搬离途宾根 来跟他们一起住之后 有时候家中就会出现四代同堂的圣景 传统的星期六一月夜始终未曾间断 而且几乎每个星期不是某人庆祝生日 就是某人庆祝结婚周年 彭霍菲尔既然是神学博士候选人 因此需要负责教区工作 他的上司指导他的学业非常繁重 因此只要他开口 一定会减轻他的工作量 但彭霍菲尔的一贯作风与此相反 他怀着理想 接下格鲁尼沃尔德教会 一个班级的主日学课程 干技十足 他在年轻的卡尔梅伊曼牧师手下工作 每个星期五晚上 他都会和其他老师到梅伊曼家 准备主日学课程 彭霍菲尔非常投入 每星期花许多时间备课 除了教导主日学 他也经常证道 他善用具有张力的故事传讲福音 有时还会创作童话或预言故事 沙宾离开家后 彭霍菲尔逐渐跟他妹妹苏珊更亲近 他说服他协助他管理班级 不久后 他们就邀请班上的小朋友 到家中玩游戏 或者带他们到柏林附近郊游 彭霍菲尔在跟孩童沟通上 显然非常有天赋 他跟孩童相处在一起 非常融洽 而且在不久后 就在三个重要场合 从事孩童工作 他在巴塞罗那的那一年 在纽约的那一年 然后回到柏林 在一个困苦的工人阶级街区 叫到一个令人难忘的 坚信里班级 未来在每一个场合发生的事情 如今都发生在格鲁尼沃尔德 他会认识课堂以外的孩子 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 跟他们相处 他非常受欢迎 其他班级的孩子 也会转到他的班上 这造成一些棘手的问题 彭霍菲尔开始思考自己 是否应该走上 募会的道路 而非学术研究的道路 他父亲和哥哥认为 这是在浪费他的聪明才智 但他经常表示 如果一个人不能向孩童传讲 关于上帝和圣经的最深刻的思想 就会有些问题 生命不只是学术而已 从主日学课程 还衍生出另一个果实 周四论坛 一群他亲自挑选的年轻人 每星期聚在一起阅读与讨论 地点就在他家 而且由他带领 他自己邀请成员参加这个论坛 并从1927年4月开始聚会 邀请韩中表示 这个团体聚会时间 是每星期四晚上5点25分到7点 彭霍菲尔自己主动成立这个论坛 跟他在教会的事工毫无关联 但是他认为 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极其重要 就成员的年龄来说 他们都相当聪明又成熟 而且其中有些人 来自格鲁尼沃尔德街中 显赫的犹太家庭 周四论坛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宗教 伦理 政治与文化 这个团体的要求 还包含参加文化活动 有一次 彭霍菲尔先阐释瓦格纳的帕西法尔 然后带他们去看这出歌剧 他们讨论过许多基督教的护教议题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 祷告的目的为何 耶稣基督是谁 伦理问题真的有所谓必要的谎言 他们探讨基督教对犹太人 贫富以及政党的看法 有一次探讨的主题是古日尔曼的神明 另有一次是黑人部落的神明 还有著名诗人 以及他们的神明 知名画家 以及他们的神明 他们也讨论过神秘宗教 伊斯兰教 音乐 路德 以及天主教 彭霍菲尔在离开巴塞罗那后 仍然跟那些青年中许多人保持联络 其中一位 也就是哥斯格劳西 在彭霍菲尔离开后 接手带领这个团体 七年后成为分根瓦德的神学院候选人 不幸的是 格劳西和其他多数周四论坛的年轻人 都在战争中丧生 不是果实沙场 就是死于集中营 初恋 许多彭霍菲尔的友人都知道 他会跟别人保持一小段距离 好像是要保护自己 也好像只是腼腆 不希望侵犯别人的尊严 另有人认为 他就是冷漠 他确实相当拘谨 并且在跟人交往的时候 总是一板一眼 他绝对不会轻视别人 即使对方都自觉卑微 也不会因而轻视对方 除了自己家人 他们提供他所需要的 知识刺激与社会刺激 他似乎成长到相当年龄之后 才结交了一些亲密的朋友 在柏林的三年期间 他一直都是独来独往 但是在这段时期的末尾 以及他二十几岁的大部分期间 有一位女子出现在 在独特利西彭霍菲尔的生命中 几乎所有传记中都没有提到他 即使提到也没有指出他的名字 他们一起度过许多时光 而且从各方面看起来 两人曾陷入爱河 甚至可能订过婚 这段关系开始于1929年 那年他21岁 而他20岁 他跟独特利西一样 也是柏林大学的神学院学生 他带他参加音乐会 参观博物馆 以及观赏歌剧 也显然进行过 许多次高深的神学讨论 他们亲密交往 有将近八年的时间 他其实算是远亲 并且有人认为 他长得酷似沙宾 他的名字是伊丽莎白·西恩 伊丽莎白的博士论文的主题 是神学家欧丁格尔 照他所说 彭霍费尔最喜欢 引用欧丁格尔说的一段话 化为肉身 就是上帝计划的目标 彭霍费尔的博士后 论文在1930年出版的时候 他送给他一本签名书 而他的博士论文 在1932年出版的时候 他也送给他一本签名书 1933年末 到1935年 初彭霍费尔在伦敦幕会时 他把他所有的正道稿都寄给他 这批稿件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1944年 彭霍费尔被关在泰格尔的监狱时 他已经跟玛利亚逢 未得卖订婚 92号牢房的情书 就是他们之间感人的书信 他们确信他不久后就会被释放 并且着手计划即将举行的婚礼 彭霍费尔在一封寄给玛利亚的信中告诉他 早些年跟伊丽莎白之间的恋情 我曾经爱过一个女孩 她后来成为神学家 我们的道路已经没有交汇 曾经平行许多年 她几乎跟我同年 一切开始于我21岁那年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彼此都爱着对方 八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因为另一个人 我们才终于发觉真相 而她以为这是为我们好 接着我们开始坦诚地讨论这件事 但一切为时已晚 我们已经逃避与误解对方太久了 我们绝对不可能重途恋去 我这样告诉她 两年后她就结婚了 我心头的重担也逐渐减轻 我们此后未曾相见 也未曾通信 我当时觉得 如果我结婚的话 对象一定要是更年轻的女子 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成真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样认定 随后几年 我完全买手在教会的事工里 我认为自己应该完全放弃结婚的念头 因为这是必然的正确决定 从这封信的内容 以及其他线索看来 我们可以确定 在1927年到1936年这段期间 彭霍费尔与伊丽莎白西恩之间的关系 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即使她住在布林的时候 也经常为了教会和宜运动而外出旅行 她从巴塞罗那回国后 情况似乎沉寂冷淡下来 但他们的关系 没有因为分隔两地而终止 她在1935年底 从伦敦回来后 才有一个好心的友人 点名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愫 但是正如她在信中所说 一切为时已晚 这些年来 彭霍费尔已经改变许多 那时她已经全心全意 投入从纳粹手中 抢救教会的奋战 她当时正负责 芬根瓦德的 任信教会神学院的运作 一直到1936年初 她才跟伊丽莎白说明一切 于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此结束 她写一封信给她 告诉她自己的改变 又文情并茂地说明 上帝呼召她 完全现身于教会事工 我很清楚自己的呼召 我不知道上帝会带领我 成就什么事 我必须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或许这不会是条漫漫长路 有时候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不过清楚知道 自己的呼召是件美事 我相信只有时间与世事的演变 才能让我们了解 这个呼召的可贵之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得坚持到底 耐人寻味的是 她在1936年 就以用腓利比书中保罗 表示自己愿意离世 与基督同在的经文 如果伊丽莎白希恩 怀疑过她是否真心 当然 这一切就到此为止 但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她 因此不太可能 怀疑她的真心 后来 她在1938年 嫁给了新约神学家 龚特尔·伯恩·卡姆 彭霍费尔在1927年底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 并公开与三位同学 对阵辩护自己的论文 其中一位就是她未来的妹夫华特 另一位是她的朋友 赫尔·木特·罗斯勒 一切都非常顺利 柏林大学那年 有12位神学博士毕业 其中只有她获得特优殊荣 她在得到博士学位后 就有资格在牧区从事事工训练 但她还是在投入教会事工 与留在学术圈之间举棄不定 她的家人希望她选择后者 但她喜欢前者 那年111月 一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德国教会 邀请她担任教居牧师 任期只有一年 于是她决定受邀就任 这个邀约 她写道 似乎让我过去几年 心中日益强烈的愿望 终于得以实现 那就是让我能够完全远离 向来熟悉的环境 而有一段较长的独立自主生活 第五章 1928年 众人祷告的地方就是教会 教会所在之处绝对不会让人感到孤单 在我心目中 杀人犯 娼妓 比自高自傲的人 更乐于祷告 祷告的最大拦阻 莫过于自高 基督信仰不是正餐后的复餐 相反 如果不把它当正餐 它就什么都不是 自诩为基督徒的人 至少应该了解并认同这一点 基督教内部就隐藏着危害教会的病毒 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 彭霍费尔在1928年初的日记里提到他决定前往巴塞罗那的原委 这让我们得以从开始就了解他决策的过程 以及他内心的局促不安 我心中对于做出这个决定的方式感到困扰 不过对我来说 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明确 那就是一个人 也就是其意志 无法左右事情的最终结果 而是由时间去决定一切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但就我来说是这样 我最近一再注意到 所有我必须做的决定 其实都不是我自己的决定 只要一碰到左右为难的情况 我就把它搁在一边 然后不需要刻意解决它 就让它顺其自然地酝酿出解决之道 但这比较像是出于直觉而非理智 一切就这样拍板定案 至于事后回想起来 是否能够自圆其说 则是另一个问题 关于巴塞罗那 我就是这样成型的 彭霍费尔始终都对理性思考非常感兴趣 对一切事情都想追根究底 尽可能厘清所有细节 这一定是受到他的科学家父亲的影响 但是他此时的思想和他未来的思想 不同之处在于 尽管他此时见为神学家与牧者 却没有提起上帝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 也没有提到上帝的旨意 然而他日记中的这番话 恰好能清楚地预示他 将要在1939年面对的艰苦角色 也就是要决定安全地留在美国 还是要跨海回到祖国那片可怕的未知之地 他觉得二者都是正确的抉择 但最终的决定不是由他定夺 事后他明确地表示 他那时是被上帝一把抓起 也就是当时是上帝在带领他 而且有时候会带领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在离开柏林之前 他参加了好几场西别会 他在1月18日和周四论坛的友人 举行最后一次聚会 他们探讨的是彭霍费尔经常提到的主题 人为的宗教与他所谓基督教真正本质之间的差异 他在2月22日最后一次主领 格鲁尼沃尔德教会的儿童崇拜 我提到摊字的故事 尤其是你的罪涉了这句话 然后再次告诉孩子们福音的核心 他们都非常专心 还可能有些被感动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的语气有点激动 接着就是西别会 长久以来会众祷告 一直都让我整个人感动不已 而当这群跟我相处两年的孩子 为我祷告的时候更是如此 众人祷告的地方 就是教会 教会所在之处 绝对不会让人感到孤单 那段时间还另有好几场西别会 而且在2月4日 每个人都来为他庆祝22岁生日 他启程的日子定在2月8日 他已经预定好车票 要搭乘夜班火车前往巴黎 计划在那里 和他在格鲁尼沃尔德的同学 彼得奥尔登会合 他们要先相聚一个星期 然后他再继续前往巴塞罗纳的旅程 在他离别前夕 全家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西别晚宴 每个人都现身在这个场合 他的父母亲 他的祖母 所有弟兄姊妹 以及不速之客奥托叔叔 家庭聚餐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们叫来两辆出租车 他哽咽着跟祖母道别 然后在晚上10点的时候 其余的人都挤进出租车 一学人驱车前往火车站 夜里11点 气笛响起 火车逐渐驶出车站 这是狄特里希有生以来 第一次孤单一人出行 他将在未来的一年远离家人 而且这是他继世以来 第一次不再具有学生身份 狄特里希已经踏入大千世界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 巴黎就是大千世界的门户 而就某方面来说 娼妓也来者不拒 只不过这跟传统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 火车在比利时的烈日 暂停一个小时 彭霍费尔向来不会放过 任何长介石的机会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雨中兜了一圈 彼得奥尔登已经替彭霍费尔 在紧邻拉内拉赫花园的 历日饭店预定一个房间 他一抵达巴黎 马上就到那里去 他们俩结伴观光了一个星期 大部分日子天气都欠佳 他们好几次参观了罗浮宫 两次去歌剧院观赏 弄尘和卡门 彭霍费尔是在教堂看到昌记的 上帝使用他们教导他恩典的意义 主日下午 我在圣心堂参加了一场 非常隆重的大弥撒 教堂里的会众 几乎全都来自蒙马特区 昌记和他们的男人一起参加弥撒 遵守所有的仪式 这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场面 而且让人再次看到这些 背负着最沉重包袱的人 正因为他们的厄运与罪咎 而得以贴近福音的核心 长久以来 我一直认为 柏林的红灯区 陶安切恩街会 是教会福音工作收获 最丰硕的核场 在我心目中 杀人犯 娼妓 比自高自傲的人 更乐于祷告 祷告的最大拦阻 莫过于自高 星期二将近傍晚的时候 他在凯多瑟搭火车告别巴黎 第二天清晨 他睡醒的时候 已经身在海岸地区 他当时是在纳伯那 距离西班牙边界 仅一小时车程 他写道 已经整整十四天 没有看到的太阳正 冉冉升起 照亮春天 来临前的大地 看起来仿佛童话世界一般 他在夜里睡着的时候 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境界 夜暗寒冷 又阴雨绵绵的巴黎 已经被一个光彩灿烂的世界取代 一片片翠绿的草原 杏花和寒羞草症 在土蕊绽放 随即我看到 比利牛斯山巅的积雪 在阳光中闪耀 而我左手边 就是一片蓝色汪洋 火车抵达位于边境的波特伯后 他搭乘一辆豪华型长途巴士 继续往南前进 在12点55分 抵达巴塞罗那 费德里希 欧布利特牧师 在火车站跟彭霍菲尔会面 他是一个身材壮阔 头发无黑 看来非常热心的人 他说话快速而含糊 而且他的外表 因为不优雅 而不像个牧师 欧布利特把这个新任助理 带到他的住处 一栋老旧的公善宿舍 就位于牧师寓所附近 就彭霍菲尔严格的标准来说 这里算是相当简陋 唯一可以灌洗的地方 就是厕所 他哥哥卡尔·费德里希 稍后曾到该地拜访 他表示 非常像火车上的三等厕所 唯一的差别就是不会摇晃 经营宿舍的三个妇人 只会说西班牙语 他们那天虽然非常努力 要发出D-Trick的音 结果功败吹成 除捧霍菲尔以外 还有两位德国房客 经商的哈克 以及在小学教书的图母 两人都已经在那里 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他们一见面 就对彭霍菲尔产生好感 立刻就邀请他一起午餐 彭霍菲尔在午餐后 又跟欧布利特牧师会面 一起讨论 彭霍菲尔的职责 内容包括负责儿童崇拜 以及分担欧布利特的牧养工作 他也要在欧布利特 外出旅游的时候负责正导 欧布利特希望在终于能够休假的时候 把惠众交托给一个能干的人 因为他要在那年夏天 回德国探视父母三个月 彭霍菲尔在巴塞罗那 发现一个跟柏林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当地的德国移民街区既古板又守旧 过去十年 在德国发生的惊天动地大事 几乎对其毫无影响 而且它与充满学术气息 文化教养 与开放思想的柏林完全不同 对彭霍菲尔来说 这有点像是离开充满学术 与社交活力的格林威治村 而迁居到富足 自满 而对学术毫无兴趣的 康乃迪克州郊区 这种转变并不容易调适 到了月底时 他写道 我这整个月没说过几句 较有内涵的对话 几个星期后 他写信给沙逼说道 我越来越清楚知道 那些离开德国的流亡人士 冒险家和企业家 都是差劲的物质主义者 他们在国外 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文化熏陶 连老师也不例外 未曾经历过战乱和贫困的年轻一代 显然已经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 巴塞罗那 对数十年前 曾圣极一时的德国青年运动 毫无所知 那场运动的理想 从来没有流传到南方 多数的年轻人 对未来没有任何憧憬 他们只是希望 跟随父亲的脚步 继承家族视野 巴塞罗那低迷的学术气息 以及笼罩其上的沉闷气氛 冲击着彭霍费尔活力充沛的心智与个性 他对当地居民 不论老幼 大白天都坐在咖啡馆里面 聊些无关痛痒的琐事 虚好光阴 感到压抑 他发现 除了咖啡 苦爱苏打 也非常受大众喜爱 通常还会搭配半打生蚝 虽然彭霍费尔 对眼前看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却因为能不固执己见而值得嘉奖 他也融入当地的生活形态 他会在私下向最亲近的亲友抱怨 但他自己不会因此而落寞寡欢或者郁闷 他渴望成为一个称职的牧者 也知道自己必须进入他的服侍对象的生命 并在合理范围内融入他们的生活形态 正如在罗马一样 他对当地的天主教信仰感到好奇 他在一封写给祖母的信中 提到一件让他感到惊奇的景象 我最近看到一件绝妙的事情 有许多车子 一辆接着一辆地排在大街上 都急着想要穿过两道特别搭建起来的大门 下面有几位神父 把圣水洒在通过的车辆上面 同时有一支乐队在演奏寄行曲和舞曲 还有小丑在喧哗逗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庆祝汽车与轮胎守护圣徒的节日 彭霍菲尔非常热忱地 尽可能体验与认识他所面对的新环境 他兴致勃勃地加入巴塞罗那德国同乡会 他们会举办舞会和各种庆典 最近即将举办的是一场化妆舞会 每个人都会玩斯卡特 他还参加了德国网球俱乐部 以及德国合唱团 并马上就担任了合唱团的钢琴伴奏 他借着这些团体建立起有助于牧养会众的各种社交关系 而且仅仅把握每一个跟他们寒暄的机会 休闲应该是对他来说最感到为难的 但对这个新团体来说 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在这方面尽力而为 在他抵达后12天 他花了整个星期二的下午看电影 他在2月28日和他那担任小学教员的新朋友 图姆观赏1926年末片版的唐吉·赫德 主角是那时当红的丹麦喜剧搭档 帕特与帕特孔 他们在劳来与哈台之前 就已经是知名的胖瘦二人组 整部片子长达3小时19分钟 而且丝毫引不起彭霍费尔的兴趣 可能是因为他不熟悉故事情节 所以才忍受了那么久的时间 因此他决定要阅读赛万提斯的原著 这也是增进他已经相当纯熟的西班牙文的机会 大致上来说 彭霍费尔算是喜欢巴塞罗那 他在写给监督迈克斯·迪斯特尔的信中表示 巴塞罗那是经济爆发洪流中一个充满活力的都会 居民可以在其中悠游自在地生活 他觉得整个地区的景观 以及城市本身都非常迷人 这个被称为摩尔的港市非常美丽 而且有几个出色的音乐厅 以及一座过时却依旧美观的剧院 然而还是有所缺憾 那就是看不到任何知识交流的活动 即使在西班牙的学术圈 也是一样 他好不容易认识一个 可以进行深层对话的西班牙教授 结果却发现对方极度厌恶神职 彭霍费尔在阅读当代西班牙作家的著作时发现 他们都带有类似的态度 有一项活动是彭霍费尔绝对无法在巴黎观赏 却可以在巴塞罗那尽情参与的 那就是斗牛 虽然彭霍费尔既是唯美主义者 又是知识分子 但他既不柔弱又不古板 他的弟弟克劳斯 在复活节前一天的星期六前去探访他 他们就在复活节下午 彭霍费尔那天早上正道 被一位德国教师 托去参加盛大的复活节斗牛大赛 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已经看过一场斗牛 让我感受到的震惊 其实不像许多在中欧文明教养下成长的人 所感受的那么强烈 毕竟目睹狂野 奔放的力量 以及暴力的怒气 跟训练有素的勇气 心智和技巧相对抗而最终被驯服 确实是一幕壮观的景象 残忍的成分并不多 尤其是上一场斗牛里面的马匹 还首度穿着腹部护甲 因此整个景象 并没有如第一次看斗牛时那么恐怖 有趣的是 他们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决定让马匹穿戴腹部护甲 这可能是因为 大多数观众确实想看到 血腥与暴力的场面 整体来说 观众爆发出一股非常激烈的情绪 让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 他在一封写给沙宾的信中 坦承他感到惊讶的一件事 我第二次观赏斗牛的时候 心态要比第一次冷酷多了 而且我必须说 我可以远远地察觉 整件事所散发出的一股 让某些人为之痴狂的诱惑力 始终都不会忘记 自己是神学家的他 还告诉他一些 自己心中的其他想法 每当斗牛是敏捷的一转身 观众马上就会疯狂地嘶吼叫好 但只要稍微出现一点瑕疵 观众立刻就会以同样激动的情绪抱以虚声 这可说是我看过 从何散呢 瞬间转变为定他十字架 的最生动实力 观众的情绪变幻莫测 如果斗牛是因为胆怯 而暂时惊慌失措 这确实情有可原 观众甚至会转而为斗牛加油 为斗牛是贺道财 但他不是一直都这么严肃 彭霍费尔在十月的时候 寄给吕迪格·施莱西尔 一张俏皮的明信片 明信片的图样 是他站在一幅 与斗牛是和斗牛的实际尺寸 一样大的纸板后面 而他的头 就正好会与斗牛是躯干的上方 你看 我埋头练习斗牛术的时间 总算没有白费 让我能在斗牛场上 斗牛是狄特里希向你致意 彭霍费尔喜欢逛古董店旧货店 有一天他买了一个18世纪的火盆 外层是立木雕刻的 里层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铜盆 后来他就成了分根瓦德的固定设施 在克劳斯拜访的这段期间 他们一起到马德里旅游的时候 克劳斯买了一幅 似乎出自毕加索之手的油画 在一封他们写给父母的信中 克劳斯叙述那幅画的题材 是一个正在喝苦爱酒的颓废女子 他把画带回柏林后 有一个美国画商出价2万马克 要买下那幅画 另外还有几位画商 也表示有意愿购买 然后其中一人直接跟毕加索联络 毕加索表示 有一位在马德里的友人 经常会仿冒他的画作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确定 那幅画是否为真迹 于是克劳斯就留下那幅画 那幅画和火盆 在1945年一场盟军的空袭轰炸中 一起被毁了 彭霍菲尔在马德里培养出 对埃尔格列科画作的兴趣 他和卡尔一起到托莱多 克尔多瓦和格拉纳达旅游 然后到最南端的阿尔赫西拉斯 那里临近直布罗陀海峡 他所到访的每个地方 似乎都成为他下一趟旅游的起点 他祖母曾经寄钱 供他前往加纳利群岛旅游 但在成行前 他因故必须返回柏林 他告诉祖母 以后要利用那笔钱 前往印度探访甘地 这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计划 助理牧师 彭霍费尔到巴塞罗那的主要目的 就是服侍教会 他在那里期间 曾经证到19次 并负责儿童崇拜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轰轰烈烈 在彭霍费尔到达前 欧布利特就已经发出邀请函 表示将有一位来自柏林的年轻牧师 带领新的儿童崇拜 但是彭霍费尔带领的第一个主日 整个儿童崇拜的会中 只有一个女孩 彭霍费尔在日记里写道 这必须得有所进步才行 事情果然如此 他友善的个性非常讨喜 一而隔周就有15个学童出席 他在那个星期逐一拜访这15个家庭 在下个主日的出席人数 则达到30人 从那时开始 每个主日儿童崇拜的人数 始终保持在30人以上 彭霍费尔喜欢他负责的儿童事工 他对他们在神学上的无知感到惊讶 同时也感到庆幸 他们丝毫没有被教会污染 旅居巴塞罗那的德国人 大约有6000人 但只有一小部分是基督徒 而且每个主日 仅仅约有40人会参加崇拜 每逢夏天 人数还会更少 彭霍费尔那年夏天将会孤单一人 因为欧布利特要远赴德国 彭霍费尔的正道能激励会众 在属灵上以及智识上精益求精 他第一次正道的内容 就是他最喜欢的主题 以人的功德为基础的信仰 和以上帝的恩典为基础的信仰之间的差异 他在正道中提到 柏拉图 黑格尔以及康德 还引述了奥古斯丁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一些巴塞罗那的生意人 对这个22岁热情洋溢 刚从向雅塔走出来的年轻人 感到不解 然而他所讲的一切 却透露出一股明显的生命力 他能吸引住这些人的注意力 因为欧布利特不在 所以复活节以及隔州主日 都有彭霍费尔正道 每次他挑战会众的时候 都令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 不久之后 每当彭霍费尔正道 会众人数就会明显增加 欧布利特察觉这件事后 就不再公布正道轮值表 虽然欧布利特大致上 对彭霍费尔的表现感到满意 但他们之间显然还是有摩擦 在彭霍费尔的家书中提到 欧布利特不算是个有活力的讲员 还提到其他缺点 他在另一封信中提到 欧布利特到目前为止 显然没有顾及牧区中年轻一代的需要 例如彭霍费尔发现 图母任教的德国小学 使用的信仰教材 只提供到四年级 因此他马上提案 要为高年级学生开课 每次欧布利特一转身 彭霍费尔就会提出一些新构想 这可能会造成欧布利特 在彭霍费尔离开后更加忙碌 因此欧布利特就会阻止这一切 彭霍费尔对这种情形非常留意 而且会合宜地顺服 他会截至自己不让紧张的情势恶化 因此欧布利特大致上对他 以及他的表现都感到满意 彭霍费尔克制骄傲的试探的能力 足以表明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 因为他的家庭丝毫不容忍自私与骄傲 但是彭霍费尔也能从基督教的角度 注意到骄傲的试探 彭霍费尔在写给同为牧师的友人 罗斯勒的信中提到 他对自己侍奉感到满意 以及这种满意的双重意义 今年夏天 我已经独立自主三个月了 我每两个星期就要挣到一次 我为自己能够胜任而感恩 这夹杂着主观的喜乐 不妨称之为自我满意 以及客观的感恩 但这种主观与客观的混合 是所有信仰必须面对的难题 我们或许只能使之升华 却绝对无法连根拔除 而神学家更是对此倍感挣扎 然而话说回来 看到教堂满座 或者多年喂上教堂的人又回来了 难道不应该感到快乐吗 另一方面 在深入反省这种快乐之后 谁能大言不惭地确定 其中丝毫没有不当的念头 彭霍费尔跟教居中德国救助会的搭配 跟他以往所做的一切完全不同 彭霍费尔每天早上 要负责管理他们的办事处 而这让他远远踏出年轻时期 在格鲁尼沃尔德所处的优渥世界 他将要亲眼目睹 另一部分民众是怎样生活的 花时间认识与接触经商失败的生意人 贫穷与罪犯的受害人 一贫如洗的弱势群体 以及真正的罪犯 他在写给卡尔费德里希的信中 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切 我必须面对三教九流的人物 在一般情形下 我们绝对不会跟这些人说一句话 无赖 流浪汉 再逃的罪犯 外籍佣兵 克朗马戏团 到西班牙公演时 乘机逃走的叙手师 当地音乐厅的德国籍舞者 亡命的德国杀人犯 他们全都能详细叙述自己的经历 昨天第一次 因为有人行为太过放肆 他宣称 牧师伪造他的签名 我不得不对他咆哮 然后把他赶出去 他匆匆离开的时候 不断咒骂发誓 还说一些 我现在已经熟悉的话语 我们会再碰面的 有种就到港口来 后来我从咨询师口中得知 他是一个众人皆知的骗子 已经在这里晃得好长一段时间了 彭霍费尔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 终于了解 平民和社会边缘人的困境 这种种随即成为 他神学思想与生命的重要课题 他在一封写给罗斯勒的信中 也提到这件事 每一天 我都要去认识周围的人 不论他们的环境是好是逮 而有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经历 了解他们的内心 同时另有一件事情 让我难以忘怀 我是在这些人的地盘认识他们的 远离那戴着假面具的基督教世界 他们是一群情绪激动 罪性难改的人 一群志向平凡 收入微薄 又犯些小罪的小人物 不论如何 他们在心灵与现实 这两个层面都没有归属感 只要我们和善地跟他们交通 他们就愿意敞开心扉 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 我只能说 在我的印象中 正是这些人生命中的恩典 多过愤怒 基督教世界则是愤怒多过恩典 六月底的时候 巴塞罗那德义居民的人数骤降 许多人都外出旅游三个月 要到十月才回来 欧布利特牧师就是其中一人 多数彭霍费尔认识的教师 也都会去旅游 但他似乎能够自得其乐 而且一如往常的勤快 每天早晨 他都会在救助会办事处 工作到十点 然后撰写他的正道词 或者他计划出版的博士论文 圣徒相通 他也会为准备博士后论文 行动与存有的主题 而阅读或者思考 然后在一点钟的时候 万步回到宿舍吃午餐 饭后他会写信 练习钢琴 到医院或者会有家中探访 撰写各种稿件 或者抽空到市区喝杯咖啡 跟朋友小聚 有时候 他也会耐不住预热的暑气 整个下午都像许多巴塞罗那 当地人一样 睡觉 频率远超过他的预期 那年夏天 他每个主日都逐领儿童崇拜 但每隔一周才正道 他写信给卡尔说道 我对此感到满意 因为在这种炎热的气温中 讲道不是那么舒服 特别是每年这时候 阳光都会直射在讲坛上 彭霍费尔显然有一种难得的才华 那就是 他能够把尖色的神学观念 教导给一般信徒 但他在巴塞罗那传讲的某些正道词 显然不适合这么炎热的天气 有时候他正道的神学层次 远远超出会众的能力之上 跟不上他的会众 就像鸭子听的一样 只能沮丧地眯着眼睛望着他 就像是望着蓝天上一个 几乎看不到的小圆点 以前在这里讲到 我们跟孩子在崇拜结束后 会去摸摸 还会为他苹果和饼干的 那只温顺的老乌鸦 哪里去了 善良的欧布利特老牧师 不会回到我们当中了吗 不过 彭霍费尔独当一面的担任牧师 显然非常称职 以往每逢夏天 教会崇拜的出席人数 就明显下滑 但那年夏天的人数反而上升 彭霍费尔在八月时 告诉一位友人 对我来说 看到工作和生活 在现实中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在学生时期就渴望 但始终无法实现的理想 实在是非常奇特的经验 这让工作有了价值 也让工人有了一个客观标准 可以衡量他自己的极限所在 这一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 才办得到 彭霍费尔的父母 在九月的时候来探访他 他们三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一起旅游 他们沿着海岸线 往北到达法国境内的 阿尔勒 阿维尼翁和尼姆 然后沿着海岸线 往南到蒙塞拉特 9月23日 他父母聆听他传讲 他一生都非常重视的主题 那就是 倡导基督教信仰中 脚踏实地 道成肉身的方面 而反对诺斯替派 与二元论认为 身体低于灵魂与精神的观念 他表示 上帝渴望看到的是人类 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魂魄 他表示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 始终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现在 想要得到永生 就必须服侍这世代 他这番话 正好成为几年后 他在狱中 写给未婚妻书信的征兆 我们的婚姻 必须符合上帝创造这世界的旨意 一定要能更坚定 我们要对这个世界 有所贡献的决心 我担忧的是 在世上不尽心尽力而活的基督徒 在天上 也不会尽心尽力而活 他在另一封给他的信中写道 人类是从尘土所造的 并不止是一堆空气和思想 另一个从那时一直到后来 在许多正道词中都出现的主题 就是巴特认为 上帝是创始者的观念 正如上帝必须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因为我们无法接触他 彭霍费尔好几次借用巴特 以巴别塔作为宗教的比喻 说明人类企图靠自己力量 攀上天堂的努力 终究会以失败收场 但在一封写给罗斯勒的信中 彭霍费尔更进一步表示 我以前一直认为 所有的正道都有一个中心 只要能够把握他 就可以感动会众 或者激励会众痛下决心 我现在不再这么想了 首先是一篇正道 绝对无法把握中心 而是只能被他抓住 也就是被基督抓住 其次是 基督怎样在敬虔主义者的道中 成为肉身 也照样在神职人员 或宗教社会主义者的道中 成为肉身 而道与现实的连结 就会为正道带来莫大的难题 因为这些连结是决定的 而不仅仅是相对的 这是非常极端又反常的说法 但就人若离开上帝的恩典 就无法行出任何的善 这个观念来说 则是非常合理的结论 一切的善都来自上帝 因此即使一篇文笔拙劣 在表达时又口齿不清的正道 上帝也能借着他 彰显他自己并感动会众 反之 一篇文笔生动又表达流畅的正道 上帝也可能不愿意借着他 彰显他自己 正道的成功与否 完全在于上帝是否突破 并抓住我们 否则我们就不会被抓住 这可说是几年后 彭霍费尔著名的耶利米正道 以及在他面对纳粹党的逼迫时 所抱持的态度的预告 但是被上帝抓住 是什么意思 而彭霍费尔为何深深感觉到 上帝已经抓住他 拣选他完成特定的使命 出示提升的三场讲座 1928年秋天 彭霍费尔决定要在例行职责之外 增加三场星期二傍晚讲座 分别在11月 12月 以及2月举行 此举出乎大家的预期之外 而且都好奇 欧布利特会如何看待 他这个突发奇想 这些讲座的主题范围 可说是野心勃勃 彭霍费尔显然非常关心 德语小学的六年级学生 他们的年龄 跟他周四论坛成员的年龄差不多 由于教会没有顾及他们的需要 因此他想要尽力帮助他们 这是三场令人难忘的讲座 对刚从高中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 尤其如此 而且大部分内容触及他在往后几年 因此成名的主题 第一场讲座的题目是 先知的悲剧及其永恒意义 第二场是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课题 12月11日举行的第二场讲座 应该是最杰出的一场 就跟他大多数的讲道一样 彭霍费尔一开场 就与出经人地表示 大多数的基督徒 已经把基督赶出他们的生命 他说道 我们当然会为他造一座圣殿 但我们仍然住在自己的窝里面 宗教信仰已经被局限在主日的上午 局限在一处 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远离尘消两个小时 但随后立即可以返回职场 他表示 我们不能够只献给他一处我们属灵生命的角落 而是必须把一切献给他 否则就干脆什么都不要献 他表示 基督信仰不是正餐后的副餐 相反 如果不把他当正餐 他就什么都不是 自诩为基督徒的人 至少应该了解并认同这一点 彭霍费尔 以一段类似路易斯反不归真语调的优美文字 提到基督的独特性 有人从美学角度赞叹 基督是美学天才 称他是最伟大的道德家 有人赞叹 他为理想而壮烈的牺牲 世人只忽略了一点 没有认真的看待他 那就是世人没有让基督所传讲的上帝启示 以及他就是那启示 这两件事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 世人始终让自己与基督的道隔着一段距离 因此双方不会有紧密的接触 不论基督是宗教天才 道德家还是证人君子 都对我的生活毫无影响 正如世上有没有柏拉图或者康德 我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然而既然基督具有完全掌管我整个生命的权柄 甚至上帝已经开口说话 而且上帝的道单单表彰在基督身上 于是对我来说 基督的意义就不只是相对的 而是具有绝对迫切的意义 了解基督就会认真看待基督 真正了解这个权柄 就会认真看待他要求我们全然尾身的权柄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厘清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并且把从启蒙运动开始 就被世俗化运动囚禁的基督释放出来 我们可以认定 欧布利特最近应当没有对会众提到启蒙运动 彭霍菲尔在讲座中不断地驳斥 被奉为瑰宝的谬论 在提到基督不只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后 他接着解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相似处 然后他提出他的主要论点 基督教在本质上不是宗教 而是基督 他进一步地阐释了卡尔巴特对这个主题的思想 他后来大部分的思想和著作都是以此为中心 宗教是一片死寂的人为机制 但基督教的核心上帝他自己却完全不一样 乃是活生生的 他表示 事实上基督所提出的道德迅事 可说是完全都已经出现在当时的犹太拉比经典 与异教经典里面 基督教的重点不在于提出一套更新更好的行为规范 也不在于道德成就 这一定让许多听众感到惊骇 但是他的逻辑推理确实能令人折服 接着他竭力驳斥宗教观念和道德表现 认为这二者就是基督教与基督的敬敌 原因是这些错误观念会让我们误以为 能够靠我们自己的道德表现接近上帝 这会导致自高自大与属灵骄傲 而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宿敌 他表示 因此基本上基督教的信息非观道德也非观宗教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吊诡 令人压抑的是 早在1928年 也就是彭霍菲尔写信给贝特格 讨论所谓非宗教的基督教之前16年 他就已经提出这种见解 那些著名的信件被贝特格装在防毒面具的绿毒罐中 埋在施莱希尔家的后院才得以保存 更令人惊异的是 这些重建天日的思想 有时候被视为他的神学思想的重要转折点 彭霍菲尔后来的所有思想与著作 几乎都是他早期思想与信念的延伸 而在神学思想上绝对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他就像科学家与数学家一样 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建造 不论在基础上建立的成就多重高 都不能够否认或者远离那基础 事实上成就越高 就更加印证整个建筑的基础 以及前人成就的扎实与完整 彭霍菲尔的成就确实非常高 某些人会过分关注他后来的成就 而忽略他们扎实稳固的正统神学根基 多少情有可原 彭霍菲尔在同一场讲座中 还提出另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我们在此要对人类一切追求上帝的努力中 最堂皇的一个 也就是教会提出最基本的批判 基督教内部就隐藏着危害教会的病毒 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 我们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 以及我们对教会的尾身 就能让我们自己蒙上低悦纳 而此举其实完全误解与扭曲了基督教的理念 在这位22岁年轻人向少数几位高中学生发表的演讲中 已经透露出他未来最成熟思想的端倪 他认为所谓众教之一的基督教和跟随基督截然不同 他在演讲中的某些言论 对在场的人来说显然难以理解 例如他在提到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永恒他者的信息 他虽远远超乎世界之上 但却从他随有的身处 怜悯那些把一切荣耀单单归给他的人 大部分在场的听众可能都不认识卡尔巴特 也没听过所谓他者这个抽象的哲学概念 彭霍费尔的言论让人难以忘怀 他说道恩典的信息 向垂死的百姓与列国宣告其带来的永恒 我从亘古就恋爱你 与我同行你就能存活 其中也不乏类似切斯特顿的景语 基督教所传讲的是看似低贱的事物 却具有无比价值 而看似高贵的事物其实毫无价值 在结束前他又提出第三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他认为希腊精神或者说人本主义 就是基督教有史以来的头号敌人 接着他熟练地把宗教与积德行善 和二元论的观念连接在一起 二元论是希腊文化的概念 既不是希伯来也不是圣经的概念 圣经对肉体和物质世界的观点 也是另一个令他终其一生不断探讨的主题 人本主义和神秘主义 似乎是基督教绽放出的最美丽奇葩 时至今日已被高举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最高理想 确实他也经常被视为基督教理念的冠冕 但是基督教理念应该将其视为人的神话 以及对上帝独享荣耀的觊觎而加以排斥 人本主义眼中的上帝以及基督教的上帝观念 俨然是以世人的喜好为依归 而非以上帝的喜好为依归 沃尔夫先生死了 彭霍菲尔愿意在巴塞罗那担任一年募职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深信不论其对象是漠然的生意人 青少年或者幼童 渲扬他的神学知识跟神学本身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他在儿童施工上面的成就足以印证这一点 而下面这封他写给未来的姐夫华特德瑞斯的信 让我们得以一亏他在巴塞罗那这一年 在这方面的生活 今天我在做教母辅导的时候 碰到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 我想向你简短地叙述这件事 整件事虽然很单纯 却让我深思不已 上午十一点时 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 接着一个十岁的男孩走了进来 手上拿着我向他父母要求的东西 我注意到那个男孩有点反常 因为他通常都是面带笑容 不久之后 事情就发生了 他满脸泪水 完全不像他平常的模样 接着我只听到沃尔夫先生死了这几个字 然后他就不停地哭泣 不过沃尔夫先生是什么人呢 结果那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他病了八天 然后在半小时前刚刚过世 因此这个伤心不已的男孩 就坐在我的膝盖上 完全无法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那只狗是怎么死的 而如今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那只狗就是他唯一的玩伴 每天早晨那只狗都会到他床边叫醒他 如今那只狗已经死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于是他就一直向我述说这件事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 接着突然间他的悲伤唾气变得非常安静 并且说道 不过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死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的灵魂很愉快地在天堂 有一次在课堂上 有个男孩问宗教课程的老师 天堂是什么样子 他回答说他没有去过天堂 不过现在你能告诉我 我将来会看到沃尔夫先生吗 他现在一定是在天堂的 于是我站在那里 又移着该给他肯定还是否定地回答 如果我说不我们不知道 那就等于回答他不 因此我马上就下定决心对他说 听好上帝创造人类以及动物 而我相信他也爱动物 因此我相信在上帝那里 凡是在世上彼此相爱 真诚的彼此相爱的一切 将来都会与上帝同在 因为爱是上帝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那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并不知道 真希望你能看到那孩子的笑脸 他完全不哭了 那么我死后就会看到沃尔夫先生罗 然后我们又可以一起玩游戏了 可以说他真是欣喜若狂 我告诉他好几次 我们并不确定整个情形 他知道这回事 并且明确地牢记在脑海中 几分钟后 他说道 我今天狠狠地责怪亚当和夏娃 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吃那个苹果的话 沃尔夫先生就不会死了 这整件事情 对那男孩 以及任何面临不幸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但是 我对于这个平常毫无挂虑的调皮男孩 竟然能够在这种时刻表现出这么敬虔的信仰 心中不禁为之感动 此时 站在他旁边的我 这个应该知道答案的人 感觉自己好渺小 而我无法忘怀他离开的时候 挂在他脸上的自信 11月的时候 教会邀请彭霍菲尔继续留在巴塞罗那 但是他想要完成他的博士后学位 也就是特许任教资格 于是在2月15日 回到已经离开整整一年的柏林 第六章 1929年 就上帝的自由来说 最明确的证据就是 上帝自由选择接受时空的约束 成为人类 并且任由世人处置 上帝的自由不是要远离世人 而是为世人的益处 基督就是上帝的自由的话语 狄特里希 彭霍菲尔 如果我是犹太人 又看到管理与教导基督教信仰的事 这么一群蠢货笨蛋 我宁愿当一只猪 也不要成为基督徒 马丁路德 彭霍菲尔从巴塞罗那回来后 发现德国人对魏马共和国的现况 逐渐失去耐心 许多人认为这是敌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政治大杂烩 那些国家对德国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 无论如何都要德国疲弱不振 相较于领导地位稳固又备受崇敬的德皇时代 议会政治 没有任何单一政党拥有领导国家的力量 可说是望尘莫及 对许多人来说 玄龙无首争执不断的制度 绝不符合德国体统 许多德国人都渴望能够重新出现一个国家领袖 而且逐渐对领袖的特质不再介意 他们渴望领袖 一个具有领导力的领袖 当时已经浮现出一个领袖 但他归属的政党却在1928年的选举遭受挫败 他开始为下一场选举布局 主要目标在于获得农村地区的选票 他将在更恰当的时机卷土重来 彭霍费尔对自己未来的方向举棋不定 他在巴塞罗那期间相当自得其乐 因此考虑离开学术界而投身教务 但他当时才23岁 还要两年才到达案例牧师的年龄 由于他不愿意完全放弃 在学术界继续发展的机会 因此决定完成第二个博士后论文 也就是所谓特许任教资格 以便得到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的资格 他这篇题目为 《行动与存有的论文》 可说是圣徒相通的续篇 主要是在探讨什么是教会 这个问题 在《行动与存有》里面 他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说明 神学不是哲学的分支 而是一门完全不同的学问 对他来说 哲学是人类自行找寻上帝之外的真理 这是巴特所定义的宗教的概念 也就是人类想要靠自己 找寻天堂、真理或者上帝 但神学从头到尾 都是以信仰基督为依规 基督向世人启示他自己 在这种启示之外 不可能有其他真理 因此哲学家 以及以哲学预设为前提的神学家 的所作所为 只不过是在捕风捉影 哲学家无法从内而外 突破这个困境 但是上帝可以借着启示 从外而内介入处理这个困境 彭霍费尔在那年完成 《行动与存有》 并在1930年2月送神 贝特格认为 下面这个段落 是其中的经典之笔 上帝尚未启示他自己之前 问题的重点 不在于上帝的自由 但在上帝启示他自己之后 也就是在上帝借着启示 踏出上帝 神圣的自我之后 上帝的自由就成为问题的重点 这关键在于 上帝赐予的道 圣约 也就是上帝 被他自身的行为所约束 就上帝的自由来说 最明确的证据就是 上帝自由选择 和接受时空的约束 成为人类 并且任由世人处置 上帝的自由不是 要远离世人 而是为世人的益处 基督就是上帝的自由的话语 也就是说 上帝不再是永恒的非客体 而是 姑且这么说 可得的 可以在教会里 借着道把握得住 对上帝自由的抽象理解 与具体认识 在此教会 从巴塞罗纳回来后的那年 彭霍费尔重新投入 格鲁尼沃尔德韩盖众多 亲友的庞大知识分子社交圈 这段期间 他们当中发生许多事情 那一年 他妹妹苏珊嫁给他的朋友 华特德瑞斯 他的大哥卡尔费德里西 迎娶克里特逢杜南伊 接着在彭霍费尔搭船 前往美国前两天 他的哥哥克劳斯 跟艾米结婚 艾米 以及他的两个兄弟 麦克斯和贾斯特斯 从小就跟他一起长大 因此一直都可算是 整个家庭的一员 虽然彭霍费尔 没有那么快就传出喜讯 但是他一直跟当时 正在柏林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的 伊丽莎白约会 汉斯杜南伊 当时得到一个 在柏林担任 德国司法部长 私人助理的工作 于是他和克里斯特 从汉堡搬回瓦根 汉街14号正对面的房舍居住 跟他们住在一起的 还有薛恩 这位似乎是彭霍费尔家的原亲 一旦行动与存有绑稿 送审并通过查核后 彭霍费尔就可以 正式在大学任教 不过在此之前 他势必需要 去就比较低阶的职务 1929年4月 也就是暑期班开始的时候 他接下学校系统神学 研讨班中 大学自愿助理教员的工作 这份职务要求 他担负正式教授 觉得自己承担 有尸体面的所有责任 对彭霍费尔来说 这就是要负责分发钥匙 与保管缴回的钥匙 管理研讨班的图书馆 以及提出新书采购单 1929年 彭霍费尔受邀参加 当时高龄87岁的 哈纳克教授的 最后一届研讨班 当时彭霍费尔的神学思想 已经转变成 跟哈纳克不同的立场 但他知道自己的成就 有大半应该归功于哈纳克 他受邀在哈纳克 西别会上致辞时 大方帝表示 虽然你已经不再 担任研讨班的老师 不过我们依旧自称 是您的学生 他从巴塞罗那 回来后那一年 认识了弗朗兹 希尔德布兰特 一位决顶聪明的神学生 他们是1927年12月16日 也就是彭霍费尔博士论文口 是前一天 在西伯格教授 研讨班外面认识的 希尔德布兰特的说法是 不到五分钟 我们就开始唇枪舌战 从那天开始 我们之间的论战没有停过 直到我们因为流亡 与战争而分开 希尔德布兰特表示 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争论不休 要跟彭霍费尔交朋友 就非得跟他辩论不可 如今 既然彭霍费尔 已经回到柏林 于是他们 又继续展开舌战 希尔德布兰特 就此成为彭霍费尔 除家人之外 最亲密的之友 几年后 希尔德布兰特 也将成为彭霍费尔 在教会抗争过程中 最亲密的盟友 希尔德布兰特 比彭霍费尔大三岁 而且跟彭霍费尔一样 是在柏林的 格鲁尼沃尔德长大的 他父亲是知名的史学家 而母亲则是犹太裔 就当时德国的标准看来 希尔德布兰特 应该算是犹太人 而这正好是 我们进入棘手的 德国犹太人议题的切入点 路德与犹太人 许多犹太裔德国人 例如沙宾的丈夫 格哈德 以及希尔德布兰特 这些人 不但融入德国文化 而且受洗成为基督徒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像是希尔德布兰特 是励志一生 现身基督教事工的 虔诚基督徒 但短短几年后 德国纳粹党 归要把犹太人赶出德国人的生活 连代也把他们赶出德国教会 对德国纳粹党来说 这些非亚利安人公开宣告 信仰基督教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德国纳粹党 完全是从种族观点衡量一切 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 基因成分与血缘族谱 个人内心的信仰 毫无价值可言 要了解德国人 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就必须回到马丁路德 德国血统与基督教信仰 在他身上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他无疑堪称德国基督徒的典范 但德国纳粹党 却利用他的权威 欺骗大众 然而 就对犹太人的评价来说 路德的观点不但混淆 而且让人感到坠坠不安 路德在生命即将结束前 个性变得非常古怪 而反复无常 如果单就他那段时期 所写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与文章看来 简直就是恶毒的反犹太主义 德国纳粹党充分利用 他这些晚年的著作 好像这些就是路德 对犹太人议题的定论 然而 就他早期的著作看来 事实绝非如此 路德初期对犹太人的看法 堪称一种表率 尤其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说 更是如此 他厌恶基督徒 对待犹太人的方式 他在1519年问道 我们不仅残酷地对待他们 又是之如叩仇 就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看来 我们比较像是禽兽 而非基督徒 犹太人怎么会想要归信基督教 四年后 他在一篇题目是 耶稣基督生为犹太人的文章中写道 如果我是犹太人 又看到管理与教导基督教信仰的事 这么一群蠢蛋笨货 我情愿当一只猪 也不要成为基督徒 他们把犹太人当作狗 而不是人一样地对待他们 他们只是一味地嘲讽犹太人 以及抢夺犹太人的财产 显然路德深信犹太人 能够归信基督教 而且希望他们能归信 因此路德从来就不像德国纳粹那样认为 犹太人与基督徒是两个互相抵触的身份 路德就跟使徒保罗一样 希望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产业交给他们 保罗表示 耶稣降临为的先是犹太人 但这初期的喜悦与乐观 为时不久 因为路德成年后 大部分时间都深受便秘与痔疮之苦 有一只眼睛 疑患白内障 再加上内耳病变 导致他不时会晕眩 昏厥 以及耳鸣 他另外还有情绪起伏与忧郁等症状 随着他身体健康恶化 任何事情似乎都会触怒他 他听到惠众唱诗吴京达彩时 会骂他们一群阴芒 然后拂袖而去 他攻劫亨利八世使娘娘腔 改造天打雷劈 而在神学上 跟他相对立的人 则是魔鬼的打手与批条客 他的用语越来越粗俗下流 他称教宗是狄基督 以及在所有老宝银虫之上的大老宝 他谴责天主教会的婚姻规范 并指责教会贩卖音护 羊具和生殖器 为表达他对魔鬼的精灭 他说自己会放个屁给他当令牌 他恶毒地嘲笑教宗克莱伦三世的文笔 教宗放了一个大屁 他一定是用尽了吃奶的力量 才放得出这么个雷霆万钧的屁 他的肚皮肛门居然没有爆裂 真是奇闻 路德对所有下流污秽的事情 似乎都情有独钟 不仅他的文笔流露出这种情形 连他医生对他的诊断也一样 针对他的病情之一 他们建议他要服用大蒜与马粪 而鲜为人知的是 即使在他离世之际 还接受了一次徒劳无功的惯常 我们要了解的是 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而他生命中的一切 也都需要参照他的健康状况来解读 这一切的起源 是他在1528年 参加一场犹太盛宴后 感染了严重的浮血 他认定这是犹太人下毒要害死他 当时他已经在各地树敌无数 在他过世前十年 他罹患的疾病包括胆结石 肾结石 关节炎 下肢浓疮 以及尿毒症 此时他口出慧炎 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他就是在此时写下 《瑞犹太人极其谎言》 这篇低俗的论文 他曾经称呼犹太人 是上帝选民 此时却称 他们是低贱又淫荡的族类 数百年来 他的思想遗产 显然无法摆脱 他在这段期间 所写出的文字的影响 而且 他们在400年后 成为史无前例之恶行的借口 这是即使路德在身受便秘之苦最严重期间 想都想不到的恶行 平信而论 他是一视同仁的攻击每一个人 可说是维同堡的唐克里斯 他攻击的对象包括犹太人 伊斯兰教徒 天主教徒 以及跟他同一阵线的新教徒 随着他生命力逐渐衰微 他深信末世即将来临 因此他对每个人的看法都更加灰暗 他已经无法相信理性思考 甚至一度表示 理性就是恶魔的拼头 但在他过世前三年 这出悲喜剧 转变成了大悲剧 路德主张 要采取行动对付犹太人 这些行动包括 放火焚烧犹太会堂和学校 拆毁犹太住宅 没收他们的祷告书 抢夺他们的钱财 并强迫他们劳动等等 或许有人认为 这些只是路德的轻狂想法而已 然而 戈佩尔以及其他德国纳粹党员 却因为路德把他最低俗的思想 化为文字而欢欣不已 不但发行出版 而且成功地利用 这位伟大德国基督徒的认可 推动了一场彻底违背 基督教义的疯狂运动 这些身着褐色军装的人 对路德写过的难以计数的理性文字 一点也不感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路德针对犹太人的最低俗的谩骂 绝对不是出于激进的思想 而是因为他早先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他们却毫不在乎 然后才激起他的火气 另一方面 德国纳粹党则下定决心 阻止犹太人信仰基督教 只要想一下 路德对整个德国产生的影响力 就可以了解整个情势混乱的程度 纳粹党不断重复路德最粗鄙的言论 以利用他们达到目的 并且说服大多数德国百姓 身为德国人与基督徒乃是种族的传承 而这一切跟犹太人 可说是水火不容 德国纳粹党在骨子里反对基督教 却因为要拉拢对神学认识不清的德国人 帮助他们对抗犹太人 而假装自己是基督徒 多年后贝特格表示 包括他自己和彭霍费尔的多数人 都不知道路德说过这些反犹太的胡言乱语 直到宣传反犹太思想不遗余力的施特赖歇尔 开始运行这些作品 一般人才逐渐知道这些言论 对于彭霍费尔这些虔诚的路德宗信徒 在得知这些作品之后 想必会感到震惊与疑惑 但因为他非常熟悉路德所有其他著作 他很可能把这些反犹太作品 当作是一个狂人的胡言乱语 而置之不理 丝毫不会动摇他一贯的信仰 纵观德国当时即将面临的一切 彭霍费尔与希尔德·布兰特之间的友谊 可说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展望 贝特格表示 希尔德·布兰特和彭霍费尔英雄所见略同 对局势的所有看法都很一致 而希尔德·布兰特对彭霍费尔影响很大 不久之后 彭霍费尔就更加是圣经为之高标准 希尔德·布兰特还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 他会在彭霍费尔缺席的时候 担任彭霍费尔家庭音乐会的正式伴奏 彭霍费尔在1930年回到巴塞罗那 参加好友图姆的婚礼 不久之后 他就兴起到美国进修一年的念头 这是因为他的导师麦克斯·迪斯特尔觉得 既然还要一年的时间 彭霍费尔才到达接受暗幕的25岁 不如趁机赴美进修 彭霍费尔的哥哥卡尔·费德里希 曾经在1929年受邀赴美讲课 因此可以帮助他了解当地的状况 彭霍费尔起初对美国之情兴致不高 后来有机会获得纽约市的 邪赫神学院的斯隆奖学精彩 提起兴致 哈纳克在6月份过世 德皇威廉学会在6月15日为他举行追思礼拜 致辞的来宾都是显赫人物 正好与这位传奇人物相呼应 其中一位就是24岁的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 他以哈纳克学生的名义致辞 贝特格表示 相较于排在他之前那些年龄较长 而且地位崇高者 他的致辞一点也不逊色 那些人包括文化部长 国务大臣 内政部长 以及其他高官达人 贝特格写道 他对先师的推崇与景仰 让许多人感到讶异 因为他自己的立场明显跟哈纳克不同 彭霍费尔公开表示 借着他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 唯有自由才能育于除真理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 是一个自由表达真理的表率 他不断自由自在地厘清真相 发现真理 然后清楚明确地传讲真理 即使面对大多数人的反对 依旧义无反顾 这位他赢得 所有想要自由表达 心中想法的年轻人的友谊 因为这就是他对他们的期许 而他有时候会对我们学术界 进来的发展 表示担心并发出警告 只是因为他担心某些人的想法 可能会把单纯的追求真理和不相关的议题混淆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只要他在 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视他犹如学术圈中 对抗各种舍本竹墨 安于现状 以及石骨不化等弊病的坚固堡垒 彭霍菲尔的这番话 显示出他绝对不是当今所谓的文化斗士 也不可以随便地把它归类为保守派或者自由派 虽然他不同意哈纳克的自由神学主张 但是他非常认同哈纳克所遵循的原理原则 而且他清楚了解这些原理原则比从他们演绎出的结论更重要 任何站在真理这一方的同胞 不论他最终的立场为何都值得赞美包扬 彭霍菲尔表现出的这种美德 部分席自哈纳克 以及孕育他的格鲁尼沃尔德的自由传统 而彭霍菲尔则毫不吝惜地承认这一点 并且公诸于世 彭霍菲尔的父亲是把这种思维传授给他的主要导师 卡尔彭霍菲尔对事情的看法也许跟他儿子不一样 但是他对真理的尊重 以及对想法跟他相左的人的尊重 就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基础 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和其其地表达不同意见 也可以千功有理地一起讨论 在后来几年间 这个理想备受公劫 德国纳粹党将燃起文化斗争的战火 挑拨他们的敌人彼此对抗 他们会用计心机 吸收保守派以及基督教众教会 在他们壮大之后 就会掉过头来对付这二者 彭霍菲尔在7月8日 接受第二次神学测试 行动与存友在7月18日通过审查 因此他得到在大学任教的资格 接着他在7月31日发表就任演讲 他决定 在那年秋天赴美的过程并不顺利 彭霍菲尔觉得 美国的神学并没有值得借鉴支出 在他看来美国的神学院比较像是职业学校 而非真正的神学院 但到了最后 他觉得此行还是值得的 这个决定扭转了他一生的方向 彭霍菲尔在行前特地准备了一本美国成语手册 他也写下一篇论文 驳斥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祸首的观念 毕竟他所前去的是一个多数人民都不认同他的观念的国家 而他不愿意自己毫无预备地贸然前往 彭霍菲尔认为 德国在战后遭受盟国不公与恶劣的对待 因此他在这趟旅程之初 对此议题心中不免带有戒心 他在美国停留期间 勇敢地公开谈论这个议题 向大众说明德国人的观点 结果美国人对德国所表现出的同情 远超乎他当初的想象 彭霍菲尔计划在9月6日 由海陆前往美国 他的哥哥克劳斯在9月4日迎娶艾米 婚礼4日 他跟父母一起前往布莱梅港 然后他父母在6日早上8点半陪同 他登上哥伦布号轮船 他们一起在这艘巨轮上谈论了两个小时 然后护道珍重 他靠着船边栏杆向他们挥手道别 他们就在码头上拍下最后一张照片 船在11点半拔毛起航 哥伦布号是一艘设备豪华 台水亮达33吨的巨轮 是全德国速度最快 吨数最大的船只 象征着德国光明灿烂的未来 宣传手册上夸口船上美轮美奂的装潢 以及奢华的航海行程 可说市集现代科学成就 与艺术价值的大城 远超过其他所有船只 9年后 也就是1939年12月19日 哥伦布号 为避免被英国战舰 掳获而在特拉华外海被凿沉 届时 他那张人探为观止的装潢 将灌满海水 整艘船沉入三英里深的海底 但这一切还在遥远的未来 现下 他充满自信的鼓足蒸汽 以惊人的每小时40.7公里速度 向西航行 那天傍晚 彭霍费尔在船上的写作《沙龙》 写信给他的祖母 我舱房的位置并不理想 他位于整艘船的底层 其实我还没有跟我的室友碰过面 我尽量从他留在舱房的物件 想象他的模样 帽子 手杖 还有一本小说 在我看来 他应该是一个有教养的美国青年 希望他不会是一个年老的德国乡巴佬 我已经胃口极佳地吃过两顿大餐 简言之 我正在尽情享受这艘船上的一切 我也把握机会 认识了几位合得来的旅客 因此时间过得很快 我马上就要去睡觉了 因为我希望明天一早 能尽量多参观英国 目前我们正沿着比利时海岸航行 可从船上看到远方的灯光 结果 彭霍费尔的室友恰好就是卢卡斯博士 他48岁 是一位家境富裕的美国人 也是印度拉赫尔福尔曼基督教学院的校长 卢卡斯的博士学位得自哥伦比亚大学 而该校就位于彭霍费尔所要前往的协和神学院的对接 彭霍费尔非常热情地告诉他自己想要前往印度的计划 于是卢卡斯博士就邀请他到拉赫尔旅游 他们甚至计划好彭霍费尔的旅程 应该由西往东横越北印度到达贝拿勒斯 然后在途中参访拉赫尔 彭霍费尔认识的另外两位友人 是德意美籍的厄恩夫人和他11岁大的儿子理查德 他们要到瑞士探望南海的妹妹 因为他正在一家从事顺势疗法的水疗中心治疗脑膜炎 彭霍费尔逐渐熟视他们 而且在这一年期间 他有时候会在周末搭火车到斯卡斯戴尔郊区拜访他们 彭霍费尔在登船后的第一个早晨就起个大早 大约在早上七点钟左右 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英国 从哥伦布号的右衔就看得到多佛沿岸的白鳄壁 彭霍费尔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在英国逗留多久 也不知道英国以及他当时结交的朋友 对他来说会是多么珍贵 就在他向西航行跨越海洋之际 第一批印制好的圣徒相通 已经送达他父母亲的住处 恰好与他失之交臂 他在三年前就已经写完那本书 却不知道出版的过程会延宕这么久 书籍送达的时候 甚至还附带一笔额外的印刷费账单 彭霍费尔显然无意推广这本书 也无意分送给朋友 按照贝特格的说法是 这本书被当时的热门议题 无声无息地埋藏在深处 不出彭霍费尔所料 那些名嘴没有讨论这本书 大学教授也没有把它列为教科书 第七章 1930至1931年 他们喋喋不休 大放厥词 不但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信口开河 他们甚至连最基础的问题都不了解 他们饱受自由派思想 与人本思想的荼毒 又嘲笑基耀派 其实就他们的程度来说 根本不够格 纽约教会的正道内容 几乎无所不包 唯独一样不谈 或者说鲜少提到 以致我还未听到过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十字架 罪与赦免 死亡与永生 狄特里希 彭霍费尔 彭霍费尔搭乘的轮船 通过自由女神像 朝向曼哈顿岛前进的时候 这个城市让他惊讶地瞠目结舌 绝世时期末尾的曼哈顿 是一个能够让所有游客 都感到眼花缭乱的地方 即使在大都会长大的 彭霍费尔也不例外 如果柏林所表征的是旧世界 风华刚式的过气女龄 那么纽约就像是充满无穷活力 正值窦孔年华的妙龄少女 整个曼哈顿岛 都散发出喜滋滋的朝气 曾经是全球最高建筑的 曼哈顿仪行大楼 被仅仅在三个月之前 刚落成的银色尖塔 克莱斯勒大厦所取代 但是当时每星期搭建 四楼半的帝国大厦 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窜升 将在几个月之后 凌驾其他大楼之上 而且保持领先地位 长达40年之久 同时在兴建中的 还有组成洛克菲勒中心的 19栋装饰艺术建筑 以及住宅区的 乔治华盛顿大桥 它不久后将成为世界上 最长的一座桥 长度几乎是旧纪录的两倍 尽管眼前一片繁荣景象 依旧挡不住前一年 股票市场崩盘造成的重大冲击 彭霍费尔不久后 就会看到其恶果 不过在他有机会 欣赏曼哈顿市区景观之前 会先看到费城郊区的景象 在码头迎接 他的是祖母塔菲尔家的 两个亲戚哈罗德和厄马贝里基 两人马上就带他到宾州 接下来的一星期 他就在那里和他们两人 以及他们非常美国化的孩子 雷伊 贝蒂和平基一起度过 卡尔·费德里基在前一年 曾经造访贝里基 现在彭霍费尔写信告诉他 我们坐车到四处旅游 我今天要去学打高尔夫球 傍晚的时候 经常有人请我们下馆子 要不就在家里玩游戏 简直不敢相信 这里距离欧洲这么遥远 因为这里有许多方面 都跟欧洲非常相似 不知不觉中 他的这番话变得很讽刺 当他在这里 手足情命名的城市 练习挥甘的时候 家乡已经发生巨变 9月14日 也就是他抵达美国后两天 德国议会举行选举 而选举结果震惊全球 德国纳粹党 在德国政党中原排名第九 同时也是德国最小的政党 选举之前 在德国议会中仅占12席 希特勒期望选举后 席位能增加四倍 而选举结束后 他们总共得到107个席位 远远超过希特勒殷切的期待 德国纳粹党就此跃居全国第二大政党 历史向前的脚步虽然亮枪 却是决定性的 此时彭霍费尔正在费城同雷伊 背地平击玩闹 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这里没有神学可言 彭霍费尔趾高气昂地进入协和神学院 而这并非没有理由 德国神学家辟逆全球 而彭霍费尔就是其中最顶尖神学家的学生 还跟他们一起搭电车 没有几个协和的学生 敢说自己曾经跟哈纳克一起通勤 彭霍费尔已经得到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 如果他想要得到协和的教职 几乎就跟他得到入学许可一样简单 因此 当所有其他交换学生 在努力攻读硕士学位之际 彭霍费尔却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甚至有损他的地位 由于不需要攻读学位 所以他有充分的自由探讨他感兴趣的题目 并且随性而为 结果他在纽约这段期间从事的课外活动 对他的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彭霍费尔在亲身体验协和的学术环境后 发现整个神学的情况比他预期的还糟 他在写给导师迈克斯·迪斯特尔的信中说道 这里没有神学可言 他们喋喋不休的大放厥词 不但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信口开河 那些学生年龄平均25到30岁 对于教义的真正意义完全一无所知 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了解 他们饱受自由派思想与人本思想的荼毒 又嘲笑机要派 其实就他们的程度来说 他们根本不够格 彭霍费尔根本没有料到 他会在协和遭遇到什么状况 然而自由派和基奥派之间的激烈论战 在1930年全面展开 协和的学生就在旁边观战 一方是主张自由神学的河畔教会 距离协和神学院锦一旦之遥 由洛克菲勒出资专为奇人兴建 主任牧师 也是当时全美最著名的自由派讲员 哈里·爱莫生·福斯迪克 另一方是主张传统信仰 而被视为基奥派的沃特邓肯·布坎南 他是协和神学院南六个街口之外的 百老会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 长老会的兴建 毫无洛克菲勒的资助 福斯迪克1922年 担任纽约第一长老教会牧师时 发表了一篇生命狼藉的题为 《基奥派赢得了吗?》 的正道 他在正道中仿效使徒信经的格式 表达他对大多数基督教历史事件的质疑 其中包括童女生子 复活 基督的神性 赎罪 神迹 以及圣经 就是上帝的话语 这篇正道挑起一场战争 双方交火最激烈的时期 就是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 当地长老会立即着手进行调查 但是身为美国东岸富裕白人新教徒后裔的 福斯迪克 毫无畏惧 为他撑腰的 是背景相同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后来他曾经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 担任国务卿 而他的父亲 则是位知名的自由派长老会牧师 福斯迪克在教会还来不及谴责他之前 就提出辞呈 接着他受邀担任时髦先进的帕克大道晋信会牧师 洛克菲勒是其中赫赫有名的会友 而他基金会底下的慈善部门 就是由福斯迪克的亲兄弟负责管理 洛克菲勒基金会 眼见这是一举击溃纽约基奥派的良机 马上就出自为福斯迪克建造一座教堂 作为他推展先进的现代主义观点的根据地 彭霍菲尔刚开始在协和神学院进修时 就恰逢县堂 整个县堂过程极其盛大隆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可说是当时文化界的盛世 这座教堂可不是一般的教堂 它是不计成本打造出来的现代主义与进步的圣堂 几乎完全仿效沙特尔大教堂 教堂上面有一座高达392英尺的尖塔 以及全球最大的钟琴 总共有72盏调钟 世界最大的调钟也在其中 教堂所在的位置可以俯瞰壮观的哈德逊河 而且就紧邻着协和神学院 福斯迪克不但是协和的毕业生 后来还在协和开设讲道学课程 所以协和神学院不但接受 甚至广传他的神学思想 建堂的用意是要影响协和 哥伦比亚以及巴纳德那些摄氏未深的学生 接受其神学思想 80年来他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个目标 和畔教会在10月份落成的时候 由另一个东岸企业家之子 亨利卢斯金盈的时代周刊带头贺彩 周刊把福斯迪克的照片刊登在当期的封面 并且以他及河畔教会为封面故事 撰写了一篇非常柔性的文章 读起来就像是时尚杂志 报道天王巨星的家居生活 福斯迪克先生计划为这个高尚的小区 建造一座最美轮美奂的教堂 他也计划满足这个稍贤偏僻的都市的社会需求 因此他大兴图目 建造各式各样小区教会必备的设施 体育馆 剧场 餐厅等等 除了各种行政人员之外 他还要聘请两位助理牧师 在这栋高达22层楼的中塔里面 有10层楼是用来训练年轻人 从事宗教与社会工作的教室 从婴儿到大学教授都深受其会 其中一层是妇女团体的缝纫教室 另有一层是妇女查经班 福斯迪克博士的研究室和会议室 位于18楼 装潢富丽堂皇 其上的楼层是董事会的会议厅 摆设的是简单厚实的家具 他们未必各个家财万贯 未必各个位高权重 但他们全都有社会学的头脑 这篇谄媚的文章 把福斯迪克描绘成 伽利略与圣女贞德的后裔 而且还在行文之间 顺便嘲讽那群不洁净的基奥派 而福斯迪克就像是鼓足勇气 拿着弹弓和洛克菲勒的大钞 跟他们对抗的牧羊童子 彭霍菲尔发现 协和神学院站在福斯迪克 洛克菲勒以及卢斯这一边 他们未要表现出 自己比他们所恨恶的基奥派更高深 完全放弃严谨的学术研究 他们似乎早已胸有定见 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认定所有基奥派提出的观点 都是错误的 对彭霍菲尔来说 这是可耻的行径 尽管他不同意哈纳克最终的结论 但他认同并敬仰哈纳克 对真理与学术研究的尊重 虽然他在协和神学院 遇到一些认同哈纳克 自由派思想的人 但他们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 他们根本不了解 也不在乎哈纳克的思维过程 四年夏天 彭霍菲尔向德国教会当局报告 他在协和神学院的所见所闻 他写道 要了解美国学生 一定要亲身体验学生宿舍的生活 他真心认同协和神学院 以及在美国一般日常生活中 透露出的群体的重要性与开放性 就各方面来说 这就是他观察一切事物的关键 每天生活在一起 会形成一种患难与共的情意 一股互助合作的精神 每天在宿舍走廊里 会传出上千声 嗨的打招呼 即使只是匆匆路过随意的喊一声 也不会是像一般人认为的毫无意义 宿舍里面没有人会落单 毫无保留的共同生活 会让人与人之间坦诚以对 如果一件事情的后果 与群体意志有所冲突 胜出的一定是群体意志 这就是所有美国人思想的特色 我在神学界与教会里的观察尤其如此 真理对他们的生活模式 并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群体的基础不在于真理 而在于公平 在宿舍里只要对方是好人 彼此就能相安无事 五年后 彭霍费尔在陈斯特和芬根瓦德 所进行的著名的基督徒群体生活实验 就是以他在协和神学院宿舍的 半群体生活经验为蓝本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欠缺静默的时间 同时也欠缺积极开发个人思想的动力 而德国大学中比较孤立的个人生活的特点 却有助于开发个人思想 因此在知识上比较没有竞争 而对于知识的渴望也比较平淡 这导致教室里的讲课与讨论都非常乏味 无法进行任何激烈详尽的批判讨论 整个气氛比较像是一团和气的交换意见 而不是追根究底的研究 他承认美国神学生比德国神学生 更了解日常生活 也更关心是否能够把自己的神学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不过大部分协和神学院的学生 都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需要上 他表示就事工的装备来说 在智识层面的训练非常薄弱 他认为神学生可以区分为几种基本类别 最勤奋的学生显然把真正的神学套在一边 而去钻研经济与政治问题 他们觉得这就是在为当前这个时代更新福音 在这个团体的呼吁下 协和神学院的全体学生 整个冬天持续为30个失业人口 其中有三人是德国籍提供食素 并且为他们提供咨询 此举让他们牺牲许多个人时间与金钱 然而我一定要提的是 这个团体几乎没有接受任何神学教育 而他们却自以为是的嘲笑特定的神学议题 不但毫无根据 更显出他们的无知 并有一个团体对宗教哲学非常感兴趣 经常围绕在彭霍费尔景仰的列曼博士身边 然而在他的课堂上 这些学生所表达的都是些非常粗浅的异端思想 彭霍费尔表示 这些学生在提到上帝和世界时 态度非常轻率 这让人感到非常讶异 在这里几乎无法想象 那些即将幕会的学生 以及一些已经在幕会的学生 竟然会在神学院问一些实践神学的问题 比如是否真的要宣讲基督 或是只在讲到结尾处 带有理想主意地巧妙地提一提就可以了 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协和神学院的神学环境导致美国基督教世俗化的速度加快 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机要派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对芝加哥的激进人本主义 这是正当而必要之局 但是在他们拆毁一切后 却没有留下任何重建的地基 一切都随着拆毁而一去不反 如果一个讲员在神学院公开演讲时 引用路德意志的束缚 关于罪与赦免的段落 却导致极多的神学生 因为感觉荒谬而哄堂大笑 那么就足以证明 他们完全不了解基督教神学的本质 他的结语让人惶恐 我个人认为在那里几乎学不到什么 但这对我来说 似乎也可以得到一些启迪 我们可用美国所遭遇的主要危机警惕自己 彭霍费尔的指导教授约翰·贝利看出来 彭霍费尔是我们当中 到那个时候为止 最信服巴特博士的学生 同时也是我所见过 反对自由派立场最坚定的人 彭霍费尔对美国教会的观察 跟他对协和神学院的看法息息相关 教会里的一切也大同小异 正道被简化为 教会对新闻事件的评论 自从我到这里之后 只听过一次 算是真正在宣告福音的正道 而且出自一位黑人牧师之口 就眼前所见所闻来说 我脑海中始终在思想 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这里是否还有基督教可言 不要期待一个已经不再传讲上帝话语的地方 揭出任何果实 那么基督教的未来呢 开明的美国人并没有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一切 反而认为这是进步的奇迹 在南部各州的基奥派讲到非常兴盛 在纽约只有一个知名的济信会教堂 还能向信徒与木道友传讲 肉身复活与童女生子 纽约教会的正道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唯独一样不谈 或者说鲜少提道 以至我还未听到过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十字架 罪与赦免 死亡与永生 福斯迪克在协和神学院教导讲到学的时候 会在课堂上发放正道题目 他不屑地把其中几个题目归类为传统主题 彭霍菲尔目瞪口呆地发现 罪的赦免与十字架也被列为其中之一 福音的核心不但被藐视 还被莫名其妙地冠上传统两个字 他说 大部分我看到的教会都是这样 那么取代基督教信息的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基于对进步的信仰 而育育出的道德理想主义 与社会理想主义 而且谁也不知道 为何认定自己属于基督教 至于由基督徒集聚而成的教会 已经变成一种社会团体 任何一位浏览过任何一个纽约大教会 每周活动的人 任何听过他们以融入小区为由 说服新居民加入教会的人 以及任何熟悉牧师在讲坛上邀请大家入会时 露出的尴尬紧张表情的人都可以评价这种教会的良友 当然这一切的进行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技巧 格调以及用心 部分教会基本上属于慈善教会 另外还有些教会主要重点放在社会认同 然而这两种教会都不可免得让人觉得 他们已经忘记真正的重点 彭霍菲尔发现唯一明显例外的 依旧是黑人教会 如果他在美国的一年期间有任何收获的话 那应该是他在黑人教会的经历 彭霍菲尔一如既往 不止专心研究学术 他把握时间探索整个城市的一切 而陪同他完成此举 大部分的是四位协和的同学 法国籍的秦拉瑟尔 瑞士籍的欧文舒茨 美国籍的保罗莱曼 以及非洲裔美籍的弗兰克费射尔 彭霍菲尔与他们每个人交往的经验 都成为他在协和那年的重要环节 不过对他影响最大的 还是他跟在阿巴巴马州长大的 费舍尔之间的友谊 费舍尔在1930年 进入协和神学院的时候 被分派到哈林区的阿比西尼亚 进行会实习社会工作 彭霍菲尔很快就对 河畔教会的正道感到厌烦 因此费舍尔邀请他参加 阿比西尼亚教会的崇拜时 他就非常兴奋地 跟他一起去了 彭霍菲尔终于在社会底层的 非裔美籍社区 听到传讲福音的正道 并解释到其大能 阿比西尼亚教会的讲员 是健壮的亚当克莱顿 鲍威尔博士 鲍威尔是奴隶之子 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罗基人 他父亲则是非裔美籍 他出生的日子是李将军 在阿布马托克斯镇投降后三星期 鲍威尔的早年 可说是在各种得救见证的 前半段中度过的 但是在俄亥俄州瑞德郡 一场为期七天的复兴聚会中 他决志相信主耶稣 从此就抛弃过去的一切 不再回首 他在1908年 就担任历史悠久的 阿比西尼亚教会的主任牧师 整整100年前 杰斐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一群纽约市第一进行会的 非裔美籍会友 因为反对教会 实施种族分离政策 强迫划分作委屈 于是离开教会 另外成立阿比西尼亚教会 鲍威尔在讲坛上发声 传讲远大的意向与信心 他在1920年 经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后 把教会迁移到哈林区 在138街 兴建起一栋高耸的新建筑 同时也是哈林区最早的 小区休闲中心之一 他说 我们没有因为要建造 阿比西尼亚进行会和社区中心 而一卖一张票券 或者一池冰淇淋 每一块钱都是来自十一奉献与自由奉献 而上帝浇灌下 他那超出我们灵力需求 而慢以四流的恩赐 成就了他的应许 到1930年代中期的时候 阿比西尼亚教会的会友人数 已经高达一万四千人 坍称当时全美所有新教 派别中规模最大的教会 彭霍费尔在了解这一切后 心中感到难以置信 在协和神学院 倍感饥渴的彭霍费尔 终于享受到 一餐丰盛的神学饗宴 鲍威尔把奋行讲员的烈火 高深的学术 以及社会意想 结合在一起 他竭力对抗种族歧视 同时直言不讳地传讲 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 他没有落入非此几笔的苛咎 他认为 这二者不能各自单独存在 如果得这二者的话 就能得这一切而且更丰盛 只有在二者合而为一的情形下 上帝才会参与其中 也唯有此时 才会把生命浇灌下来 这是彭霍费尔第一次看到 教会按照上帝的命令 传讲与活出福音 他整个人 完全被这一切深深吸引 此后 他在纽约期间的每个主日 都会参加那里的崇拜 并教导一般南童主日学 他积极地参加好几个教会里的小组 不但得到许多教友的信任 还受邀到他们家里做客 彭霍费尔知道 阿比西尼亚教会里 年长的会有出生的时候 美国还没有废除奴隶制度 当然 他们有些人 就出生在那个可怕的环境里 阿比西尼亚教会的音乐 是他经验中的重要环节 彭霍费尔找遍纽约的唱片型 要购买每个主日在哈林区 让他深受感动的黑人林歌 这种音乐里面透露出的喜乐 与振奋的力量 让他更确定音乐在敬拜中的重要地位 他要把这些唱片带回德国 放给他在柏林 以及后来在波罗的海偏远多沙的 陈斯特和芬根瓦德的学生厅 他把这些唱片 视若自己藏家宝的一部分 而对许多他的学生来说 这些音乐就跟月球岩石一样 充满魅力 彭霍费尔同时还阅读许多黑人文学 并在感恩节假期 跟费舍尔一起前往华盛顿特区 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 他跟一位白人和两位黑人同学 一起开车到华盛顿 彭霍费尔表示 对购物中心的设计 以及国会山庄 华盛顿纪念碑 以及林肯纪念堂 形成一条直线 三者间则隔着 大片宽阔的草地感到赞叹 林肯纪念堂非常宏伟壮观 林肯的雕像 比本人放大了十到二十倍 夜间有明亮的灯光 照耀整个宽敞的丁堂 我越认识林肯 就对他越感兴趣 这趟跟费舍尔 一起到华盛顿的旅行 让他更切身地了解到 美国的种族歧视 这是鲜少白种人 有过的体验 在华盛顿的时候 我就住在黑人社区里面 然后在同学的介绍下 认识所有黑人运动的 主要领袖人物 并且就在他们家中 跟他们进行 非常发人深省的讨论 他们的处境 确实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种族隔离 不仅仅限于 华盛顿以南的火车 电车和巴士而已 例如 我曾经想和一位黑人 到一家小餐厅用餐 结果连我都被挡在门外 他们一起拜访费舍尔的母校 也就是只招收黑人的 霍华德大学 当时还年轻的 瑟古德马歇尔 正就读该校的法律系 彭霍费尔逐渐对 美国种族歧视的情形 非常关切 而那年三月 轰动全美的 斯科茨伯勒案件爆发后 他就非常注意案件的发展 他在写给卡尔费德里希的信中说道 我想看看美国南部教会的情况 然后更深入了解黑人的处境 我不太确定 自己在了解此地这个问题上 所花费的时间是否足够 尤其是德国 没有类似的情形 不过我觉得 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 从来不会对此感到乏味 我觉得目前正有一个真正的运动在酝酿着 并且我相信 黑人将继续为白人提供重大贡献 远超过他们的民歌 当时他认为德国没有类似情形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 卡尔费德里希回信道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是最严重的问题 然后他表示 他在美国看到的种族歧视 就是导致他回绝到哈佛任教的原因 他担心长久居住在美国 可能会让他同流合污 而他的子女也会落入染缸 就跟他的弟弟一样 他也不认为 当时德国曾出现类似的情形 甚至表示相较之下 我们的犹太问题只是一个笑话 德国没有太多人 认为自己正遭受迫害 当然 我们可以嘲笑他们目光短浅 不过要知道 彭霍费尔家的子女 是在格鲁尼沃尔德长大的 那是一个由学术与文化精英组成的社区 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是犹太人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也没有听说过 任何能与他们在美国目睹的一切 对待黑人 犹如二等公民 并且日常生活 完全跟当时的白人同胞隔离 相比拟的事情 不久之后 彭霍费尔在美国南方看到的情形 让他更加伤痛 两地的情形更加难以比较 因为德国的犹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地位 而美国的黑人则完全没有 就影响力来说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都有德国犹太人占据高位 这是美国黑人绝对达不到的地步 而且在1931年的时候 任何人都无法想象 德国的情形会在短短几年内就恶化 彭霍费尔在非裔美籍社区的体验 让他心中逐渐浮现出一个想法 他在美国教会看到的真正敬虔与力量 似乎都出现在不但曾经遭受苦难 而且现在仍正遭受苦难的教会 总之 他在这些教会 以及这些基督徒身上 看到一些神学界 即使最顶尖的学术殿堂 例如柏林 未曾触及的层面 他从与法国人前拉斯尔的友谊中 也得到同样的信息 彭霍费尔尊敬拉斯尔的神学地位 但不赞成他强烈的和平主义观点 然而 因为彭霍费尔尊重他的神学立场 也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欧洲人 因此他愿意深入了解拉斯尔的想法 拉斯尔说服彭霍费尔接受他的想法 甚至参与和医运动 我们相信的是神圣大公教会 圣徒相通 还是法国永存不朽的理想 我们不能同时身为基督徒 又是国家主义者 然而 让拉斯尔的想法 深深打动彭霍费尔的 不是两人的对话 而是一场电影 电影的力量 现今已成为反战小说经典之作的西线无战事 在1929年畅销德国与欧洲 这本书对狄特里希彭霍费尔的战争观 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其结果不但决定他一生的方向 最终还导致他的死亡 这本书的作者是雷马克 他是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士兵 这本书一问世就立即畅销百万册 而且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被翻译成25种语言 成为20世纪初最畅销的小说 彭霍费尔可能是1930年 在协和神学院 休息莱伊霍尔德尼布尔的课程时 或者更早的时候 阅读这本书的 但改变彭霍费尔一生的 并不是这本书 而是由其改编的电影 这部电影 以当时前所未见的雷霆万军之势 赤裸裸地再现了战争的恐怖 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与最佳导演两个奖项 因为该片积极反战的立场 在整个欧洲掀起一片怒火 电影一开场 就是一位怒目的老学究 鼓励年轻学子 冲向前线保卫祖国 在他身后的黑板上 写着一句希腊文 内容是《奥德赛》中 祈求妙斯赞美攻陷 特洛伊城的伟大战士的那段话 老学究口中 吐出赫拉斯的名言 为祖国牺牲来是光荣的本分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战争的荣耀 就是学校灌输给他们的 伟大西方传统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一起开拔 前往满是泥泞与死亡气息的战壕 他们大部分都战死沙场 而且在死前 几乎都会胆怯退缩 或者精神错乱 这是一部反对英雄主义 又让人坠坠不安的电影 主张国家主义的人 在看这部片子时 一定会感到一阵阵的尴尬与愤怒 无怪乎对刚刚萌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来说 这部电影似乎是国际主义者的宣传片 而其源头就是导致德国在电影所描述的 那场战争中战败的祸首犹太人 德国纳粹党当权后 在1933年焚烧了许多雷马克的书籍 并且散布留言说 雷马克其实是犹太人 而且他原本的姓氏是克雷默 雷马克英文的反写 但眼前的1930年 他们攻击的是那部电影 德国纳粹党刚出炉的宣传部长 戈培尔立刻采取行动 他带领纳粹党的青少年党员 也就是希特勒青年团 在电影适应到一半的时候 把胡椒粉 臭蛋 以及老鼠丢入电影院 电影院外面则有穿着 黑色制服的党卫队 煽起群众暴动 党卫队后来简称SS 这种双管齐下造成混乱的方式 就是纳粹党早期恫吓百姓的手段 结果就是这部电影 在整个德国被禁言 直到1945年才结界 然而这部电影 仍得以在美国各地放映 彭霍菲尔是在纽约市 某个周六的午后 和拉瑟尔一起观赏这部电影的 在这部痛斥战争的电影里面 他们两人的国家互为敌国 而当时他们并肩坐在一起 看着电影李德法两国的男孩 与男人互相屠杀 整部电影里面 最动人心魄的一场戏 应该就是主角 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 用尖刀刺入一个法国士兵的身体 最终对方断气了 在他死前 他跟杀他的凶手一起躺在战壕里 而他挣扎着身影了好几个小时 那个德国士兵被迫要面对自己 一手造成的恐怖结果 后来他抚摸着临死的这个年轻人的脸颊 想要安慰对方 并用水湿润他干燥的嘴唇 接着在法国人死后 德国士兵躺在尸体的脚旁 祈求他的原谅 他发誓要写信给对方的家人 然后他找寻并打开那个法国人的皮夹 他看到那人的名字 以及他妻子与女儿的照片 荧幕上的暴力和苦难所透露出的悲伤 让彭霍费尔和拉瑟尔流下泪来 但对他们来说 更难承受的是戏院里的反应 拉瑟尔记得观众里面的美国小孩 在看到德国人杀法国人的时候 竟然大声欢呼叫好 对彭霍费尔来说 这是无法忍受的情形 拉瑟尔说他几乎无法平复彭霍费尔的情绪 他相信彭霍费尔就是在那天午后 开始主张和平主义 拉瑟尔经常提到登山宝训 及其对他神学思想的影响 从那时开始 这也成为彭霍费尔生命与神学的重要部分 后来终于导致他写下著名的作门图的代价 同样重要的是 彭霍费尔因为跟拉瑟尔之间的友谊 而参与合一运动 并促使他投入对抗希特勒 与德国纳粹党的反抗运动 彭霍费尔对文化活动非常感兴趣 因此他在纽约可说是如鱼得水 他在写给迪斯特尔的信中说道 如果你想要彻底体验纽约生活的话 几乎能让你整个人精疲力竭 对喜欢新鲜事物的人来说 美国可以让他心满意足 他不是穿梭在曼哈顿体验当地文化 就是搭乘火车或者汽车到其他地方旅游 他曾经数度到费城拜访外祖母塔菲尔家亲戚 也曾经搭火车到斯卡斯代尔拜访厄恩一家人 他在12月的时候 跟欧文舒茨一起搭火车 尽量往南方前进 而他们在佛罗里达到达陆路的尽头后 搭船前往古巴 彭霍费尔在古巴遇见幼时的家庭教师凯斯 他那时正担任哈瓦那德国学校的老师 彭霍费尔那年就在当地过圣诞节 并向一群德国会众政道 他用来政道的经文 是摩西在尼泊山上离世的那段故事 彭霍费尔一生都深受这个故事的震撼 十三年后 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 对他在古巴的经历有如下叙述 太阳总是能吸引我 他常提醒我 人类是从尘土而来 不只是一口气与思想而已 甚至有一年圣诞节 我到古巴正道 眼前景观从北美的冰雪世界 转变为那里的艳丽热带植物时 我几乎经不住诱惑 要颂扬太阳 而差点忘记自己准备好的正道词 那是场千真万确的危机 这就是每年夏天 我一感受到阳光的照耀 就必须面对的挑衅 在古巴旅游之前与之后 彭霍费尔都曾在美国南部 逗留一段时间 不断地思考种族关系 美国南部各州实施的黑白隔离政策 确实让人感到非常不迟 搭火车的时候 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地方 都要彻底隔离 我注意到一般而言 黑人的车厢会比其他车厢更干净 我也很高兴看到白人 要磨尖擦肿的才能挤进车厢 而黑人车厢却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人端坐在里面 南方人一提到黑人口气就非常嫌恶 就这方面来说 牧师得到的对待也不会比其他人好 我深深相信 黑人铃哥可说是美国的顶尖艺术成就 一个高唱四海一家 和平等等口号的国家 竟然袖手旁观地放任这种情形 实在令人未知气节 彭霍费尔在来年一月 25岁生日前两星期 写信给双胞胎妹妹沙宾 对他来说 25岁是一个里程碑 他既然在21岁就得到不是学位 因此对自己期许甚高 但情况似乎陷于停滞的状态 对我来说 即将年满25岁实在有点令人丧气 在我的想法中 如果我现在已经结婚5年 育有两个小孩 然后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 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庆祝25岁生日 我还没确定生日那天要怎么过 有几个人知道我的生日 然后坚持要举办庆生会 场地是在一对已婚同学的住处 不过我或许还会到戏院看出好戏 不幸的是 我没办法在生日的时候 向你举杯敬酒 因为这会触犯联邦法令 这真是非常令人扫兴 其实没有人认真遵守敬酒令 结果举办 彭霍菲尔亲生会的地点是 莱曼夫复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 他写信告诉沙宾 希望能够在五月到印度旅行 和卢卡斯教授重逢 并会见甘地 他希望能够往西绕地球一周 然后回到德国 不过从纽约到印度的旅费太昂贵了 他和莱曼在纽约码头绕了几回 想要找到一个货船的船长 能够给彭霍菲尔非常优惠的折扣 结果徒劳无功 他决定把旅程延后到更恰当的时机 莱曼夫妇就像是彭霍菲尔在纽约的家人 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感到欣慰 而他们也是一样 许多年后 保罗·莱曼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场演讲中表示 彭霍菲尔对完美的追求 不论是仪态 举止 或者其他跟文化相关的一切 都合乎德国风范 简言之 他表现出的是最高雅的贵族精神 但彭霍菲尔同时也是最不符合德国风范的德国人 虽然他流露出贵族精神 却不会让人反感 我想主要是因为他每到一个新环境 都对周遭所有事物感到非常好奇 又具有迷人与无穷尽的幽默感 两年后 莱曼夫妇到德国探望彭霍菲尔时 彭霍菲尔和保罗写信给美国的私体返华斯拉比 告诉他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逐渐恶化 彭霍菲尔与怀斯初识 是在1931年的复活节 彭霍菲尔原本希望能够参加美国教会的敬拜 他在一封写给祖母的信中解释 这样做行不通的原因 一定要在好久之前预定入场券 才能进入较大的教会 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趁满场前 赶去参加一位知名拉比主持的聚会 他在讲道中对纽约市的腐败痛下针鞭 并呼吁占纽约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挺身而出 把这座城市打造成上帝之城 那么弥赛亚就会真正降临 令人压抑的是 这是彭霍菲尔唯一在纽约度过的复活节 而他参加的居然是犹太会堂的崇拜 旅程 彭霍菲尔的印度之旅并没有成型 但他在协和神学院一年的休业即将结束 于是他计划了另一趟旅行 他要开车经过芝加哥 然后到墨西哥 彭霍菲尔和拉瑟尔都想要一探墨西哥的天主教文化 因此决定一起到那里旅行 这趟旅程总共要开车4000英里 平均时速远低于55英里 厄恩加慷慨地把他们1928年的欧兹车借给彭霍菲尔出游 彭霍菲尔在那年三月两度拜访他们 而他们就教他开车 但是他几次考照都没有通过 莱曼认为他应该放下德国人的骄傲 塞给主考官吴美元 彭霍菲尔断然拒绝 最后决定由保罗·莱曼 把他们一路载到芝加哥 彭霍菲尔认为到那时 自己应该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 接着欧文舒辞也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舒辞参加的合唱团 即将在卡奈基町公演 于是他们把行程延后到5月5日出发 舒辞跟彭霍菲尔一样都是钢琴家 基于对音乐的热爱 那年他们一起去过许多场音乐会 其中还包括一场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会 5月5日 这四位神学家就开着借来的欧兹车 离开曼哈顿岛 他们计划往南开大约1000英里 到圣路易 他们到达圣路易后 舒辞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 于是就搭火车返回东岸 莱曼和拉斯尔继续开车 跟彭霍菲尔往前行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跟流浪汉一样 在户外露宿 拉斯尔回忆道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处安静的树丛边搭起帐篷 根本没有料到我们选择的地点竟然是一群猪的老窝 我们费尽力气才赶走他们 让那群气愤嘈杂的畜生不敢夺回他们的安乐窝 在经过这一番折腾后 大家都累翻了 迪特里希倒头就睡着了 我心里还有点担心 因此睡得不好 黎明的时候 我先被吵醒 因为就在我附近 传出稳定又响亮的憨声 我以为迪特里希病得相当严重 赶紧转身去查看他 结果发现他睡得像婴儿一样熟 传出那阵把我吓醒的憨声的 竟是一只巨大无比的猪 他四肢张开 仅靠在帐篷旁边躺着 迪特里希对这一切毫不在意 显然非常镇定 他的性格异常平和 愤怒 焦虑和失望 对他来说全无作用 他似乎没法轻视任何人 拉斯尔和彭霍费尔 最后终于到达德克萨斯州 拉雷多的墨西哥边境 但他们发现 如果要从墨西哥返回美国 就必须在进入墨西哥之前 取得入境许可 结果他们就逗留在 拉雷多的圣保罗旅馆 想办法取得入境许可 他们发电报给 已经返回纽约的保罗莱曼 请他帮忙解决问题 同时也发电报给 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求援 他们必须证明 已经购买好 从墨西哥返回美国后 由纽约返回布莱梅的船票 因为美国的经济状况 不允许欧洲人 从墨西哥偷渡入境 最后 莱曼回复的指示是 前往墨西哥市 回程时向美国领事 申请过境签证 署长保证没有问题 他们把欧斯车 留在拉雷多 然后进入墨西哥 他们两人 搭乘墨西哥火车 旅行了1200英里 维多利亚市 有一所师范学院 拉塞尔透过一位贵格会的朋友 安排自己和彭霍费尔 共同举行一场联合演讲 这两位宿敌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 前所未见的连累合作 造成一场不小的轰动 一般人难以想象 他们探讨的主题 竟然是和平 彭霍费尔到位于墨西哥市以南 库埃纳瓦卡以北的 阿兹特克古迹旅游 在一张一有墨西哥金字塔图样的明信片上 他告诉年轻的友人 理查德厄恩 我刚刚坐在这座金字塔上 好长的一段时间 并且跟一位印第安母杨童聊天 他虽然不会读书写字 但会说很多故事 这里的风景很美 气候也不太热 因为这里的海拔超过2000米 这里的一切都跟美国不一样 此地的穷人显然非常多 他们居住在小小的茅屋里 孩童往往或是只穿着汉衫 或是光着身子 一般人都很和气 而且友善 我期待能回到你的车上 然后再跟你见面 保重 亲爱的小伙子 仅在此问候 你与你的父母 彭霍费尔和拉塞尔 在6月17日返回炎热的纽约 三天后 彭霍费尔就搭船返回家乡 第八章 1931至1932年 他告诉我们 跟他一起游遍美国的黑人朋友的故事 又提到黑人的前程 那晚将近尾声的时候 他说道 我跟那个黑人朋友道别时 他对我说 把我们的苦难告诉德国人 让他们知道 我们目前的遭遇 并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沃尔夫·狄特奇默曼 一般大众普遍相信 希特勒能够拯救德国百姓 但在课堂上 我们却听到 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 英格卡尔丁 彭霍费尔在六月底 从美国返回德国 不过 他只在家停留几天 就再度出国 他父母想尽办法 吸引他留在弗里德里西斯布伦 即使如此 仍敌不过等在瑞士的机会 原来欧文舒辞 已经安排好一切 介绍他认识卡尔巴特 彭霍费尔在七月十日前往波恩 果不其然 初次见面 他就非常欣赏这位神学大师 他写信告诉父母说 我终于和巴特见面了 那天在他家中的夜间讨论 更让我深入认识他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也非常佩服他的讲课 我想我在这里的期间 一定能够受益良多 有位学生在巴特的专题讨论 课程中以用路德的名言 有时候非信徒的咒诅 听起来比信徒的赞美还悦耳 巴特一听此言心中大悦 因此询问是谁说的 原来正是语出彭霍费尔 这可能就是他们初次相识 两人马上就结为朋友的契机 7月23日 45岁的巴特 邀请25岁的彭霍费尔 共进晚餐 当晚在场的 只有彭霍费尔跟巴特博士两人 因此可以提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问题 彭霍费尔表示 巴特的谈话比他的著作和讲课 更让我倍加欣赏 因为他就活现在我眼前 这是我前所未有的经验 又表示 他的心胸非常开阔 只要是言之有误的反对意见 不论对方是否固执己见 态度傲慢 或者谦虚 武断 犹疑 也不论是否符合他的神学思想 他都乐于听取 此后两年 彭霍费尔经常拜访巴特 彭霍费尔曾在1932年9月 到瑞士伯格利拜访巴特 当时巴特刚完成其剧主教会教义学 第一卷味酒 他也拜访了书词 后者介绍他认识瑞士神学家布隆纳 1933年 柏林大学神学教授出现空缺 彭霍费尔想要运用他家族 在普鲁士文化部的影响 立体巴特说情 但当时希特勒刚成为德国总理 从此开始 一切都以政治立场为首要考虑 任何批评过希特勒观点的人 都比想在学术界 以及其他机构担任要职 结果填补空缺的是沃贝明 他的立场跟穿黄山的新任总理 完全一致 巴特后来写信告诉彭霍费尔 在这个希特勒当权的时期 由沃贝明替补施莱尔马赫的空缺 当然比我更胜任 我听说你曾经大力支持我 认为我才是最适当的人选 尽管世界的局势极其恶劣 但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能怀忧丧志 不是吗 当时希特勒攀升到总理高位 才两年之久 彭霍费尔在纽约拘留的时间 只有短短九个月 但就某方面来说 又似乎恍如隔世 当他离开纽约的时候 纳粹党只是晴朗的天空中 遥远的一小块薄云 如今却已成为一片雷声轰轰 几乎笼罩着整个天空的乌云 彭霍费尔在写给书词的信中表示 整个情势确实非常严峻 他觉得他们正处于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一场巨变即将到来 但究竟是什么呢 彭霍费尔的真知灼见 让他预见到 不论未来的趋势如何 教会都将备受威胁 他甚至怀疑 教会能否继续存留 他问道 这样一来 我们的神学还有何用处呢 当时彭霍费尔心中 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 急迫感与危机感 他觉得自己 一定要警告世人未来的趋势 仿佛他知道 一颗能让家庭在其树荫下野餐 孩童在树枝上 荡秋千的大象树内部 已经腐朽 随时都可能 倒下来压死树下的人 周围的人都看到他的改变 迹象之一就是 他的正道更加严肃 聚变 德皇威廉纪念教堂的遗迹 就像一尊作像 矗立在如塑料与水泥构成的 荒漠般的薄林商业区 在经过1943年 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后 大多数区域已成为废墟 而这座曾经让人惊叹不已的大教堂 现在只剩下一个淡痕累累的钟楼外壳 就像是一个沉重的现代主义装置艺术 提醒世人战争的毁灭力量 然而就如一般人所说 他在战前可是柏林的荣耀之一 彭霍费尔在1932年 受邀在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到那里正道 那天是德国纪念路德 以及伟大的宗教改革传承的日子 那天惠众所期待的信息 就跟美国主流新教教会惠众 在7月4日所期待的信息 没有两样一篇高昂爱国的正道 德国惠众期待 自己会受到德国路德宗传承的鼓舞 而趾高气昂 同时更因为自己抛下所有外物 坐在这硬邦邦的座椅上 让这个伟大的传统绵延不绝 而感到骄傲不已 壮硕魁梧的国家英雄星登堡那天 很可能就坐在惠众当中 因为他平常就是在这座教会崇拜 那应该是一场非常美妙的崇拜 就这样心中期待着一篇温暖愉快信息的惠众 想必最终会发现彭霍费尔的正道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先从正面给他们一记直拳 又从侧面补上一记勾拳 当天的经文隐约透露出信息的内容 第一处经文是启示录二章四至五节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必要悔改 刑起出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熟悉彭霍费尔正道的会众 一听到这些经文 很可能就会从侧门溜出礼拜堂 另一方面 若是他们能心甘情愿地 接受一场震撼教育 而留在座位上 那他们就不会感到失望 彭霍费尔一开场就提到坏消息 他表示 新教教会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现在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他说 德国教会不是正在凋零 就是已经凋零 接着他就把矛头指向在场的会众 他指责会众盛装打扮 要出席一场庆典 其实是一场丧礼 他说 号角吹得再响 也无法安慰冰死之人 然后他指出 识人眼中的英雄马丁路德 其实是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抬出来的死人 他就好像是先向在场的会众 泼一桶冷水 然后再把鞋子脱下来砸他们 他说道 我们还不明白 现在的教会 已经不再是路德的教会 他认为 他们都犯了不可原谅的肤浅与傲慢 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滥用路德的名言 这是我的立场 我别无选择 就好像这句话适用于他们 如同适用于当时路德宗的教会 这就是整篇正道的梗概 他在那年传讲过这类的正道 不止这一次 但彭霍费尔究竟看出什么端倪 而他为何要这么迫切地 传讲他的看见 他似乎想要唤醒每个基督徒 不要再把教会视为等贤 他们全都在梦游中走向致命的悬崖 但没有几个人认真对待 对多数人来说 彭霍费尔只不过是个戴着眼镜 拘谨严肃的学究 而且还是个宗教狂 此外 他传讲的信息 让他们感到非常沉重郁闷 大家一定会好奇 彭霍费尔传讲这些信息 用意何在 他真的期待坐在下面的会众 把他的信息放在心里 然而他所说的都确实无误 而他也认为 上帝已经拣选他 传讲他所说的一切 他非常认真的实践 传讲上帝的道这件事 而且不敢在讲坛上 传讲他个人的意见 他也了解 即使直接传讲来自上帝的话语 还是可能会遭到世人排斥 正如旧约先知的信息 曾遭人排斥 以及耶稣曾被排斥那样 先知的职责就是直接了当 且又顺服地传讲 上帝想要说的话语 至于这信息是否被接受 则是上帝与他百姓之间的事 然而 传讲这么十万火急的信息 又知道这些是上帝传递给信徒的话语 会让人觉得痛心不已 但这就是先知之分的痛苦 而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先知 也就意味着要跟上帝 一起承担上帝的苦楚 彭霍费尔在前一年 显然经历过一些变化 而且延续到此时 有些人甚至称之为归信 而这不太可能是实情 对彭霍费尔和亲近他的人来说 他的信仰在前一年 明显地更加近深 而且他也更清楚感觉到 他自己蒙受上帝的呼召 几年后 他在1936年1月的一封 写给伊丽莎白西恩的信中 透露出他在这段期间的转变 我接下这个服饰的心态 非常不符合基督徒的标准 许多人都知道 我深受自己私心的困扰 接着有些事情发生了 这些事情让我的生命对已转变 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开始真正了解 我过去经常传讲的圣经 我非常了解教会的运作 而且经常探讨与传讲教会 但我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 我知道自己当时是在利用耶稣基督的教义 谋求个人的利益 我向上帝祷告以后 永远不再重蹈覆辙 同时我一直都没有祷告 或者说只是敷衍了事的祷告 尽管孤独感围绕着我 但我感到相当自满自足 然后圣经 尤其是登山宝训 让我摆脱这一切 自从那时候开始 一切事情都为之一变 我和我周围的人 都清楚感觉到这件事 这是非常大的释放 我逐渐知道 教会必须活出耶稣基督仆人的生命 而我也一步步了解自己 必须付出的代价 接着我就遭遇到1933年的危机 这让我更加坚强 我现在也认识 其他跟我有相同目标的人 如今我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教会与施工的复兴 我现在非常清楚自己的护照 我虽然不知道 上帝将来会成就些什么事情 但我一定要走在这条道路上 或许这条道路并不漫长 然而能够确知自己的护照 让人欣慰 我相信 唯有在未来事成之后 我们才会了解这一切的美好 重要的是 我们要坚持到底 彭霍费尔在纽约的那段时间 尤其是在黑人教会的崇拜 对这一切自有其贡献 他在那里听到福音的信息 又看到一群苦难中百姓的真诚敬拜 那些火热的信息 以及充满喜悦的敬拜与赞美 让他的眼界大开 而转变他的生命 他是否因此而得到重生 我们虽然并不清楚整个过程 但非常了解事情的结果 至少他从此开始 固定参加教会聚会 这可是他生平头一早 并且尽可能领受圣餐 莱曼夫妇在1933年到柏林旅游的时候 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位朋友有所改变 两年前还在纽约的时候 他对参加教会活动毫无兴趣 他喜欢在哈林区带领孩子 他喜欢参加音乐会 看电影以及参观博物馆 他也喜欢旅游 喜欢在哲学和学术层面 辩论神学观念 但如今有所不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彭霍费尔突然之间 非常认真地参加教会的聚会 担任教职的彭霍费尔 彭霍费尔在前往协和神学院之前 取得柏林大学神学教师的资格 因此他回来后 马上就担任起教职 开设专题讨论并授课 但他讲授神学课程的方式 跟多数人的期待不尽相同 他生命的转变 也扩及到他在课堂讲课 以及主持专题讨论的方式 齐莫曼是彭霍费尔那段期间 教导的学生之一 他在1932年秋天出师彭霍费尔 开课第一天 教室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生 而齐莫曼当时正想要开溜 然而他莫名地感到好奇 于是留在课堂上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一位年轻的讲师 踏着轻快的步伐站上讲台 他拿整齐的头发相当稀疏 扁形宽阔 戴着一副无矿的金丝加笔眼镜 在简短的幻影后 他用坚定又稍微低沉的声音 说明课程的意义与架构 接着他就打开讲稿 开始授课 他指出 我们目前经常扪心自问 自己是否仍然需要教会 是否仍然需要上帝 但是他说 这是错误的问题 需要被质疑的是我们自己 教会存在 上帝也存在 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站出来服侍 因为上帝需要我们 这是大多数德国讲台上 罕见的言论 更是大学课堂上 从来没有过的言论 但是彭霍费尔并非一息之间 就变得比较感性 或说比较没有理性 他讲课的风格非常专注 相当沉着 几乎没有情绪起伏 清楚明确并带有理性的冷静 有点像记者一样 这种坚定的信仰 和理性知识的结合 让人信服不已 另一个学生 弗伦斯雷赫尔表示 他们非常专心地听他讲课 甚至连苍蝇飞的声音都听得到 有时候 课程结束 把手中的笔放下来时 我们真可说是汗流加倍 然而 彭霍费尔并非总是这么严肃震惊 他不时会突然 有露出未敏的童心 多年来不少有人都注意到这一点 雷赫尔到他家中拜访 当受邀留下来吃晚餐的时候 雷赫尔婉拒他的邀请 但彭霍费尔在挽留他时表示 这可不是我的饼 而是我们的饼 如果我们一起吃的话 就会剩余十二筐 彭霍费尔经常邀请学生到家里 他乐于参与他们的生命 正如他曾经参与格鲁尼沃尔德主日学 小朋友的生命 以及周四论坛那些年轻朋友的生命一样 雷赫尔记得彭霍费尔用下面这番话激励他的信心 我在学习过程中遭遇困难的时候 他会以牧师兄长和朋友的身份陪伴我 他推荐我阅读卡尔海姆的信仰与思想时 指出海姆能够体会怀疑者的心情 他不会浸淫在肤浅的护教学里面 以傲慢的态度攻击自然科学 他说我们必须体会怀疑者的心情 甚至跟他们一起怀疑 另一个学生 奥托杜茨回忆启彭霍费尔邀请学生 到他父母家参加音乐晚会的情景 他不计较自己的身份地位 把所有的一切都开放给别人 他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他手中的珍贵宝藏 也就是他父母亲那优雅高贵 带有浓厚文化气息又开放的住所 举行音乐会的那晚就是充满这种气氛 让我们感觉这就像是自己的家 而彭霍费尔的母亲也总是尽力款待我们 即使1934年彭霍费尔远赴伦敦的那段期间 他的父母亲依旧把那些学生示弱己出地招待他们 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社交圈与亲友 彭霍费尔没有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基督徒生活切割开来 他的父母亲因此能认识不少优秀的深学生 而他的学生也能认识不同凡响的彭霍费尔家族 英格卡尔丁是彭霍费尔教过的少数女学生之一 他对第一堂课的记忆是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好年轻 他的长相非常清秀 而且仪太大方 他跟我们这些学生的相处非常自在 但就一位那么年轻的男子来说 他却透露出一股坚毅与高贵的气度 他始终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会随便开玩笑 彭霍费尔的另一个学生 舍恩赫尔表示 他本人的样貌其实跟许多相片都不一样 有些相片把他拍得有点圆滚滚的 其实他具有运动员的体格相当魁梧 而且额头相当宽阔 类似康德的额头 不过他的声音却和他的体格完全不相匹配 他声音的腔调有点高 所以千万不要被他的声音误导 他的声音毫无煽动性 其实他对这一点感到相当高兴 因为他从来就不想成为具有煽动力的政客 彭霍费尔一直对魅力这个问题感到坠坠不安 他不相信魅力 而希望单单借着他的话语以及逻辑打动其他人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群学生围绕在他身边 他们讨论的场地不再局限在课堂与研讨室 他们想要在大学校区之外继续讨论 有些同学每星期会在奇莫曼 会于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阁楼上聚会一次 聚会的场地非常拥挤 但他们会讨论好几个小时 一面吸烟一面讨论 彭霍费尔甚至为这些聚会定下特别规范 正如他带领周思论坛一样 这不是漫无目的的高谈阔论 而是按部就班的认真探讨议题 他们的宗旨是在运用纯粹理性的思考 穷尽议题的各个面下 彭霍费尔以开放的态度思考所有问题 而他教导学生仿效他的榜样 他们以严谨的推论总结出合理的结论 然后从各种角度检视 确定自己穷尽所有可能 因此不至于被情绪左右 他非常重视神学观念 一如他父亲霍卡尔费德里希 对科学观念 以及他哥哥克劳斯 对司法观念的重视 他以同样严谨的态度 面对圣经 伦理 以及神学议题 并且务必要分辨出所有陈枪烂调 然后加以铲除 丢弃 任何人之所以想要得到 经得起考验的答案 是因为想要按照那样的方式生活 这一切无必要化为行动 而且成为生命的实质内容 一旦我们了解上帝话语的意义 就必须忠实地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活 而在当时 德国的行动带来了重大的后果 学生发现彭霍费尔非常开放 又有耐心 赫尔姆特特劳布注意到 彭霍费尔极其谨慎 随时准备考察摆在他面前的新问题 即使最天马行空的观念也不放过 学生知道从他那里 学会如何耐心地 全盘思考问题的所有方面 他拿保守的个性 严谨的学校教育 以及巨细米遗的态度 让他不至于咒下结论 大约十点半左右 他们会移步到附近的啤酒馆 继续轻松地交谈 彭霍费尔总是会主动副长 齐莫曼表示 有一晚彭霍费尔带来他在纽约买的黑人铃歌唱片 他告诉我们 跟他一起游遍美国的黑人朋友的故事 又提到黑人的前程 那晚将近尾声的时候 他说道 我跟那个黑人朋友道别时 他对我说 把我们的苦难告诉德国人 让他们知道 我们目前的遭遇 并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要在今晚完成这个使命 他那时很可能已经开始思考 上帝对教会的呼召 就是要与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许多在这段期间 接受过彭霍费尔教导的学生 都成为他生命中的一环 部分学生跟他一起参与和医运动 而且他们许多人 后来纷纷投入 曾斯特和分根瓦德的地下神学院 其中包括 奥托杜茨 摄恩赫尔 乔基姆坎尼茨 尤根温哈格 奇莫曼 赫伯特耶勒 以及英格卡尔丁 彭霍费尔的理想 不只是要以大学老师的身份 教导他们 他希望能训练他们 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命 包括从圣经的角度了解时事 一直到以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 而不是以研究神学的态度 研读圣经 就当时德国大学神学教授来说 这是非常独特的作法 彭霍费尔之所以能够遂其所愿 所靠的就是他贵族般的文化背景 以及他的聪明才智 他说话带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 同时又能顺势表达出 他对实事的真辩 1933年的时候 一位同学说道 一般大众普遍相信 希特勒能够拯救德国百姓 但在课堂上 我们却听到 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 英格卡尔丁表示 彭霍费尔曾经告诉他 唯独上帝值得我们 以万岁致敬的重要性 他对评论政治毫无忌讳 许多人认为 政治跟基督教信仰无关 但他从来就不这么认为 他也想起 彭霍费尔坦率地认为 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 在柏林大学这样的机构 此举显然会被一笑大方 他说 在阅读圣经的时候 一定要认为 上帝正在此时此地对我说话 他并不像希腊文老师 以及所有其他老师那么抽象 他反而从一开始就教导我们 在阅读圣经时 一定要认为 那是为我们而写的 是上帝直接告诉我们的话语 他不是广泛地 招告天下所有的人 而是跟我们有一层亲密的个人关系 他从一开始就不断提醒我们 一切都是以此为起点 彭霍费尔对抽象思考没有兴趣 他认为 神学一定要能够引导我们 在现实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当彭霍费尔问学生 是否会唱圣诞诗歌的时候 卡尔丁感到一阵错愕 他们的回答非常含糊 于是他说 想要成为牧师 就必须会唱圣诞诗歌 对他来说 音乐不是基督教事工可有可无的一环 而是必备的一环 他决定要立即弥补这个缺憾 他告诉他 我们要在降临节第一天的中午集合 然后一起唱圣诞诗歌 他记得彭霍费尔吹的笛声非常悦耳 而且歌声美妙 乔吉姆·卡尼茨记得彭霍费尔曾经告诉他们 千万不要忘记圣经中每一个字 都是非常亲密的信息 透露出上帝对我们的爱 接着 彭霍费尔问我们是否爱上帝 另一个他的实用教学法的要素就是 在周末带领学生到郊外退休 他们有时候会到普利贝洛 住在当地的青年旅社 而他们也曾经多次前往 他在比森塔尔附近购置的小墓屋 在一次徒步旅行中 彭霍费尔要求他们在早餐后 默想一节圣经 他们必须在草地上找一块地方 然后安静地坐下来 默想那节圣经一个小时 许多学生都认为这非常困难 而后来彭霍费尔在分更瓦德 培训圣职候选人时 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英格卡尔丁也在其中 他教导我们说 圣经会直接进入你的生命 直达你所面对的难题 彭霍费尔当时正在酝酿一些想法 而几年后 这些想法就在任心教会的 地下神学院付诸实践 对他来说 诸如默想经文以及唱诗歌 都是神学教育整体架构的一部分 彭霍费尔不断思考到成肉身这个主题 上帝创造的 我们不是没有躯体的灵魂 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使得他认为 基督徒生命必须有榜样 耶稣将士 不只是要传达 关于生命的观念 概念 规范与原则 他活出这一切 他借着与门徒一起生活 告诉他们 生命的理想样式 上帝为生命勾勒出的样式 不仅仅是理性或者灵性而已 生命是这一切的总和 生命超出这一切 彭霍费尔要为他的学生 模造出基督徒生命的样式 这使得他认为 要成为基督徒 就必须跟基督徒生活在一起 有位学生表示 他从彭霍费尔看待 罪与恩典的方式 了解到这两个观念 在1933年的一次退休会中 彭霍费尔和一群学生 在某处森林践行的时候 遇到一个显然因为饥饿 而正在找寻食物的家庭 彭霍费尔亲切地居前 然后问他们孩子是否有食物吃 当男子回答没什么可吃的时 彭霍费尔就问是否可以带走两个孩子 他说我们正要回去吃饭 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 吃饱后我们马上就会把他们送回来 威丁的坚信班 彭霍费尔对处境艰困的人 能够表现出非常惊人的同理心 但最特殊的一次 是他在威丁的西安教会教导的坚信班 那里是位于柏林北部普伦斯老堡的 一处恶名昭彰的地区 他在1931年接受暗幕 不久之后就被分派到这里服侍 大约同时间 他的直属教长奥托迪贝利乌斯 分派他担任夏洛藤堡技术学院的校目 起初他对这种安排并不太满意 但是他在这个顽劣的坚信班 所得到的经验 却让他喜出望外 西安教会年事已高的穆勒教长 急需帮手 带领一个由50位男孩组成的班级 他们的行为几乎难以言喻 彭霍费尔对这个区域的形容是野蛮 并且处于社会与政治的困境 彭霍费尔曾经在哈林区教导过儿童主日学 但二者可说是天差地别 美国的政教分离政策 使得上教会属于个人与自愿的行为 因此孩童会到教会班级上课 多半是出自父母的意愿 如果孩童行为乖僻 就会被父母责备 但在德国 大多数孩童参加监信班 就好像接受义务教育一样 这其实是政府的要求 那些跟年轻牧师点头而过的父母 心中的想法 大概跟他们的孩子没有两样 不论如何 这可以让他们的子女 远离街头一两个小时 但如果他们的孩子行为乖僻 那可就是老师的责任了 在他们看来 教会已经是一个腐败的机构 如果他们的孩子 让这位温和的金发牧师 大伤脑筋 那也是他自找的 彭霍费尔现在面对的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小流氓 跟他在哈林区教导的那群小天使 完全不一样 虽然他在事前已经得到警告 但依旧只能束手无策地静观其变 这些十四五岁恶名昭彰的小导弹 把前任牧师耍得团团转 在彭霍费尔接下这个班级后不久 精疲力竭的老牧师就蒙主恩赵 到天堂的坚信班报到去了 彭霍费尔真的认为 老牧师健康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个顽劣的班级 贝特格对他出上任的情形描述如下 老牧师和彭霍费尔 缓慢地步上教育大楼的阶梯 楼高树层 孩童纷纷从栏杆探头向下望着他们 发出阵阵惯声 并且把垃圾丢向正在爬楼梯的两个人 他们爬到顶端后 老牧师一面喊叫 一面使劲地要把这群小恶棍赶回教室 他努力宣布 他为他们带来的这位是新牧师 将来就由他负责授课 而他的名字叫做彭霍费尔 他们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开始喊着彭 彭 彭 声音越来越大 老牧师沮丧地离开教室 留下来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安静地靠墙而立的彭霍费尔 几分钟就这样过去了 由于他毫无反应 这些鼓噪也就变得无趣 而逐渐安静下来 然后他开始小声地说话 声音低到 只有前排的几个男孩 才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说出的话 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 彭霍费尔只表示他们这场欢迎是非常热闹 接着就告诉他们哈林区的故事 他说如果他们要听的话 下次他就会讲得更多 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下课了 此后他就没有再遇到过他们上课不专心的问题 彭霍费尔对欧文书词叙述当时的情况 那些孩子起初的表现就像疯了一样 因此刚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很难管教他们 不过最有帮助的 就是我直接告诉他们各种圣经故事 尤其着重跟末世相关的经文 彭霍费尔因为年轻体格健壮 又带有贵族气度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他往往能对身边的人发挥出类似的影响力 即使一般认为绝无可能的人也一样 在他生命将近尾声的时候 部分在他身边的狱族就曾受到这种影响 几年后 其中一位男孩回想起 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 有个同学拿出三明治开始吃起来 这在北百林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刚开始彭霍费尔牧师没有说什么 然后他就望着那位同学 他的眼光沉稳又慈祥 不过持久又专注 而且没有说一个字 后来那位同学觉得太尴尬了 而把三明治收起来 我们的牧师始终都能用他冷静亲切的态度 化解同学对他的骚扰 也许是因为他太了解小男孩 调皮捣蛋的花招 逐一访问50个学生的家庭与家长 也属于这位年轻贵族牧师的责任 威丁是一个肮脏穷困的区域 许多父母让他进入家门 只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不由自主的义务 他跟家长之间温吞的对话 又是难免让人感到尴尬 彭霍菲尔认为这是他所有职务中最糟糕的一环 他在一封写给书词的信中说道 有时候我经常会站在那里 心中想着 如果当初我学的是化学 也同样可以胜任这种家庭访问 一想到教母探访那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 我和对方绞尽脑汁找话题 然后断断续续 温温吞吞地进行对话 真是如坐针毡 而且每个家庭的背后 总是有一些不为外人道的心酸 实在让人无言以对 许多人都能毫无避讳 轻松自在地谈论自己的荒唐生活 如果有人好言相劝 他们就会觉得对方不了解他们 然而彭霍菲尔面对这种情形 却毫不退缩 为了要更接近这些家庭 并且花更多的时间与这些孩童相处 他搬到小区里面 奥德伯街61号 一间附带家具的房间居住 然后他把在协和神学院的住宿经验 应用到这里来 并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 也就是让他负责牧养的那些孩子 随时可以登门拜访 这对贯于独来独往的 彭霍菲尔来说 可是一个果敢坚决的重大转变 他的房东 就是在楼下店面做生意的烘焙师傅 彭霍菲尔告诉房东太太 即使他不在家 也可以让那些孩子进入他的房间 那年圣诞节 他送给每个孩子一份圣诞礼物 彭霍菲尔告诉舒辞 我非常期待面对这次的机会 这是真正的事工 一般说来 他们的家庭情况 可说是难以言喻 穷困 失序 放荡 然而孩子们都非常开放 看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年轻人 竟然能够越挫越勇 往往让我感到压抑 当然 我们一定会在心里自问 如果一地而出的话 自己会作何反应 两个月后 他再度写信给舒辞 第二个学期 几乎全都交给候补者 从元旦起 我就一直住在北部 这样一来 我每个晚上就可以轮流 跟这些孩子相处 我们会一起吃晚餐 然后玩游戏 我已经教会他们下国际象棋 他们现在下棋下得很起劲 每天晚上结束的时候 我都会念一段圣经给他们听 然后教他们一些教理 大家往往会变得庄重严肃起来 教导他们的感觉真好 让我欲罢不能 彭霍费尔就是在这个时候 决定租下百临北部 一片九英亩的土地 然后在那里盖一座小木屋 这块地位于比森塔尔镇 用历青与木材搭建的小屋 也相当简陋 屋里面有三张床 几张板凳 一张桌子 以及一个煤油炉 他在这栋梭罗氏小屋前面 拍过一张照片 摆出一副英雄气概 脚上打着绑腿 嘴里还叼致烟斗 他经常到这个地方进修 有时候会带着大学里的学生 有时候也会带着威丁的孩子 就跟他在柏林的房间一样 他也欢迎他们随时来访 将近举行监信礼的时候 彭霍费尔才发现 许多孩子都没有合一的服装 也没有钱买衣料 因此他买了一大卷毛布 捡给每个孩子 一块足够大的衣料 有一次一个孩子生病了 彭霍费尔每星期都到医院去探访他两三趟 并且在手术前为他祷告 医生都认为孩子的腿必须节肢 但后来却奇迹般地被挽回 孩子终于完全康复 而且跟其他人一起接受了监信礼 举行监信礼的主日是1932年3月13日 那天恰好也是决定 未来总理的全国选举日 德国纳粹党的无赖 成群结队坐在卡车后面 用喇叭煽动事端 早在一个月之前 希特勒就因为出生成长在奥地利 而丧失参选权 后来他费尽心思钻法律漏洞 终于能够参选 因此那个主日的威丁并不太宁静 虽然有这些纳粹党大肆宣浪 主日聚会依旧顺利进行 彭霍费尔对这些孩子传讲的信息 比当时他传讲的其他信息 要温和多了 各位亲爱的监信礼候选人 在监信礼的前几天 我一直问你们 希望在自己的监信礼上 听到什么信息 我得到的回答往往是 我们希望听到 让我们一生都受用的严正劝戒 我向你们保证 今天在座的人 只要仔细听 一定能够得到一个甚至两个劝诫 而今天我也一定不会 让你们未来的远景 看似比目前的景况更艰辛暗淡 我也知道 你们当中许多人 已经尝过许多人生的艰苦 今天我不是要教你们畏惧人生 而是要勇敢面对人生 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要 比以往更强调盼望 这是属于我们 且没有任何人能夺走的盼望 他邀请他们参加两天后的一场崇拜 好跟他们统领圣餐纪念主 接下来的周末是复活节 他带着一大群孩子前往福里德里西斯布伦 他的表弟汉斯克里斯托夫也一起同行 帮助他照顾这些孩子 彭霍费尔写信告诉他父母 我很高兴能够跟接受监信里的这些孩子 一起到这里来 虽然他们对森林和大自然 并不特别感兴趣 却热衷于在博德谷爬山 以及在草地上踢足球 往往得费尽力气 才能让这些惯于不守秩序的孩子守规矩 我想等我们离开后你会发现 这些孩子并没有对屋子造成任何严重的损害 除了一扇窗框破损 其余一切都完好无缺 只有管家妈妈对这群无产阶级的大举入侵 有点不满 等到星期四 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五个月后 彭霍费尔又前往福里德里西斯布伦 但原因不一样 四代的彭霍费尔家族 齐居一堂庆祝朱利塔菲尔彭霍费尔的九十大寿 克里斯特与汉斯冯杜南伊的儿子 克里斯托夫当时还没有马两岁 尽管如此 他还是依循家族的悠久传统 为祖母背诵一段诗文 当你像我这么年幼的时候 骑着一匹小骏马 当我像你那么年长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到月亮上去 虽然他们许多人都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持守的价值观 却能让身在快速变迁的环境中的彭霍费尔 成为基督徒 在一片疯狂与野蛮的风暴中 他们依旧保有一贯的风度与仪态 因此彭霍费尔对于要求他 远离自己家族 与世界的基督教敬虔主义宗派 表示怀疑 因为他跟以往一样继续和他们相处 因此他们也都清楚地知道他是基督教牧师与神学家 他父亲是世界顶尖医生 而长兄又跟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一起分裂原子 在这样的家庭成为神学家可不是件等闲的小事 但是在神学上 设计卓越知名的曾祖父卡尔奥古斯特哈泽 以及格鲁尼沃尔德 备受世人敬重的邻居阿道夫冯哈纳克的立场 转而接受另一种神学立场 进而跟学生谈论爱耶稣 以及在威丁的租屋处 跟下层社会人士谈论上帝 确然是另一回事 彭霍菲尔家族不由地不注意到 在启程前往曼哈顿到现在为止这段期间 他整个人确实有所改变 但这个改变不是因为更成熟老恋之后 会觉得难为情而有所收敛的那种改变 从各方面看来 这个改变跟他以往的经历非常一致 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让家人担忧的助然改变 而他也不想用任何笨拙偏激的方法 向他们传福音 他反而继续孝顺父母 也始终尊重其他家人 并且依旧维护他自幼学习的价值观 他跟以往一样 反对放纵无度的烂情主义 以及陈枪烂调 他跟以往一样 反对国家社会党 以及他们主张的一切 就这一切来说 他的信仰 就跟他母亲保拉彭霍菲尔的信仰一样 让人绞尽脑汁也很难驳斥 短短几年后 彭霍菲尔在1936年 写信给姐夫吕迪格·施莱歇尔 他主张自由派神学 而彭霍菲尔则是保守派 下面这段话 透露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要坦诚 我相信 唯独圣经是我们所有问题的解答 而我们 只需要谦虚地不断寻求 就能得到这个解答 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 不能认为 它跟其他书没有两样 我们心里必须有万全的准备 才能了解它 唯有这样它 才会显明它自己 唯有我们期待会得到最终的解答 我们才能得到它 这是因为 上帝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 而我们不能单靠自己 凭空想象上帝 我们必须寻求它 唯有我们寻求它 它才会回应我们 当然 我们也能把圣经当作一般的书研读 这也就是经文批判等理论所采取的方式 对此 我们没有任何反对 然而 这种方式 只能让我们认识圣经的皮毛 无法让我们了解圣经的精髓 正如 我们不会把爱人的情话 逐次分析拆解 而是把这些话放在心里 好让它们不断在我们脑海中回荡多日 只因为这些是我们的爱人所说的话 这些话能让我们慢慢更深入认识对方 就像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 对于圣经的话语也是一样 唯有我们深思圣经的话语 仿佛爱我们的上帝 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 而不会让我们独自面对我们的问题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享受圣经 如果是由我决定上帝藏身处的话 那么我一定会找到一位和我心意的上帝 既和蔼可亲 又能够认同我的本性的上帝 但如果是由上帝自己决定 他的藏身处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藏身在一处 不讨我喜欢又跟我格格不入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凡是找寻他的人 就一定要来到十字架前 正如登山宝训所言 这不但跟我们的本性丝毫不合 并且完全背道而驰 然而这就是圣经的信息 不只是新约 研究约也一样 我现在想要亲自对你说 自从我学会用这种方式阅读圣经 每一天我都发现它更加美妙 我每天早晚都会读圣经 有时候再日间也会读 每星期我都会选择一处经文 在周间每一天思想 而且尽量进行其中 好让我确实了解其中的意义 我知道若非这样就无法正常生活 第九章 1933年 当前最可怕的危机就是 在簇拥着权柄的同时 我们旺季人要单独站在 至高的权柄面前 凡是以暴力待人者 所触犯的乃是永恒的律法 终会导致那远在人类之上的权柄 一举将它粉身碎骨 教会只有一个祭坛 也就是全能上帝的祭坛 所有被造物都要在其面前屈膝 凡是不以此为至宝的人 一定要远离 因为他不能跟我们一起 居住在上帝的家中 教会只有一个讲坛 而那个讲坛所传讲的 是对上帝的信仰 除此别无其他信仰 以及上帝的旨意 除此别无其他旨意 无论是多么善意的旨意 狄特里希彭霍费尔 1933年1月30日正午 阿道夫·希特勒 就任德国民选的总理 这块郁郁哥德 席勒和巴赫的土地 如今将有一位 与狂人和罪犯为伍的人领导 他经常带着一只狗鞭 出现在公众场合 第三帝国就此揭开序幕 两天后 也就是2月1日 星期三 一位26岁的神学家 在波斯坦街电台 发表一场广播演讲 彭霍费尔演讲的题目是 年轻一代对领袖观念的曲解 演讲的宗旨是要导致 以援手为领袖而造成的问题 内容是在解释 这种领袖必然会成为偶像 以及误导者 他还没有提出结论 演讲就被切断了 方间流传的故事 听起来就像是彭霍费尔 当时正勇敢大胆地直接指责希特勒 因此其心腹就下令关闭麦克风 停止广播 虽然那场演讲是很久之前就已经敲定 而且不是特别针对希特勒当选的反应 但我们并不清楚 那场广播的主讲人 为何会是彭霍费尔 推荐他担任主讲人的 可能是曾经在福音派新闻联会 广播部门工作的奇莫曼 卡尔彭霍费尔最近也在同一家电台 发表过两场演讲 彭霍费尔的演讲 不是特别针对希特勒 而是针对已经流行好几十年的 所谓元首至上这个用语 所造成的误导 Bell Fuhrer的字意就是领袖 这个用语 起源于20世纪初流行的德国青年运动 当时元首和希特勒之间 还没有画上等号 希特勒当然会想办法 把元首这个观念与总理职务结合在一起 甚至最终把它们融为一体 坚持要大家称呼他元首 因为他想要彻底利用这个称呼 赚取政治利益 但在1933年2月的时候 这还不是他独享的称呼 然而彭霍菲尔发表演讲的时机实在不巧 希特勒当选后两天 当时可能是因为纳粹党在审查广播 但也可能是彭霍菲尔和电台之间沟通不良 只是单纯的时间不够 纳粹党在几年后确实完全掌控广播频道 但我们不确定当时是否有此能耐 然而新当选的纳粹党 应该会制止这类演讲的想法 确实让人深信不疑 而这也可能就是真相 不论如何 彭霍菲尔对自己的演讲被打断 感到非常不满 主要是因为他不希望听众误以为 他赞成希特勒 任何听到这篇演讲结论的人 都会了解元首至上这个观念 已经备受扭曲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是居然没有人听到演讲的结论 许多听众可能会认为 彭霍菲尔对元首至上这个概念的形思 只不过是要表示 他对这个概念的支持 为要亡羊补牢 彭霍菲尔复制好几份演讲稿 寄给他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亲戚朋友 另外还附带一张编条 说明演讲的结论部分 在广播时被切断 那批演讲同时还刊登在纵横报上 纵横报是一份政治立场保守的报纸 接着 彭霍菲尔在三月初 受邀到柏林政治学院 发表一篇增补过的演讲 在1933年初的时候 这一切都还可能顺畅地进行 但是我们不应该让这场广播 掀起的波折 掩盖过演讲本身不寻常的内容 就在希特勒当选两天后 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 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个他在撰稿时还不存在的 政权最根本的哲学理念的错误 而从他发表那场演说开始 这个政权就把整个国家 以及半个世界带入一场长达12年 充满暴力与苦难的梦魇 并在他即将结束的时候 杀害了发表这篇演讲的人 这整件事情带有一股莫名的先知气氛 然而 讲稿本身并没有提到 任何政治事件或者时事 那确实只是一篇 关于哲学思想的演讲 但对政治局势的解析 却胜过上千篇的政治演讲 这场演讲本身除了内容之外 其结构与风格 也与大呼小叫的希特勒式演讲 完全不同 整天讲稿非常严谨而沉稳 条理分明又言辞清楚 就思想层面来说也相当复杂 它既不是要取悦大众 也不是一篇实用的演讲 而比较像是一篇学术论文 部分听众会觉得有点艰涩 即使演讲的结论能照常广播出去 许多听众可能还是会认为 整篇演讲太枯燥 而在听到结论之前 就已经关掉收音机了 但彭霍菲尔并不是为要挽回听众 事实上 他所要的是 不要把焦点放在他自己身上 而是放在他所提出的观念上 这就是他和希特勒 在对领袖观念的认知上的核心差异 他发表演讲的最终风格 就是活出他的演讲 彭霍菲尔不喜欢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也不喜欢利用自己的性格 影响别人赞成他的思想方式 他觉得这是种欺骗的手法 反而会让一个人观念模糊不清 他想要促进这些观念 确实 他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 观念可以独立存在 要了解德国的严重错误 以及彭霍菲尔那篇演讲的高明之处 就必须先了解元首至上这个用语的发展 由于此一观念对领袖概念严重曲解 因此跟较现代的领袖观念大相径庭 它使得希特勒能够掌权 然后又发展出可怕的死亡集中营 这个元首至上的观念 就是彭霍菲尔反对希特勒的主要核心 彭霍菲尔在那天的演讲中 铺陈出他对这个议题的观点 彭霍菲尔首先解释 德国为何要找寻一个元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及随之而来的萧条与混乱 制造出一场危机 这使得年轻一代 特别对德皇与教会 这两个传统权威失去信心 而德国的元首概念就是源自这一代 他们所要寻求的是某种意义 以及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向导 真假领袖的区别在于 真正的领袖的权柄来自上帝 也就是一切良善的源头 父母亲具有正当的权柄 是因为他们顺服良善的上帝的正当权柄 但是元首的权柄并不会顺服其他权柄 他是独立自主的权柄 因此具有救世主的意味 彭霍菲尔表示 以往领袖的形态各不相同 包括教师、政治家、父亲 如今领袖已经成为独立的人物 领袖跟其他职务完全不相干 他主要就只是领袖而已 真正的领袖必须知道自己权柄的限度 如果他不是从现实中了解自己的功能 如果他不继续清楚明白 告诉追随者他的使命的限度 以及他们自己的责任 如果他让自己屈从跟随者的愿望 就会让他自己一直成为追随者的偶像 然后领袖的形象就会演变成误导者的形象 那么他不但会任意对待他的追随者 也包括他自己 真正的领袖一定要勇于戳破幻想 这才是他真正的职责 以及他真正的目标 他必须教导追随者 不要顺服他个人的权柄 反而要认识各个阶层与职位的真正权柄 他必须坚定地拒绝成为偶像 也就是追随者的最高权柄 他的服饰是要维系整个国家与社群的秩序 那么他的服饰就会具有极高的价值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就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他必须领导追随者长大成熟 如今一个成熟的人的特征 就是肩负起对他人 以及整个社会当今的责任 他必须让自己有节制 守秩序尽本分 优秀的领袖会服侍他人 并带领他人长大成熟 他会以别人为优先 正如好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 渴望带领子女以后 能够成为好的父母 换句话说 这就是门徒训练 他接着说 唯有在了解这个职务 在至高无上 不可言喻的权柄 也就是在上帝的权柄之前 是次于终极的权柄 才算是真正的进入状况 在这个权柄面前 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完全独立 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负责 如果领袖的权柄或职位 被认为就是最高权柄 就会破坏个人 单独站立在上帝面前 以及顺服最高权柄的情势 人要单独站立在上帝面前 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同时得到自由 又能克尽职责 当前最可怕的危机就是 在粗拥着权柄的同时 不论是指领袖还是职位 我们都忘记人 要单独站在至高的权柄面前 凡是以暴力待人者 所触犯的乃是永恒的律法 终会导致那远在人类之上的权柄 一举将它粉身碎骨 一旦我们违背与扭曲 那要求个人单独站在上帝面前 交账的永恒律法 它就会发出可怕的反击 因此 领袖要对职位尽责 领袖和职位 都要对最终的权柄交账 德国或者整个国家 在上帝的权柄面前 只是次于终极的权柄 凡是认为 自己犹如神明的领袖或者职位 都是在嘲笑上帝 以及站在上帝面前的个人 必须被除灭 尽管希特勒已经当选48个小时 但随着彭霍菲尔的演讲 一系列新的战线才刚拉开 按照彭霍菲尔的看法 圣经里的上帝所主张的是 真正的权柄与良善的领袖 因而反对元首至上 及其鼓吹者希特勒 当然 希特勒从来没有公开反对上帝 他非常清楚 许多德国基督徒 都懵懵懂懂地晓得 真正的权柄 应该来自上帝 但跟彭霍菲尔不同的是 他们并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成为拒绝顺服上帝权柄的领袖 就必须在表面上服侍上帝 否则就无法维持太久 希特勒毕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而且正如所有真正现实的人一样 他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因此 希特勒那天也发表了一篇演讲 他当时年仅43岁 而且大半生都在险恶的正常上拼斗 自从他因为啤酒馆暴动 被关在牢里 迄今已经十年 如今他已摇身一变 成为德国总理 当初那个年轻人 已经东山再起 胜过他的敌人 但为要说服他的追随者 相信他具有正当的权柄 他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 所以那天他演讲的开场白说道 就身为国家领袖来说 我们下定决心 要实现身为国家领导者 所肩负的使命 我们岂是要单单忠于上帝 我们的良心 以及我们的民众 几年后 彭霍菲尔的父亲 写下他对希特勒胜选的感想 从一开始 我们就认为 国家社会党 在1933年的胜利 以及希特勒就任总理 实属不幸 全家人都同意这个看法 就我个人来说 我之所以不喜欢 也不信任希特勒 就是因为他那种 山货群众的宣传式演讲 他喜欢带着一只 骑马短鞭 寻行全国的习惯 他对官员的选择 附带一提 我们这些住在柏林的人 比其他地方的人 更了解那些人的能耐 而最后 还有我从同行那里得知 他种种精神失常的症状 彭霍菲尔一家 从一开始就看穿了希特勒 但是没有人料想 得到他居然能当权那么久 他们认为 纳粹党当然也有得意的时候 甚至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随即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要一到清晨 即使最可怕的梦魇 也一定会消失 然而 黎明似乎永远都不会降临 德国之所以会步入这条歧途 原因非常诡异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许多人非常高兴 能够废除旧制度 并且摆脱德皇的纠缠 然而 当旧君王终于离开王宫的时候 那些叫嚣他下台的人 突然感到若有所失 他们发现自己 就像努力追车的狗 在终于追上之后 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于是满脸羞愧地悄悄溜走了 德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制度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运作 因此整个国家分裂成各种不同的派系 各个派系都互相指责对方是乱源 他们只知道在德皇统治下 国家有法律 秩序与规矩 但如今则是一片混乱 德皇曾经是国家的象征 如今舞台上只有微不足道的政客 因此德国人民大声疾呼 要求秩序与领袖 但是他们的大声疾呼 所召唤来的却是魔鬼 因为从受创的国家精神的沉痛伤口中 所兴起的是一股诡异 恐怖又迷人的势力 元首不只是人 也不只是政客而已 他既可怕又威权 自满自足又自以为意 他就是自己的父 也是自己的上帝 他就是他自己形象的代表 但愿用自己的灵魂换取时代精神 德国人想要恢复以往的光荣 但眼前唯一的途径 就是第一件粗俗的民主制度 因此 全国人民就在1933年1月30日 以民主方式 选举出一位曾经启示要 毁灭他们恨恶的民主政府的人 希特勒当选总理 就是要毁掉民选总理 四个星期后 彭霍费尔在柏林三一教会政党 那是他在希特勒当权后第一次政党 彭霍费尔一眼就石透这种新的情势 但他毫不畏惧地针对眼前的一切政党 教会只有一个祭坛 也就是全能上帝的祭坛 所有被造物都要在其面前屈膝 凡是不以此为至宝的人 一定要远离 因为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居住在上帝的家中 教会只有一个讲坛 而那个讲坛所传讲的是对上帝的信仰 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信仰 以及上帝的旨意 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旨意 无论是多么善意的旨意 这次正道的主题 跟他广播演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然而现在偶像祭坛前面所写的不再是未实之神 现在每个人都认识那偶像是谁 现在元首至上所指的元首已经有名字了 希特勒已经登上那祭坛 现在上代处理的就只是那些不实实物 仍然崇拜其他神奇的祸首乱元 希特勒和纳粹党在1933年取得政权时 他们在国会仅占有少数席次 其政敌以为希特勒必须和他们合作 因此天真的认为可以控制他 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希特勒知道自己的对手各怀鬼胎 因此不至于联手对付他 他可以巧妙地挑拨他们互相对抗 然后趁其不备迅速地以铁板的方式 壮大自己的势力 戈培尔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这场仗打起来轻松多了 因为我们可以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 电台和报社都有我们掌控 我们务必要发动一波伶俐的宣传 而这一次我们当然不会缺钱 国会纵火案 不过纳粹党要怎么打这场仗 首先他们要烧掉一栋建筑 他们夺权的第一步就是纵火 而其最终目标就是废除德国宪法 然后让希特勒顺理成章地成为独裁者 这是一个简单又大胆的计划 他们要在国会 德国的民主殿堂纵火 接着他们会怪罪给共产党 要是德国民众相信 共产党想要烧掉国会大厦 那么他们就会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烈的行动 他们会愿意牺牲一点自由 好让德国能够对抗共产恶魔 这把火就这样烧起来 结果共产党背了黑锅 纳粹党就此做大 但那晚事情发生的过程 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历史与新闻学家威廉夏伊勒 在他叙述那段时期 历史的巨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中表示 纳粹的领袖队这件事 赶到错愕希特勒总理抵达戈培尔的家中 准备一起共进家庭晚餐 根据戈培尔所说 他们非常轻松 边听唱片边聊天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突然间汉夫斯丹格尔博士 打电话说国会大厦失火了 不过戈培尔必须评估消息来源是否可靠 恩斯特普茨汉夫斯丹格尔是一个怪异但温和的哈佛人 过去十年来 他的财富以及人脉 对希特勒的崛起帮助非常大 他在辉煌的大学时期 曾经为哈佛举办的橄榄球赛 创作过许多乐曲 一个月前 希特勒举行胜利游行的时候 纳粹冲冲冲队 就是以其中一首乐曲为配乐 在菩提树下大街走正步 夏伊勒形容汉夫斯丹格尔 是一个古怪 瘦削的人 他那擅长嘲讽的机制 正好跟他那肤浅的思想成为互补 他那刺耳的奇异和耍宝的功夫 正好可以让希特勒 在经过一天的忙碌后放松一下 甚至提振心情 因此 纳网戈培尔接到这通电话时 深信 这只是汉夫斯丹格尔开的小玩笑 但这个瘦高的丑爵非常认真 首先赶到火场的是微胖的戈林 他汗流加倍 气喘吁吁地喊道 这就是共产党革命的开始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 我们一定要毫不留情 一定要揪出所有共产党的党功 然后当场射杀 一定要把所有的共产党籍议员 送上绞刑台 这个胖家伙曾经参与火烧国会的计划 但现在不是实话实说的时候 现场逮捕到一个光着上身精神失常的荷兰男子 因此被指控为罪犯 但他犯罪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恐怕永远都弄不清楚 虽然24岁的纵火狂卢贝 在政治上倾向共产党 但他不太可能如纳粹党所说 是共产党大阴谋的一份子 这究竟是他个人的偏激行为 还是一场纳粹的骗局 实在难以分辨 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他用自己的衬衫做活种 不过彭霍费尔一家突然发现自己 被卷入这场全国争议的中心 卡尔彭霍费尔这位柏林的首席精神医师 被征召为卢贝进行检查 而迪特里希的姐夫汉斯杜南伊 也被列为这场审判的正式观察员 许多人都认为 戈林的心腹就是这场火灾的幕后黑手 并且相信正直的卡尔彭霍费尔 会提出证据证明这件事 甚至还会运用他的地位与声望 不斥他厌恶的纳粹党 这场众人瞩目的重要审判 一度被移送到莱比锡进行 后来又送回柏林 整个家庭在那一年 被这件施压得透不过气 卡尔彭霍费尔在三月份探访过卢贝三次 又在秋天探访六次 他后来发表在 精神病学与神经医学月刊的正式报告表示 卢贝具有暴力倾向 同时又温和与友善 精神涣散 神智清除 没有任何损伤 但是意志坚定 完全不理会相反的观点 他的个性良善而无怨恨 但反对所有权威 这种基本的被逆倾向 可能就是他最严重的个性问题 而且这最有可能 就是导致他步入歧途的原因 他早年就加入共产党 当然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但是他放纵不羁的个性 使得他无法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我们确实可以预期他的行为表现会相当乖僻 但是不能因此认定他精神失常 这份临床报告并没有提到他是否无辜 亦或有罪 因此彭霍菲尔博士收到不少来自正反两方表示不满的信件 几年后 他回忆起当时的角色 我曾经跟几位执政党的党员会面 他们许多人聚集在一起 要参加在莱比锡最高法院举行的诉讼 我看到他们脸上都挂着不悦的表情 听证过程中 相较于证人席上举止乖张的党员 无动于衷又努力保持客观的庭长 看起来亲切多了 另一位被告 也就是共产党主席 纪米特洛夫充分展露出他的聪明才智 这使得受邀出席的戈林火冒三丈 至于卢贝 就一般眼光来说 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而是一个精神病人和一个糊涂的冒险家 他在听证会上的反应 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反动分子 要到他被处决前才发狂失控 1933年 新登堡在国会纵还爆发后 签署法案赋予希特勒紧急处分权法案那天 德国可说是就此失去法治 但就整个国家各方面来说 至少在法庭上 国会主席戈林和劳工阶级的纵伙伴 依旧站在同样的立足点上 睿智的纪米特洛夫在法庭上 充当自己的辩护律师 可以公开嘲笑 奚落那仗红着脸 盛气凌人的戈林 而且毫发无损地脱身 整个世界都关心这个事件 因此纳粹党不敢任意妄为 实际味道 他们在这段期间 必须忍受这些奇耻大辱 国际新闻媒体不但报道审判的过程 也津津乐道 戈林遭受的羞辱 时代杂志的叙述 极尽讽讽智能士 表示 每当基米特洛夫站上风时 声音像牛鸣的戈林 就会发出一阵紧张的叫声 他们对戈林发言的叙述 就是最好的写诈 他把两只肥胖的手臂交叠在一起 沉思了一会儿 就像是一尊褐色的丘比特 然后戈林将军开口说道 我非常遗憾某些共产党的首领 能够逃过绞刑 当我听到国会失火时 感到非常惊讶 我以为 这一定是因为电线走火 而引起的小火灾 就在我坐在车里 赶往国会大厦的时候 有人喊着蓄意纵火 仿佛被这句话催眠的一样 证人戈林停顿了好一阵子 然后重复这句话 蓄意纵火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眼睛忽然一亮 一切都非常清楚明白 除了共产党 没有别人会干这种事 卢贝被判刑定案 在莱比锡监狱被斩首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有罪 后来他们被驱逐到苏联 而得到英雄般的欢迎 这场审判的过程 足以让我们了解 纳粹确实厚颜无耻地 涉入了这个纵火案 但当审判结束后 一切都太晚了 国会纵火案已经替希特勒 达成他可耻的目标 并成为确保他从此彻底掌控 整个国家的托词 确实 就在大火后隔天 国会大厦仍然冒着烟的时候 他强迫85岁的新登堡 签署国会大厦活灾法案 这项法案正是暂时终止 德国宪法中 关于个人自由与民权的条款 年迈的新登堡的签名 让德国从一个有想当独裁者的 希特勒领导的民主共和政体 一下子变成一个图具民主虚名的独裁政体 民主本身已经灰飞烟灭 而如今只剩下一个 烧焦空壳的国会大厦 则是令人心痛的最佳写照 法案的内容 让各种恐怖的行径 都能在未来推行无阻 包括集中营在内 除非明令禁止 否则可以不受法律拘束的 限制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 包括新闻自由 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 违反邮件 电报 与电话通信的隐私权 签发搜索令 没收令 以及财产限制令 短短几天内 纳粹的冲锋队 已开始在街头逮捕 与殴打敌对政党 许多人被关进监牢 备受折磨 甚至遭到杀害 禁止报纸批判他们 反对纳粹的公开集会 被视为非法集会 但希特勒还不以此为满足 要正式和法力 掌控整个政府的力量 他需要国会 通过所谓授权法案 虽然国会的权限 受到很大的限制 但依旧在运作当中 然而 这项授权法案 将正式解除国会的所有力量 这当然是为整个国家的好处着想 然后交在迫不及待的总理和内阁成员 手中四年 因此 就像一条蛇吞噬自己的尾巴一样 德国国会在3月23日那天 通过了那条废止他自己的法案 借着民主之手 民主被废止 而原本非法的 也随之变得合法 赤裸的暴力统治一切 其唯一目标就是毁灭除他以外所有的力量 第十章 关键绝不是我们这些德意志基督徒 是否依然愿意在教会跟犹太人团契 而是教会应该负责任的传讲 教会的样式就是犹太人和德国人 一起站立在上帝话语的面前 这才是教会是否仍然是教会的试金石 迪特里希彭霍费尔 纵容焚书的地方到最后一定会焚烧一己 海因里希海涅 纳粹在当前的头几个月 就在整个德国推动其野心 其速度之快与范围之广 令人瞠目结舌 在所谓一体化政策下 整个国家都要按照国家社会党的规范 彻底重组 没有人预料得到周遭的一切 竟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改观 彭霍费尔始终都有渠道获取机密信息 但当第三帝国的阴影横扫整个德国之际 大部分的信息都来自姐姐克里斯特的丈夫 也就是在德国最高法院服务的汉斯杜南一律师 彭霍费尔家族得知 让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所谓亚利安条款 即将在4月7日正式实施 其结果是以重建公职体系为由 颁布一连串影响深远的法条 政府雇员必须具备亚利安血统 所有犹太后裔都将被迫离职 如果德国教会遵守这条命令的话 所有犹太籍牧师都会被迫离开服事的岗位 这也会波及彭霍费尔的朋友 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 许多人对此都感到不知所措 整个国家都感受到一股 必须顺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强大压力 彭霍费尔知道 必须有人想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他就在1933年3月完成了这件事 他的结论就是他写的论文 教会与犹太人问题 教会与犹太人问题 一群牧师曾聚集在德皇威廉纪念教会的牧师 格哈德·雅各比加中 讨论整个国家未来的方向 彭霍费尔打算在4月初向他们发表这篇论文 德国教会当时正现于混乱之中 部分教会领袖觉得 教会应该跟纳粹和平相处 因为纳粹强烈反对共产党和无神论思想 他们相信教会应该顺从纳粹的种族政策 与援手至上原则 借着政教结合 就可以让教会以及德国重新获得以往的荣耀 众人皆知 德国在魏马时期道德低落 希特勒不是提到要重整国家的道德秩序吗 他们未必赞成他所有的想法 但他们相信如果教会能够重新振作 他们也许能影响他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次有一群人坚定地站在希特勒的背后 支持他当权 然后满心欢喜地一举把两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丢在脑后 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教会 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 能够站起来击退那无神又堕落的共产主义势力 他们大胆地称呼自己是德意志基督徒 并且自诩为基督教中积极的基督教派 德意志基督徒不遗余力地攻击一己 而且经常会在教会里面制造许多纷争与派系 但是教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在于 主流的新教领袖愿意考虑亚利安条款 他们的理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可以自行成立教会 而不需要刻意成为专属德国人的教会的一部分 在1930年代的时候 这种偏激的种族观念并不像现在那么少见 而且当时主张这种观念的人 也不会被视为充满仇恨的反犹太分子 当各个种族因平等隔离的观念 在实施种族隔离法的美国南部 广受欢迎与流传时 彭霍费尔曾经七眼目击 他知道这种观念 深植在各种有关人种与族群的观念中 在欧洲与世界各地经常看得到 强烈反对种族融合 维持种族纯粹的思想 因此尽管彭霍费尔知道 这种想法与基督教信仰相抵触 但他也深知这是当时非常盛行的思想 所以即使对犹太人 没有任何恶意的德国神学家与牧师 还是有可能认为 亚利安条款是行得通的 有些人相信带有犹太血统的人 在真心相信基督教之后 应该参加由犹太基督徒组成的教会 许多真诚的白种美国基督徒 对其他种族的基督徒 一直都抱持这种看法 直到数十年前才有所转变 彭霍费尔知道 他不能直接指责这些人是种族歧视 他必须以理性辩论的方式 驳斥这些观念 彭霍费尔跟其他德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体验过跟德国路德宗非常不同的教会 他在罗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 与国家的基督徒具在一起崇拜 他在美国纽约的哈林区 也曾经跟非裔美籍的基督徒一起崇拜 并透过合一运动 跟欧洲的其他基督徒一起崇拜 他心中立即想到的问题就是 教会对犹太人问题的回应是什么 但隐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其实是 什么是教会 他一开场就说到 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 那就是犹太人必须遵守 国家针对其种族 而为其宗教信仰所特别制定的法律 这使得神学家必须分别面对两个新问题 他提到 教会对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并运用罗马书十三章和心有存疑的人 找寻到共同的立足点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换句话说 政府是上帝设立的 而其目的是要维持秩序 教会基本上对政府善尽其则 没有反对的理由 他的开场白似乎有点夸大 他说 显然新教教会没有权利直接针对政府特定的政治运作 表示意见 不过他了解听众的想法 因此想要表示他在这一点上跟他们的看板一致 他也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可说是对路德唯命适从 而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来说 路德往往会偏袒政府 例如路德对镇压农民暴动就表示十分赞同 彭霍费尔必须谨慎应对 接着他厘清 教会确实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教会必须不断地质问政府 其作为是否属于政府的正当作为 也就是说 这些作为要能够带来法治与秩序 而不会导致违法与失序 换句话说 教会的职责是帮助政府成为政府 如果政府无法做到如圣经所命令的 创造一个法治与秩序的环境 那么教会就有责任提醒政府注意其失职的地方 另一方面 如果政府创造出的是一个法治与秩序过于严酷的环境 那么提醒政府注意这一点也是教会的责任 如果政府制造的法治与秩序过于严酷 那么政府就会过度伸张其权力 而剥夺基督教正道与基督教信仰的各种权力 彭霍费尔称之为一种荒诞的情况 他说 教会之所以必须反对政府这种侵权行为 原因就在于 教会比较了解政府以及其作为的限度 危害基督教传讲福音的政府 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合法性 接着 彭霍费尔列举出教会可以对政府采取的三种行动 首先是 前面已经提过 教会可以质疑政府的作为 极其正当性 目的是 帮助政府成为符合上帝旨意的政府 其次是 他在这里勇敢地跨出一步 协助被政府作为所伤害的人 教会对所有阶层的受害人 都需要担起无条件的义务 在说完这句话之前 他再次更勇敢地跨出另一步 他表示 教会对所有阶层受害人 都需要担起无条件的义务 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 也是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 彭霍费尔指的是犹太人 包括那些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 彭霍费尔接着引用加拉太书 六章十一节向众人行善的章节 认为帮助犹太人 乃是基督教会择无旁贷的义务 这不仅语出惊人 更是前所未闻的说法 但彭霍费尔仍然意犹未尽 他说 教会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第三种行动 就是不只要为被压在轮下的受害者裹伤 更要阻止车辆继续前进 有时候 仅仅救助那些被政府恶行伤害的人 还是不够 教会在适当的时机必须采取行动 直接对抗政府以阻止其继续行恶 他说 唯有在教会的存在备受政府的威胁 而政府不再符合上帝的旨意时 才可以如此行 彭霍费尔补充说 如果政府强迫受洗的犹太人 离开我们的教会 或者禁止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时 就符合这种条件 这种情形下的教会处于宣告西洋的状态 而政府的作为表明其已经失去合法性 这个拉丁词组的意思 是处于宣告信仰的状态 原本是16世纪的路德用语 到彭霍费尔的时代 这句话的意思 是指一种连宣告福音都遭受威胁的危机状态 宣告福音指的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彭霍费尔接着说 一个政府若是让教会备受惊吓 就会失去其最忠诚的仆人 彭霍费尔又表示 任信基督就是对待犹太人 如同外邦人 他表示 教会的重要使命之一 就是努力向犹太人介绍 他们还不认识的犹太弥赛亚 如果希特勒的法案通过立法 就无法完成这件事 他那扣人心弦 又出了一表的结论就是 教会不仅应该接纳犹太人 成为其中的成员 而且这就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的原因 他是犹太人和德国人站在一起的地方 他说 关键绝不是我们这些德意志基督徒 是否依然愿意在教会跟犹太人团契 而是教会应该负责任的传讲 教会的样式就是犹太人和德国人 一起站立在上帝话语的面前 这就是教会是否仍然是教会的试金石 许多人都会想起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说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为了强调这一点 彭霍费尔在结论时 引用路德著士 诗篇110章三节所说的 上帝百姓与上帝教会的唯一标准 就是一小群领受上帝话语的人 纯然无杂地教导他 并在上帝话语遭迫害时 坚持宣告上帝的话语 且勇于承担落在他们身上的苦难 彭霍费尔在1933年春天所传讲的信息就是 为犹太人挺身而出 乃教会的责任 即使对他忠实的盟友来说 这似乎也显得有些激进 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 要到几年后才会经历一场场的恐怖苦难 对任何人来说 彭霍费尔的三个结论 教会必须质疑政府 帮助受政府迫害者 以及在必要时对抗政府 似乎都难以领受 但对他来说 这些都是必然的结论 不久的未来 他将逐一把这三个结论 划为实际的行动 纳粹的节节胜利 以及纳粹跟教会联手的计划 都顺利进行 结果不但导致 在教会内部掀起混乱 同时 教会内部的各个派系 也互相勾心斗角 彭霍费尔 努力平息这些杂乱的意见 然后冷静理性地厘清这一切 他知道 如果不能巧妙地 化解这些问题 最后的结果 若不是寻求政治考虑 就是寻求现实考虑 来作为答案 如此一来就会偏离真正的福音 去崇拜一个 按照人的形象而造的神 而不是敬拜上帝 正如协和神学院中 许多用心良善的基督徒 曾经基于各种良善的理由 不知不觉离弃了这位上帝 如今德国也有许多用心良善的基督徒 正在同样地重蹈覆辙 他们深信 只要让自己的神学立场 稍微通融一下 那么到头来一切都会非常圆满 他们许多人都真心相信 在希特勒统治下 传福音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但是彭霍菲尔知道 不愿跟犹太人站在一起的教会 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而带领人加入一个 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 不仅愚蠢 而且是异端的行为 自从彭霍菲尔写完教会 与犹太人问题后 他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愿意为此牺牲一切 然而 这会是一条又遥远又孤单的道路 4月1日的抵制 在授权法案通过一星期后 希特勒就宣布 要抵制德国境内所有犹太商店 这项声明的表面目的 是要制止国际媒体 刊登关于纳粹政权的谎言 他们总是把这类蛮汉行为 解释成反制敌人对他们 以及德国百姓的攻击 哥佩尔那天在柏林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 声色俱力地斥责犹太人遭虐的宣传 而德国冲锋队则在全国各地 威胁顾客不准进入犹太商店 那些商店的窗子上 都被人用黑色或者黄色油漆 画着大卫之星 并写着犹太这个字眼 冲锋队还一边散发宣传小册 一边举着标语 上面写着 Deutsche Worduk Cosnic Beijing 有些标语则用英文写着 德国人 不要听信犹太人恶毒的宣传 直到德国商店购物 甚至连犹太籍医生和律师的办公室 也不免成为他们的目标 彭霍菲尔的犹太籍妹夫 格哈德是律师 也跟许多犹太籍德国人一样 是受过喜的基督徒 父亲卡尔和母亲保拉 对局势的发展忧心忡忡 于是在那个星期 到戈亭根与沙宾和格哈德 共度周末 其他家人则纷纷打电话 关心他们的状况 沙宾回忆到 那年四月 大家原本认定 希特勒很快就会因为胡作非为而下台 结果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了 国家社会党如闪电般地迅速窜急 发动抵制当天 彭霍菲尔的祖母朱莉正在柏林购物 这位出身旺族的90岁老人家 可不会任由别人 支持他到哪里去购物 冲锋队想要阻止他 进入一家店铺的时候 他告诉他们 他想到哪里购物 就去哪里购物 而他也这么做了 那天稍晚 他也是这么对付 围堵在著名的卡德威百货公司大门口 那些傻乎乎的冲锋队 彭霍菲尔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 朱利彭霍菲尔从龙不破的行经纳粹暴徒队伍的故事 他们认为他活生生的表现出这个家庭所持守的价值观 莱曼夫妇来访 在四月首播宣华的日子中 另外还发生两件触动彭霍菲尔生命的事件 一是德意志基督徒在柏林召开一场大会 二是莱曼夫妇来访 这场德意志基督徒大会 让所有留意希特勒重整德国秩序的热心之人感到坠坠不安 教会与政府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 有赌信基督的德皇领导国家是一回事 而有反基督教的元首领导国家则是另一回事 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基本上是自己人 他们对纳粹重整社会的计划也表示欢迎 戈林曾发表一篇深得人心的演讲 表示所谓重整社会主要是指管理上的改变 他向群众重申援手至上原则的要点 并且鼓励他们要让他们的援手 在德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居首位 教会也不例外 戈林解释说 希特勒为要翻新管理的方式 因此提议增设德国主教的职位 把德国教会里面各个不同派别统合在一起 希特勒挑选出粗鲁的前海军 君穆路德维希穆勒担任这个职位 德意志基督徒想要按照纳粹的方针 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教会 而且努力要达成这个目标 如果英国可以建立英国国教 那么德国为何不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 而且完全是以德国人为基础呢 保罗和玛利安在三月底抵达 他们已经去过波恩申加巴特的演讲 然后到柏林停留几天探望老友 一向好客的彭霍费尔 带着他在协和神学院认识的朋友们 到各地旅游 到威丁拜访他 曾经教导监信般的那所教会 跟他们一起在菩提树下大街漫步 又带他们到歌剧院欣赏 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埃莱特克拉 莱曼夫妇在柏林的这段期间 亲眼目睹了4月1日发起的抵制行动 以及让人坠坠不安的德意志基督徒大会 那个星期在柏林的 还有另一个对彭霍费尔一生影响深远的人物 不过他们两人已经有半年没有见面了 那就是齐谢斯特主教乔治贝尔 他当时到德国 是要参加一场和疑运动的会议 时间正好跟德意志基督徒大会相同 他不期而遇 却千载难逢地亲眼看到 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的丑陋真相 这使得他在未来的岁月中 成为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莱曼夫妇住在瓦根罕街的 彭霍费尔家中一段时间 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相当压抑 对他们来说 这仿佛是时空之外的世界 一个跟眼前这个疯狂世界相反的 文化堡垒 莱曼夫妇注意到 卡尔彭霍费尔经常会站起来 悄悄地走到他们所在房间的门边 确定没有仆人偷听他们谈话 早在1933年初 大家就已无法确定到底什么人可靠 而他们谈话中 有部分内容是相当反纳粹的 克劳斯和迪特里希都认为 希特勒和纳粹党不会维持太久 不过也看到这二者 现在对整个国家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彭霍费尔家族一定要尽所有力量 对抗希特勒和纳粹党 尤其是因为其对待犹太人的方式 这些对话可说是显示出 他们决心对抗希特勒的最早迹象 即使在这最初期阶段 他们也不只是空谈而已 那年4月 保罗和迪特里希一起写信给纽约的 斯提反怀斯拉比 两年前的复活节主日 彭霍费尔曾经在他服侍的犹太会堂 听过他讲道 怀斯是美国犹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而且很早就直言无讳的斥责纳粹 他跟罗斯福总统有交情 因此彭霍费尔和莱曼认为 可以透过他提醒罗斯福 注意目前局势的发展 基于国会纵火法案 希特勒甚至可以用叛国罪 来起诉写这种信件的人 彭霍费尔知道 此举可能会让自己被关进集中营 但他还是写了这封信 并且寄了出去 保罗和玛利安注意到 彭霍费尔跟两年前 他们初始时有所改变 他在纽约时表现出的是一种 比现在更轻松更自在的态度 虽然就目前的环境看来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他对上帝的态度也不同了 他似乎更认真的看待这一切 沙宾与格哈德 在抵制犹太商店十天后 彭霍费尔受邀在一场丧礼正道 格哈德带伯赫兹的父亲 在4月11日过世 对狄特里希来说 他觉得有点为难 后来他承认自己 未能克服这一点 赖伯赫兹具有犹太人的血统 但跟他儿子不一样的是 他并没有受洗加入教会 彭霍费尔对事情的考虑 始终都要面面俱到 难免有时候会过滤 现在他顾虑的是一个 在犹太议题上 大胆对抗大粹的人 竟然在一个非基督徒犹太人的丧礼上正道 这会让人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这是否会让人气愤 这是否会阻碍他以后 在教会服侍的机会 这是否会让教会里面那些 认为他的思想已经过于激进的人 完全失去对他的信任 他不知如何是好 他急于请教他的直属教长 教长知道 这件事情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建议彭霍费尔打消正道的念头 因此迪特里希就婉拒了 但他随即就非常后悔自己的决定 沙宾一直跟家人保持密切联络 格哈德是戈廷根大学知名的法律教授 因此在不久之后 他们就遭受反犹太主义浪潮的直接冲击 戈廷根校园里 国家社会党的学生领袖 一度呼吁要抵制他的课程 沙宾回忆道 我经常到课堂听我先生授课 而发动抵制那天 我就到学校去了 为的是要亲自听一听 学生会说些什么话 有几个身着冲锋队制服的学生挡在那里 穿着长靴跨站在门口 摆出一副除了冲锋队的人 谁都不准进入的样子 还说赖伯赫兹不可以授课 因为他是犹太人 课程已经取消了 学生都听话地回家去了 课堂的黑板上也贴着同样内容的布告 有一阵子时间 沙宾和格哈德只要走在戈廷根的街道上 就会感觉得到令人窒息的气氛 认出他们的人会纷纷走到街道另一侧 好避开他们 沙宾说戈廷根有很多人都想巴结 纳粹 一直没有办法升级的教师现在有机可乘了 不过还是有少数几个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厌恶 同时也不切于表达他们的反感 神学家华特鲍尔在街上遇见他们两人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痛斥希特勒 格哈德被辞退时 有一位教授到他跟前 目中带泪地对他说 先生 你是我的同事 而我以身为德国人为耻 一群格哈德专题研究课程的学生 纷纷请求学校当局让他继续执教 许多格哈德的亲戚也都相继失业 一位格哈德在学校的犹太朋友自杀身亡 这类的消息不断地传出来 宗教改革纪念日那天 也就是决定婉拒在格哈德附近 丧礼正道的几个月后 彭霍费尔写信给在戈亭根的 格哈德和沙逼 我现在仍因过滤而拒绝了你的要求 懊恼不已 坦白说 我想不透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 那时我为什么会如此害怕恐惧 你们一定也跟我一样感到不解 然而你们什么话也没说 但这件事一直缠绕在我心头 因为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汉事 整个1933年 纳粹都在不断推动立法 要把犹太人赶出公务机关 类似4月7日通过的公务改革法的法律条文 越来越多 到了4月22日 犹太人已经不得担任专利法律师 而犹太籍医生也不得在享有国家保险的机构工作 犹太儿童也遭受波及 4月25日通过的法案 严格限制他们进入公立学校就学的人数 5月6日 法律适用范围延伸到所有大学教授 讲师以及公证人 6月 所有犹太籍牙医以及牙科技师 都不能在享有国家保险的机构任职 秋天的时候 这些法律适用范围涵盖到非亚利安人的配偶 9月29日 犹太人被禁止参加所有文化和娱乐活动 包括电影 戏剧 文学 以及所有视觉艺术 到了10月份 所有报纸都在纳粹的控制之下 犹太人随之被赶出新闻界 许多牧师和神学家对德意志基督徒 在4月发动的猛烈攻击 深感震惊 进而采取行动 他们的响应各不相同 塞多弟兄会的乔治·舒尔茨 为此出版一篇宣言 海因里希·福戈尔 出版他写的《八条福音派教义》 威斯特伐利亚的部分牧师 发表一篇宣言 言辞斥责 把受过喜的犹太人 驱逐出德国教会的行为 犹如异端 青年改革运动所代表的 是各式各样的神学观点 全都反对德意志基督徒 但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共同点 此后 在教会斗争中 与彭霍费尔并肩作战的 格哈德·雅各比 开始跟其他牧师 在下落腾堡的咖啡馆聚会 但他们彼此间的神学 与政治意见 有非常多的分歧 因此无法规划出 协同一致的反抗方案 然而他们愿意继续努力 纵容焚书的地方 1933年5月 狂热持续蔓延 所谓的一体化 广受大众讨论 一个月前 戈琳在 百林德意志基督徒大会 提出的这个观念 指的是 德国社会中的一切 都必须合乎 纳粹的世界观 包括书籍与思想 卡尔彭霍费尔 清楚看到 纳粹向各所大学 施压的过程 彭霍费尔 回想起 纳粹文化事务部长 在柏林大学 发表演说的时候 虽然他发现 那人的态度 巨傲无理 但是他与他的同事 都没有足够的勇气 离开会场 表示抗议 身为党代表 且年轻无知的 医学见习生 告诉各医院的院长 要立即解除 犹太籍医生的职务 有些院长 顺服地言听计从 只要有人表示 这类事情的管辖权 属于行政部门 而非党部 马上就会遭受威胁 院长想要说服 教职员集体入党 然而 他的期望 却因为每个人的拒绝 而落空 行政部门起初 并没有顺应 他们的要求 开除犹太籍助理 但每家医院的医生 却经常遭受监视 以便了解他们 对党的态度 卡尔彭霍菲尔在柏林大学 又服务了五年 然而在多方努力下 也只能够免于悬挂 希特勒的肖像 反犹太主义 已经在德国大学生中间 流传好几十年 现在他们终于能够 正式表达出来了 那年春天 德国学生协会计划在5月10日 举行一场打击非德国精神集会 当晚11点数千名学生 分别在德国各地的每个大学城聚集 从海德堡到图滨根 到弗莱堡到赖伯赫兹居住的歌亭根 他们拿着火把游行 纳粹党工大肆叫嚣勇敢的德国人民 将来要以实际行动 唤起莫大的荣耀 煽动起群众的情绪 而成为一场狂热运动 整个聚会在午夜时分 达到最高潮的惊喜 也就是点燃一个巨大的萤火 然后由学生把数千本书丢进火堆中 这样一来 德国就可以低除 如海伦凯勒 杰克伦敦 以及维尔斯等等 所有非德国作家思想的毒害 当然 雷马克的书也包括在内 其他还有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 1821年 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 在他的剧作《奥尔曼索尔》里面 写下让人不寒而栗的一句话 Dort 海涅是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义德国人 而他这句话可说是一个恐怖的预言 意思是纵容焚书的地方 到最后一定会焚烧一几 那夜 他的书跟其他的书一样 在德国各地被丢进熊熊烈焰 弗洛伊德的书也在那夜被焚烧 他做了类似的评论 只烧掉我们的书而已 在更早的时代 他们会连 我们也一起丢进火里烧掉 柏林火把游行的起点 是柏林大学后方的黑格尔广场 先穿过大学校园 然后向东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前进 队伍后面是一辆 载着反德国书籍的卡车 而在剧院广场 已经为营火预备好一堆高耸的木材 面对在场的三千人演讲时 柏林像个吸血鬼般地 向着黑夜咆哮 德国的各位先生女士 傲慢的犹太制食主义 如今已经结束 在这个午夜时分 你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把过去污秽的灵魂丢进火焰 这是一个伟大激烈又有意义的行为 从这些灰烬中将出现那新世代的凤凰 赞美这个世代 赞美科学 活着真美好 就跟第三帝国各种面向一样 这种景象显然具有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 这个午夜 营火 就像银档女妖一样 推逝着伟大作家的高贵思想和文字 来喂养自己 宣传家戈培尔非常清楚 利用安排一场火把游行 然后在午夜时分 举行一场萤火会 能够引发出那种原始 野蛮 以及邪教的气氛 并召唤出代表力量 霸气 血缘 与土地的德国民族的神明 这整个仪式 根本不符合基督教精神 虽然表面上没有明说 但它的用意 其实是要反基督教 现场的群众 虽然可能对此有很深的感受 但听不出弦外之音 火把 鼓声 以及游行的用意 是要制造出一股夹杂着凶恶 阴森 以及畏惧的气氛 并且召唤那些 与基督信仰 谦卑美德 背道而驰的力量 基本上跟基督教 以及犹太人的一神教 完全相反 因下雨取消活动的城市 一律改期 在6月21日 重新举办活动 海伊利西海涅 对焚书所说的这句名言 经常被引用 而现今剧院广场上 也刻着这句话 追到这个毛骨悚然的仪式 但是海涅著作中的另一句话 或许更恐怖地预言了 100年后 德国所发生的一切 他在1834年写的 《德国宗教与哲学艺书》的 结论中提到 基督教 这是它最重要的价值 虽然缓和了 德国野蛮的好战精神 但却无法将其消灭 一旦这个起缓和作用的 护服被粉碎 古代战士的狂妄 北欧诗人 经常吟唱歌颂的暴力 就会重新爆发为烈焰 这个护服非常脆弱 总有一天会凄惨地瓦解 那时冰冷的远古众神 就会从被遗忘的废墟中站起来 并揉掉他们眼睛上 累积数千年的尘埃 最后 雷神索尔会拿着他的锯锤一跃而起 毁灭哥特式大教堂 思想先于行动 如同闪电陷于雷声 当你听到史上前所未有的崩裂声时 就会知道德国的闪电终于击下来了 这巨响发出之时 天空的飞鹰会落地死亡 而遥远非洲沙漠里的狮子 会躲藏在他们堂皇的洞穴中 德国会主导一场大戏 相较之下 法国革命简直就像一首温柔的铁园诗 第十一章 我们的不幸就是信仰错误的宗教 为何我们不能信仰日本人那种 把为祖国牺牲视为至善的宗教 即使伊斯兰教也比基督教更适合我们 为何一定要信仰温柔又懦弱的基督教 阿道夫·希特勒 十年后你就会看到 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的地位 就跟耶稣基督现在的地位一样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我们不时会听到有人说 希特勒是基督徒 他当然不是基督徒 不过他也没有像他大部分心腹那样 公开反对基督教 只要有助于他夺权的一切 他都表示支持 反之则否 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他在公开场合的发言 往往让人觉得 他支持教会与基督徒 但他说这些话显然另有目的 那就是要获得政治利益 他私下的言论向来都是以反基督教与基督徒著称 特别是他发迹的初期 希特勒想要表现出自己是典型的德国人 因此他圣赞教会是道德与传统价值的堡垒 但他同时觉得教会到头来还是会跟随国家社会党 最后还是会成为纳罪思想的御用工具 因此对他来说 毁灭教会没有什么好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事利导 充分利用教会所具有的文化特色 哥佩尔在他著名的日记里面 写下元首心中对神职人员的看法 元首在话语中对高层与低层神职人员的自大表示非常轻蔑 基督教里面荒诞的救赎教义根本不符合时代潮流 然而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政府官员 还是幼稚地相信这一套 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任何人认为 基督教的救赎教义能够指引我们面对当前的困境 元首列举了不少让人追心弃血的例证 其中一些甚至可说是触目惊心 学识最高 智慧最深的科学家穷尽一生的力量 单单钻研一条自然绿的奥秘 然而一个巴伐利亚小乡村的神父 却根据他的宗教知识 一口断定整件事情的是非 对这种劣行败迹我们只能吃之以鼻 凡是跟不上现代科学知识的教会 注定会灭亡 这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终究还是无法避免 任何脚踏实地过活的人 以及任何只能够笼统地想象自然奥秘的人 在面对宇宙的时候 自然会表现出谦卑的态度 然而神智人员却毫无这种谦卑的态度 显示出他们在面对宇宙时 所抱持的是一种偏执武断的心态 希特勒认为 基督教是由过时的神秘相谈堆砌弃起来的 但最让希特勒困扰的不在于他是相谈 而在于他是不能让他得力的相谈 在希特勒眼中 基督教所传讲的是温柔与懦弱的信息 对主张强硬与力量的国家社会意识形态来说 简直一无用处 他觉得到了最后 教会的意识形态还是会有所改变 他一定会让这件事成真 鲍曼和希姆来是希特勒心腹中 反对基督教最激烈的两人 他们认为教会既不会也不能改变 他们想要除掉神职人员并且铲除教会 因此不放过任何怂恿希特勒 支持他们想法的机会 他们渴望尽量提前与教会宣战 但希特勒一点也不急 因为只要他一攻击教会 声望就会下滑 希特勒跟他的左右手不一样 他对政治时机的拿捏非常准确 而现在还不是跟教会对决的时机 现在是伪装支持基督徒的时机 希特勒的智囊施佩尔 直接目击希特勒冷血无情的手段 1937年左右 希特勒听闻许多追随者 在党部以及党卫队的教所下纷纷离开教会 因为教会顽固地反对他的计划 他却吩咐心腹 尤其是戈林与戈培尔继续留在教会 他表示他自己虽然没有加入任何教会 但依旧属于天主教教友 尽管鲍曼看不起基督徒与基督教 但还不能公开表态 直到1941年战争爆发后才公开发表他的看法 国家社会党和基督教水火不容 施佩尔的评论是 在爆卖心中 教会斗争有助于重新唤起 沉寂已久的党的意识形态 他就是这场运动的推手 虽然希特勒有所犹豫 但只是因为他想等待更好的时机 他偶尔会表示 一旦我解决掉其他问题 就会跟教会算账 我会用绳子牢牢牵着他 但鲍曼迫不及待地要算账 暴躁的他 无法忍受希特勒审慎的试用思想 于是他就会诱导一个随缘 告诉他某个牧师或主教曾经说过的煽动言论 直到希特勒终于注意到这件事 而要求知道所有细节 有时候 鲍曼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 然后开始朗诵一段反动的正道 或者某位牧师的信函 希特勒经常会激动到弹手指 这是他生气的迹象 并把食物推到一旁 然后发誓一定会严惩这些牧师 不过这一切还在遥远的未来 1933年的时候 希特勒从未透露过任何 他会跟教会对抗的蛛丝马迹 多数的牧师都深信 希特勒站在他们这一边 部分原因在于 从他投入政坛第一天开始 他的发言就非常支持基督教 1922年 他在一篇演讲里 称 耶稣是我们最伟大的亚利亚英雄 把犹太籍的耶稣是同亚利亚英雄 就跟把希特勒理想中残酷 邪恶的尼采是超人士同谦卑 舍己的基督一样荒谬 希特勒一定是尼采的信徒 虽然他可能一听到这个词 就会怒发冲冠 因为这表示他信靠的是 超乎他自己的事物 这跟无与伦比的元首形象背道而驰 因为在元首之上别无他人 然而希特勒曾多次参观 位于魏玛的尼采博物馆 而且当地还展示出一幅 他摆出全神贯注姿势 凝望着这位哲学家半身同像的照片 他对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论点 深信不疑 希特勒崇拜权力 而真理则是可以抛在脑后的幻想 他的死敌不是愚昧而是软弱 对希特勒来说 残酷是美德 而怜悯是重罪 这是跟基督教最格格不入的地方 因为基督教主张的正是柔和谦卑 尼采认为 基督教是险恶的咒诅 根深蒂固的悖逆 人类永远的瑕疵 他轻视基督教的道德观 认为他既低贱又柔弱人类 社会始终认为 德性不过就是获得力量 权力与秩序的工具 当然 尼采是把力量的观念 拟人化为超人 将他提升为一种残酷粗暴 而不受约束的权力 那伟大的金发粗暴之人 四处饥渴地搜刮战利品与胜利 希特勒似乎相信 尼采已经预言他的兴起与当权 尼采在《权力意志》一书中预言 将来会出现一个领袖的种族 一个特别强壮的人种 天赋的智力与意志都非常高 希特勒相信 亚利安人就是这个领袖的种族 尼采称呼这些人是地球主宰 夏伊勒表示 尼采这番豪语深得希特勒的赞赏 这些话 想必在希特勒混乱的脑海中 回荡不已 不论如何 他把这些话是同几初 不只是思想观念而已 往往有如他的一言一语 《我的奋斗》里面经常出现地球主宰一语 最后 希特勒认为 他自己确实就是尼采预言中的超人 希特勒吹捧尼采的唯一要件就是 百姓认为 尼采的出现主要是为希特勒预备道路 尼采就好像是希勒特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 休斯顿·张伯伦 是首先把希特勒描绘为救世主的人之一 夏依勒称 他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英国人之一 许多人都认为在精神上 他可说是第三帝国的列祖之一 张伯伦相信 德国是世上为首的种族 注定要统治世界 而且预言 希特勒就是他们的领导人 在他多采多姿一生的结尾 他尊崇这位奥地利下士 而这是早在希特勒当权 以及对此还没有任何头绪之前 是上帝拆派来带领德国百姓走出旷野的 为人 希特勒自然会认为 张伯伦是位先知 而结果也确实印证 此事不假 他死于1927年1月11日 满心期待在上帝带领下 他针对这位新的德国救世主所传讲 以及预言的一切全部都会实现 张伯伦在死前曾经与希特勒会面 他是那个乱世中的另一个狂人 像是鬼魔版的西面 颤抖着唱出一篇颠倒的西面诵 新兴的纳粹宗教 既然希特勒信仰的宗教就是他自己 那么他之所以会反对基督教与教会 主要是基于现实利益 而非思想观念 但对第三帝国许多其他领袖来说 却并非如此 罗森堡 鲍曼 希姆来 海伊里西 以及其他人 都非常激烈地反对基督徒 而且在思想观念上 也反对基督教 并且希望用他们自己 构想的宗教 取代基督教 夏宜乐说 在他们的领导下 纳粹政权终于想要毁灭德国的基督教 如果能够的话 还想待这以德国古老的异教神明 以及纳粹极端派的新兴异教 希特勒起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因此他不断努力地克制他们 但只要时机一到 他就不再反对 他对整件事情的处理并不太认真 但他觉得 希姆来酝酿的新异教 可能比基督教更有用 因为他提倡的美德 有利于第三帝国的发展 希姆来曾经担任党卫队的头子 而且非常反对基督徒 很久以前 他就禁止神职人员在党卫队服务 他在1935年 命令所有党卫队成员 一律辞去宗教机构的领导职务 第二年 他禁止党卫队的乐手参加宗教活动 即使空余时间也不可以 不久之后 他就禁止党卫队成员参加教会崇拜 对希姆来而言 党卫队本身就是一个宗教 而其成员就等于是其神职人员的候选人 许多党卫队仪式具有密教的性质 希姆来对密教和占星术非常热衷 而党卫队在死亡集中营的许多作为 都显示出希姆来的印记 在德国军队服务的汉斯吉斯维乌斯 后来成为密谋暗杀希特勒的首脑之一 他跟多数参与密谋的人士一样 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是牧师尼莫勒的朋友 也是其教会的会友 1935年的某天 他跟希姆来以及海德里希一起开会 他们在知道他的信仰后 就跟他辩论起来 吉斯维乌斯写道 积极参与讨论的海德里希精力充沛地 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我们结束要离开的时候 他从我后面追上要说最后一句话 他拍拍我的肩膀露齿而笑地说 你等着瞧吧 十年后你就会看到 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的地位 就跟耶稣基督现在的地位一样 党卫队在这方面的企图心非常旺盛 施佩尔记得希特勒在私底下 对希姆来的努力嘲讽到 希特勒说真是胡说八道 起码我们已经进入一个 把所有神秘思想都抛在脑后的时代了 但他现在竟然还要让他死灰复燃 与其如此 我们不如留在教会里面比较好一点 至少教会还自有一套传统 想想看 也许哪天我还会被供奉为党卫队的圣徒 你能想象吗 我连躺在坟墓里都会感到不安 罗森堡是打造这个新宗教 最积极的纳粹领袖之一 他们对于要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看法并不一致 有些人例如希姆来 想要从头开始 另外有些人认为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 把现存的基督教逐渐改造为纳粹教会 的要项可以勾勒出希特勒愿意妥协的地方 以及在战争掩护下他企图完成的目标 13帝国教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国出版与散布圣经 14帝国教会宣告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元首写的我的奋斗 对我们国家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来说 这不只是最伟大 也是最纯粹实在的道德思想 18帝国教会要把祭坛上所有的十字架 圣经以及圣徒画像扫除干净 19祭坛上不能有他物 只能有我的奋斗 而且要在祭坛左边放一把剑 30在其成立之日 务必要把基督教的十字架 从所有教会大教堂 以及礼拜堂礼挪出去 并且要用唯一长盛的反万字符号取代之 德意志基督徒 德国最虔诚的基督徒 都了解基督教和纳粹思想 根本不相匹配 卡尔巴特表示 基督教相比原本就无神的国家社会主义 隔着一道无底的深渊 但在那深邃宽广的无底深渊的某个角落 有一群人却认为深渊并不存在 并想方设法要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毫无痕迹地连接在一起 他们认为这在神学上并没有任何难处 并在1930年代的德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势力 在教会斗争中 他们逐渐成为根任新教会的领袖 诸如彭霍费尔 尼莫勒等人 相对抗的势力核心 为要吸收其他字认为 是德国人又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自称是Deutsche Christens 也就是德意志基督徒 把他们的德国种族观念 以及基督教观念结合在一起 必须竭尽心力扭曲事实 牵强不会 陶瑞斯伯根在他写的 《扭曲的十架第三帝国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里面提到 德意志基督徒把基督教宣传成犹太教的对头 耶稣是反犹太的首脑 而十字架则是与犹太人抗争的象征 德国教会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德国百姓的用意 就是要夸大与扭曲二者的意义 第一步就是要把德国曲解为 原本就跟犹太相对立 第二步将基督教和德国结合为议题 要把其中所有跟犹太相关的因素铲除尽静 这是个荒谬的计划 他们最先决定务必先去除旧约 其犹太色彩显然太鲜明 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一场德意志基督徒聚会上 主讲人基本旧约 犹如一篇描写种族堕落的长篇故事 他评论摩西在年事已高的时候 还取了一个黑人女子为妻这番话 引起哄堂大笑以及如雷掌声 他们最晚是在1939年成立了一所 发掘与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余毒的机构 就像是著名的解斐逊圣经 把解斐逊认为不妥的内容全都删除一样 这个机构也以同样简简体贴的态度编辑圣经 删除所有看似跟犹太相关 以及不符合德国国情的内容 身为他们领袖之一的乔治施奈德认为 整部旧约圣经就是狡猾的犹太阴谋 他又接着表示 把圣经中高举犹太人的部分丢进烤炉 让永恒的烈焰烧灭我们百姓的大敌 至于新约 德意志基督徒断章取义的以用经文 并曲解其意义 为的是要符合他们的反犹太计划 他们最常利用的就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当然 耶稣以及他所有的门徒都是犹太人 而耶稣这番话所指的那些犹太人 是当时的宗教界领袖 他严厉斥责的只是这些人 耶稣把兑换银钱的人 赶出圣殿那段经文 也深受德意志基督徒青睐 但是为了要更加锋利 于是把贼窝改为德语 Koth House 因为当时的百货公司老板 多半是犹太人 德意志基督徒 总是把耶稣描绘成非犹太人 而且是一个冷酷的反犹太分子 正如希特勒 对他的称呼我们伟大的亚利亚英雄 两者之间的距离 并不是那么遥远 在德意志基督徒 把他消费殆尽之前 这位拿撒勒拉比 始终都是个踢正步 又是吃水果馅饼的帝国之子 德意志基督徒对副教会音乐的手法也差不多 众人皆知 他们在柏林运动广场举行过一场大会 他们的一位领袖宣布 我们要唱那些丝毫没有受到以色列影响的歌曲 这可难了 即使德国最出名的诗歌 也就是路德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里面也称耶稣是万君之主 但是他们迫不及待要删除掉在美诗集里面的犹太字眼 例如耶和华 哈利路亚 以及和散那 有位作家提议 把耶路撒冷改为天界 并把黎巴嫩的香柏树 改为德国森林的葱树 就在德意志基督徒 想方设法扭曲事实之际 他们有些人终于意识到 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因此 他们有一群人在1937年开始指出 问题在于圣经文本 他们说 最初把自己的信仰写成文字的是犹太人 然而 耶稣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因此 真正的德意志基督教 必须超越文字 又补充说 魔鬼总是居住在文字里面 他们的所作所为 越来越离谱 有时候 德意志基督徒 会把洗礼解释成 不像是加入基督身体的洗礼 而像是加入百姓团体 以及元首世界观的洗礼 圣参所引发的是不同的问题 一位牧师表示 丙象征的是整个地球始终屹立不摇的 忠于德国的土壤 而酒象征的是地球流出的血 这充分透露出他们的异教思想 但是出问题的不只是他们神学思想的细枝末节 他们整个基督教观念都偏向异端 路德维希木勒在希特勒的钦点下负责带领团结一致的德国教会 他的新头衔是德国主教 他宣称德意志基督徒的爱带有一种武士斑坚毅的特质 他厌恶所有温婉懦弱弱的事物 因为他知道一定要把跟生命相抵触的一切 也就是腐朽和败坏彻底铲除消灭 生命才能健全茁壮 这不是基督教 而是尼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穆勒也公开表示 恩典属于非德国的观念 穆勒是个理着平头 自诩为猛男与男子汉 又瞧不起神学家的前海军军目 他是最大声几乎要把德国教会纳粹化的人之一 在未来的教会斗争中 他将成为任性教会的头号仇敌 但绝对不止穆勒一人认为 传统基督教的慈爱与恩典 在德国基督教里面没有立足之地 另外有一个德意志基督徒成员宣称 关于罪与恩典的教义 是篡改加入新约圣经的犹太观念 而且对当时的德国来说太过消极 像我们这样的种族 万般无奈地背负着战败的包袱 因此被视为罪手 实在难以忍受世人不断夸大其词的重提这些罪责 我们的百姓已经为战争祸首这个罪名 承担太多的苦难 因此教会和神学的使命 应该是运用基督教鼓励我们的百姓 而不是让他们陷在政治的羞辱中 德意志基督徒扭曲与创改传统 对圣经内容与教会教义的认识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身为德意志基督徒领袖的莱因霍尔德克劳斯表示 马丁路德有给德国人一个宝贵的传承 借着第三帝国完成德国的宗教改革 既然路德都可以跟天主教决裂 那么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改变的 那就是新教花园里的杂草 即使路德本人也曾经质疑过 圣经里面某些书卷是否应该被纳入圣经 尤其是雅各书 因为他认为其中所教导的是靠行为得救 而彭霍菲尔德恩师 也就是自由派神学家哈纳克 也曾经质疑过多卷就约书卷应否属于圣典 显然施莱尔马赫和哈纳克领导的自由派神学 在这方面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但另一方面 当基督教和文化或者国家认同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必然会引起混淆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 他们的国家认同 已经跟他们的基督教路德宗信仰融合为一 因此无法把二者明确切割开来 四百年来 他们一直都认为 所有德国人都是路德宗基督徒 因此没有人真正了解基督教的意义 到最后 德意志基督徒会发现 他们其实一直活在巴特所说的无底深渊里面 真正的基督徒认为 他们是脑机糊涂的国家主义一端 而他们也绝对无法让深渊对岸 那些坚决反犹太的纳粹感到满意 一位纳粹领袖写信向盖世泰宝抱怨 在德国阵亡将士追思会上 演奏的乐曲是诗歌耶路撒冷崇高又美丽的盛程 当时并没有演唱一句 其中那惹人厌的歌词 只是演奏乐曲而已 但即使这样也会让人想起不悦的歌词 保拉彭霍费尔在1918年为儿子华特的桑黎所挑选的诗歌 就是这首多年来一直在德国阵亡将士追思会上演奏的知名诗歌 第十二章 一旦你搭错车 即使沿着车厢走道往相反的方向跑也没有用 迪特里希彭霍费尔 起初的意志基督徒还很谨慎的 不让德国百姓知道他们最极端的信仰 对漫不经心的人来说 他们在1933年4月举行的大会 在神学思想上似乎相当持平 但德意志基督徒大声呼吁德国教会 一定要团结起来组成帝国教会 若非如此 必定会像德国国会 以及魏马共和国一样瓦解 背后用意是要教会从现在开始 同心协力地服从元首的带领和一体化理想 而教会一定要成为众人的表率 许多德国人都受到四月大会的影响 赞成建立单一的帝国教会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确实的步骤或其架构 但希特勒已经胸有成竹 教会领袖在那年五月 指派三位主教组成委员会 在洛库姆聚会商讨教会未来方向 他看出来这就是良机 为了让倔强的教会屈服 希特勒想尽办法让一位神职人员 插入原来的三人委员会 主教团里的老书史别无他人 正是路德维希穆勒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前海军军墓 希特勒已经推荐他担任帝国主教 而他也是计划中联合教会的领袖 但在那年五月 希特勒要按照自己的蓝图 建立教会的计划 却成为一部死旗 主教团同意推荐一个人选出任帝国主教 但那个人不是穆勒 而是温文儒雅 出身名门 又备受敬重的 费德里希冯·波德·史文 他在巴尔亚的比森塔尔管理一间收容癫痫病患 以及其他残障病人的大型机构 波德·史文在5月27日被选为帝国主教 但为人宽厚的他就职后不久 德意志基督徒就开始攻击他 企图使用各种手段推翻选举结果 穆勒带头发动攻击 宣称一定要听从人民的声音 但许多德国人都认为穆勒的攻击既凶猛又低劣 波德·史文明显是一个正直而不会耍手腕的人 他是公平地赢得这次选举的 尽管向他咆哮的声音四起 波德·史文依旧前往柏林准备认真工作 他在抵达柏林后就邀请尼莫勒担任助理 尼莫勒牧师在第一次大战时曾担任潜艇舰长 并因为作战英勇而获颁铁石字勋章 他对纳粹原本颇有好感 认为他们是能够恢复德国尊严的英雄 把共产党赶出德国 然后重建伦理道德 尼莫勒曾经在1932年跟希特勒私下会面 希特勒亲口向他保证不会介入教会 也绝不会推动反犹太的计划 尼莫勒对此感到满意 而当时他确信纳粹圣选会带来他祷告已久的整个德国宗教复兴 尼莫勒后来终于转而反对希特勒的时候 心中毫无畏惧 他在听众爆满的达雷姆教会正道时 会友都非常专注地听他讲道 尤其是盖世太保 尼莫勒知道这件事 因此他还在讲台上公开嘲笑他们 一般认为如果在军队以外有任何人可以领导对抗希特勒的运动的话 那人一定就非尼莫勒莫属 尼莫勒大约就是在波德史文当选的时候认识了彭霍费尔 而且从此在教会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波德史文在担任帝国主教那段非常短暂的期间 因为德意志基督徒的骚扰而倍感艰辛 奇妙的是6月18日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在一片动乱之中接受暗幕 因为他是犹太人 于是他未来在教会的发展更让人感到好奇 倘若神学无赖得势的话 教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彭霍费尔参加了那场在柏林古老的尼古拉教堂举行的暗幕典礼 那里是希尔德·布兰特心目中的属灵英雄 著名的17世纪诗歌作家保罗·格哈特接受暗幕的教会 他随后担任了那个教会的牧师 彭霍费尔非常熟悉格哈特写的诗歌 并借着这些诗歌熬过他在监狱里的日子 德意志基督徒持续不断地公开攻击 并于6月19日在柏林大学举行一场聚会 既然他们在大学校园取得立足点 于是学生开始骚扰波德史文 彭霍费尔和许多他的学生也参加了那场聚会 但是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他任由他的学生跟德意志基督徒的成员辩论 他和他的学生打定主意 只要德意志基督徒再次提出推选穆勒担任帝国主教 他们就要集体退场 而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当时彭霍费尔和其他支持波德史文的人 同时起身准备离场 出乎彭霍费尔意料之外的是 几乎90%参加聚会的人都选择离场 这对德意志基督徒可说是颜面济湿 足以说明大家都十分厌恶他们过去几个星期的作为 那些离场的人聚集在黑格尔的雕像周围 接着就举行了一场临时集会 即使在那些年轻人心中 反对德意志基督徒跟反对希特勒仍是两回事 但他们都认为德意志基督徒 企图把纳粹教条引进教会的做法太过激进 然而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德国人 全心忠于国家 集起援手 于是他们就在场外举行的集会上 宣誓服从希特勒的领导 彭霍费尔表示 有位同学向总理喊了声万岁 其余的人也起而笑由 三天后那里又举行了另一场集会 彭霍费尔这次开口发言了 尽管他发言的内容很难理解 但他还是充满希望 认为教会一定能够温和地化解这个难题 首先他表示 上帝是要用这场抗争教导德国教会谦卑 并教导任何人都没有骄傲与自以为是的权利 基督徒一定要谦卑与悔改 或许这场斗争还是能带来一些益处 但谦卑与悔改才是唯一往前的道路 彭霍费尔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认同他的人 他们都认为禁止犹太人加入教会是错误的 站在正确一方的这些人 一定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落入骄傲的网络 虽然他引用罗马书十四章 以及教会要额外恩待 特别照顾较软弱的弟兄的观念 然而他似乎希望那些反对亚利安条款的人 应该顾全整个教会 以及较软弱的弟兄而耐住性子 虽然他的言论当时听起来相当激进 但事后想起来又显得过于敦厚 彭霍费尔甚至建议召开一场教会的公议会 就好像早期教会始终 在尼西亚和卡尔西顿所召开的公议会 他相信如果他们表现出教会当有的样式 圣灵一定会说话并且解决这个难题 但他的听众大都是自由派神学家 他们觉得公议会 异端和派系似乎都是些老掉牙的想法 彭霍费尔呼吁教会要表现出教会的样式 但大家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 两天后一切问题悬而未决 因为政府当局插手介入 而且穷尽一切恶劣手段 波德史文为表示抗议而辞职 真正的教会斗争现在才开始 穆勒在6月28日命令党卫队 占领柏林的教会办公处 冲锋队在7月2日拘捕了一位牧师 反对人士为此举行和好祷告会 并召开代求祷告会 一场混乱后 波德史文跟星登堡会面解释 他们这方面的处境 而星登堡表示 他会把波德史文的担忧 转达给希特勒 彭霍费尔这才了解 反对希特勒和德意志基督徒的势力 既单薄又不一致 于是他渐渐失去 对有任何积极作为的指望 一切都显得非常黯淡 穆勒和德意志基督徒位 强行达到他们的目标 毫不犹疑地动用国家力量 而且非常有效率 然而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还是看到一线希望 他们建议教会 要不惜以罢工为手段 向当局对抗争取教会的独立 如果当局不愿意收手 并让教会成为教会 那么教会就不再表现得 像是国家教会 并且不再主持丧礼 这是一记妙招 就跟以往一样 对多数贯于西士宁人的新教领袖来说 他们的提议太过强硬与激烈 他们对彭霍费尔的果敢 感到坠坠不安 因为这迫使他们 面对自己在眼前局势下 应该担负的罪恶 正如在政治上妥协的军事领袖 在他们应该刺杀希特勒的时候 却跪缩不前 如今那些在神学上妥协的新教领袖 也同样畏缩不前 他们无法鼓起勇气 做出像罢工这么突兀又惊骇的事情 于是时机就这样一去不返 教会选举 与此同时 希特勒正准备推动他自己 为教会制定的计划 他非常清楚 对付那些新教牧师的方法 他曾经说 你可以任意对待他们 他们都会顺服 他们只是无俗轻重的小人物 像狗一样温顺 而且当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他们还会尴尬的流汗 他以这种讥讽的语气 呼吁举行选举 希特勒突然宣布 下次教会选举的日期 就是7月23日 这会让人产生一种自由选择的假象 不过 就纳粹可以动用的力量来说 谁会胜选 以成定案 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 他们都派上用场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 凡是反对德意志基督徒的人 都可能被控以探国罪 宣布的当天 距离选举日只隔一星期 根本没有时间 筹备任何反制活动 即使困难重重 彭霍费尔依旧投入这个使命 青年改革运动推举出候选人 而彭霍费尔和他的学生 负责撰写与印刷竞选宣传单 但在7月17日夜里 在竞选宣传单发放之前 戴士太保就闯进 青年改革运动办公室 没收了这些宣传单 德意志基督徒 对青年改革运动 排列候选人的方式 提出法律意义 于是排除盖世太保 合法地制止这一切 也就是没收那些宣传单 但彭霍费尔毫不畏缩 他见了他父亲的奔驰汽车 跟格哈德雅各牧师比 一起驱车前往 位于奥布莱西特亲王大街的 盖世太保总部 重新澄清整件事情 雅各比赛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曾经获搬两枚铁石字勋章 因此 为要证明他们确实是爱国的德国人 他特地佩戴着这些勋章 进入盖世太保总部的地角 这栋恶名昭彰的建筑的幽暗地下室 就是1944年 施桃分贝阁暗杀行动失败后 彭霍费尔遭囚禁的地方 不过这时 也就是1933年 他居住的德国依旧是一个在强力要求下 会尊重法治的国家 因此 他确信有人知道他的权利 并且会挺身而出 为他伸张这些权利 于是彭霍费尔建部冲进那栋建筑 要求会见盖世太保的主管 彭霍费尔说服对方认定 此举是干涉选举 虽然有点讽刺 但法律名闻禁止 因此对已将宣传单发还给他们 但他也不得不同意 把候选人名单的称呼 从福音派教会 德意志基督徒反对这个称呼 因为他们认为 自己才是正统福音派教会 改为折中的福音与教会 盖世太保威胁彭霍费尔和雅各比 要他们为更改称呼全权负责 只要在任何地方散发没有更改的文宣 他们就会被送进集中营 就在德意志基督徒和青年改革运动 都忙着竞选的时候 希特勒的表现透露出 他也知道该如何对付天主教 事实上 他已经在私底下跟他们周旋好一阵子 而且在7月20日 德意洋洋地宣布 第三帝国和梵蒂冈已经签署协议 这可说是在公关上的一大斩获 从此开始 一般人都认为 他会理性地处理相关事务 而且对教会没有任何敌意 协议内容的开场是 教宗陛下庇护十一士 以及德意志帝国总统 一致感受到 团结与促进罗马教廷 与德意志帝国之间 友好关系的期望 渴望能够在双方都同意的条件下 永久巩固天主教教会 与整个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关系 因此 双方决定达成郑重的约定 第一款约定 德意志帝国保证天主教传教 与公开活动的自由 德意志帝国承认 天主教会在一般法律容许的范围内 可独立管理与规范自己的事务 而且在其权限的范围内 颁布公约与条例 约束其成员 短短几年后 事实证明 这些只不过是障眼法 但就当时来说 这一切都能奏效 不但免于遭受批判 又能在世人怀疑的眼光前 装扮出爱好和平的假象 教会选举在三天后举行 不出所料 选举的结果是一面倒 德意志基督徒 赢得70%的选票 最大的新闻是 路德维希穆勒 当选为帝国主教 大多数人都认为 顽固的穆勒 是一个粗鲁的乡巴佬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 这就像是游邪星或丑爵 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样 穆勒对女色和粗话毫不避讳 尤其是跟那些效忠帝国的追随者 而不是难产的神学家在一起时 他们在私下戏称 他是瑞比 意思也是拉比 对彭霍费尔 以及后来加入任性教会的人来说 这确实是坏消息 彭霍费尔在那一周稍早 写信给贝尔主教表示 重振德国教会的最后希望 从人的眼光来看 应该就是由合宜运动来发表 穆勒确实不胜任的声明 穆勒和他的德意志基督徒 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但彭霍费尔和其他参加 青年改革运动的成员 一点也不想在神学战场上退让 就某方面来说 政治上的失利 让他们能更专心地 投入另一个战场 他们计划提出一份 清楚明确的信仰声明 一份信条 用来对抗德意志基督徒 这会引发一场危机 迫使德意志基督徒 说明他们自己的立场 尼莫勒牧师认为 这就是对应当前情势的良方 于是他尽力说服他们 采取这个方法 改革运动和所谓 德意志基督徒的教导 在神学上 是否有任何差异 我们认为有差异 他们却否认这一点 我们要提出符合这个世代的信条 以厘清这种混淆的状况 如果对方提不出信条 目前看不出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提出 那就一定要由我们提出 而且务必要让对方的回答 只能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择异 那年九月 他们召开了一场全国宗教会议 在理想中 这份信仰宣告 届时就会完成 彭霍费尔和赫曼撒瑟一起前往 波德史文所在的伯特利社区 波德史文辞去帝国主教后 就返回这里居住 后来他们在1933年8月 写下知名的伯特利信条 第十三章 其实症洁在于 要基督教还是要德意志主义 这个冲突越早摊在阳光下越好 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 1933年下初 彭霍费尔接到西奥多海克尔的邀请 要他担任伦敦教会德语会众的牧师 海克尔当时是教会海外部主管 他负责督导所有海外德语教区 因为透过合一运动成员 而认识彭霍费尔 能够离开德国 把一切政治纷扰丢在脑后 让彭霍费尔相当感兴趣 尤其是弗朗兹西尔德布兰特 也恰好正想去伦敦 因此 彭霍费尔在前往伯特利之前 先去了一趟伦敦 他在7月23日的选举过后才出发 并于7月30日 在两个考虑聘请他的教会正道 其中之一是位于伦敦东区的 圣保罗教会 另一个是位于伦敦南郊的 西德纳姆教会 牧师住所也在那里 两个教会都对他印象深刻 海克尔把他介绍给即将离职的牧师时表示 我个人觉得他是相当杰出的一个人 他还提到 彭霍费尔会说多种语言 而且有一项保罗具备的特殊优点 那就是未婚 但是海克尔对彭霍费尔表现的热情 很快就改变了 在伦敦短暂停留后 彭霍费尔接着前往波德史文 位于比森塔尔的社区 尽管他对这个传说中的地方 早已多有耳闻 但对眼前的景象还是大感惊奇 伯特利是按照波德史文的父亲 1860年代的意向打造成的 1867年刚成立时 是一个收容癫痫病患的基督教机构 到1900年时又增建几栋 能够收容照顾1600位残障人士的设施 波德史文的父亲在1910年过世 当时还年轻的波德史文就接手经营 到彭霍费尔拜访的时候 该处已经发展成一个学校 教会 农场 工厂 商店 以及幼儿园邻里的完整城镇 城市中心有许多医院和护理机构 还包括孤儿院 彭霍费尔眼界大开 这跟尼采以权力和威势为主的世界观 完全背道而驰 这是眼睛看得到的福音 一片童话般的恩典之地 软弱与无助的人 可以在现实的基督教环境中得到照顾 彭霍费尔在参加当地的崇拜后 写信向他祖母描述这些癫痫病患说 他们那种无助的情况 或许让他们更了解人类的实际状况 也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无助的 他们远比我们这些健康之人 更认识这一点 但早在1933年 反对福音的希特勒 已经在法律的掩护下 逐步铲除那些 被归类为不适合 或者会拖累德国的族群 废物饭桶和不配活的人 是经常被用来形容那些 残障人士的词汇 1939年大战爆发后 对这些人的灭绝行动 也随之更加积极 彭霍费尔从伯特利写信告诉祖母 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 甚至应该合法地消灭那些病人 这简直是丧心病狂 几乎跟建造巴别塔没有两样 注定会自取灭亡 彭霍费尔经常在正道中提到巴别塔 形容人类在西洋上 想要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天际 而这可能是受到巴特的影响 不过他在这里则是引用 他来影射纳粹的尼采世界观 认为强者至高无上 而弱者应该被彻底铲除粉碎 一个主张行为 另一个主张恩典 1930年代将近尾声的时候 纳粹对于伯特利这类地方 开始施加更大的压力 而当战争爆发后 他们要求这些机构交出病患 然后由纳粹师以安乐死 波德史温是这场战争的前卫 竭尽一切力量跟纳粹周旋到底 但到1940年代时 他可说是已经败阵 卡尔彭霍费尔和狄特利西父子二人 也都加入了这场战争 提议教会要向教会经营的医院 和疗养院施压 拒绝把病患交给纳粹 然而 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权下 体弱衰残的人没有生存的空间 1933年4月 波特利还是一块宁静的绿洲 那里还是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德国基督教文化的最佳见证 信条 彭霍费尔从波特利写信告诉祖母 他撰写信条的进度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 可说是干苦于共 我们想要迫使德意志基督徒 透露他们的企图 是否能够成功 非常难说 因为即使他们在表面上 会稍微透露他们的想法 但他们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迟早一定会推翻 他们所说过的一切 我发现种种迹象 越来越清楚地显示 以后显然会成立一个 跟基督教不兼容的国家教会 而我们务必要为 此后将要步上的这条全新道路 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 癥结在于 要基督教 还是要得意志主义 这个冲突 越早摊在阳光下越好 他们撰写 波特利信条的主要目标 是陈述真正传统基督教的 基本信仰 跟路德维西穆勒 肤浅幼稚的神学形成对比 彭霍费尔和撒斯的使命 是要清楚明确地揭露 双方的差异 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 彭霍费尔对他们的成果感到满意 接着就把这份文件 分送给20位卓越的神学家 征询他们的意见 但等他们收起意见的时候 却发现原本清楚明确的界线 全都变得模糊不清 所有针锋相对的差异 都被婉转地化解 他们先前提出的每一个重点 都被淡化 彭霍费尔感到胆寒 因此不愿意参与后续工作 当信条网稿后 他也拒绝签名背书 他对基督徒同侪无法 立场坚定地挺身而出 感到非常失望 他们总是左顾右盼地 站在错误的一方 想尽办法讨好他们的对手 伯特利信条 结果只是徒劳一场地满指废话 网稿里面甚至可悲地表示 教会与政府要喜悦地携手合作 彭霍费尔决定接受聘请 担任伦敦德语教会的牧师 但为抚平心中的伤痛 他要先到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退休一阵子并且思考未来的道路 伯特利信条的失败 是驱使他前往伦敦的主因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在这场教会斗争中 还能做些什么 他决定到10月中旬再正式就任 而他希望能够参加 教会将在9月举行的 全国宗教会议 他也将参加两场 分别在保加利亚的诺维萨德 和索菲亚举行的合一研讨会 他在参加这次宗教会议时 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废除亚利安条款 也就是亚利安赴约 这项条款限制禁止 已经暗幕的犹太籍牧师 担任牧职 如果亚利安条款会速集既往 那么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的 牧职生涯 还没开始 就已宣告结束 就在宗教会议开始前几个星期 彭霍费尔开始散发他亲笔写的教会里的 亚利安条款小册子 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尤其是鉴于从四月他撰写 教会与犹太问题以来 发生的种种变化 他在小册子中 驳斥德意志基督徒提出的主张 种族乃神圣不可侵犯地创造了次序神学 又斥责把犹太人 排除在外的传福音机会 一文不值 他也呼吁德国的神职人员 不要继续在一个 让他们享有超过犹太籍神职人员待遇的 特权教会服饰 彭霍费尔在小册子中写道 决裂就是未来的出路 当督导海外教区的海克尔 看到他的小册子后 就决定 除非彭霍费尔改变他的立场 否则绝不会拆派他代表德国教会 到伦敦幕会 甚至不少彭霍费尔 在神学论战中的盟友也认为 他在小册子中的部分言论 过于偏激 马丁尼莫勒仍然对 是否必须在教会中 执行雅列安条款 保持开放的态度 他觉得这是错误的做法 但又不希望教会因此而分裂 至少时机还没到 但彭霍费尔的观念 已经超越这种实用的想法 他在六月时 愿意勉为其难接受的 较软弱的弟兄论证 现在对他来说已不适用 他如今深信 不愿意为犹太人挺身而出的教会 就不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此他的态度非常坚定 一如既往 他远在时代洪流的前面 有些人觉得 他这样做只是在自讨苦吃 但是当有人问彭霍费尔 为何不先加入德意志基督徒 然后从内部对抗他们时 他的回答是他做不到 他说一旦你搭错车 即使沿着车厢走道 往相反的方向跑 也没有用 褐色会议 全国宗教会议 于9月5日在柏林召开 整个会议完全由德意志基督徒主导 80%的出席代表 都穿着纳粹的褐色制服 因此被称为褐色会议 他比较像纳粹的党员大会 而不像宗教会议 雅各比牧师想要提出动议 但很明显地被忽视 反对意见全都被压制下来 但罢处已按摩的非雅利安神职人员 以及免除非雅利安人配偶的职务 这两个决议案并没有通过 这是一丝微光 但就当时的环境来说 却没有太大意义 第二天有一群反对派 在雅各比家中聚会 9月7日 他们在尼莫勒家中聚会 对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来说 决裂的时机已经成熟 教会的议会已经正式投票决定 要单单基于种族因素 禁止一群人担任基督教的圣职 德意志基督徒已经清楚明确地 跟真正的传统信仰决裂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呼吁所有牧师站起来 辞去募集表明自己的立场 但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的呼吁 只是旷野里的两个呼声 当时还没有其他人 愿意把脖子伸得这么长 即使卡尔巴特也不愿如此 彭霍费尔在9月8日 写信给这位神学巨人 请教他 这是否可以成为 要求宣告信仰的时机说 我们几个人 现在都非常渴望成立独立教会 他的意思是指 他们都愿意脱离德国教会 但巴特深信 他们千万不能离开 他表示 他们必须继续等待 直到他们被驱离教会 他们务必要从内部表达抗议 巴特写道 如果要分裂的话 一定要对方主动提出来 他甚至表示 他们务必要等待一场 针对更重要议题而爆发的争论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都感到不解 还有什么议题 比亚利安条款更重要 巴特的回答 让彭霍费尔感到非常困扰 因此 直到他启程前 才写信告诉巴特他 决定要前往伦敦 此外 他也知道 巴特会建议 他打消这个念头 即将一举成名的 牧者紧急联盟 就是为回应褐色会议而成立的 其宗旨已经超越 尼莫勒和彭霍费尔 在9月7日起草的宣言 虽然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无法说服其他牧者 目前是辞职与决裂的时机 但他们可以发表文章 表明他们的立场 对褐色会议提出正式抗议的标题是 致全国宗教会议书 因为全国宗教会议 将于当月稍晚 在维藤堡举行 在他们把文件寄给教会总部之前 先寄了一份给波德史文 而他又把一份修订过的版本寄给帝国主教穆勒 尼莫勒则把这份文件寄给德国各地的牧师 这份宣言有四个重点 一 文中表示署名人 愿意再次把自己献给圣经 以及教会历来的教义信条 二 他们愿意维护教会 忠于圣经以及信条 三 他们愿意 以财力资助那些遭受新的法律 以及遭受任何暴力迫害的人 四 他们坚决反对亚利安条款 大大出乎尼莫勒 彭霍费尔 以及所有参与人员意料之外的是 大家对这份宣言的响应 非常热烈与正面 10月20日 德国各地签署这份宣言的牧师 正式组成一个称之为 牧者紧急联盟的团体 到那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有6000位牧师加入成为会员 这是即将成立的任心教会 在酝酿期间向前跨出的第一大步 同年9月中旬后 彭霍费尔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 参加普世联盟举办的合一研讨会 另一跟他来往的合一团体 是齐谢斯特主教乔治贝尔领导的 生命与事工 同时间生命与事工 也在诺维萨德举行一场研讨会 曾经推荐彭霍费尔 担任伦敦教会牧师的西奥多海克尔 就是在这个时候 表态愿意跟德意志基督徒合作 由于他身为德国教会 在合一会议上的正式代表 因此他把传遍整个会议的丑陋事件 犹太人正式被禁止在教会生活之外 扭曲成美式一桩 彭霍费尔认为 海克尔的做法非常可耻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其他参加会议的人 并不相信海克尔对这些事件的说法 在贝尔主教的带领下 大会通过一项决议 表示欧美各宗派的代表 对犹太人遭受的严苛待遇 感到忧心忡忡 不久之后 贝尔就会成为彭霍费尔 在这场斗争中的亲密战友 在此后多年 彭霍费尔一直都是海克尔的眼中钉 肉中刺 主要是因为尽管有海克尔这种官方代表 发布德国教会的消息 但彭霍费尔依然勇敢 坚持地告诉贝尔 在透过贝尔传遍全世界 发生在德国教会一切事件的真相 在未来的岁月中 和伊运动都会是彭霍费尔的盟友 但就跟他在德国教会的盟友一样 和伊运动通常不愿意 步上他走的激进路线 同时他也有一些忠诚的盟友 如瑞士主教 瓦尔德玛阿蒙森 就是其中一位 他和一群和伊运动的领袖 私下在索菲亚 跟彭霍费尔会面 于是彭霍费尔告诉他们 整个事情的真相 他们专心倾听他所说的一切 然后齐心为他祷告 而他也深受感动 彭霍费尔建议和伊运动的领袖 也后承认由帝国主教穆勒带领的新德国教会的时间 他建议他们派遣一位代表 为他们调查整个情况 彭霍费尔知道 纳粹非常关心世人对他们的看法 因此和伊运动必须善用这个重要的策略 在诺维萨德举行的研讨会 通过一项关于犹太问题的决议案 内容甚至比索菲亚的决议案更激烈 我们特别感到忧伤的是 德国政府压制犹太人的手段 已经深深影响公众意见 甚至导致某些人认为 犹太人是叫低劣的种族 他们也对德国教会歧视 菲亚利安逸的牧者 与教会同工的行为表示抗议 他们声明 这就是在否定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清楚明确的教导与精神 这是非常强烈的措辞 结果导致海克尔在教会里的地位 岌岌可危 接着彭霍费尔返回德国 参加在维腾堡举行的全国宗教会议 那时候已经有两千人 签署牧师紧急联盟的宣言 宗教会议揭幕当天 彭霍费尔向他父亲借用奔驰车 与司机附会 他一早就跟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 和他们的友人葛厨史泰温 从瓦根罕街出发 那是个美丽的秋天早晨 奔驰车的后车厢 满满装着异箱箱的宣言 那天下午 他们和几位朋友一起散发这些宣言 并把他们钉在维腾堡各处的树干上 在路德维希穆勒办公室的窗口下 出现一群荣誉卫士 这使得他们三人心生厌恶 而白眼已对 他们还在那里的时候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发了一封电报给穆勒 要求他立即针对亚利安条款表态 因为他在早晨的演讲中 没有提到这一点 不出所料 穆勒对此视若无睹 那天 正好是穆勒被全体运会者 一致推选为帝国主教的日子 而这更让人痛苦倍增 举行选举的地点是在维腾堡的一座教堂 正下方就是路德之墓 总是爱说笑的希尔德·布兰特表示 路德一定在他的墓里面辗转难安 此时当局决定于12月3日 在马格德堡大教堂举行穆勒 正式就任帝国主教的任职礼 至此 德意志基督徒大获全胜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再次确认 决裂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10月的时候 彭霍费尔把注意力转移到伦敦 再过两周他就要上任了 但海克尔清楚明白地表示 从他最近的表现来看 他可能无法成行 海克尔希望在这种威胁下 会让彭霍费尔改变立场 但他毫无此意 而且一点也不在乎 彭霍费尔告诉海克尔 他绝对不会收回说过的话 以及写过的文字 也不会顺着海克尔的意思 陨诺自己在伦敦时会自我约束 不参加合一的活动 在会见海克尔的时候 他甚至要求跟帝国主教穆勒会面 彭霍费尔在10月4日跟穆勒会面 他表明不愿意代表德意志基督徒之 帝国教会赴英国 也重申他告诉海克尔的一切 那就是他要继续跟和宜运动交流 当不学无术的穆勒 要求他收回他在牧师紧急联盟上的署名时 他的回答是他不愿意照办 并且以拉丁文引述一段相当冗长的奥格斯堡信条 穆勒逐渐感到不安 于是打断他的话 最后穆勒因为担心彭霍费尔横行拦阻 反而会制造出更多的麻烦 因此准许他前往伦敦 彭霍费尔誓言效忠德国 但他不愿效忠国家社会主义政府 这就决定了彭霍费尔未来的意向 他会完全忠于教会与德国 但绝对不会顺从穆勒的伪教会 以及那宣称代表他所珍惜的 伟大国家与文化的独裁政权 国际联盟 那年10月 希特勒宣布 德国将退出国际联盟 多数德国人都为此雀跃 宣布这个消息的日期 恰好是彭霍费尔前往伦敦 就任募治的前两天 就跟希特勒许多狂妄的举动一样 他表现得 好像这是遭受其他人的威胁 而迫不得已的响应 他不久前才向国际联盟要求平等地位 意思是 他要求国联给予德国建军权 把军队的武力提升到 跟其他主要国家不相上下的程度 当他们如预料中被拒绝时 他就宣布这项消息 他原本认为 国际联盟没有决心跟他对抗 然而他猜错了 他也认为 德国百姓会为此举感到高兴 因为这就像是挣脱法尔赛条约 所带给他们的一连串羞辱中的一环 在这一点上 他完全正确 就跟以往一样 希特勒能非常准确地预料百姓的感受 也善于操弄他们 不争的事实是 当时大多数的德国百姓 都非常赞成他的作为 持平而论 他们对即将面临的一切毫无头绪 然而有些人却非常清楚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就是他们中的主要人物 马丁尼莫勒就不是这样 他跟当时教会斗争过程中 许多的右派人士一样 把教会与政府 截然划分为两个议题 对他来说 尽管德意志基督徒 不断插手教会的事物 但是这跟希特勒 在其他方面的所作所为 丝毫没有关联 因此 尼莫勒当下就以 牧师紧急联盟的名义 发出一份贺电给元首 他在电文中发誓 他们效忠于他 并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对此感到惊惧 身为犹太人的希尔德布兰特 对尼莫勒在这个议题上 表现出的无知 感到极其厌恶 甚至在尼莫勒邀请 他在牧师紧急联盟 担任职位时一口拒绝 他写信给尼莫勒 表达他对这个议题的感想 他和彭霍费尔经常觉得 两人势单力薄 即使在跟牧师紧急联盟的 盟友相处时 也有同样的感觉 希尔德布兰特写道 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 既然你自己都无法认同 那始终否定平等 对待我们的教会 那你又怎能兴高采烈地 赞成在日内瓦的那些政治操弄 许多年后 也就是在尼莫勒 以阿道夫·希特勒 个人囚犯的名义 被监禁在集中营八年后 他写出下面这段 不光彩的话语 他们首先对付的是社会党 我一句话都没说 因为我不是社会党员 然后他们对付的是工会 我一句话都没说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接着他们对付的是犹太人 我一句话都没说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要对付的是我 这时已经没有剩下任何人 可以替我说话了 当希特勒宣布 德国即将退出国际联盟之际 他狡猾地宣布 在11月12日举行公民投票 让德国百姓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早已经知道 投票的结果为何 尤其是纳粹已经完全掌控 德国所有的媒体与财政 甚至公民投票的时间 都是精挑细选的 而且暗藏玄机 11月12日 正好是德国遭受协约国 羞辱15周年纪念日的后一日 希特勒刻意在演讲中 清楚地提到这一天 以免有人没有听出弦外之音 他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一天 在以后的历史上 被记载为翻身的日子 历史记录将这么写着 德国百姓在11月11日 正式失去他们的荣耀 15年后的11月12日 德国百姓又重新 夺回自己的荣耀 于是那年11月12日 德国再次确认 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并且透过民主的方式 给予他无上的权利 嘲笑他们的敌人 以及所有曾经羞辱过他们的人 这下子 法国 英国和美国 就知道他们小看的是什么人 德意志基督徒走过头了 这是一段让纳粹陶醉不已的时刻 德意志基督徒决定于公民投票次日 在他们最喜欢的柏林运动广场 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集会 整个大厅都装饰着纳粹的旗帜 以及写着一个帝国 一个种族 一个教会的标语 两万人聚集在一起 聆听柏林德意志基督徒的 一名领袖发表演说 这人就是莱伊霍尔德克劳斯 一个肥胖的高中教师 这是他露脸的机会 而他一把就牢牢抓住 但是他似乎迫不及待地 要一举拿下整个国家 因此不但深深伤害到他自己 同时还连累了德意志基督徒 他没有注意到 那天听到他演说的人 不只有运动广场的忠实听众 因此克劳斯随心所欲的大放厥词 甚至把德意志基督徒运动激进人士 私密而为公开的言论意图为快 他们在大多数德国人面前 佩戴的温和派面具就这样被揭开 克劳斯用低贱粗俗的字眼 要求德国教会一定要一劳永逸地 彻底消灭所有的犹太痕迹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旧约圣经 里面写的全都是犹太人 充满同秀的大道理 以及各种牧人皮条刻的故事 当时的速记档案中这么著名 随后掌声不断 西约圣经也必须加以修改 而且在描述耶稣时 务必要完全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 此外不能再夸张地强调 那被定十字架的基督 这种失败主义让人灰心丧志的想法 是犹太人的余毒 德国要的是希望与胜利 克劳斯也嘲笑保罗拉比的神学 是戴罪羔羊与作件自我的混合体 接着他嘲笑十字架是犹太教可笑 软弱的余毒 为国家社会主义所不容 更甚的是 他要求所有德国牧师 必须宣誓全心效忠希特勒 而所有德国教会 必须全心全意地接受亚利安条款 把所有犹太后裔驱除教会 这是克劳斯一生最得意的杰作 但对德意志基督徒来说 这也是致命的一大败笔 媒体在隔天早晨报道这个事件 除了几报运动广场的德国人外 大多数的德国百姓都感到震惊与愤怒 希望教会关心德国百姓 并且鼓励德国能在国际社会 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打压下 重新站立起来是一回事 但是像克劳斯这样嘲笑圣经 以及圣保罗等等这些举止 也未免太过荒腔走板 从那时开始 德意志基督徒运动 可说是一头栽入巴特所说的无底深渊 主流的新教宗派认为 他们已经无可救药 简直就是公开的异端 以及狂热的纳粹 而大多数不是基督徒的纳粹党员 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耍火宝罢了 纳粹党只不过是趁机利用德意志基督徒 拿他们当作炮灰 但结果并不如预期那么顺利 穆勒依恋在他的位子上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他在希特勒面前的地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当国家社会党的计划告一段落后 穆勒也随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十四章 1934至1935年 我觉得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跟我们一起齐心祷告 因为这会是一场至死方休的抵抗 而百姓也会因此身陷苦难当中 狄特里希彭霍费尔 1933年夏末 与整个秋天 也就是在海格尔邀请彭霍费尔 到伦敦牧羊两处德语会众后 彭霍费尔一直在思索着要何去何从 他去伦敦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可以得到真正牧会 或如他常说的教会事工的一手经验 他逐渐了解到 如果神学教育过度强调思维 或者说智识训练 就会调教出一批 不知道如何活出基督徒生命 只知道神学论辩的牧师 其次 他也想要远离德国的教会斗争 从整体的角度放眼未来 至少就他个人来说 其重要性要超过教会权争 他在一封写给书词的信中说道 虽然我正卯足全力参与教会抗争 但我非常清楚地了解 这种抗争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会转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抗争 而且只有极少数参加初期冲突的人会 继续投入下阶段的征战 我觉得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跟我们一起齐心祷告 因为这会是一场至死方休的抵抗 而百姓也会因此深陷苦难当中 即使他最亲密的盟友 也没有他这样的眼光 他似乎置身在一个极高的神学层面 能够石头身边的人所 无法看到的远景 对他以及他们来说 想必都会感到非常沮丧 彭霍费尔受到拉斯尔的影响 而非常喜爱登山宝训 这就是他观察眼前 以及预测未来的基点 他所思索的 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意义与深度 希尔德布兰特 尼莫勒和雅各比所想的 只是对付穆勒的方法 而彭霍费尔所想的 则是上帝最高的呼召 也就是做主门徒的呼召与代价 他所想的是先知耶利米 以及上帝要信徒承担苦难 甚至死亡的呼召 彭霍费尔在脑中 思索这件事情的同时 也在思索 在跟海克尔周旋 以及教会斗争的下一步棋 该如何走 他当时思考的是 基督那殷切的呼召 不是要信徒得胜 而是要信徒不顾后果的 顺服上帝 他在写给书词的信中说道 坦然承受苦难 这是将来必经之路 却毫不闪躲 在初步征战期间 可能还是会出现 暂时的短兵相接 但在未来真正开战时 就必须忠心地承担苦难 教会斗争 已经有一段时间偏离正题 而所有战线 已经完全转移到其他地方 总而言之 彭霍费尔的思想 仿佛先知一般 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 因此到最后他所能做的 只不过是在牢房里 忠心地承受苦难 赞美上帝的作为 感谢上帝看重他 而让他经历这一切 另一方面 就属于更世俗层面的 教会权征来说 他似乎在英伦海峡对岸 能发挥更大的战力 一旦他在伦敦 就能脱离帝国教会的 直接管辖 不像是在柏林的时候 要受到教会与政府 当局严密的监控 他也能够自由自在地 跟和宜运动的人士联络 告诉他们德国内部的真相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是他在德国的时候 所办不到的 他在伦敦期间 逐渐跟齐谢斯特主教 乔治·贝尔熟识 贝尔主教不但成为他的挚友 同时也是他跟和宜运动之间 最重要的联络人 另有一个人 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两人之间真挚的友谊 不下于他跟贝尔主教之间的关系 那个人就是卡尔巴特 但是巴特冷酷的态度 让人难以接受 因此 彭霍费尔不太想告诉巴特 他要前往伦敦 10月24日 也就是他抵达伦敦后 一星期左右 他终于写信给巴特 如果有人在整件事情 尘埃落定后 要知道这个决定的确切原因 我想 那就是 我觉得 自己已经无法处理 杂踏而来的问题与要求 我觉得自己的看法 跟所有身边朋友 都非常不一样 就某方面来说 我感到不解 虽然我跟这些朋友 还是非常亲近 但我对事情的看法 跟他们渐行渐远 这一切 让我感到惶恐 同时 也让我的自信 大受打击 因此 我开始担心 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 会让我走上岔路 因为没有任何特殊理由 可以证明 在这些事情上 我的观点 比其他许多 我所敬重的优秀牧师的观点 更好 更正确 他在11月20日 收到巴特的回信 亲爱的童工 你可以从我对你的称呼看出来 我认为你前往英国 只不过是你生命中 必经的插曲 你心中有这个念头后 并没有马上征询我的意见 确实是明智之举 我当时一定会劝阻你 还可能会用最严厉的口气 重重地轰击你 而现在 你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才告诉我 我只能真诚地对你说 赶快返回你在柏林的岗位 就你接受过高深的神学教育 以及你正直的德国性格来说 当想到像海因里希福格尔这样的人 身形瘦弱 却精神抖擞 始终不移地坚守岗位 像风车一样挥舞着双臂 大声呼喊 忏悔 忏悔 不论强壮或软弱 以自己的方式活出他的见证 你难道不会感到汗颜吗 要庆幸你不是亲身在我面前 否则我就会极言吏色地 用另一种方式对待你 要求你千万不可以放弃 这一切的学术成就 以及各种才华 而只想到一件事 你是个德国人 你的教会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有足够的知识 也有口才可以伸出援手 因此你务必要搭下一班船 返回你的岗位 就眼前的情况来说 应该是在下班船 请从朋友的立场看待 这封信 这是我的初衷 我若不是非常关心你 就不会这么坦率地跟你说话了 最真挚的问候 塔尔·巴特乔治·贝尔主教 那年秋天 彭霍菲尔在伦敦 跟乔治·贝尔主教会面 从大师开始 贝尔主教成为他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人物 贝尔也是彭霍菲尔 在被处决前几小时 倾诉最后遗言的对象 贝尔和彭霍菲尔的生日 都是2月4日 不过贝尔是出生在1883年 贝尔和卡尔巴特比 彭霍菲尔年长20岁 而他们两人 可说是彭霍菲尔生命中 仅有的两位导师 彭霍菲尔很快就在他朋友面前 亲切地称贝尔是乔治叔叔 但从未当着贝尔的面 这么称呼他 贝尔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他在牛津基督堂学院求学时 曾经得过相当杰出的 诗词讲学金 在他被人名为 接续著名的 兰德尔戴维生大主教的牧师后 开始着手撰写戴维生的传记 这是一部长达1400页的 掷地有声的剧主 贝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开始投入合一运动 而且成为该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是因为合一运动 而认识彭霍菲尔 贝尔在担任坎特伯雷院长的时候 曾经邀请多罗西塞耶斯 和克里斯托弗夫妇来 担任克索艺术家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 他在1935年 委托艾略特编写剧本 《教堂谋杀案》 这出戏剧的内容 是以1170年发生的 托马斯·贝克谋杀案为底本 这出戏显然是在批判纳粹政权 并在1935年6月15日 在同名教堂举行首场演出 贝尔也曾邀请甘地到坎特伯雷访问 后来成为甘地和彭霍菲尔之间的 主要联络人 当时德国跟英国的关系相当复杂 希特勒急着想要把自己塑造成 一个值得国际社会信任的人物 而且1930年代 他在英国贵族圈内 结交了许多朋友和亲信 不过贝尔主教不是其中的一位 1933年末 纳粹基于讨好英国国教 以便打开路德维希穆勒 案例为帝国主教的僵局 两位德国基督教领袖 豪森费尔德和卡尔费泽教授 受命前往英国 主要目的是为希特勒进行宣传活动 发起牛津运动的弗兰克·布克曼 虽然不相信他们的说辞 但依旧发出邀请 布克曼是20世纪初一位 重要的福音派基督徒 当时有许多善良人士 由于对希特勒的真面目 不甚了解 因此不但没有力声斥责 反倒张开双臂接纳他 而布克曼可说是这些人的代表 然而正当德国亮相的脱离贵马时期 这个一直把自己 搅拌成共产党的仇敌 以及教会的盟友的人 实在让人无法拒绝 就这一点 以及他心中想要向领导 阶层传福音的欲望来说 布克曼似乎忽略了 圣经中门徒要领巧向蛇的命令 他天真的盼望能带领希特勒信主 因此展开双臂迎接希特勒 以及德意志基督徒 豪森费尔德和费泽虽然努力运作 但结果并不如预期 英国报纸对希特勒的神职特使感到怀疑 除了清希特勒的格洛斯特主教 亚瑟黑德勒姆 对他们表现善意 在其余各处他们可说 都碰了一鼻子灰 不过 彭霍费尔却大有斩获 他首先在11月21日 跟乔治贝尔在齐切斯特主教官邸会面 然后两人很快就结为朋友 由于贝尔曾经在前一年4月拜访柏林时 恰逢德意志基督徒在当地举行大会 因此他对德国的了解超过彭霍费尔的预期 事实上 半年4月他在回城中 曾经警告国际社会他目睹的反犹太主义 而且他在同年9月曾提出动议 抗议亚利安条款以及德国教会的认可 在未来几年 彭霍费尔将会是贝尔了解 德国情势的主要来源 而身为英国上议院一份子的贝尔 也会把这些消息透露给英国民众 往往是透过投书给英国泰晤士榜 在接下去的十年间 贝尔和彭霍费尔 无疑是一股促使英国人 激愤对抗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重要力量 伦敦的墓植 彭霍费尔居住的伦敦教会 位于弗里斯特希尔的南郊 他的住所在二楼有两个大房间 那是一栋多角形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位于四围都是树木与花园的山丘上 其他房间多半都归一个私立的德语学校使用 他住的那层楼不断有风惯进来 总是冷嗖嗖的 因此彭霍费尔总是时好时坏地 跟感冒或者其他疾病缠斗 屋内有一个粗质烂造的壁炉 里面是一个小型的投壁式瓦斯炉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同时屋子里还有鼠患 最后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 只得向老鼠投降 把食物全都储藏在吸罐子里 保拉彭霍费尔想要从远方帮助他 这个27岁的单身儿子打理家务 于是托运了好几件大型家具给他 包括他在家时经常弹奏的贝西斯坦钢琴 他还替他聘请了一位管家 尽管人在距离柏林非常遥远的地方 但彭霍费尔依旧想办法 继续密切参与如火如荼的教会斗争 他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回柏林一趟 而当他不在柏林的时候 也会跟那里的人通电话 不是雅各比 就是尼莫勒或者他母亲 彭霍费尔打电话到德国的次数非常频繁 因此当地的电信局 有一次还主动减免他破记录的电话费 大概不是觉得账单有误 就是处于同情 希尔德布兰特在11月10日抵达伦敦 彭霍费尔曾告诉他 要在维多利亚车站跟他碰面 却没有现身 希尔德布兰特觉得 最好打电话到牧师住所 但是既不知道电话号码 也不太会说英语 正在他想方设法 把问题告诉机械生的时候 刚到达的彭霍费尔 一再敲着电话亭的窗子 从那时候开始 彭霍费尔就自告奋勇地 教希尔德布兰特说英语 而且老是要他出去购物 因为他觉得购物总是能够 学到最重要的功课 那年圣诞节 迪特里希送给希尔德布兰特的礼物 是一本英文圣经 这是另一种加速学习英语的方式 不过他也打发希尔德布兰特 去买圣诞树 因为他始终认为 购物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沃尔夫·迪特吉莫迈让他们喜出望外的 在圣诞节当天抵达伦敦 还带来一个斯特拉斯堡的干将派 他在当地逗留了两个星期 而且永远忘不了 彭霍费尔和希尔德布兰特两人老是在斗嘴 但他知道这两人绝对不是恶意 我们通常会在十一点左右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当中会有一个人去拿泰晤士棒 好让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能够知道德国教会斗争的最新消息 然后我们就各做各的事 下午两点的时候 我们会聚在一起吃些点心 聊聊天 不时会穿插些音乐 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钢琴高手 或独奏或二重奏 晚上的时间 我们大多待在家里 偶尔会去看电影 舞台剧 或者参加其他活动 我们在伦敦那段期间 晚上在家里的作息 多半是讨论神学 听音乐 辩论 说故事 一个接一个 没完没了 直到凌晨两三点 每一个活动都充满活力 教会的一个朋友表示 只要彭霍费尔在场 总是会笑声不断 彭霍费尔经常会故意制造笑点 不论口说 还是其他方法都行 有时候他会在塔尔重奏的时候 一开始就谈错音 直到他的搭档 发现他是故意的才助手 西尔德布兰特 跟彭霍费尔一起在牧师住所住了三个月 这段期间 不断有人登门拜访 奇莫曼还在那里的时候 另一个柏林的学生也来了 每个人都对彭霍费尔 和西尔德布兰特相处时 永远都在斗嘴 却从来不至于恶言相向 而感到亚裔 显然他们喜欢不停地辩论神学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种娱乐 让他们能够操练自己灵活的头脑 而在一旁的人大都听不懂 为西尔德布兰特写传记的作家表示 有时候在他们辩论过程中 弗朗兹会打出他的王牌杀手锏 这时候 狄特里希就会抬着头说 你说什么 抱歉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他当然全都听到了 然后他们两人就会笑成一团 此外还有许多访客 如彭霍费尔的姐姐克里斯特 跟他先生汉斯杜南依 以及苏珊跟他先生华特德瑞斯 都曾来访 根据沙宾所说 彭霍费尔在伦敦这段期间 曾经养过一只圣伯尔纳犬 后来那只狗被车撞死 让彭霍费尔非常伤心 彭霍费尔当时负责牧养两个教会 而会众人数都不足以聘请自己的牧师 西德纳姆教会的会众人数 近于30到40人之间 其中许多人都在德国大使馆工作 而圣保罗教会的人数 大约有50人 多数从商 尽管两处都是小教会 但彭霍费尔在准备奖章的时候 犹如在数千会众面前正到一班 他亲手写下每一篇奖章 而且会寄给他在德国的朋友 包括伊丽莎白西恩 这些旅居伦敦的会众 跟他在巴塞罗那牧养的海外会众相当类似 跟多数海外少数族群教会一样 教会是跟家乡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管道 这就使得大家不那么重视神学议题 就跟在巴塞罗那一样 彭霍费尔企图为教会规划新的活动 例如主日学以及青少年团契 他同时也负责圣诞节的耶稣诞生剧 以及复活节的耶稣寿男剧 如同在巴塞罗那一样 他的正道对习惯轻食的会友来说 是一道非常丰富的大餐 事实上 他现在的正道 比他五年前的正道更加严谨犀利 彭霍费尔已经跟他在巴塞罗那 二十二岁的时候大不相同 整个生活环境显然变得更加沉重 就某方面来说 似乎有如经历了几十年 他显得老成持重的迹象之一就是 他对末世论更感兴趣 也明显更加渴望天国 而这些都出现在他的正道理念 他在写给格哈德赖伯赫兹的信中表示 我非常渴望真正的平安 所有苦难与不公 谎言与懦弱 全都终结了 他早在五年前就相信这一切 但现在他可以感受到这一切 第十五章 因为他是囚徒 所以必须顺服 他未来的道路已定 走在那条道路上的人 是上帝拣选而不会放过的人 而他也绝对无法摆脱上帝 德国教会的问题 不再是内部问题 而是基督教能否继续在欧洲存在的问题 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 如果海克尔和穆勒 以为让彭霍费尔到伦敦去 就可以安抚他 或者让他远离柏林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彭霍费尔在伦敦 比他在家乡的时候 还要让他们头疼 彭霍费尔在伦敦 能得到在柏林所得不到的自由 而且他非常善用这个自由 他跟和一运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也迅速戳破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在英国新闻界所营造出的各种正面形象 由于他具有优异的领导天赋 因此在短时间内就能影响伦敦其他德国牧师的观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能够指引他们个人 以及整体对帝国教会的观感 在彭霍费尔的运作下 在英国的德国教会 甚至加入了牧师紧急联盟 以及任性教会 在德国教会所延伸到的所有国家中 只有一个国家 英国挺身而出 这也全要归功于彭霍费尔 彭霍费尔跟一位在英国的德国牧师特别亲近 他名叫朱利叶斯里格尔 当时年仅三十出头 之后几年里格尔牧师会 跟彭霍费尔以及贝尔主教密切合作 而彭霍费尔在1935年离开英国后 他就成为贝尔跟德国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里格尔是伦敦东区圣乔治教会的牧师 该教会不久后 就成为收容德国难民的据点 贝尔主教非常投入德国难民的事工 因此后来大家认定他是难民主教 沙宾和赖伯赫兹后来被迫离开德国时 贝尔 里格尔以及圣乔治教会 也成为接济他们的重要据点 里格尔后来也和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成为好友 希尔德布兰特在1937年 被迫离开德国后 就在圣乔治担任牧职 1933年11月中旬 当德意志基督徒在柏林运动广场捅了楼子之后 反对德意志基督徒的各方势力 便鼓噪着要求穆勒辞职下台 但他依旧按照原定计划 在12月3日就职 更甚的是 帝国教会竟邀请在英国的德国牧师 回国参加就职典礼 教会当局知道 收入非常微薄的牧师 难以拒绝这次免费回乡的机会 而他们出席盛会 还能巩固与穆勒和帝国教会之间的关系 此外 这也能进一步 让这整个由纳粹主导的事件 显得更合情合理 彭霍费尔心中并有打算 首先 他想说服所有在英国的德国牧师 不要参加这场典礼 许多牧师也都同意 他说服参加典礼的牧师 利用这次机会 散发一份详述他们 反对路德维希穆勒立场的文件 那份文件的标题是 帝国教会实录 里面列举出过去几个月来 穆勒的荒唐言论和作为 他们可以免费回乡 而且依旧可以提出 正式与周密的抗议 穆勒的就职典礼 毕竟还是延后了 因此 抗议文件并没有由他们亲自递送 但还是邮寄给了帝国教会的所有领袖 由于运动广场事件鱼波荡漾 德意志基督徒的处境非常尴尬 不断节节败退 他们快速缩手的最明显证据就是 穆勒的态度彻底改变 他撤销了亚利安条款 然后言不由衷的海克尔 寄了一封求和信给英国的德语教会 情词迫切地表示 双方已经不再有任何相冲突的地方 为何不能和平相处 彭霍费尔丝毫不为所动 他也不认为 最近的获胜能够维持下去 事实果然如此 其实这一切比他料想得更短暂 一月初的时候 穆勒就固态赴盟 再次张牙舞爪 反悔他先前的撤销 亚利安条款 骤然间死灰复燃 然而他在宣布这件事 之前已经先有所安排 在新年的1月4日 他发布了一般人所谓的封口令 不过穆勒所定的原始标题比较轻松 也更符合戈培尔的风格 重整德国福音派教会秩序令 这道命令 严禁在教会建筑内讨论教会斗争 教会报纸也不能刊登相关文字 任何人违反禁令都将被革职 此外还有更出人意表的招数 他宣布所有德国教会的青年团器 也就是福音青年团 都要跟希特勒青年团合并 战火出其不意地重新燃起 彭霍费尔知道 海外的德语教会 可以用脱离帝国教会作为威胁 而这是德国国内教会所没有的利器 如果英国的德语教会 脱离官方的德国教会而独立 就会严重打击德国的国际声誉 德国海外教会联盟主席 巴龙施若德寄出的一封信 明白透露出这个威胁 他写道 恐怕历史悠久的教会 将要面对严峻的后果 也就是海外德国教会 将要脱离他们的母教 一想到这件事 我就非常伤心难过 这不是说书而已 1月7日星期天 德国牧师发送一份颠报 给帝国教会 基于福音以及我们的良心 我们同意紧急联盟的主张 并撤回我们对帝国主教穆勒的信任 这无异于是宣战 彭霍费尔曹尼的初稿里面 甚至更进一步表示 他们不再承认帝国主教 但对部分人士来说这太过激烈 因此做了比较缓和的修改 然而仍坚定地表示 撤回我们对的信任 不论如何 对反对教会来说 向帝国教会表达这种态度 几乎就是在宣告信仰上 划清界限了 随着未来局势的发展 他们马上就会变成过河祖子 事实上 从隔天起 整整一星期的时间 他们都在加倍努力 朝这个方向运作 1月8日星期一 牧师紧急联盟计划 在以往德皇宫殿对面 既宏伟又极具异议的柏林大教堂 举行一场崇拜 开始发动一连串的抗议 德皇卫廉二世在1890年代下令 在第一座霍亨索伦宫廷 礼拜堂原址上建造了这座巨大的教堂 其高度将近400英尺 一般人眼中是柏林大教堂 为足以跟罗马圣彼得教堂 相抗衡的新教教堂 它原本是教会与国家之间 可见又可处的实质连结 在教堂和皇宫之间 有一座直接相通的附顶桥梁 因此在德国人民心中 具有非常重大的象征意义 然而不断地穆勒预料到他们的计划 想要抢先一步横加阻挠 于是向警方取得禁令 关闭教堂的所有入口 他握有政治势力 并毫不犹疑地动用这势力 然而即使穆勒 也不能阻止热情的信徒 聚集在教堂外宽敞的广场 他们聚集在广场上 一起唱录德写的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整个情势就此紧张起来 1月11日星期四 为缓和越来越紧张的情势 年迈的星登堡 进入一片混乱当中 并召唤帝国主教穆勒 举行一场会议 这位有名无实的帝国总统 所代表的是过去 德皇统治时期的德国荣耀 跟眼前活生生苟延残喘的联系 如果有人能影响穆勒的话 他当然是不二人选 星登堡12日 跟波德史温 以及另外两位牧师 紧急联盟的成员会面 13日发表了和平宣言 反对派牧师 表示愿意撤回他们 立即脱离帝国教会的威胁 然而 只是暂时的 星登堡能够完成 这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的唯一原因 就是他安排在几天后 跟伟大的和平使者 举行一场会面 1月17日 双方一起 跟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会面 1934年初的时候 许多任新教会成员 仍然相信希特勒 是调停的最适合人选 认为他会按照他们的意思 化解争端 他们相信一切 都应该归咎于 他手下的那些小人 想要纳粹化教会的 是帝国主教穆勒 而不是希特勒本人 在他们中 能跟他见面后 就能澄清这一切 所以 每个人都愿意让步 秉息以待会面的时刻 因为只要在等待四天而已 同时 他们也都殷切地倒数独秒 紧张程度再度升高 然而 希特勒把会面的日期 往后拖延 接着 又延后到25日 对竭力克制所有行动的 他们来说 这多等待的八天 简直就像是 永无止境一样漫长 在英国的彭霍费尔 透过他母亲 几乎每天不断地报告 密切注意所有这些 反复纠结局势的发展 因为他们家族的人脉广阔 所以他可以得到非常隐秘的消息 甚至连他在西德纳姆的时候也一样 而保拉蓬霍费尔不只是在通报这些消息 他自己也参与其中 他写信告诉儿子 就策略上来说 要紧的是让穆勒知道 和平协议确实只不过是和平协议而已 又表示他曾经想透过他的妹夫戈尔茨将军 把这个消息传给他 他又说 我们希望我们在达雷姆的人 有机会面见星灯堡 关键似乎就在星灯堡 他看起来相当同情 备受打压的任性教会 而且一般人都觉得 他认为希特勒应该隔除穆勒 他们不知道 支持穆勒的其实是戈林 戈林认为 穆勒远胜过那些不长眼的神学家 因此 伦敦的牧师寄了一封信给星灯堡 而彭霍费尔也说服贝尔主教这么做 星灯堡甚至把那些牧师的信转寄给希特勒 但在戈林和其他反神之亲信的蛊惑下 希特勒一点也听不进去 在他看来 那些伦敦牧师 只不过是在发表犹太人遭虐的国际宣传 他们自己最好小心一点 阿谀奉承的海克尔也同意希特勒的看法 认为他们其实并不足以构成威胁 却幼稚地自认为能造成威胁 与此同时 每个人都在继续等待跟希特勒会面 上帝的囚徒 就在这段紧张的等待期间 彭霍费尔传讲出 他那篇以先知耶利米为主题的著名正道 那天是1月21日 星期天 以犹太就约先知为主题的正道 不但少见 也容易引起争议 不过这还是最微不足道的难题 开场白布托他一贯吸引人的作风 耶利米不急于成为上帝的先知 上帝的呼召忽然临到他的时候 他又退缩又抗拒 想要躲得远远的 这篇正道所反映的 正是彭霍费尔自己的艰困处境 他的会众很可能不太了解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更不会有人认为 这就是上帝在那个主日 要对他们说的话 如果他们曾经对这位聪明的 年轻牧师的正道感到困惑 那么现在一定更摸不着头绪 彭霍费尔把耶利米描绘成 一个愁眉不展的戏剧性人物 上帝追着他不放 而他始终无法摆脱 彭霍费尔形容 这是全能者的剑 一举击中他的猎物 但谁是拿猎物呢 就是耶利米 上帝为什么要瞄准 故事里的英雄呢 他们还没有想通这件事 彭霍费尔就从射箭的比喻 转变到绳套的比喻 他接着说绳套拉得越紧 感觉就越疼痛 这是要提醒耶利米 他是一个囚徒 因为他是囚徒 所以必须顺服 他未来的道路已定 走在那条道路上的人 是上帝拣选而不会放过的人 而他也绝对无法摆脱上帝 整天正道越来越沉重 这位年轻牧师想要说些什么 或许他书补得太多了 他需要不时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和一些休闲娱乐 至于耶利米 当然需要一些古力罗 不过 想必他的遭遇一定会马上好转 他们继续聆听 期待耶利米的未来会急转直上 然而 可惜的是 彭霍费尔所讲的 是一篇非常扫兴的正道 他讲到的内容 越来越晦暗 这条道路直接通往人类束手无策的境地 信徒会成为笑柄 遭人冷嘲热讽 又会被视为傻瓜 然而 傻瓜会让一般人所享受的和平与舒适 备受威胁 因此 如果不立即处决傻瓜的话 就一定要痛打他一顿 然后再把他关起来 好好折磨 这就是耶利米未来的遭遇 因为他无法摆脱上帝 如果彭霍费尔期待他的会众连在梦里都不敢紧紧追随上帝的话 那么这篇正道可说是非常成功 接着他提到 上帝驱使耶利米经历一波波的痛苦 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耶利米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 都是平凡人 他感觉到不断被人轻视嘲笑 以及遭人凌虐与暴力相向的苦楚 有一次他整晚遭人痛苦的折磨后 突然放声祷告 耶和华啊 你曾劝导我 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你比我有力量 且胜了我 彭霍费尔的会众听得满头雾水 上帝故意让他喜爱的仆人 与先知遭监禁受折磨 他们一定是漏听了 哪段重要的关键信息 但他们没有 没有人知道 彭霍费尔牧师所说的一切 其实大都是指他自己 以及他的未来 也就是上帝显示给他的未来 彭霍费尔当时已逐渐了解 自己就是上帝的囚徒 就像古代的先知一样 他蒙照是要遭受苦难与迫害 而且失败 以及坦然接受失败 就是通往胜利的途径 那是一篇适用在每个人身上的正道 然而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听进去 耶利米被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 被视为人民公敌 就跟历代以来直到现在为止 那些被上帝拣选掌管 而毫无反抗之力的人一样 他多么希望能够跟其他人一样 高声呼喊 平安于万岁 真理与公义的胜利游行队伍 上帝与他的话语传遍世界上的 胜利游行队伍 跟在凯旋马车后面的 是一场列被捆锁的囚徒 愿他到最后能把我们列在 他的凯旋行列中 虽然遭受捆绑迫害 但我们有份于他的胜利 会见希特勒 终于等到1月25日了 双方一起跟阿道夫 希特勒会面 事情的发展不利于反对派 他们复会时 原本抱着喜刷冤屈 与得见顽固的穆勒 遭受援手斥责的希望 但受到最严厉责备的 却是尼莫勒 他是到那时为止 任信教会中最支持 纳粹党的人 戈林已窃听尼莫勒的电话 好一段时间 在这场众人期待已久的会议 一开始 他就拿出一份通话记录 里面提到尼莫勒表示 新登堡对希特勒的影响 感到不满 这时 希特勒和他亲信的真面目 瞬间表露无遗 而且让人永难忘怀 房间当中许多人 当下才醒悟过来 在通话记录中 尼莫勒对新登堡与希特勒 两人最近的会面 加以冷嘲热讽 希特勒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他愤怒地说 这可是前所未闻的大逆不道 我要用尽一切方法 扑灭这场叹乱 尼莫勒后来说 我怕死了 心想要怎么才能回答 他所有的指责与控诉呢 他 希特勒一直说个不停 我心想 亲爱的上帝呀 让他闭嘴吧 尼莫勒为了要缓和整个情势 因此真诚地表示 不过我们全都非常热爱第三帝国 希特勒咆哮到 第三帝国是我一手建造起来的 你只需要关心你的奖章就够了 就在那痛苦 发人深省的一刻 尼莫勒对第三帝国 是个正当运动的幻想 完全破碎 他现在终于了解 第三帝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眼前这个狂人的欲望与意志 会议的其他部分同样让人沮丧 当然 每个出席这场会议的人 都誓言效忠希特勒和第三帝国 尼莫勒在会后 还是能跟戈林谈笑自若 然而 他已经被排除在奖员名单之外 整件事情告一段落后 可以明显看出 谁是得胜的一方 安兹窃喜的君墓 穆勒 再次扶摇直上 海克尔的地位也更加巩固 他在会议结束后两天 发信给所有海外牧师 其实就是重申会议中达成的协议 他说道 正如前线的士兵 不应该评论整个作战计划 而是应该尽忠职守地 完成自己的任务 因此 我也期待海外的神职人员 要分清楚自己分类的职责 以及总会的职责 一个叫会界的重要人物 以会议为比喻 硬要把援手至上原则 应用在教会以及神学领域 可说是 已经够让人难以忍受的了 更糟糕的是 海克尔认为 拜访伦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海克尔拜访伦敦的主要原因 是要制止彭霍费尔 及其和疑运动联络人 不断透露负面消息 他知道一点点坏消息 不足以让兴风作浪的彭霍费尔 产生挫折感 毕竟 即使尼莫勒被禁止 在他牧养的达雷姆教会政党 但同样勇于对抗 德意志基督徒的弗朗兹 希尔德布兰特 会递捕他的空缺 彭霍费尔在2月4日 也就是他28岁生日那天 收到许多他朋友 与家人的来信 不过其中最特别的就是 希尔德布兰特 充满巧思的俏皮信 那封信里面 有一首用路德的古德鱼血的模仿师 他用非常巧妙的手法 以及文字游戏 以希尔补学 幽默又不失严肃的方式 把他们的私人笑话 和对教会斗争 以及神学对头的嘲讽 结合在一起 其中一则笑话 跟彭霍费尔两岁时光 溜溜在浴缸中的照片有关 宝拉彭霍费尔 当时把这张照片 拿给调皮捣蛋的 希尔德布兰特看 可真犯了大错 另一则笑话 和博莎舒尔茨有关 他是彭霍费尔 在柏林的学生 宝拉彭霍费尔 曾经批用他担任 彭霍费尔 在伦敦的秘书与管家 但因为他对彭霍费尔 有希尔德布兰特口中 所谓的企图 于是必须另谋高就 他可能不知道 彭霍费尔还没有厘清 他自己跟伊丽莎白 希恩之间的关系 希尔德布兰特 活力四射的信件 充分透露出 他们两人之间 充满喜乐的友谊 也反映出 他们在伦敦牧师住所 共同生活三个月期间 彼此互相调侃 斗嘴的情景 彭霍费尔 在他生日那天 做了两次正道 他每个主日都是如此 不过 他在那晚和几个朋友 聚集在一起 并接到一通 来自瓦格罕街 14号的电话 全家人 为了要祝他生日快乐 而全都聚集在电话那头 生日那天 他接到的信中 有一封来自 他父亲的信件 他父亲在信中 对他诉说了一些 之前 从未对自己儿子 说过的话 亲爱的迪特里希 当你决定研究神学的时候 我心里有时候会认为 安静平淡的牧师 生活对你来说 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浪费 我是从斯华比亚的舅舅那里 月之一二 到目前为止 就平淡来说 我完全错了 对出身自然科学领域的我来说 在教母领域 绝对不可能会出现 这么重大的危机 但这就跟其他许多事情一样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 对所谓古老的概念 观点 以及事物等等 一成不变的看法 都相当错误 不论如何 你能从你的天职中学会一件事 那就是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并且在远比医疗 更重要的层面上 深深影响他们的生命 即使你所处的外在环境 未必总是如你所愿 在这方面 也绝对不会蒙受任何损失 海克尔主教拜访伦敦 彭霍费尔在生日 隔天跟伦敦的牧师 一起迎接海克尔主教 他们写下一纸备忘录 详述他们对帝国教会的疑问 以便在会议中讨论 其中对帝国教会动用武力 对付反对人士表示异议 同时也怀疑穆勒的领导地位 因为他显然赞成许多 由德意志基督徒所 提出最疯狂的一段想法 这份备忘录同时也表示 雅利安条款乃违背圣经明确的教导 并且只不过是德意志基督徒 对纯正的福音与信条 所造成的威胁之一而已 重要的是 他们把德意志基督徒加了引号 显然是因为这个词汇 特别让他们感到厌恶 他特别惹人厌的地方 就是他大胆地表示 跟他相关的人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认真的神学立场为根据 同时显然暗指那些不跟他们一伙的人 就不是真正的德国人 备忘录最后指出 穆勒用粗鲁低俗的语言 对待那些反对他的人 帝国主教的用语 就跟报纸所报道的一样 根本难登大雅之堂 包括Phaven和归宿公民 对在日常事工上 必须忍受许多恶意眼光的牧师来说 这些出自他们最高层上司口中的粗话 实在没办法让他们感到心安 Phaven是由德语 Fara与Efan这两个字组合而成的词汇 大家都知道 希特勒也经常使用Phaven来指称新教牧师 另一个词汇 是要恶意嘲笑他的对头 缺乏德国人的精神 而这种德国精神 也正是积极基督教的主要特征之一 就是充满活力 气势过人 海克尔跟他的代表抵达伦敦 跟七位牧师会面的时候 双方的立场可说是壁垒分明 海克尔认为 他仍然可以排除万难达成目的 也就是不仅要拉拢对方投入几方 同时也要让他们签署他已经拟好的协议 宣示效忠德国的帝国教会 为了让他们签名 他不惜动用各种方法 尤其是欺骗和威胁 但是他到会议结束前才拿出这份文件 海克尔首先提出一份 立即重组帝国教会的总纲 会议进行到开放讨论的时候 彭霍霍菲尔率先发言 他不只是消极地驳斥海克尔的发言与暗示 更一贯地展开积极的攻击 激烈进取能言善道又一份填膺 还能尽量保持风度 他先叙述帝国教会的种种作为 接着重申备忘录里面提到的各种疑问 然后表示 关键不在于如何跟这样的教会合一 而在于如何脱离 在彭霍菲尔的心中 帝国教会的路德维希穆勒 显然是个毫无悔意的异端分子 他可是不会轻易放过 海克尔那年可不是因为循规蹈矩 才当选主教 他狡诈的闪躲备忘录里提出的每项质疑 就好像那些全都只是一场误会 他的解释是 亲自提出撤回 又重新提出亚利安条款的穆勒 其实根本反对这一切 他提到 帝国主教特别偏爱海外教会了吗 只要给帝国主教一次机会 他们就会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风趣宽厚的人 只是他一直被情势所迫 必须做出许多勉为其难的决定 至于他公然地侮辱与说粗话 只不过是当时的军中俗艳 因为穆勒曾经担任多年的海军牧师 难免会发生这些状况 至于厚颜要求所有教会的青年团器 要跟希特勒青年团合并 又是怎么回事 海克尔说 其他人都对这件事没有意义 此时 他的手法已从欺瞒转移到 余代威胁 他接着说 受人爱戴的元首兴高采烈地表示 教会青年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合并 就是最讨他喜欢的圣诞礼物 他心想 彭霍费尔听了此话 应当会收敛许多 但是海克尔还没有讲完 他继续语代威胁地表示 手边有一些不利于反对派牧师的证据 又提到要采取行动 对这些人加以管教 其中之一就是尼莫勒 海克尔表示 如果尼莫勒再不规矩些 整件事情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海克尔也没忘记提到 勾结外国势力的叛国行为 所谓的外国势力 其实特别是指 一位英国主教和一位瑞典主教 他当然没有指名道姓 说出这两位是谁 不过他以及会议室中 其他人都心知肚明 那就是彭霍费尔的盟友 乔治贝尔与瓦尔德马阿蒙森 不过彭霍费尔似乎一直都对威胁 毫无所惧 他不断前进 而且为所当为 但始终都保持一定的风度与分寸 而时机也拿捏得非常恰大 他知道眼前的时机不对 因此没有做出回应 于是会议就此结束 但这只是计划中 两次会议的第一次 他们还会在第二天会面 同时海克尔 以前往雅典娜俱乐部 准备跟他所说的英国主教见面 海克尔急着要制止彭霍费尔 跟和宜运动人士联手合作 此举已经在英国新闻媒体上 为帝国教会带来许多麻烦 如果海克尔没办法对付 这位满怀理想的年轻牧师 那他就必须设法 跟教年长 又更有智慧的贝尔主教达成协议 因为他肯定是个比较事故的人 在他们会面的时候 海克尔非常圆滑地建议贝尔 至少在未来六个月 不要插手德国教会的事物 然而 贝尔却不是那么事故 因此拒绝了 海克尔对这一切感到活冒三丈 隔天 他跟伦敦牧师会面的时候 所冒的风险就更大了 他已经跟贝尔翻脸了 他迫切需要在这里搬回一城 而且务必要他们在所带来的文件上签名 但这七位牧师就是不肯签署任何文件 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文件 而且下定决心要海克尔在上面签名 如果他想要他们加入帝国教会 那么他就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 如果帝国教会同意 以新旧约圣经为其基础 彻底废除亚利安条款 以及不格除那些赞成前面几点的牧师等等 他们就会非常乐意加入新成立的帝国教会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毫无退路的海克尔又想以威胁为手段 他大胆地表示 如果不在这些议题上顺服的话 他们就可能会被列为布拉格移民 这是纳粹用来称呼新左派政敌的面称 那些人在希特勒当权后 因为生命遭受威胁而被迫逃离德国 这言论太过分了 海克尔刚说完这话不久 彭霍菲尔和另外两位牧师就起身离开 以示抗议 海克尔一事无成 又满腹怒火地回到柏林 他当初曾热情地推荐彭霍菲尔担任伦敦牧职 如今懊悔两字绝对不足以形容他目前的心情 现在他成了这个强势而莽撞的家伙 手上一个安全又公开的舞台 让他能够跟帝国教会唱反调 一星期后 海克尔得知 坎特勃雷主教科斯莫朗 邀请彭霍菲尔参访蓝贝斯公 他一定对此感到烦躁不安 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 帝国教会的正式代表 豪森费尔德和费泽增要求同样的拜访行程 却被斩钉截铁地拒绝 海克尔受够了 他决定把彭霍菲尔召回柏林 在彭霍菲尔参访前 这场战争 攸关双方利益的程度已经大幅升高 海克尔才因为表现良好而升任主教 这表示他不但要对教会负责 也要对国家负责 因此如果他无法改善德国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 就会为他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对彭霍菲尔来说 后果将更加严重 因为现在不服从海克尔的命令 就等于是不服从国家的命令 也就可能会被视为叛国 彭霍菲尔在3月5日抵达柏林 他跟海克尔会面的时候 新出炉的主教就把话说得很明白 表示从今以后彭霍菲尔不可以再参加任何合一运动的活动 海克尔又顾机重师的拿出另一份文件 要他签署 而彭霍菲尔还是非常机智 他既没有签署 也没有鲁莽的一口拒绝 只是表示他要全盘考虑整件事情 然后会很快地以书面方式做出回应 他在3月10日搭机返回伦敦 然后在3月18日写信把预料得到的答案告诉海克尔 他不会签署 卢比恐案边 彭霍菲尔在柏林的时候 曾经跟尼莫勒 雅各比以及其他牧师紧急联盟的领袖会面 关键时刻已经临头 他们知道自己在教会斗争中的努力大都付诸流水 因此这几位反对派领袖计划跟德国帝国教会划清界限 他们一致同意 这就是彭霍菲尔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说的宣告信仰 而他们5月底将在八门举行成立独立教会的宗教会议 这将是一个关键时刻 他们将公开地正式脱离离京叛道的帝国教会 他们已经来到卢比孔岸边 整装待发 准备渡河 他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德国以外教会的帮助与支持 彭霍菲尔感觉到局势非常紧张 因此就在他构思如何回应海格尔的那个星期 他联络了那些在和疑运动阵营里面的朋友 3月14日 彭霍菲尔写信给亨利厄德 他是位瑞士神学家 也是和疑运动中世界联盟的主席 他也写信给贝尔主教 并且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我敬爱的主教阁下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 其他国家的基督教会在这场冲突中 并没有因为时间冗长而失去热忱 我知道我的朋友都对您 以及您未来的作为寄予极大的期待 如今可说是德国前所未见的时刻 我们对教会普世运动的信心不是完全动摇 而彻底毁灭 就是借着出乎意料的崭新方式更加巩固于更新 唯有依靠您 我亲爱的主教阁下才能掌握这个时刻 德国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内政问题 而是基督教在欧洲的存亡问题 即使报纸上登载的消息逐渐趋环 但真实情况依旧跟以往一样 紧张 尖锐 我只希望您能够见到目前紧急联盟的任何一场会议 尽管当前情势非常沉重 但总是能够提振我们的信心与勇气 请不要在这个时刻默不作声 我恳求您再次考虑是否可以插派普世运动代表 并发出最后通牒 这个最后通牒不是为了任何国家或者宗泰的利益 而是为了欧洲的基督教 时间非常紧迫 稍迟就会为时已晚 亨利厄德在3月16日写信给贝尔主教 强调当时情势紧急 并在同一天回信给彭霍费尔 我亲爱的彭霍费尔 谢谢你3月14日的来信 正如你信中所说 情势已经越来越急迫 因此普世教会运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我在几天之前已经写信给齐谢斯特主教 敦促他在继续跟海克尔主教联络的时候 发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函 那些在德国为福音挺身而出的人 不应该感到绝望 许多不同国家的牧师和其他人士 纷纷发表宣言和信息 显示出其他国家都非常关心 德国教会的情势 我只能再说一次 若非我们最信任的德国友人 一再呼吁我们不要跟德国教会断局关系 我们就会更早一点采取强硬的行动 我们影响整个情势的唯一方法 就是一直不断地强烈批判目前的政府 彭霍费尔在3月28日前往兰贝斯参访 并由坎特伯雷主教科斯莫朗亲自迎接 彭霍费尔在4月7日再次写信给亨里厄德 信中透露出他在跟普世教会运动 以及任心教会盟友打交道时 心中经常会有迫切与沮丧的感觉 敬爱的亨里厄德 我非常想跟你再讨论一次目前的情况 因为我渐渐觉得普世教会运动流程缓慢 有点不太尽责 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当机立断 不能无止尽地等待天上降下来一个征兆 告诉我们所有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即使普世教会运动必须当机立断 也因此可能会犯错 就像所有人做事都可能出错一样 但只是因为担心犯错而推诿拖延 其他人却每天都必须面对更困难的抉择 对我来说 这几乎是跟爱背道而驰 推脱或者切余抉择 相比出于信心与爱心做出错误的抉择 可能是更严重的罪 目前的情况确实可说是稍纵即逝的契机 为时已晚就等于根本没有 如果普世教会运动不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没有人愿意努力进入天国 那么普世教会运动就不再是教会 而是一个能言善道 却毫无用处的联谊团体 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茁壮 然而信心指的就是抉择 我们对抉择的本质还有任何疑惑吗 对今日的德国人来说 那就是信条 也就是普世教会运动的信条 我们必须克服心中对这个世界的恐惧 基督的福音已经危在旦夕 我们还要继续昏睡吗 基督俯瞰着我们 要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人信靠他 在普世教会运动刮起的这场旋风中 彭霍费尔同时担任两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不但每个主日要正道两次 还要担负起各式各样的牧师职责 他在4月11日为教区内 一位19岁的德国女孩主持一场丧礼 12日他得知 穆勒已经提名种族主义狂热分子 奥古斯特耶格博士为掌管德国教会的法定行政官 耶格在前一年的演讲中曾乖账地宣示 耶稣在世界历史上现身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在饱受各种退化现象摧残的世界中 绽放出北欧的光芒 彭霍费尔在4月15日写信给贝尔主教 任命耶格博士是要向反对派耀武扬威 此外其实致意义就是 所有管辖教会的权力都已经转移到政府与政党手中 我感到非常讶异的是 《泰晤士报》竟然从相当正面的角度报道这件事 事实上 耶格最出名的地方就是 他曾经发表过 耶稣只是北欧种族的代表性人物之类的言论 他就是逼退波德史文的元凶 同时也被视为整个宗教事务部中最粗鲁的一个人 因此他的任命必定是把教会完全融入政府与政党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即使耶格现在所用的字眼比较温和 想努力表现出同情海外教会的态度 但我们千万不要被这种伎俩所欺骗 彭霍费尔知道耶格获得任命 表明纳粹有意厚颜无耻的为所欲为 普世教会运动必须马上行动并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教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拉拢海外教会 因此普世教会运动必须坚守立场 而且务必拒绝承认它是真正的德国教会 普世教会运动也必须尽速表明 他们跟紧急联盟的牧师是团结在一起的 彭霍费尔在向他朋友欧文舒茨解释眼前局势时 表现出我们少见的叛逆一面 教会当局命令我飞到柏林 然后把一份宣言摆在我面前 内容是要求我从当下开始 不再参加任何普世教会阵营的活动 我没有签名 这种事情令人厌烦 他们不择手段地要把我隔离开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毫不退让 国家社会党已经把德国的教会逼上绝路 而且下定决心贯彻到底 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就跟尤大人对亚述王希拿基里的感激是一样 对我来说 毫无疑问 这就是摊在我们眼前的现实 像是尼莫勒这种天真 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仍然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国家社会党 或许是因为上主垂帘 才会让他们一直沉浸在这种幻想里面 八门宣言 彭霍费尔投入合一运动的所有努力 开始得到回报 贝尔主教以德国教会的危机为主题 撰写了他的升天节文告 并且在5月10日 寄给全球各地和一运动生命与事工组织的会员 此举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把焦点放在德国反对派牧师身上 而让帝国教会承受极大的压力 当然这也使得海克尔和穆勒 以及整个纳粹政权非常难堪 就跟贝尔撰写其他关于德国教会斗争的文章一样 这篇文章也是彭霍费尔跟他密切合作的结果 文中说道 当前的情势显然充满不安 一场革命正在德国内部进行中 海外教会的会友都在注意当前的情况 不只是出于好奇 更是因为他们非常关心整件事情 造成不安的主因 就是帝国主教以领导统预为由 违反宪法与传统的规范 擅自独揽大权 这可是教会史上前所未见之事 福音的工人 因为忠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则 而遭受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的惩处 在海外基督徒心中 留下非常恶劣的印象 而他们早已因为本当主张合一的教会 竟然提倡种族区分 而感到忧心忡忡 难怪德国内部声望四起 为的是要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正种宣告 福音派教会的灵性生命 正在面临各种危险 整天文章就这样不断地把纳粹政权 对德国教会造成的影响罗列出来 在贝尔主教把文章寄给和宜运动的朋友两天之后 全文都刊登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 显然从这场胜利的经验可以得知 参与和宜运动的活动 就是彭霍费尔要留在伦敦的原因 他也继续跟圣乔治教堂的朱利耶斯里格尔 一起从事难民事工 犹太难民不断从德国到达此地 对于沙宾和他家人来说 哥廷根的生活变得非常艰辛 因此一年后 他们也以难民身份来到此地 两年后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希尔德·布兰特身上 彭霍费尔显然对能在伦敦担任牧职 以及在教会斗争前线冲锋陷阵 感到相当振奋 5月22日他在准备八门会议的时候 写信告诉祖母 现在这里的气候非常宜人 我们教会昨天举办了一次远足 因此整天都在户外 我们去的地点非常有名 因为每年这个时候 那里的整块林地全都长满枫林草 而变成一整片蓝色 绵延好几百米 此外 我还很讶异 竟然能在林区里面发现野生的杜鹃花 而且是一大片 有好几百株拳都紧密地藏在一起 我还是不确定自己 究竟能在这里服侍多久 我最近见到一封信 为了是确认 我现在是休假期间 我想应该是决定 是否要返回学术生涯的时候了 而我现在对他 已经不再那么感兴趣了 任信教会的成立 1934年5月最后三天 牧师紧急联盟的领袖 在八门举行一场宗教会议 他们当时就在乌帕河写下著名的八门宣言 然后从中衍生出后来的任信教会 八门宣言的宗旨是要伸张德国教会历来的信仰 以圣经为根基 必要跟德意志基督徒提倡的非正宗神学划清界限 宣言中清楚表示 德国教会不是在国家威权的挟制下 斥责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德意志基督徒的异端思想 以及穆勒领导的官方教会 八门宣言的主要执笔人是卡尔巴特 他表示他是在农咖啡 以及一两只巴西雪茄的提振下完成定稿的 既然这是德国第三帝国时期 教会斗争的分水岭 又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文献 因此我们要用相当多的篇幅引用在后 I对德国福音派教会与基督徒的呼吁 8.01德国福音派教会 在1934年5月29到31日 在八门举行任信会议 所有德国任信教会代表同心齐聚 一致相信独一 神圣 使徒传承教会的主 信义宗 改革宗 以及联合教会忠于他们的信条 一起找寻共同的信息 以满足当前教会的需要 并帮助教会抵挡诱惑 他们的用意不是要成立新教会 也不是要形成联盟 他们的用意乃是要在信仰上站立地稳 并在信条以及德国福音派教会 面临存亡之丘的时候 齐心协力地成为中流砥柱 任信会议反对 以错误的教义 暴力 以及欺骗的方式 把德国福音派教会结合在一起 因此任信会议坚持 借着圣灵性靠上帝的话语 才是引导德国福音派教会 合一的唯一道路 唯有这样教会才能更新 8.03 不要被那些指责我们 肆意反对德国团结的传闻所蒙地 不要听信那些 把我们的目标扭曲成 破坏德国福音派教会团结 以及离弃列祖信仰的骗子 8.04 总是要誓言那些灵 是否是出于神 也要查看德国福音派教会 任信会议所说的话 是否合乎圣经 以及教父的信条 如果你发现我们所说的话 跟圣经不一致 就不要听信我们的话 但如果你发现我们所说的 是以圣经为根据 那就不要让忧虑与诱惑 阻止你跟我们一起走上 信仰的道路 并顺服上帝的话语 好让上帝的百姓 能够在世上同心协力 而我们就能在信仰中 经历他亲口说的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2.关于当前 德国福音派教会情势的神学宣言 8.05 按照1933年7月11日 德国福音派教会宪章的 开场白所言 这是任信教会的联盟 不但源自宗教改革 并且享有同等的权利 这些教会合而为一的神学根据 就列在德国福音派教会宪章的第一条款 以及第二条款第一项 并在1933年7月14日 获得帝国政府认可 第一条款 德国福音派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圣经向我们显明此事 并由宗教改革信条再次印证 教会完成其使命 所需的一切权利 就是以此为依规 8.07我们在德国所有福音派 教会面前公开宣示 他们跟这份信条之间的共同信仰 正遭遇重大危机 而德国福音派教会的合一 也因此岌岌可危 威胁来自主管教会事务的 德意志基督徒 以及教会事务行政部门 所制定与推动的各种理论与行政措施 从德国福音派教会成立的第一年开始 这些威胁就越来越严重 这个威胁主要在于 团结德国福音派教会的神学根基 在德意志基督徒的领袖与发言人 以及教会事务行政部门刻意运作下 已经持续且有计划地 被各种对立的理念所抵消与摧毁 根据我们所持守的所有信条看来 一旦教会高举这些对立的理念 那么教会就不再是教会 而身为任性教会联盟的德国福音派教会 也就名存实亡 8.09建于目前帝国主管宗教的 德意志基督徒所犯的各种错误 不仅让教会陷于危机 同时也把德国福音派教会的团结破坏无遗 我们要宣告下面这些福音真理 8.10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既阳眷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路的草吃 8.11耶稣基督 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 就是上帝独一的道 我们必须领受这道 并且不论是生是死 都必须信靠与顺服 8.12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义 认为教会不但可以也应该承认 除了上帝独一的道之外 还有其他事件与权势 人物与真理 也是上帝的启示 8.15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义 认为我们生命中某些领域 可以不顺服耶稣基督 而顺服其他权势 这些领域不需要借着他而称义与成圣 8.17教会就是弟兄姊妹的聚集体 而耶稣基督现在透过圣灵 借着道与圣礼为王 由罪得赦免的罪人组成的教会 必须以其信心与顺服 信息与圣职 向这个罪恶的世界 见证自己完全属于他 单单渴望他 又倚靠他的安慰与指引而活 并盼望他的降临 8.18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会 可以为了追求享乐 而舍弃其信息与圣职 也可以附和流行的意识形态 和政治风潮 8.19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8.20教会设立各种职位的目的 不是要挟制其他人 相反的 这些职位的设立 是要推动托付给整个教会 并由整个教会一起完成的事工 8.21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义 认为教会除了领导 事工的领袖之外 也能够或说也或准 设立带有统治权力的特殊领袖 8.22-5敬畏神 尊敬君王 圣经告诉我们 在教会所处的这个尚未得赎的世界中 国家也被赋予神圣的职责 那就是伸张正义与维护和平 他要按照人类的智慧与能力 以武力下足与制裁的方式 完成这个使命 教会在他面前 以感恩与敬畏的心 承认这个神圣职责 所带来的益处 这让我们想起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诫命与公义 随之也想起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各自的职责 他信靠并顺服上帝的道的能力 上帝借着这道拖住万物 8.23 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义 认为国家应该可以超越其特殊的使命 成为掌管人类生活的唯一集权 从而也能够完成教会的使命 8.24 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义 认为教会可以超越其特殊使命 建取国家独有的特质 职责与尊位 从而成为国家的机构之一 8.26 教会的使命 就是代表基督把上帝赐下恩典的信息 传给所有的人 通过讲道和圣礼 传讲他的道 完成他的事工 8.27 我们唾弃下列错误教义 因为人心骄傲 教会可以肆意滥用主的话语与事工 为满足自己的欲望 野心与计划 7月4日 再次归功于贝尔主教和彭霍费尔 八门宣言 全文刊登在伦敦太晤士报上 这可是非同反响之举 向世人公布在德国有一群基督徒 已经正式且公开的宣誓 要独立于纳粹的帝国教会之外 只要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 就能清楚地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彭霍费尔努力澄 这篇文章再次清楚说明 正统与真正的德国教会 真正的信仰与主张 对彭霍费尔来说 因为八门宣言 任信教会已经成为正牌的德国教会 而他相信 所有真基督徒都知道 德意志基督徒的帝国教会 已经被正式逐出基督教 然而 后来的发展 却并不如彭霍费尔的预期 因为未必 每个人都非常了解 整件事情的过程 确实即使一些他最亲近的盟友 例如乔治贝尔和阿蒙森主教的看法 就跟他不一样 这就造成一些困扰 尤其是彭霍费尔 对在那年能在丹麦的法诺 召开合一会议 有所期待 彭霍费尔 受邀到法诺发表一场演讲 并筹俗整个会议中青年会议的部分 但不久后就发现 他还得担心更严重的问题 主因是彭霍费尔发现 受邀参加法诺会议的德国代表里面 有几位隶属于穆勒领导的帝国教会 首先 彭霍费尔已经决定 由他负责筹办的青年会议 不会承认任何跟穆勒的帝国教会相关的代表 其次 他下定决心阻止任何帝国教会成员 参加法诺会议的主要议程 跟帝国教会划清界限 与跟帝国教会保持友善 乃是势不两立的立场 合一运动的领袖 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 彭霍费尔在六月的时候 到柏林跟尼莫勒 以及任性会议主席 卡尔科赫会面 三人同意日内瓦的权威人士 应该了解最新的情势 然后邀请任性教会成员参加会议 排除其他人士 彭霍费尔立即联络法诺会议的主办人 清楚说明他的立场 我已经写信告诉摄恩菲尔德先生 我们的德国代表参与法诺会议的程度 主要取决于当前帝国教会的代表 是否会参加这次会议 不论如何 我们的代表已经决定 他们不会出席任何法诺会议中 有帝国教会代表参与的议程 如果能够全面清楚明白的 按照这个方式执行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此外 我希望你也能帮助我们 说服和疑运动主持者 在为时未晚以前公开宣布 要承认的是两个德国教会中的哪一个 因此 彭霍费尔参与这场会议的前提就是 双方都同意任性教会 才是目前真正的德国教会 如果任性教会的领袖不是在这种情形下受邀 那么任性教会就不会派代表参加会议 如果海克尔和帝国教会出现在会场 那么在场的就只会有他们而已 任性教会的沉默无言 应该足以表达他们的观点 但这一切不久后将变得棘手 亨利厄德写信通知彭霍费尔一个坏消息 邀请函早已经发给海克尔和帝国教会的海外部门 亨利厄德表示 虽然他站在彭霍费尔这一边 但就一般程序来说 也不可能收回邀请 在这种情况下 和疑运动总部也不可能另外发一封邀请函给任性教会 合一运动的领袖觉得任性教会只是一个运动 而不是宗派 但他又补充说 如果任性会议宣称自己是第二个德国教会 那么情形就会大不相同 彭霍费尔感到一阵恼怒 任性教会的八门宣言 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彻底说清楚了 而且它当然不是第二个德国教会 它是唯一的德国教会 世上不可能有两个德国教会 帝国教会因为执意主张异端思想而丧失资格 从而让任性教会成为仅存的德国教会 彭霍费尔的教会论非常清楚明白 尽管那些跟他看法不同的人 可能会认为他语焉不详 但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不可逾越圣经的教义 以及历代教会的信条 这些事情绝不容许任何人任意扭曲 如果任性教会是独一的德国福音派教会 那么就必须谨守圣经 以及宗教改革的精神 和德国福音派教会的宪章 否则它就不是独一的德国正统福音派教会 八门宣言已经清楚明确地向世人大声宣告 就神学与法律上来说 他们就是这样的教会 他在七月十二日写信告诉亨利厄德 我们不是要在帝国教会 之外成立独立教会 也没有这个想法 但我们要在神学上和法律上 成为德国唯一的正统福音派教会 就此看来 就不能期待这个教会 另外建立一套新的宪章 因为它既有的基础 就是帝国教会忽视的那套宪章 韧信教会已经向整个基督教世界 宣告了他们的主张 因此我强烈地感到 就法律和神学来说 和一运动本身极其作为 要为德国教会与和一运动之间 未来关系的发展负起完全的责任 他请求亨利厄德原谅他这番冗长的解释 但我可不愿意被自己的朋友误解 不过和一联盟主席亨利厄德的看法 还是不一样 他觉得自己应该谨守这个组织的协议 与章诚的界限 对彭霍费尔来说 日内瓦总部既无法收回发给海克尔的邀请函 又不能补发给任信教会一封邀请函 这样做似乎相当荒唐 他转向贝尔求救 但贝尔又推给阿蒙森 阿蒙森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件 给彭霍费尔信中表示任信教会是一个独立会议 他清楚说明自己对整个事情的看法跟彭霍费尔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任信教会属于某种另类的德国独立教会 不过他说或许可以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两位任信教会成员 这样就可以规避许多古怪的规则 彭霍费尔、波德史、温和科赫因此都在受邀之列 于是他们现在必须考虑 是否应该接受这种奇怪限制下的邀请 与此同时 海克尔已经耳闻他们受邀 因此设法从中作梗 1934年夏天 就在双方往返交涉的这段期间 德国内部发生数起巨变 这些变化使得德国政局为之改观 直接影响到每个人未来数年的发展 而且会立即影响参加法诺和伊会议的人 长刀之夜 那年夏天 希特勒对一些坏消息的反应 改变了德国的政治局势 市面上有一些传闻 表示希特勒及其邪恶的政权终于要被揭发 彭霍费尔从他姐夫杜南伊那里听说 德意志帝国银行主席沙赫特正打算辞职 星登堡总统的医生透露出消息说 总统在世的日子只剩几个月了 希特勒担心星登堡一死 保皇太和军队领袖 马上就会以强硬手段支持霍亨索伦家族复辟 对这批人来说 德国壮大团结的道路 就是脱离阿道夫·希特勒造成的窘境 重返德皇与贵族统治的黄金岁月 向来对政治情势非常敏感的希特勒 早已察觉此事 因此先下手为强 他的一贯作风都是极其凶狠无情 于是下令展开一场血腥屠杀 也就是所谓的长刀之夜 希特勒知道必须避免军事将领跟他作对 而且他知道他们最担心的 就是失去掌握冲冲队的权利 文斯特·罗姆想要他手下的冲冲队成为新纳粹的御用军队 并由他担任指挥官 由于他从纳粹运动一开始就跟随在希特勒身边 希特勒怎么会拒绝他呢 但希特勒眼中只有希特勒 因此要是他的老同志罗姆会让那些将军担心 而使希特勒自己的未来陷于危险之中 那么他就会弃之如必喜 为了让那些将军对君主置死心 希特勒先发制人 他答应让罗姆按兵不动 不至于让冲冲队接管军队 他可不希望自己打造第三帝国的计划 会在罗姆这个笨牛手中 于是6月29日 一场被称为长刀之夜的疯狂谋杀行动发动了 德国各地可说是血迹斑斑 总共有数百人被冷酷杀害倒在血泊中 有些人是从床上被拖起来 然后就在家中被射杀 有些人是被刑刑队处决 有些人是坐在书桌前归天 有些夫妻一起遇害 发动1923年那场失败政变的宿敌 终于如愿以偿地报仇雪耻 这就是未来一切的征兆 两位陆军将领 施来器和布莱多惨遭杀害 这是所有残杀中最肆无忌惮之举 至于罗姆本人是在下榻的旅馆被唤醒 由一个愤怒的希特勒支持者 动手替他穿上衣服 接着就被送进慕尼黑监狱的牢房 后来他得到一把上膛的左轮手枪 意思是要他自我了断 尽管罗姆适雪成性 但还不到能自杀的程度 最后是由他手下的两个冲冬队成员 结束了他污秽的生命 这一切结束后 希特勒宣称 罗姆想要发动政变 但因为上天保佑得以及时避免 他表示有61人被射杀 不过另有13人因为拒捕而被枪杀 布南伊告诉彭霍费尔 司法部门的记录显示 有207人遭到有计划的逮捕 并被杀害 几年后 这个数字增加到400甚至1000 不论如何 这份名单非常冗长 所有希特勒 戈林 以及西姆来的宿敌 无疑庆免 这次机会让他们得以一举 消灭所有叛徒 还有更多人被送往集中营 一如往常 希特勒愤怒地表示 这是迫不得已的举动 因为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中 他的生命确实受到威胁 而除掉这些人 目的是要为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着想 即使再大的牺牲也值得 7月13日 希特勒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说 如果有人指责我 为何不依循正常的司法程序 进行处理 那么我唯一的回答就是 目前我要为德国百姓的未来负责 因此 我就是德国百姓的最高法官 从现在开始 每个人一定要知道 如果任何人想要攻击这个国家 那么他的下场一定就是死 这些话足以恫吓多数的德国人 彭霍菲尔的学生 英格卡尔丁 对这场事件后 周遭氛围的回忆是 我们心里生出一股 让人脚软的恐惧 就像一阵刺鼻的臭味 至于军队中的将领 他们的处境非常为难 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囊中之物 平心而论 他们根本不知道 希特勒答应他们 罗姆不会掌握军队大权的意思 其实是指一场无止尽的大屠杀 不过企图让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计划 就此告终 毕竟 希特勒已经履行了他的责任 即使他所用的手段 是大屠杀和目无法计 希特勒所关心的就是 施魏速三的新登堡 现在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越快越好 因为希特勒对他的接班人选 已经胸有成竹 奥地利此时也正经历一场 充满暴力的政治动荡 并在7月25日 纳粹特务暗杀陶尔菲斯总理时 达到最高点 陶尔菲斯是位身在天主教国家的 虔诚天主教徒 他曾经说过 对我来说 对抗国家社会主义 主要就是一场 捍卫基督教世界观的战争 希特勒想要恢复古代的 日耳曼一交细养 而我却想要恢复中世纪的基督教 在他被谋杀后 奥地利的暴力之风随之更胜 许多人都担心 希特勒会派军跨越边界 入侵奥地利 结果确实如此 在墨索里尼派遣意大利军队 阻止此事一星期后 星登堡与世长辞 8月2日 这位86岁高龄的战争英雄 咽下最后一口气时 希特勒马上就宣布 他亲点接任星登堡位置的人选 星登堡的继任者就是他自己 尽管如此 他还是会继续担任总理 总统和总理这两个职位 都有他一人担任 他声称 这是德国人民的心声 为消除反对派的疑虑 那个月稍后 举行了一场公民投票 结果正如大家的预期 90%的德国人民都投下赞成票 投赞成票的人中 究竟有多少是真心诚意 有多少是出于无奈 我们无从得知 至于军方 他们一直都被灌输罗姆 以及冲冲队会危害国家的思想 而由最龌龊的西姆来 所领导的党卫队 所制造的祸患 却更加严重 希特勒想一箭双雕 他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 希特勒利用星登堡过世 唤起的爱国情操 呼召柏林驻军的军官和部队 前往国王广场 在闪烁的火炬照耀下 重新宣誓效忠 但当他们把手举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锁起的誓言 跟原先的预期不一样 誓言里所效忠的 不是德国宪法 或者日耳曼帝国 而是要服从眼前这个小胡子 按照他们的誓言所说 希特勒俨然成为 德国意志与法律活生生的体现 誓言的内容相当清楚 我在上帝面前许下这个誓言 我要无条件地顺服阿道夫·希特勒 德意志帝国与人民的元首 军队的最高统帅 而且愿意成为勇敢的战士 为履行这个誓言 随时牺牲性命 他们集体宣誓效忠 却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懵懵懂懂 理不出任何头绪 刚刚发生的一切就是 就在他们的悲伤 与骄傲交织相容的时刻 傻乎乎地被有些人 大家利用 一般来说 德国人都非常重视 服从与誓言 那短短几个字 虽然是被胁迫宣誓的 却在未来几年中 成为这个元首 非常有效的力气 稍后我们将会看到 他们会让所有推翻元首的计划 都难以成功 路德维希贝克将军 对此感到十分惊惧 德国军队的优良传统 已经被人取巧欺骗 落入陷阱 而沾沉蒙羞 贝克称 那天是他一生中 最阴沉的日子 后来他在1938年辞职 并成为一连串 暗杀希特勒计划的主谋之一 最后一次暗杀 发生在他自杀的前一天 也就是1944年7月20日 兴登堡死后 德国百姓更加怀念 德皇时代舒适安定的往昔日子 兴登堡让许多人心里 有一股安全感 大家都认为 他散发出安定的力量 并且能够制衡狂野的希特勒 希特勒知道这一点 因此利用兴登堡 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但如今兴登堡已经离世 而德国百姓 却发现他们搭乘的这条船 不但孤零零地远离岸边 而且还有一个狂人坐在船上 第十六章 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万分惶恐 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抉择 是要国家社会党 还是要基督教 我相当清楚自己的护照 我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带领 但我一定要继续走这条道路 或许这不会是太孤单的道路 然而能了解自己的护照 是件很美好的事 我相信要到未来 我们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前提是我们要能坚持到底 迪特里希彭霍费尔 法诺是位于北海的一个小岛 就在丹麦外海不远处 途中彭霍费尔 先在哥本哈根停留几天 拜访当时在德国使馆 担任律师的同年好友 然后到埃斯堡探望 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 希尔德布兰特告诉他 由于在罗姆政变 陶尔菲斯被谋杀 以及星登堡过世后 德国政治局势相当紧张 因此波德使温和任性会议主席科赫 都不会参加法诺会议 希尔德布兰特会 陪彭霍费尔一起参加青年会议 但会在海克尔及其同胞抵达前离开 因为希尔德布兰特不是亚利安人 而且不是在德国境外 比较安全的教会活动 所以他认为 避免跟他们照面是明智之举 希尔德布兰特会到西德纳姆教堂 和圣保罗教堂帮彭霍费尔代班 而曾经在伦敦帮彭霍费尔代班的 尤根温哈格则会到法诺协助彭霍费尔 尤根温哈格是彭霍费尔在柏林教过的学生 科赫不得使温和希尔德布兰特都不在法诺 因此彭霍费尔感到有些孤单 然而里格尔会在那里 还有许多彭霍费尔在柏林的学生也会在那里 但是穆勒和德意志基督徒在近来事件的鼓励下 更加胆大妄为 7月的时候 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下令禁止 在公众聚会的场合以及新闻媒体讨论教会斗争 这项命令跟穆勒之前的封口令如出一辙 只是如今发布命令的是政府机构而不是教会 因此无法提出异议 这是国家的法律 政府与教会已经彻底结合在一起 在新登堡过世后 引下罗姆这被祭酒的帝国教会 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 认可穆勒以往发布的所有命令 其中最阴毒之举应该就是 大会宣布从那时起 所有新任牧师都必须在暗幕的时候 宣誓服侍阿道夫·希特勒 曾经担任过海军军墓的穆勒 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光彩 会被已经宣誓效忠元首的陆军抢走 新任牧师的誓词如下 本人在上帝面前启示 本人真诚地服从德国人民 与政府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在这种局势下 许多任信教会的成员都觉得危在旦夕 尤其是他们计划在世界舞台上 发表一些不审慎的言论时 他们也知道 贝尔主教的升天节文告 会在法诺发酵 这让他们更感到处境艰辛 任信教会中 许多人对这些议题的看法 并不如彭霍费尔那么坚定 因此他们对参加公开谴责德国的活动 感到不安 即使稍后几天 他们依旧认为 自己最首要的身份 是爱国的德国人民 并且敌视所有因签署法尔赛条约 而让德国受尽屈辱与苦难的国家的代表 仅仅四年前 彭霍费尔还在协和神学院时 也曾抱持同样的态度 但他已经逐渐改变自己的观点 这主要是受到跟拉塞尔之间有益的影响 他后来跟美国友人 以及英国友人乔治贝尔 和瑞典友人阿蒙森之间的交往 让他对教会的观点大为开阔 只有极少数的德国人能够企及 他在基督里遍布各地的弟兄姊妹 显然比帝国教会那些假扮为基督徒的纳粹 更亲近他 但他也明白 怨信教会里的许多人 对在法诺采取断然作为 仍然感到缩首未尾 几个星期前的8月8日 彭霍费尔曾写信给阿蒙森主教 坦白说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一想到法诺 许多我们的支持者 彼得意志基督徒 更让我感到害怕 我们许多人 可能会非常担心 自己的表现不够爱国 而且这多半不是出于焦虑 而是出于错误的荣誉感 许多人 甚至参与和疑运动 已经相当长时间的人 仍然不了解 或者不相信 我们聚集在这里 完全只因为 大家都是基督徒 他们非常多疑 因此无法完全敞开心胸 唯有你 敬爱的主教 才能化解他们心中的疑虑 让他们更相信别人 更敞开心胸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以及合一运动的理想 我们一定要在此地 诚心诚意地明确说出 我们对政府的态度 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万分惶恐 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抉择 是要国家社会党 还是要基督教 我的看法是 我们必须提出一套方案 逃避问题于事无补 如果德国的世界联盟因此被解散 那么我们就必须承担所有的指责 而这种比虚伪的茫然度日要好 我们现在的上上之策 就是实话实说 真心诚意 我知道 许多我在德国的朋友 都这么认为 不过 我还是恳请您思考 并了解这个观点 就彭霍菲尔来说 认真参与和一运动的基督徒 就是教会 是超越国界的真正教会 而他就是要激励他们 表现出这种嫉妒 他在法诺的时候 也会这样做 青年会议 在8月22日节目 由彭霍菲尔带领灵修 曾经参加那场会议的 马格丽特霍夫 回忆到第一次灵修的时候 我们就被情词迫切地告知 要成为整个会议的守望者 我们唯一的要物 就是聚在一起 聆听主的话语 并且一起祷告 我们能听得明白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杂物 套信心聆听圣经的话语 顺服地聆听彼此的话语 这就是所有合一事工的核心 另一个曾经与会的 布莱克曼说道 我们一开始的氛围 就非常正确 第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 彭霍菲尔就提醒我们 我们的主要目标 不是要宣扬自己的观点 国家的或者个人的 而是聆听 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 用激进两字形容 彭霍菲尔在法诺的所言所行 一点也不为过 法诺跟十一年后的弗罗森堡 可说是互相辉映 当时不识眼前之人的 弗罗森堡御医 后来回忆到 那时我看到彭霍菲尔牧师 跪在地上 迫切地向上帝祷告 他是如此确信上帝听得到他的祷告 我从没见过有人能像他这样 完全顺服于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在法诺时的彭霍菲尔 他如此出众 原因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 不是期待上帝会听 而是确知上帝会听 所以有些人视他为榜样 有些人视他为怪物 并有些人视他为眼中钉 他告诉他们需要谦卑 然后聆听上帝的命令 并且顺服 并不是脚柔造作 他想要把这种上帝观 传递给别人 而他的意思是指 我们现在一定要顺服上帝 并且要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聆听上帝的话语 许多参与和宜运动 以及任心教会的人 显然都不太相信这一套 但彭霍菲尔了解 除非他们活出信心与顺服 否则上帝就不会帮助他们 28日星期二 彭霍菲尔在陈间崇拜正道时 引用的经文是诗篇85章8节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民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 平安是他最关心的议题 但那年8月 平安显然也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议题 总理陶尔菲斯遇刺 已经使得奥地利的局势混乱不堪 而德国又随时可能犯警 同时莫索里尼趁着阿比西尼亚危机 扬言要侵犯埃塞俄比亚 彭霍菲尔希望青年会议 能够产生一些果敢又实际的进展 这一期待并没有落空 50位代表拟定了两项决议 第一项决议表示 上帝的命令超越所有政府的主张 这项决议勉强得到通过 但是许多彭霍菲尔在柏林的学生 却投反对票 第二项决议是谴责支持 任何形态的战争的基督徒 一位波兰代表提议把所有形态的战争 修正为侵略战争 但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支持 当时对以信仰为理由 而巨服兵役产生激烈辩论 结果跟议程中所有大型讨论会一样 代表们在会后三三两两 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德国学生也大胆地讨论这类议题 在白天的时候 彭霍菲尔和青年会议的与会人员 在法诺海滩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即使在这种轻松的场合 他们的穿着还是像参加正式会议一样 多数男生穿上西装外套 打领带 脚穿皮鞋与袜子 而女生则穿着装重的外套 在一次海边对谈中 有位瑞典代表问彭霍菲尔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 他会如何应对 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 这都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尤其是彭霍菲尔 他的三个哥哥都曾经在军中服役 而他自己也曾拿着乌尔姆来服枪 参加刺猬兄弟会为期两周的军训 仅仅在四个半月之前 也就是希特勒当权的那天 彭霍菲尔的哥哥克劳斯就曾说 这表示要开战了 他早就预知 希特勒要把整个国家带往哪个方向 根据当时赛场人士所说 彭霍菲尔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默默地用手掌捧起一堆沙 然后让沙从指缝间流掉 接着他沉稳地望着那个年轻人答道 那时我会向上帝岛告诉我力量 不要拿起任何武器 尽管有这一切的纷扰 彭霍菲尔依旧顽心未眠 他在柏林的学生奥托杜茨记的 一位大富翩翩的俄国神父 发表演讲的时候 就坐在彭霍菲尔旁边 彭霍菲尔塞给他一张纸 上面写的是德国打游诗人 克里斯蒂安·摩根斯特恩的幽默对句 大胖肚皮上挂着个大十字架 怎会有人感觉不到上帝存在 杜茨说 彭霍菲尔对会议主题 以及整体方向的贡献难以言喻 事实上 这场会议是在他的努力下财 不至于沦为纸上谈兵的学术研讨 他鼓励阿蒙森以及其他人 在关于德国的议题上 坚持达成实事求是的决议 这可说是非常有胆识与远见 他非常能言善道 而且一生中多次帮助别人 了解他所试透的一切 然后合情合理地推演出必然的结论 最后彭霍菲尔并没有参与贝尔升天节文告的正式讨论会 不过他已经把所有必要的话告诉给那些参与讨论的人 他放心地把一切都交托给精心挑选出的起草委员会 其中包括贝尔和阿蒙森两位主教 亨利厄德以及另外四位人士 委员中的亨利利破博士是美国籍 在1939年彭霍菲尔重大的访美旅程中 他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彭霍菲尔当年在协和神学院就已经认识利破 但只是点头之交 彭霍菲尔担任斯隆研究员的时候 利破是特别讲员 不过在法诺时 彭霍菲尔到利破的房间跟他谈话 告诉他关于海克尔的情况 以及海克尔要求他必须离开伦敦的过程 必须回忆起他们的对话说 当我问他是如何回应 海克尔主教的命令时 他带着一抹微笑说不接受 他进一步说明 这个简洁的回答我告诉他 如果他要我离开那所交会 就得亲自到伦敦赶我出去 他以坦率无畏的口气 谈论追随基督的人必须做好必要准备 以抵挡纳粹专制及其对人类心灵的荼毒 从此我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跟路德维希穆勒周旋到底 然而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 他从来没有提到公开对抗 企图控制所有德国教会的希特勒主义 可能会遭遇的后果 同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认为 所有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认真地 对付这位最危险也最冷酷的独裁者 这个人认为他可以利用所谓的实用基督教 作为资源与靠山 替他完成打造政治舞台的计划 在希特勒正式插手教会事务的初期 迪特里希就能冻竹基先 并且获得重大成就 对未来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根据我个人以往多次造访德国的丰富经验判断 我知道他的同事中几乎没有人能像他 那么聪明大胆地分析眼前的局势 而他们当中也没有几个人会抵制 至少公开表态 以第三帝国的奇迹为掩护 逐渐笼罩整个国家的专制政府 迪特里希下定决心 不仅在神学与哲学的立场上 反对纳粹运动 更要采取实际行动去对抗他 彭霍费尔在法诺以及其他地方做出的最大贡献 就是鼓励别人 不只是高谈阔论 更要付诸行动 他在这方面的想法 都写在他的做门徒的代价一书里面 文中表示 只要不顺服上帝 就是廉价恩典 信心必须有行动相伴 否则就不能自认为是有信心 彭霍费尔激励出席法诺会议的代表了解这一点 大致上说他算是相当成功 他确实成功地引导会议领袖 针对贝尔的升天节文告 发表决议文 逼迫以及其他委员都公开地署名支持 贝尔的信息已经狠狠地公开 赏了穆勒一记耳光 而这份支持贝尔的决议文 则是另一记 贝尔的文告是出自单一的英国牧师之首 但法诺的决议文却是来自世界各地许多人士的共同牺牲 大会表示 深信以高压方式管理教会 跟基督教会的真正本质相抵触 因此以福音的名义 为德国教会的弟兄姊妹 请求以下事项 自由地传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并且按照他的教导而活 自由地印圣经与聚会 以服侍教会 让教会能自由地按照基督教原则教导其青年 并免于被强迫接受跟基督教相反的人生哲学 28日早晨 彭霍菲尔对全体会众发表他那令人难忘的和平演讲 杜茨说 一开始大家就摒弃宁神 许多人可能都会认为 这是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场演讲 彭霍菲尔表示 教会的首要之物就是必须聆听并顺服上帝的话语 那些来自自由派神学环境的人可能会听不惯他的用词和语调 也有些人对上帝会说话 会对世人有所要求的想法感到不安 杜茨说 彭霍菲尔一股脑地往前冲 因此会众都来不及细听 但大家都能感受到隐藏在这些话语后面的力量 那天早上 28岁的彭霍菲尔所发表的那番讲话 到现在依旧被人引用 没有一条四平八稳的道路能通往和平 因为必须要有勇气才能获得和平 和平本身就是冒险泛滥之举 而且一路上绝对不会安全稳当 和平跟安全正相反 和平就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命令 完全不顾安危 而是要靠信心与顺服 把列国的未来交托在全能上帝的手中 不要为一己之私企图掌控一切 得胜不是靠武器 而是靠上帝 唯有他在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上 才能得胜 贝特格说到 他在这里所关心的 不是无止尽的开放式讨论 而是需要当机立断的决定 他要求 其实不是他在要求 而是上帝在要求 台下的听众都要顺服 他借着对福音和平意义的充分阐释 热情洋溢地鼓励 这群精挑细选的会众 理解这次会议的正当性 他当时告诉他们的是 上帝已经赐给他们教会力量 为的是要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先知 而他们必须肩负起上帝赐下的权柄 并且要借着圣灵的力量 表现出教会的样式 但在他的听众中 有谁知道真正该如何去做呢 贝特格回忆到 彭霍费尔提出议会议词 这想必让许多听众感到错愕 但他想要引导他们超越自认为 只不过是智囊或者舆论团体的想法 议会要宣告 委派责任以及坚持到底 而在此过程中 其自身也要担起责任并坚持到底 如果彭霍费尔曾经扮演过 先知耶利米或者约拿的话 那就是1934年8月底 在丹麦外海的那座小岛上 他的柏林学生参加青年会议 但不能在贵宾专用的主会议厅看他演讲 有一位彭霍费尔的朋友 说服某个工作人员 通融让他们到楼上的包厢厅演讲 演讲一结束 他们就被赶出来 一位学生永难忘怀彭霍费尔最后一句话 我们还等什么 时间已经晚了 彭霍费尔演讲结束后 大会主席就到讲台上宣布 没有针对这篇演讲发表评论的需要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每天晚上 往往是在深夜的时候 柏林的学生都汇聚在一起 继续讨论各种议题 彭霍费尔警告他们要小心 说话的时候要留意周遭有些什么人 然后有一天 他们看到丹麦报纸的头条是 德国青年自由发言 希特勒基于教宗的位置 这表示有人混入他们的讨论 听到他们谈论 希特勒接管教会的情形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彭霍费尔相信他们 重新入境德国的时候 一定会遭遇百般刁难 他费尽一切气力 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他在打电话 以及在会场上跟人谈话的时候 都保持低调 最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个警察国家 海克尔以及其他帝国教会代表 都曾参加法诺会议 但他们只顾着处理他们主子的事务 因此尽量少说话发言 海克尔避免触及犹太人问题 因此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 他在25日发表一篇探讨和疑运动的论文 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 两天后 他又发表一篇探讨政教问题的论文 伦敦泰晤士报 形容第一篇论文巧妙地 把纯教会教义提升到最高地位 有话传到穆勒尔中 表示海克尔没有像预期那样 制造出非常好的印象 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地 立刻拆遣特使华特伯恩鲍姆 随同奥古斯特·耶格博士一起出发 耶格博士是个粗鲁的怪人 他曾经说到成 肉身是一道涉入世界历史的北欧光芒 他们二人急忙赶往哥本哈根 结果却发现和疑运动会议的场地 是位于丹麦另一边的法诺 为了维持帝国教会岌岌可危的形象 他们动用充沛的资源 包租一架海上飞机 迅速往西飞200英里 夸张地抵达会场 在众人侧目之下 与惊狂失措的海克尔会合 尽管耶格没有说话 但他同事的神学却一样荒唐 国恩鲍姆请求大会 准许他向会中发言 然后就天花乱坠地叙述 在国家社会党努力之下 一些德国人成为基督徒的故事 里格尔认为这是荒唐的长篇废话 海克尔则对帝国主教觉得 有必要差遣这两个人助阵感到愤怒 他们的现身与发言 让他的处境更加难堪 不过海克尔就跟其他人一样 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依应这种会议 他尽所有的力量 重新整装上场 他矢口否认所有负面消息 提出抗议 想办法在正式记录中 插入浮夸的新闻岛 并且面不改色地坚称 德国的现况 比以往更适合传福音 然而 让彭霍菲尔感到欣慰的是 大会投票通过决议 表示德国的局势 非常令人担忧 文中表示 攸关基督徒自由的重要原则 已经受到威胁 并宣称那些动用武力 以高压方式管理教会 以及禁止自由讨论的做法 都与基督教会真正的本质相抵触 他接着又说 大会愿意向德国福音派教会 任性会议的弟兄保证 会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也对他们见证福音的努力 深感同情 并且决心 要跟他们保持亲密的团契 特别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任性会议主席科赫 在公开选举中 高票当选世界联盟图事协会委员 海克尔表示强烈反对 但终归无效 不过 他后来以一个行动证明 纳粹花费大笔经费 派他到那里 却是值得的 他成功地游说大会 在决议文中 插入一小段文字 表示议会愿意保持 与德国福音派教会 所有团体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实质上 是让帝国教会以及任性教会 同样被归类为团体 这在未来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彭霍费尔宣称 任性教会是唯一的德国教会 而德意志基督徒和帝国教会 都是异端 不能被视为德国教会 但是这一切的努力 都被海克尔主教灵巧的 政治手腕化解了 不过 这一切在当时还不明显 彭霍费尔认为 他们已经成功地大胆往前 跃进一大步 未来的合一会议 能以此为基础 往上建造 每个人都兴刀采烈 但根据贝特格的说法 合一运动词后 从来没有对任性教会 提出更进一步的承诺 他写道 法诺不是第一步 只是短暂的巅峰 戈亭根 彭霍费尔想再返回伦敦前 到其他地方旅游 他首先到戈亭根 探访沙冰和他家人 由于局势随时都可能恶化 所以他们在那年买了一辆车 在必要时可以马上逃亡 不久后果然派上用场 他们经常从戈亭根到柏林 跟他父母住在一起 因为那里的情形 对犹太人没有那么危险 他们的女儿玛利安尼和克里斯汀 有时候会在学校被同学嘲笑 沙冰回忆道 有一个小朋友真的就隔着了一把 像克里斯汀 喊着说你父亲是犹太人 一天 学校前面的一棵树上 定着一块布告板 上面写着犹太人之父是魔鬼 我们两个孩子每天上学的时候 都会从这块煽动性的布告下面经过 后来 一个装着纳粹党报攻击者的箱子 就摆在学校的对接 里面充斥着反犹太的言论 虚构各种性犯罪以及残酷的仪式 然后嫁祸给犹太人 又编织各式各样丑陋不堪的故事 年纪较大的学童都蜂拥着争相观看 赖伯赫兹的房子就位于赫兹伯阁街 许多歌亭根的教授都住在那里 冲锋队经常在星期日早晨在街上游行 沙兵在多年后说道 每当想起他们游行时唱的歌 我还是会感到一阵战力 士兵们 同志们 吊死犹太人 射杀犹太人 狄特里希在跟纳粹周旋的时候 屡屡展现出的勇气 有很大一部分 应是出自他心中对孪生妹妹的爱 离开歌亭根后 彭霍费尔接着到维尔茨堡 跟几位任性教会的领袖会面 他一如往常地担负起领导 以及鼓舞的角色 引导他们了解 他们确实是一个教会 而不只是一个运动 然后鼓舞他们热情果敢地宣告这个观念 十月的时候 他们终于在达雷姆这么做了 他们没能及早明白 因此在法诺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他们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他们也讨论到穆勒即将就职仪式 以及避免合一运动的人物 出现在这种场合的重要性 彭霍费尔接着拜访的 是在法国阿图瓦工人教区服事的秦拉瑟尔 许多合一运动的代表 在法诺会议结束后都到那里会合 他们有些人到外面进行街头步道 拉瑟尔对彭霍费尔能够轻松自若地 和家事背景差异那么大的人沟通 感到非常讶异 他说他确实能够开口向街上的路人传福音 第十七章 目前正是我们挣脱神学思想的约束 起而对抗国家的时候 说穿了那不过是胆气二字 当今的基督徒有谁了解 为弱智者发言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最低要求 教会的重建必须稳固地建立在崭新的修道主义上面 这跟旧的形态完全不同 而是一种严谨的门徒生活 也就是按照登山宝训来追随基督 我相信聚集众人一起过这种生活的时机已经到来 迪特里希 彭霍费尔 回到伦敦后 彭霍费尔正在思想下一步该如何走 因为他的天分与家族人脉让他始终有许多选择 而且他似乎也对一切保持开放的态度 那年稍早 任心教会的领袖终于觉悟 他们必须考虑是否开放他们自办的神学院 帝国教会要求所有大学的神学系学生 都必须是纯种的雅利安人 前一年六月 雅各比和希尔德布兰特建议彭霍费尔 开办一所任心教会神学院 一个月后 尼莫勒指派彭霍费尔从次年二月开始 接手柏林布兰登堡地区的神学院 但彭霍费尔始终举棋不定 会议主席科赫情愿彭霍费尔留在伦敦 不过如果他想继续他在柏林大学的研究 就必须马上做出决定 他的职位不可能永远保留下去 尽管对他来说 学术圈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但彭霍费尔依旧不愿意就这样放手 他在9月11日写给欧文舒辞的信中说道 我在面对留在此地 前往印度以及返回德国 主持即将落成的神学院 这三个选择时 实在感到无所适从 我不再相信大学 而且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 这一定会刺激到你吧 目前训练下一代神学家的工作 完全落在兼具教会与修道院功能的神学院 认真看待纯正的教义 登山保训以及敬拜 大学从来没能做到这一点 目前正是我们挣脱神学思想的束缚 且而对抗国家的时候 说穿了那不过是胆气二字 当今的基督徒有谁了解 为弱智者发言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最低要求 一个星期过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 愿意领导新成立的任心教会神学院 但他表示要到春季才能上任 因为他计划利用1934年最后几个月的时间 到英国各地旅游 以便研究相当数量的教会 为新职类集经验 然后他会到印度拜访甘地 完成他多年来的心愿 但现在这一成为 他深入思考上帝要基督徒 如何生活的角度之一 正当教会斗争 以及政治局势更加险恶之际 他想了解甘地的方式 是否就是上帝呼召教会 进行基督徒社会反抗运动的方向 是否就是他 以及其他基督徒奋战的方式 对赢得眼前的教会斗争来说 他们现在的奋战方式 是否是圆木求鱼 他知道当时的教会成科已深 而且不限于帝国教会和德意志基督徒 甚至最优秀的任性教会 以及当时整个德国基督教会的形态 都不例外 他觉得德国的基督徒生命中 最缺乏的就是日常现实生活中的舍己 也就是随时随地在生命中 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 都跟随耶稣 像是主护城这类团体 虽都能表现出这种现身与热忱的精神 但他认为他们多半是以事工为取向 而且过于倾向巴特 所谓超玩入胜的态度 他们已经离尘世太原 距离最优秀的文化与教育太原 因此他觉得非常不妥 我们一定要把基督传遍世界 每寸土地与每个文化 但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营剔透 明亮耀眼 纯正不杂又坚定稳固 我们的信心必须免于虚伪 不论如何 长久以来他一直认为 甘地能对他有所启迪 尽管甘地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活在一个 努力按照登山宝训教导而活的团体里面 彭霍费尔想要基督徒 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因此他决定到印度去一规 非基督徒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式 他在法诺时 曾问基督徒会众 我们一定要被东方的非基督徒羞辱吗 我们应该离弃那些 为了这个信息 而甘愿牺牲性命的人吗 正如基督受差遣到外邦人那里去 好激动他的百姓发愤 基督现在是否 也在非基督徒当中运行 而以同样的方式 催逼教会企而效尤呢 那年五月 他写信给祖母说道 在我定居于任何地方之前 我还是想要到印度去一趟 我最近曾好好思考那里的问题 并相信能在那里学习到一些重要的功课 不论如何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那种异教文化 比我们整个帝国教会 还更贴近基督教 基督教起初 确实是从东方传过来的 但如今已经西方化 又济论在现代文明思想中 正如我们现在所见 因此我们对其原貌 几乎一无所知 不幸的是 我对反对派教会 也没有什么信心 我根本不喜欢 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而且非常担心 一旦他们大权在握 我们可能就会被迫目睹 基督教另一次严重的妥协 彭霍菲尔的眼光 已经超越他不久前 亲手建立的任心教会 他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妥协 可以确定的是 无法单靠宗教 打败希特勒带来的邪恶 他渴望看到一个教会 不仅跟基督紧密相连 又愿意专心倾听上帝的声音 以及不计一切代价 顺服上帝的命令 然而 当德国神学院 连祷告和默想圣经 都不教导的时候 怎么会听得到上帝的声音 更不用提顺服上帝了 明年他主持神学院的时候 就要教导这一切 与此同时 巴特想要会见希特勒 许多任心教会成员 还是认为可以跟希特勒讲道理 世界大战 死亡集中营 以及大屠杀 是在好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 这时 他们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认为这个狂人 或许并不是那么疯狂 或者这些疯狂的作为 可能仅仅限于国内而已 然而彭霍菲尔已经看穿这一切 他早就认定 目前一切的讨论 都是徒劳无功 他的眼光 已经远远超越这一切 而在找寻其他更纯正 更真实的事物 他在写给书子的信中 提到巴特的想法 我相信 从现在开始 希特勒与巴特之间的任何讨论 都毫无意义 确实 一点都不值得鼓励 希特勒已经很明白地露出他的真面目 而教会应该知道自己交手的对象 以赛亚不是主动到西拿基里面前的 我们经常想要让希特勒了解当前的情况 或许我们处理的方式并不妥当 不过巴特的处理方式也不妥当 希特勒并不想听从我们 他是个顽固分子 反而是他想强迫我们听他的 这才是实情 扭机运动那些人 天真的想要让希特勒幡然悔悟 结果在灰头土脸的失败之后 才绝无真相 泛然大悟的人应是我们 而不是希特勒 彭霍菲尔在较早的信中曾表示 希特勒犹如亚述王希拿基里 他似乎认为 希特勒最邪恶的作为 跟希拿基里一样 就是铲除教会 扬镜场上的康比 但为何其他人看不出这一点 诸如布道家弗兰克布克曼 那些曾经是希特勒座上客的人 怎么会认为他们可以转变他呢 为何其他人都不了解 除非他们一开始就辨识出邪恶 否则他就会不断茁壮 并且带来毁灭呢 彭霍菲尔在这封信中所指的人 是舒辞在阿尔卑斯山旅游时 遇见的希特勒私人医师 卡尔·伯兰特 伯兰特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懂怎么会有人随时在希特勒身边 除非他是像拿丹一样的人物 要不就是6月30日与7月25日 两场罪行的共犯 并且一起隐瞒真相到8月19日 因此要共同承担下一场战争的罪疚 请原谅我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极其严重 因此我再也无法一笑置之 彭霍菲尔对于伯兰特的质疑 有助于我们了解 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的生活近况 尤其在初期的时候 也就是大多数百姓 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以及对汉纳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 毫无所知的那段期间 彭霍菲尔对有人明知 希特勒已经投入邪恶的怀抱 却还能伴随在他身侧感到亚异 同时也对伯兰特的为人 感到好奇 舒辞当时不知道 但历史告诉我们 伯兰特正是所谓提斯安勒死计划的 主要设计师与共犯 在这个计划下 数万名身心残障病患 被移出医院 及类似波德史文创办的 伯特利收容所 然后惨遭杀害 伯兰特还对无数被诊断出 具有劣等基因 种族缺陷 或者其他有身心疾病的孕妇 进行强制堕胎 除了健康的亚利安胎儿 其余一切堕胎都合法化 伯兰特也负责监督 并亲自参与许多 以集中营犯人 为实验品的残酷的医学试验 事实上 他是纽伦堡大审判 中医学犯罪的首要罪犯 并且被判死刑 直到中了他都毫无悔意 他在1948年被绞死 教会斗争继续延烧 9月23日 一群衣着俗不可耐的纳粹暴徒 以及穿褐色衣衫的衣队 玷污了路德宗神圣的柏林大教堂 当天是帝国主交路 德维希穆勒的旧职大典 但是文明世界的和宜运动领袖 都没有出席这场恶俗的盛会 这让鲁顿的穆勒的光辉 时刻变成一出纳粹的独角戏 然而 穆勒觉得这是他等待已久的实至名归 而且他愿意把德国福音派教会 团结在一起 献给他敬爱的元首 即使诉诸暴力也在所不惜 短短几天后 彭霍费尔接到一张 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 寄给他的神秘明信片 上头写着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 那是穆勒就职当天选用的经文 彭霍费尔看到后 马上就笑了起来 那是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的话 也是希尔德·布兰特指着穆勒说的话 因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胜为高 结果这句话不仅贴切 而且果然成真 典礼结束不久 即风云变色 教会斗争重新燃起雄雄烈火 帝国主教马上就跟随满脸不悦的元首 前往荷兰 风暴起于带着刀疤的耶格博士 在一星期之内就软禁了福腾堡主教和巴伐利亚主教 穆勒最肮脏的工作大都是由耶格处理 但这次却捅出大娄子 这两位主教的支持者纷纷走上街头 全球新闻媒体的焦点 突然间再次聚集到德国教会的窘境 泰晤士报的报道尤其让人尴尬 热情的群众把勇敢的主教 粗拥进他的作家 然后把警察和党卫队推开 并快步跟在车子周围口中 喊着梅瑟万岁 莫勒 呸 直到他抵达住宅 另一批群众留在教会 肃穆地唱着马丁路德的伟大师歌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隔天 愤怒的群众 步行到纳粹帝国的圣殿 阿道夫 希特勒的贺宫前面聚集 就在负责守卫的党卫队不知所措的时候 新教徒超门两旁的同志反识自章 大吐口水 并对穆勒主教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 呼喊反对口号 梅瑟的支持者发表了一篇苦读的宣言 那自诩为福音教会的教会丢弃了福音 并带之以专制独裁与谎言 总主教路德维希穆勒 以及奥古斯特耶格要为这场浩劫负责 撒旦借着人完成其矫计 因此我们要呼求上帝让我们得释放 与此同时 任信教会成员觉得 现在正式举行一场宗教会议的时机 他们需要成立一个行政机构 以便成为正式的教会 于是他们于10月19日在达雷姆举行会议 发表了著名的达雷姆决议 我们呼吁基督徒会众 他们的牧师和长老 不要理会所有前任帝国 教会组组织及其主管机关发布的所有命令 并且不再和任何继续服从该教会组织的人士合作 我们呼吁他们棘守德国福音派教会的任信会议 及其认可的机构所发布的指示 再也没有人可以说他们不是正式的教会 彭霍费尔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大会也通过决议 谴责穆勒违反德国福音派教会宪章 彭霍费尔从他姐夫杜南伊那里得知 由于这种种事情在社会上引发非常公开的争端 因此希特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教会斗争 他不再相信穆勒可以控制整个局势 因此决定要亲自出手处理 他撤回帝国教会在那年夏天实施的高压法令 并且公开切割他与帝国教会间的关系 接着就像北欧之光乍现一样 耶格突然辞职 对任信教会来说 局势似乎开始好转 彭霍费尔知道他们必须迅速实现在 达雷姆达成的决议 因为穆勒既没有被击倒 更没有出局 只是流了几滴血 很快就能够发动反击 彭霍费尔计划在11月5日 参加在伦敦基督会堂举行的 全英德国牧师会议 预会的有45位来自9个宗派的教区委员 和神职人员代表 彭霍费尔和李格尔在会议中发表演说 会议的成果是一篇让彭霍费尔大感振奋的决议 聚集在基督教会的长老宣布 在本质上 他们跟任信教会站在相同的立场 而且他们将会依照此决议 立即跟教会当局进行必要的沟通 彭霍费尔写信告诉贝尔这个消息时表示 我对此事感到非常高兴 这一切都必须经过官方审核认可 因此数份决议文件分别被送到海外部的海克尔 以及任信会议的卡尔科赫 同时还附带一封信函 在大不列颠的德国福音派教会很高兴地得知 基于元首发布的文告 宣誓效忠第三帝国以及元首本人 已经不再被视为加入任何教会组织的前提 这些教会一直都是以圣经与信条为基础 因此认为任信教会是德国福音派教会联盟的合法继承者 我们可以想见海克尔暴跳如雷的模样 更糟糕的是 这股叛逆浪潮可能会传遍全球 活跃的伦敦牧师已经把这份决议 以及随附的信函寄给其他海外德国教会 敦促他们支持这份决议 海克尔在11月13日打电话给伦敦的德国大使馆 告诉一等秘书比斯迈公爵 这些牧师的行为可能会引发不利的国际影响 比斯迈不为所动 并且答复说 他没有职权处理这些事情 海克尔想要见风插针 于是打电话给与会的牧师之一 也就是在利物浦的德国教会牧师施赖纳 海克尔知道这些牧师 未必在所有议题上都支持彭霍费尔 他企图找出他们的分歧点 也发现可以大家利用程序问题 如要脱离帝国教会 每个教会的长职会都必须发出一份书面声明 而他们还没有进行这个步骤 因此海克尔认为如果他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那么就可以找到更多缺乏共识 而且意见分歧的地方 不过他也可以从其他方面下手 尽管穆勒已经逐渐失事 但任信教会仍是非常鄙视他 他的去职一定会让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或许海克尔可以用舍弃穆勒这招作为缓兵之计 赫尔木特·罗斯勒 海克尔终于找到在荷兰海尔伦的一位年轻德国教会牧师 并且说服他跟伦敦的牧师唱反调 或许他还可以帮助海克尔说服其他海外基督徒 寄给他们一封说帖 说明跳转到任信教会可能引发的各种危险 这位年轻牧师刚开始募会 而且乐于助他一臂之力 这位年轻牧师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函 发给总共20位分散在法国 卢森堡 比利时以及荷兰的海外牧师 我们不清楚彭霍费尔接到这封信的原因与途径 也不清楚是否有牧师出于礼貌把信传给他 但当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令他亚裔的褪比三摄 因为那封信净是出自他的老友赫尔木特·罗斯勒之手 罗斯勒是他在柏林的同学 跟彭霍费尔的妹夫华特·德瑞斯 一起被选为反驳彭霍费尔博士论文的对手 1927年春天 他还曾经跟华特一起前往弗里德·里希斯布伦 彭霍费尔与他已经失去联络好长一段时间 如今罗斯勒却现身在敌营 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结果 罗斯勒在信中变称 海外德国福音派教会千万不能加入任信教会 他说一旦任信教会得势 教会斗争的结果就会像美国一样 刮起独立教会纷纷成立的风潮 这样的话 从彭德以来福音派教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连结 就将不复存在 当然 彭霍费尔了解美国的体制 而且认为那是相当优良的观念 远比徒留一个名存实亡的教会要好得多 罗斯勒甚至还指出 加入任信教会将给教会带来财务困难 我可以体会许多服侍的童工 在心里都对任信教会有一股归属感 因此觉得没有理由不加入任信教会 但就目前的局势来说 这种做法等于是在教会海外部的背后插刀 因为此时全球德国新教教会的最重要使命就是 为整个教会找寻一条不至于让现存教会完全瓦解的出路 海外教会的个别行为只会造成伤害 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况且海外教会插手德国教会的内部争端 随时都可能被指控为叛国而白口莫辩 罗斯勒刻意提到背后插刀和叛国一定让彭霍费尔气愤填膺 对于彭霍费尔这位以自制出名的人来说 他终究还是在11月20日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回信 敬爱的罗斯勒 我们两人终于又联络上了 不但是透过这么正式的渠道 而且彼此依旧站在相互对峙的立场 我实在没有料到情形会是这样 你竟然附和海克尔的威严耸听 甚至卑鄙地提到背叛我们的祖国 你落入这些威严耸听的陷阱之中 简直就像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一样 我感到非常讶异 也希望自己还能够那么天真 长久以来 我一直非常敬重海外部 直到我进一步发现 海克尔的道路是一条投机的道路 而不是信心的道路 我对海克尔的说帖了如指掌 但他错了 不是我们要在教会海外部的背后插刀 而是海外部想要用牧师的薪水为耳 以诱海外教会投向那个假冒的教会 海克尔他总是假装立场超然 部署于德意志基督徒阵营 曾经以帝国主教的身份 前往柏林大教堂 在穆勒的就职典礼上驻导 彭霍费尔在知道这件事后 大感厌恶 他说 对于黑暗权势 除了拒之于千里之外 别无他徒可循 基督与撒旦有何相干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直截了当地拒绝 我跟你 以及这种教会之间 不需要再联络 既然事实是如此 我们也就实话实说 我们已经等待得够久了 我知道 而且有同工明确的证词为证 海克尔曾告诉一位同工 他必须加入德意志基督徒 此外 他在这里的时候 以及会见和一运动伙伴的时候 都曾为那个教会组织辩护 他要求我写一份书面声明 表示我要退出所有和一运动的活动 他命令我飞回柏林 就是为了这件事 不过他当然没有得到我的签名 最后 如果认真地考察整个教会的情势 就会发现正确的答案 并会了解 要达到教会海外部所谓的合一 就不应该继续跟如此违背 基督教精神的教会组织 保持任何关系 依靠信心 并出自信心的重要决定 绝对没有能运用任何心机的借口 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这些在伦敦的人 希望能做出的 就是这种决定 不论将来的情况如何 我们都会感到自在 现在已经不可能往其他的方向发展 接着 信中的语气逐渐开始带有敌意 现在我要问一个私人问题 这封信是海克尔要你写的 还是他知道你正在写这封信 信的内容显然是针对我们 在伦敦的这批人 因此我们不由的有所质疑 此外 在细查后 我们认为 信封上的地址 是用海外部的打字击打的 我对你们的协力合作 感到非常遗憾 我以前跟海克尔的关系非常密切 几乎成为朋友 因此对这件事 格外感到痛心 基于人情 有时候我对他感到非常惋惜 但仅此而已 我们已经分道扬镳 现在我担心 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如此 你跟我之间的友谊 已经面临决裂 因此我要问你 可否找个时间碰面 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厘清 我期待你的回复 带向尊夫人问安 始终如一的 迪特里希彭霍菲尔罗斯勒 在12月6日 回信给彭霍菲尔 他们之间的对话 让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 深刻了解 这场教会斗争的错综复杂 及其带来的痛苦 罗斯勒显然不是盲从的党棍 敬爱的彭霍菲尔 我要从返乡告诉你我的回复 你能够跟共产党员建立可尝可求的友谊吗 可以 法国人呢 可以 那么 伊斯兰教徒 印度教徒 或者巴塔克信徒呢 我想也可以吧 但跟背弃福音的德意志基督徒如何呢 嗯 我想我不是这种人 但我要尽一切力量 避免今日教会里面对立双方的关系 如同马太福音 十章三十五节所说的那般 双方的差异 也许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但这跟血缘 以及友谊 绝对没有关系 双方只是在思想上南辕北辙 而不是在信仰上 因此 即使你非常热衷于任性教会 我也不会认为 这就表示 我们之间的友谊 就此断绝 我觉得这根本毫无意义 我把我们所领受的 那奥妙的呼召与使命 视若珍宝 相较之下 在我眼中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与争执 犹如必喜不知一顾 当然 我是在跟海克尔达成协议后 才写那封说帖 好让在海外服事的同工 稍微的解教会当局 所面临的难题 及其立场 我对这协力合作 一点也不感到惭愧 即使被人指控我野心勃勃 也不改初衷 如果你要说 我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 那么我就要说 你是天真的儿童 因为你把任性教会 比喻为基督 而把穆勒的组织 比喻为撒旦 你在信里面 有一次提到 任性教会以后 也可能运用人为操作 吸引各式各样的人 然而 我们发现 目前已经出现这种情形 任性教会 已经吸引许多思想 迥然不同的各派人士 从自由派神学的 新更正教导 保守积要主义的 成圣派与信条狂热派 不是全都聚集在一起吗 任性教会 并不是比德国基督教会 更纯正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 就隐藏在二者的背后 信中某些地方 一定击中痛楚 尤其是罗斯勒 对任性教会的指控 我们找不到 彭霍菲尔对此的回应 但他部分的回应 可能就是远离教会斗争 以及训练年轻的 任性教会神志人员 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好让他们再出去后 也能照样举作 不论如何 他不久 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1934年秋天 彭霍菲尔继续在伦敦募会 同时依旧投身于教会斗争 他在圣保罗教会时 曾参加诗斑演唱 伯拉姆斯的安魂曲 并在圣桥之教会 参加难迷事工 希特勒为废止法尔赛条约 而发起的各式各样运动 现在已经往昔延伸到萨尔 他宣布要在1月 举行公民投票 让萨尔的人民决定 自己是否要加入德国 希特勒在1933年当权后 许多共产党员和反对他的人 都到萨尔寻求庇护 彭霍菲尔以及朱利耶斯里格尔知道 一旦德语人口投票赞成 加入第三帝国 那么政治庇护就搞结束 而数千名德国难民 就会涌向伦敦 贝尔主教当时非常投入难民事工 甚至一度想辞去教区职务 以便全力投入难民工作 希特勒也继续努力 跟英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 在此前提下 纳粹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 在11月6日拜会了贝尔主教 贝尔利用这次会面 坦率详述了在第三帝国 统治下任信教会牧师 所遭受到的恶劣待遇 李宾特洛夫和他的家人住在达雷姆 为了顺利完成出任不列颠大使的职务 他向尼莫勒请教加入教会的事宜 他表示英国人会期待我这么做 可以预料 尼莫勒认为这个理由毫不足取 因此没有屈从 李宾特洛夫在1935年 再次拜会贝尔 那年少后 贝尔勉为其难地 会见了希特勒满脸韵色的副手 鲁道夫赫斯 贝尔主教卓越的声望 非常有助于彭霍菲尔 因为他正准备拜访英国各地的基督教学校 所以需要有人介绍他认识各校的校长 贝尔也写信给在印度的甘地 想要帮助彭霍菲尔完成延宕已久的印度之旅 我的一个朋友 是个年轻人 正在伦敦担任德语牧师 非常迫切地请求我把他介绍给你 我非常诚挚地推荐他 他可能会在1935年的头两三个月 在印度旅游 他是位非常优秀的神学家 为人非常诚恳 而且将来会负责训练在德国 任信教会服饰的神职候选人 他想要研究团企生活 以及各种训练方式 希望阁下能够亲切地拨拢接见他 11月初 彭霍菲尔接到一封来自印度的信件 亲爱的朋友 来信已经收到 如果你有足够的回程旅费 又能够支付此地的开销 随时都欢迎你来 时间是越快越好 因为到达此地的时候 正好可以赶上较凉爽的天气 至于你想要了解我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抵达的时候 我已经出狱 又有落脚之处的话 你就可以跟我住在一起 否则 你就只能居住在 由我管理的一个机构里面 或是其附近的住处 如果你可以只吃简单的素食 那么这些机构都可以供应你 你不需要负担住宿与三餐的费用 甘地 近期彭霍菲尔在1月中旬写信告诉他的哥哥 他要去带领一间地下神学院 卡尔·费德里希不是基督徒 而且长久以来 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 一直都倾向社会主义 不过彭霍菲尔总是觉得 能够自在地跟他说 说真心话 或许在你眼中 我对许多事情都非常着迷与狂热 我自己有时候也担心这种情形 但我知道 如果哪一天我变得更理性的话 老实说 就必须把我整个神学思想 抛在脑后 我一开始研究神学的时候 对其看法跟现在相当不同 可能比较偏向学术研究 现在 它在我心中已经彻底改观 不过 我相信 我终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我对此经常感到相当高兴 我唯一担心的是 过于介意别人的看法 以至于却步不前 我想 唯有认真落实登山宝训 才能到达清新又真诚的境界 确实一点也不错 这是唯一能够 把所有欲望 都吹到九霄云外的力量 就像烟火一样 只留下一些烧尽的罪线 教会的重建 必须稳固地建立在 崭新的修道主义上面 这跟旧的形态完全不同 而是一种严谨的门徒生活 也就是按照登山宝训 追随基督 我相信 聚集众人一起过这种生活的时机 已经到来 原谅我这样的喃喃自语 但是竟然一想到我们相聚的时间 这些就会浮上我的脑海 毕竟我们都很关心对方 我仍然难以想象你 依然认为我这些观念都是痴人说梦 世界上还是有一些 值得我们毫无保留权力支持的事情 对我来说 和平与社会公义就属于这类事情 对基督他自己来说也是一样 最近我突然想到 皇帝的新装这个童话故事 它确实反映着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在故事结尾 说出真相的那个孩子 我们应该好好地演出这场戏 我希望很快就会收到你的来信 不论如何 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请代问候大家 第十八章 神学研究以及真正教母团契成长的唯一方法 就是早晚都济润在上帝的话语中 以及固定的祷告 不要设法让圣经符合时代的需要 圣经就是时代所需 不要替上帝的话语辩护 而是要见证他的话语 要信靠上帝的话语 狄特里希彭霍费尔 三月时彭霍费尔传讲 他在伦敦的最后一篇正道 不久后就踏上他的基督徒团契之旅 至于拜访甘地的行程 则是再度往后拖延 彭霍费尔参观英国国教第一派教会 例如牛津的威克里夫学院 以及高派教会 他拜访过伯明汉附近 一间贵格会教堂 和位于李士满的一所寻道会学院 他也拜访了长老教会 公礼会 以及进行会的教会 最后在三月三十日抵达爱丁堡 拜访他在协和神学院的老师 约翰·贝里 他在四月十五日 离开伦敦前往柏林 担任任性教会第一所神学院的新任院长 当时已经招收二十三位神学生 同时 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抵达柏林 却还没有可供住宿的地方 两天后 彭霍费尔和弗朗兹·谢尔德·布兰特 开车到柏林的柏兰登堡区 想要找寻适当的房屋 不过他们一无所获 有人提供一栋在柏林被称为伯克哈特之家的教会建筑 给他们使用 相较于彭霍费尔已经探勘过的那些田园建筑来说 他算是相当平凡无奇 既没有清脆的草皮 也没有倦养羊群的壕沟 但他仍为这一切感恩 然而 他想打造一个 为似参观过的那些 具有田园风情的修道小区的梦想 确实难以在此实现 然后在四月二十五日 他接到一则消息 说是紧邻波罗的海的莱姨园圣经学校 在六月十四日之前 都有空档可供使用 那个破旧不堪的休闲中心 就位于海滩和沙丘的后方 每年那个时候 不但非常寒冷 而且狂风大作 不过 那里有一栋半木制的农舍 以及好几栋没有暖炉的茅槽顶小屋 可以公神学生居住 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年轻 而且富有冒险精神 彭霍费尔也不例外 隔天彭霍费尔就带着他那群神学生 前往北方两百里外的海岸 他们要在那里 为彭霍费尔一直想要尝试的基督徒生活 揭开序幕 陈斯特 在1874年的某天之前 陈斯特一直都是波罗的海的一个小岛 然后 一场暴风雨吹出一条连接波美拉尼亚海岸 宽大200英尺的路桥 一夜之间 海岛变成了半岛 直到如今 1935年4月底 彭霍费尔和他的神学生的目的地 就是这个新生的半岛 他们打算到那里建立一所崭新的任心教会神学院 彭霍费尔要在那个度假村 实现他脑海中酝酿多年的理想 马丁尼莫勒邀请彭霍费尔经营任心教会神学院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有何发展 彭霍费尔的神学思想难以预料 为了防范未然 他们只派威廉·罗特担任他的助理 众人皆知 罗特的神学思想相当稳健 但罗特从来就不曾质疑 彭霍费尔的神学与方法 也不知道自己被指派到那里的缘故 一切的发展似乎都是自然而然 或许是因为许多神学生 都是彭霍费尔在柏林教过的学生 因此也都习惯他的方法 彭霍费尔脑海中的理想修道团体 是一个活出耶稣 在登山宝训中命令门徒 当遵行之生活方式的团体 其中的成员不只要活出神学生的样式 更要活出基督门徒的样式 这可说是基督徒共同生活 也就是彭霍费尔著名的 团体生活的非正统实验 信义宗里面 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种方式 一般人的直觉反应 就是强烈反对 他这种带有罗马天主教味道的做法 但彭霍费尔早已超越 这种眼光狭隘的见解 因此愿意忍受这些批评 他觉得信义宗已经逐渐偏离路德的心意 正如路德觉得 罗马天主教已经偏离圣彼得的心意 而更严重的是偏离耶稣的心意 彭霍费尔关心的是在圣灵带领下修正方向 而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彭霍费尔在他做门徒的代价 一书中所探讨的一提是 从神学观点看来 信义宗已经偏离路德起初对上帝恩典的感恩 转而成为他所谓廉价恩典的望恩 彭霍费尔认为 这个问题主要得归咎于信义宗的神学教育 这种教育训练出来的不是基督门徒 而是不识人间烟火的神学家与神之人员 他们显然没有活出基督徒生命 以及帮助别人活出这种生命的能力 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世俗生活 而教会跟教会本该服侍的人群之间 几乎没有连结 就此而言 路德维希穆勒和德意志基督徒的某些批评 可说是一语重地 但他们庸俗的答案 就是死心塌地加入国家社会党 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教义都是跟社会大众毫无关系的废话 彭霍菲尔的立场则认为 教义一定要跟社会大众切身相关 而这正是教会失职之处 这就是在波罗的海海滨那场实验的关键点 实际的地点相当偏僻 距离沙丘约100多英尺 有一栋主建筑和几栋附属建筑 四周看不到其他农舍 而且距离最近的城镇 就是一英里外的陈斯特 彭霍菲尔若知道 在往南几英里就是巴特小镇 一定会笑起来吧 23个神学生中 有4人来自萨克森 埃伯哈德·贝特格 就是其中一人 他们已经是官方的维腾堡神学院学生 但决定要加入达雷姆的任心教会 于是穆勒就开除了他们 贝特格是在一两天后 也就是4月底 晚餐刚结束后才抵达的 他马上就奔向大家正在踢足球的海滩 这是他们每天傍晚的例行活动 他先问候三位来自家乡 马格德堡的朋友 然后问他们院长先生在哪里 众人就指着彭霍菲尔 贝特格从来没有听过这名字 也不知道他曾领导过教会斗争 贝特格对彭霍菲尔竟然如此年轻 又体格健壮 感到相当意外 因此起初根本看不出他居然不是学生 彭霍菲尔得知 又有神学生抵达后 就放下手边的事情去迎接贝特格 然后邀请他一起到海滩散步 彭霍菲尔询问贝特格的家事背景 被穆勒开除的经过 以及他在教会斗争中的经历 贝特格非常讶异 这位新神学院的院长 竟然会问这么私密的问题 而且非常真诚地关心他 神学生通常会跟老师之间 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因此几天过后 彭霍菲尔要求他们 不要称呼他为院长先生 而改称彭霍菲尔弟兄 这令他们大胆惊讶 那天傍晚 他们在海滩上边走边谈的时候 两位年轻人都想象不到 以后回忆起来 那次会面竟然如此重要 他们的成长背景非常不同 一个是成长于 柏林格鲁尼沃尔德 与世隔绝的上等社会 父亲是民医 对自己儿子选择的置业感到不解 另一个则是成长于 萨克森一处小村庄伊兹的 纯土乡村男孩 父亲是村里的牧师 成功地激励儿子 追随他的脚步 贝特格的父亲 已经在十二年前 与世长辞 这两个人随即发现 他们是彼此生命中 最相知相识的莫逆之友 两人在文学 艺术 音乐上 都有非常深厚的学养与美感 他们不知道 彼此很快就成为至交 甚至引起其他神学生 为他们之间的友谊 而牺牲妒忌 他们也没有料到 当时彼此间尚未拓展的友谊 将来会帮助彭霍菲尔的作品得以保留下来 并世世代代传遍世界各地 或者说六十五年后 当贝特格过世的时候 他们的名字始终被相提并论 当他们转身走回陈斯特的农舍时 彼此还形同陌路 5月1日 大家都才刚到不过几天 彭霍菲尔和神学生之间 就爆发了一桩重大事件 当天不只是整个德国 庆祝五一劳冻结的日子 更是政府表扬 德国劳工的日子 那个特别的五一节 是实施新征兵法的第一天 希特勒在当天傍晚 发表了一篇演讲 神学生和彭霍菲尔 都聚在收音机旁侧耳倾听 当时甚至连那些 任信教会的神学生 都还对希特勒 没有产生太大的疑虑 他们之中 当然更没有人像 彭霍菲尔那般反感希特勒 他们仍然认为 教会斗争与政治是两回事 因此对军队征兵 没有产生太多的疑虑 他们觉得 撤销法尔赛条约 以及对德国尽忠 与对上帝尽忠是一致的 在百姓的心目中 教会和政府依旧紧密相连 就跟德皇时代是一样的 就这一点来说 为马共和曾经削弱了这个连结 因此 他们非常欢迎任何恢复旧观的做法 由于任信教会 曾经被德意志基督徒指责说 不够爱国 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想把握机会 证明自己的爱国心 在听演讲的过程中 彭霍费尔曾提出一个问题 清楚地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想法 多数学生都对此感到相当意外 有人要求他说明他的想法 他表示他们应该在演讲结束后 再讨论这件事 对多数神学生来说 这是第一次听到 有在上位的人 偏离信一宗的标准路线 效忠国家必定是好事一桩 那次聚会中 彭霍费尔是唯一对希特勒 感到非常不安 并且知道 希特勒要把国家带往战争的人 听了那次演讲 以及此后四堂课程的神学生 可能最后都弃笔投容了 而彭霍费尔从来没有想要说服他们 放弃从军或者借题发挥 就这点而言 他不是死板的和平主义者 当然也不因此认为 基督徒就必须站在反对立场 彭霍费尔尊重学生的观点 他从来不希望自己的课堂或者神学院 演变成以他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理性讨论 他认为 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做法 只会让自己成为误导者 分根瓦的 曾斯特的简陋住处需要在7月14日之前腾空出来 因此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一个长久居所 他们考虑过许多地点 包括克雷门的泽藤堡 最后他们终于安顿在卡特家族 在分根瓦德 距离布美拉尼亚的斯德丁不远的小镇的旧地产上 那块地产曾经是一所私立小学 但纳粹对这些机构感到不悦 因此这片地产就跟其他情形相似的地产一样 很快被清空了 任信教会在寻觅地点的时候 地产经济正在找寻新房客 地产上除了许多附属建筑 还有一栋主宅 一侧环沙风景地 加盖了阴漏旧简的校舍 周边还有个进一步破坏环境的商用建物 地产后方现在是一个碎石厂 破坏了这片壮丽的布美拉尼亚土地 原有的纯土地貌 主宅正处于荒废的状态 一位看过的买家曾称之为名符骑士的猪圈 在他们搬进新家之前 有许多工程要完成 许多神学生已经12天没有栖身之处 必须住在格赖福斯瓦尔德的青年旅社 另一批人则前居粉刷 以及清理那片破败的地产 彭霍费尔在6月26日讲授第一堂课 算是分根瓦德的落成典礼 那时候主宅依旧空荡荡的 他们必须筹措资金 添购家具以及其他物品 不过他们做每件事似乎都神采意义 连木款也是一样 其中一位神学生 温福里德·梅克勒写了一首标题是 《神学生的小愿望》的诗 用运文呼吁大家伸出援手 他们把这首诗寄给任心教会团体 以及个人 许多人都乐于帮忙 梅克勒的感谢函 当然也是用运文写成的 布美拉尼亚的乡绅 强烈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 而且他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中有许多家庭 都把分根瓦的学校 视为他们个人的计划 想要尽一切力量 帮助这个犹如出生牛犊的组织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森的母亲 为学校所有的座椅缝制一套 雕刻师傅贵连格罗斯 用他的手艺把体育馆改建成笔拜堂 还经常有农家主动提供他们餐饮 一天 有位神学生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表示 有人送给彭霍费尔牧师一只活猪 打电话来的是当地的货运站 正等着他们去领带投注 彭霍费尔和神学生 也纷纷为这个刚起步的学校捐献 彭霍费尔捐献出他的所有神学藏书 包括他层外祖母哈泽收藏的 埃朗根版的马丁路德著作 他也带来他的留声机 以及许多他收藏的唱片 其中最珍贵也最难得的 就是他在曼哈顿买的黑人灵歌唱片 音乐是陈斯特和芬根瓦德的群体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每天中午前后 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唱赞美诗 或者其他诗歌 负责领唱的通常都是乔基姆坎尼茨 他是彭霍费尔在柏林的学生之一 有一天 贝特格表示 他要教大家唱刚蒲采马写的神的羔羊 他告诉大家 这是一位16世纪的作曲家 曾经写过不少圣乐和诗歌 尤其擅长重唱静门歌 彭霍费尔对此很感兴趣 他的音乐知识只能回溯到巴赫 但贝特格对音乐的认识远远超过他 他让彭霍费尔认识更早期的圣乐 以及作曲家 例如舒辞 沙音 德普瑞等等 而这些乐曲都被收入分根瓦的的曲目当中 在主屋里有两架钢琴 贝特格表示 彭霍费尔绝对不放弃任何弹奏巴赫双钢琴协奏曲的机会 他还表示 彭霍费尔特别喜欢演唱舒辞的二重唱主啊 我有一事相求和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彭霍费尔读谱的能力极强 他的学生对他的音乐天分以及对音乐的热情都感到非常惊讶 贝特格表示 彭霍费尔热爱贝多芬 他一坐在钢琴前 随手就可以弹出玫瑰骑士 更让我们赞叹不已 德国没有几所神学院会把音乐视为重要的环节 他们在陈斯特的第一个月 有时候阳光非常温暖 此时彭霍费尔就会把学生们带到户外去上课 通常是在沙丘间没有风的角落 有几次他们还在那里唱歌 日常作息 在陈斯特和芬根瓦德的时候 彭霍费尔强调要严格遵守日常作息 以及属灵几率 神学院的实际生活 大致尚为彭霍费尔参观过的各个团体组织 但每天作息的细节 则是出自他个人的构想 同时取材自许多传统 每天的开始是早餐前的四十五分钟敬拜 而结束则是就寝前的敬拜 芬根瓦德的学生舍恩赫尔回忆道 他们醒来后 没几分钟就开始晨间敬拜 彭霍费尔要求我们在敬拜前 彼此间一个字都不要说 早上说出口的第一句话 应该是上帝的话语 但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 因为我们所有时间 都待在挤着六个或八个人的寝室内 此外 我们睡的是茅草床垫上的旧羽毛床铺 那些都是用了好几十年的床垫 一躺下去就会扬起漫天的灰尘 他们不是在礼拜堂敬拜 而是围着一张巨大的餐桌 一开始先合唱诗歌 以及一首为当天所选的赞美诗 接着会读一段旧约经文 然后唱一节赞美诗 同一节会唱好几个星期 之后会读一段新约经文 舍恩赫尔对敬拜程序的叙述是 我们会唱许多歌 用诗篇祷告 通常是几篇诗篇一起 让我们可以在一星期内 就能辨读整卷诗篇 然后朗读一整章就约经文 一段新约经文 接着彭霍费尔会线上祷告 不过这个祷告非常重要 因为祷告里面 把我们面对的一切 我们真正的需求 都交托给上帝 然后就是一顿非常简单的早餐 接下来是半小时的默想 每个人回到房间思想圣经 直到能了解那段经文当天 对它具有的意义 这段期间一定要完全静默 电话会被切断 任何人都不可以走动 我们一定要完全专注聆听 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 每个星期都有固定的默想经文 每天要默想半小时 曾母曼记得 他们不可以阅读经文原文 也不可以使用参考书和注释书 他们必须把经文看成 上帝个别对他们说的话 许多神学生都对这种方法 感到焦躁不安 但彭霍费尔以前在柏林的学生 就对这种方法感到非常习惯 他们曾经跟他一起到 比森塔尔木屋 以及普利贝洛的青年旅社退休 那时他们就是他的小白鼠 他们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方式 让其他神学生也跟着习惯 但有时候还是难免遇到困难 有一次 彭霍费尔离开几天 回到神学院后 发现他们并没有继续每天目想经文 他明确表示对此感到不悦 对这种默想经文的方式 感到困扰的不只是神学生 卡尔巴特在1936年10月 写给彭霍费尔的一封信中 对下面这种情形也深感不安 这几乎是跟修道院的爱欲与苦修 同样难以捉摸的气息 我不能说我对这种情形感到很高兴 我无法认同在原则上 把神学研究和灵修造就切割开来的做法 不要因为我的知识与我的了解 仍然非常不足 而认为这封信是故意要挑剔你的努力 但是至少你应该能从这封信中了解 尽管我非常同情你 还是要对你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彭霍费尔并不跋扈 但是向来非常重视伦常 因此不会让学生觉得 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相对于不良领袖的跋扈 仆人领袖的权柄来自上帝 而领导的目的是要服侍那些在他下面的人 这就是基督留给门徒的典范 而彭霍费尔也就是要努力效法这种领导模式 贝特格记得一开始彭霍费尔曾在厨房要他们帮忙 但没有人马上自告费用 于是彭霍费尔就把厨房门锁上 然后开始洗碗 当其他人想要进去帮忙时 他不愿意打开厨房门 此后他绝口不提这件事 但大家都很清楚 他想把幼时在家中学到的无私精神 传递给这里的每一个人 他绝不容忍自私 懒惰 自怜 不正大光明 以及类似的行为 他想把自己从小接受的良好教养融入到神学院中 这种团积生活另一个非常困难的方面 就是彭霍费尔规定 绝对不可以在背后说弟兄的坏话 彭霍费尔知道对任何人来说 按照耶稣登山保训的教导生活 都不是自然的事情 不论他们对门徒训练和日常灵修的看法为何 在分更瓦德的每个人都不会抱怨生活 没有热趣 大多数的下午和傍晚 都会有一段践行或者运动的时间 彭霍费尔不停地安排各种活动 就跟他母亲在家中一样 他经常打乒乓球 因此任何人要找彭霍费尔的时候 都会先去乒乓球室看一看 他们也会踢足球 摄恩赫尔回忆到 彭霍费尔总是踢前锋的位置 因为他非常喜欢跑步 他一直都喜欢跟人比赛 而贝特格记得每次我们到海边丢千球 或者该说丢石头的时候 他都很讨厌输给别人 摄恩赫尔记得 在晚餐休闲时间过后的十点左右 会举行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敬拜 为与上帝同行的一天画上句点 然后大家安静就寝 这就是我们一天的生活 彭霍费尔写信给巴特 一方面也是回应 他对分更瓦德修道院班 分为的关心 彭霍费尔自己也对敬前派团体 有所批评 但他认为把所有强调 祷告与灵命操练的做法 都归类为律法主义 也同样不大 他已经在协和神学院 看过这种情形 那里的学生对自己能够 避免所谓基要派的律法主义 感到沾沾自喜 但在神学思想上 却非常空洞 他在给巴特的信中写道 在神学院服饰 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学术研究和实际服饰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发现 进入神学院的年轻神学生 所提出的问题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苦思的问题 当然 我们的团体生活 也因此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我深深相信 就这些年轻神学生 在世俗 大学沾染的习性 以及将来 他们必须独立服饰 这两件事看来 他们需要的是一种 让他们彻底改头换面的训练 而我们神学院的团体生活 显然能提供这种训练 你难以想象 大多数弟兄来到神学院之初 几乎处于完全空洞 枯竭的状态 不仅是在神学思想上空洞 更在圣经知识上一片空白 同时 他们的个人生命也是一样 在一个开放之夜 我唯一分享过的那一页 你曾经非常认真的对学生说 有时候你觉得 情愿取消所有讲课 然后突然登门拜访一个学生 比如索拉克 问他说 你的灵魂还好吗 从那时起 这些需求一直都没有满足 甚至任信教会也无能为力 不过没有几个人了解 教会应该身体力行地 担负起这种服侍年轻神学生的事工 而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期待 不幸的是 我自己也力不从心 但我会互相提醒弟兄 而且对我来说 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然而神学研究 以及真正的教母团契成长的 唯一方法就是 早晚都济论在上帝的话语中 以及固定的祷告 对我来说 律法主义的指控根本不适用 对基督徒来说 学习祷告 以及利用许多时间操练祷告 何谓律法主义 最近有一位任信教会领袖告诉我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默想 神学生应该熟练讲道 和传授教理问答 在我看来 这若不是完全不了解 当代的年轻神学家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 把讲道和教理 落实在生活中 当代年轻神学家 认真的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是 要怎样才能学会祷告 要怎样才能学会读经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方面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帮助他们 这可不是意识 如果已不知道如何侍奉 就不该成为传道人为衡量标准 那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应该投入服事 对我来说 最清楚不过的就是 唯有伴随着 也就是同时并进 真正严谨又扎实的神学 解经与教义研究 这一切才会有意义 否则所有这些问题就会走入偏锋 讲道 彭霍费尔非常重视讲道 在他眼中 正道可说是跟上帝的话语等量器官 正道就是上帝对他百姓说话 彭霍费尔想要他教的神学生 记住这一点 帮助他们了解讲道 不只是智识的操练 就跟祷告以及默想经文一样 讲道也是在聆听来自天上的话语 而对传道人来说 成为传播上帝话语的器皿 不至是一种神圣的荣耀 它就跟道成肉身一样 是一种启示 也就是基督从外面进入这个世界 但跟许多其他方面一样 彭霍费尔知道 传达他对讲道的理念与观感的最好方法 就是实践 在正式敬拜的场合 发表一篇扎实的正道 远比在课堂上传授正道要好很多 神学生一定要看到他亲身 活出他要教导他们的一切 就跟耶稣的所作所为一样 教导与生活乃是一体的两面 即使他没有在讲道 而只是在谈论讲章的时候 他也要传授一些实用的技巧 给他的学生 贝特格还记得一些 彭霍费尔的忠告 要在大白天写讲章 不要一次就写完 在基督里没有条件句 在讲台上的最初几分钟最重要 因此不要说废话 浪费这段时间 而是要马上让会众正经危坐地 进入核心 只要非常熟悉圣经 就可以极其正道 彭霍费尔在1932年 曾对希尔德布兰特说过 真正的福音步道讲章 必须像是把一个红润的苹果 递到孩童面前 或者把一杯气凉的水递到 口干舌燥的人面前 然后说 你想要吗 他在分更瓦德 也说过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谈论自己的信仰时 一定要能让对方 立即向我们伸出双手 快到我们来不及应付 不要设法让圣经符合时代需要 圣经就是时代所需 不要替上帝的话语辩护 而是要见证他的话语 要信靠上帝的话语 那是一艘满载到极限的船 他希望神学生牢牢记住 当我们真实呈现上帝的话语时 他就会解除世人的心房 因为他有内在能力 帮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需要 也能满足这些需要 而且丝毫没有宗教 或者假敬虔的意味 上帝的恩典能感动世人 而没有任何限制或条件 彭霍费尔对祷告的教导也一样 每天早晨的灵修时间 他都会带领一段 相当长的集息祷告 多数西异宗传统体系的神学生 起初都会认为这太过敬虔 但彭霍费尔对这类事情 不会提出任何辩解 祷告生活以及与耶稣的相交 必须居于核心地位 所有服饰都是以此为源头 威廉罗特记得彭霍费尔 经常拿着一根香烟和一杯咖啡 坐在分根瓦的庄园主屋的大楼梯上 谈论这些事情 另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就是 彭霍费尔抱怨我们缺乏 耶稣的爱在他眼中 真正的信仰和爱心是同一的 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基督徒生存的核心就在于此 我们在每天早晨和晚间灵修的集息祷告中都感受得到 这一切都出自他对主与弟兄的爱 绝望与忧愁 所有神学生每个月会有一个星期六晚上聚在一起举行圣餐礼拜 当天举行礼拜前 彭霍费尔会在他们当中提起个人认罪这个主题 路德一直认为基督徒应该彼此认罪 而不是向神父认罪 多数信义宗教友已经矫枉过正 而不向任何人认罪 任何形式的认罪都被视为偏向天主教 正如集息祷告 往往被批评为过度虔诚 但彭霍费尔顺利地建立起彼此认罪的惯例 彭霍费尔选择埃伯哈德·贝特格作为他认罪的对象 或许并不出人意料 跟贝特格分享他所谓的绝望或者忧愁 我们通常称之为令人沮丧的心情忧伤 让彭霍费尔觉得很自在 他虽深受其扰 但很少显示在外表 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几位好友 格哈德·雅各比说道 在私下谈话时 他不再那么沉稳于持平 我们马上就发现他非常多愁善感 烦躁不安又忧虑 除了贝特格 恐怕彭霍费尔没有跟其他人提过这件事 他知道贝特格足智多谋 老成持重又信仰坚定 足以帮助他处理眼前这些困扰 他知道贝特格可以成为他的牧者 而他果然不复所望 不只在分更瓦德 而是此后皆然 多年后他在一封从泰格尔监狱寄给贝特格的信中 提到自己的沮丧 我好奇 为什么某些天会无缘无故 比其他日子更容易感到消沉 这是成长的阵痛 还是鼠灵的试炼 一旦这一切都消散后 整个世界又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显然彭霍费尔有时候会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他那聪明又过分活跃的头脑会暂时带他钻流脚尖 但贝特格是一位他可以坦然显露自己一暗面的朋友 贝特格生性爽朗 正好跟彭霍费尔的紧张形成对比 彭霍费尔在从泰格尔监狱寄出的另一封信中提到 我还不认识任何不喜欢你的人 另一方面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我 我一点也不介意这种情形 每当我遇到敌人的时候 总会又认识一些朋友 而我对此感到满意 不过原因可能是你生性开朗又谦虚 而我却内向又相当严苛 波美拉尼亚的杨克 在波美拉尼亚迷人的田园环境中 彭霍费尔首先认识的就是当地的乡身 也就是杨克 波美拉尼亚是一个跟柏林和格鲁尼沃尔德 完全不同的世界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都会分为被保守派 甚至可说是封建社会的风貌所取代 但其传统价值和对维持高文化水平的要求 却非常相似 这些家族多半出身普鲁式军官阶层 几乎所有希特勒的反对者都来自这个阶层 彭霍费尔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 而且那些富裕的地主是他最忠诚的支持者 他未来的婚配对象也是从他们的女儿当中脱颖而出 彭霍费尔最初是透过分根瓦德的募款信 接触这些家族的 其中包括拉斯贝克的比斯迈家族 以及来自帕西格的魏德迈家族 他也认识了施拉伯伦道夫家族和他们的儿子 伐比恩冯施拉伯伦道夫 鲁斯冯克莱斯特瑞柔 彭霍费尔跟这些贵族世家之间建立起的最重要友谊 就是跟鲁斯冯克莱斯特瑞柔的关系 他们相识的时候 他已经68岁 仍然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女士 就跟乔治贝尔主教一样 他与彭霍费尔的生日都是2月4日 而往后10年 他们始终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他常称呼他阿妈 这主要是因为他经常跟他的孙子相处在一起 而且在他要求下 彭霍费尔亲自为他的几个孙子举行监信礼 跟埃伯哈德·贝特格在一起时 他有时会开玩笑地称呼他鲁斯姨妈 正如他跟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在一起时 有时会称贝尔主教乔治叔叔一样 彭霍费尔和鲁斯阿姨都出身自显赫的贵族 她是策德利茨特与茨勒伯爵夫妇的女儿 她父亲曾担任西里西亚省长 而且自幼就在欧本宫长大 然后就活跃在同侪间的社交圈 直到15岁时 跟她未来的夫婿尤根冯·克莱斯特陷入热恋 他们在三年后结婚 他随即就把他从宫中的家带到 他在基克夫的那片广大农地 进入纯土的田园世界 他们的婚姻非常美满 而且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非常符合郭美拉尼亚代代相乘的敬钱派特质 但在她生下第五胎后 丈夫就过世了 让她在29岁就成为寡妇 她带着子女搬到斯德丁一栋较大的住宅 把基克夫的土地交给能干的地产管理员照顾 第一次大战后 他的儿子汉斯尤根整顿好克兰·克洛辛的房屋 让他住在那里 那是基克夫的房产之一 而他自己和家人则搬进基克夫的主宅 接下来几年间 彭霍费尔曾经住在基克夫和克兰·克洛辛好几个星期 三十岁后还到那里退休 撰写他的做门徒的代价 并在四十岁后到那里撰写伦理学 鲁斯是一位意志坚强 举止优雅的女士 她没有耐心跟唯唯诺诺的神职人员打交道 聪明 文雅又充满意气的彭霍费尔牧师 似乎正是上帝对她祷告的回应 她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帮助她以及分根瓦德 并且向当地其他家族宣传分根瓦德的理想 这些家族的农场捐赠给分根瓦德许多食物 此外 有些神学生也在他们的支持下 对于在当地教会担任牧职 由于旧的牧养体制依然屹立不遥 所以这些家族可以指派当地教会的牧师 克莱斯特瑞柔夫人当时正监督西下几个孙辈的教育 十六岁的汉斯奥图冯比斯迈和她十三岁的妹妹斯珀斯 十二岁的汉斯费德里希克莱斯特 以及来自帕西格的两个魏德迈家族的孩子 十三岁的麦克斯和她十五岁的姐姐鲁斯·艾丽斯 玛利亚·魏德迈再次年来到斯德丁 当时她十二岁 他们全都住在斯德丁的祖母家 每到星期天 祖母就会领着他们一起到分根瓦德厅 年轻牧师讲道 彭霍费尔从1935年秋天开始 固定在分根瓦德的礼拜堂举行主日崇拜 并欢迎外界人士参加 克莱斯特瑞柔夫人很高兴能参加崇拜 听彭霍费尔讲道 更高兴能带她的孙辈一起听她讲道 鲁斯·艾丽斯记的 一天 我们坐在礼拜堂的座位上 听着迪特里希彭霍费尔在台上讲道 祖母显然在以前就拜读过她的作品 因此祖母稳稳地坐在位子上 而她那些年幼的孙辈就围绕在那个帅气 威严的牧师周围 这是在由学校体育馆改建的 临时礼拜堂所难得一见的景象 我们全都陶醉在12个深学生 洪亮清澈的歌声里面 那天彭霍费尔讲道的主题 我一直都记得是亚伦的祝福 接着发生的一切 在庭院打桌球 祖母和彭霍费尔的讨论 在神学院居大马提醒餐桌上的简餐 每个人都参与的沙翁名句朗读 只不过是分根瓦的与祖母之间 长久深厚情谊的开端 神学生每次拜会同一条 街上的波美拉尼亚弟兄会时 都会顺道来访 他们会热烈地讨论 交汇政策的最新发展 不断激励决策阶层 对一位擅长神学 而且人生阅历丰富 更重要的是身为斗士的女子来说 祖母可说是适得其所 不久后 她在彭霍费尔的指点下 每天早晨都会根据经文默想 而且使用的是 跟他神学生一样的经文 卢斯·冯克莱斯特·瑞柔 不只采用彭霍费尔的 灵命操练法 他在七十岁的时候 还决定研读新约希腊文 既然狄特里希·彭霍费尔 就在附近 因此他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 甚至连哄带骗的 要他为几个孙辈 举行监信礼 斯珀斯·比斯麦 汉斯·费德里希·克莱斯特·瑞柔 以及麦克斯·魏德麦 和他的妹妹玛丽亚 彭霍费尔非常认真地 看待这个责任 因此就一一跟他们每个人 以及他们的父母亲 会面谈话 最后他只接受其中的三人 就如此严肃的承诺来说 十二岁的玛丽亚 似乎显得不够成熟 鲁斯·埃里斯表示 彭霍费尔总是跟人 有些距离 有所保留 但他在讲道的时候 就会散发出一种魅力 他说只要看他讲道 就会看到一个 完全在上帝掌握中的年轻人 就某方面来说 那些父母和祖父母 都坚决反对 纳粹的年轻一代 会感到特别为难 彭霍费尔和分更瓦德 能让他们稍微喘口气 他是一种鼓励 鲁斯·埃里斯回忆到 在那段时间 纳粹总是在游行 并且高唱 未来是我们的 我们就是未来 而我们这些反对 希特勒和纳粹的年轻人 在听到这些歌声的时候 心中会问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但是我在分更瓦德 听到这个 在上帝掌握中的人讲道时 我心想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 感谢观看